第一章 京 月 西方天盼的晚霞逐渐由绚丽而归于平淡 淡淡的一抹斜阳也消失于苍翠的群山后 于是在这寂静的山道上吹着的春风便也开始有了些寒意 月亮升了起来 从东方的山蛙下面渐渐升到山道旁的木叶林烧 风吹林木树影婆娑 农林之中 徒弟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 朗声叹道 月明星熙 风轻如水 人到五月归来不看山 我虽方自畅游五月 但此刻看着四名春山 却也未见在那泰山雄旗 华山灵秀之下里 随着华生 丛林中 缓步夺出一衣衫兜力 长身玉立的若冠少年 腰下斜斜垂着一柄绿鲨鱼皮剑鞘 此今吞口的清风长剑 月光之下 一眼望去 只见这少年双眉带彩 目如朗星 衣衫随风挑起 有如临风之玉树 他目光四下一转 诗然前行数步 只听到风声之中 隐隐有从从的流水声 随风而来 他见眉一轩 徒又慢声淫道 身向云山深处行 春风吹断流水声 春风吹断流水声 徒弟回首喊道 南儿 快把我的笔焰拿来 威一摇手 你要是再走得这么慢的话 下次游山 你还是跟着管服留在山下好了 树林之中 应声走出一个垂条童子 一手捧着一方轻视端焰 一手拿着两只子狼毫笔 勒下鞋背着一个极大的采囊 大步跑到那少年面前 气吁吁地将手中毛笔 交给那锦衣少年 又从采囊中取出一方淡青宣纸 一面喘着气道 公子 囊儿千辛万苦 跟着你从河北走到江南来 为的就是跟着公子多见识见识 公子要把囊儿跟那蠢阿福留在山下 那囊儿可要气死了 那锦衣少年微微一笑 接过笔指 提笔写道 身向云山深处行 春风吹断流水声 随手将这张字简 塞入那囊儿泪下的采囊里 囊儿乌溜溜的两颗大眼珠一转 带着天真的笑容说道 公子 你今天诗性向是特别高 从一上山到现在 你已经写下三十多句诗了 比那天在泰山一路上所做的 还要多些 不过 他话声微微一顿 眼珠四下一转 接着又道 现在天已经黑了 公子还是带着囊儿 快些下山吧 前面又黑又静 说不定会跑出个什么东西来 把囊儿咬一口 公子 锦衣少年 副手前行 此刻剑眉微皱 回头瞪了那童子一眼 害得他下面的话 都不敢说出来了 鼓着嘴跟在后面 像是不胜委屈的样子 锦衣少年 双眉一盏 月声道 跟着我在一起 你还怕什么 今天晚上就算下不了山 只要有我腰盘这顶长剑 难道还会让你给大虫吃掉 这垂条童子囊儿 抿嘴一笑 面颊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来 但他瞬即垂下了头 似乎不愿将面上的笑容 给公子看到 前面竖十丈 全身呼的震耳而来 锦衣少年抬目一望 只见对面悬崖如靴 下面竟是一条宽有八九丈的扩建 锦衣少年目光一闪 抢先树步 俯视剑底 其身竟达二十余帐 山泉自山顶留下 银龙般的飞来 撞在剑中微石之上 诸飞云舞 音乐声辉 波涛荡荡 水声从从 与四下风吹木叶的速速之声 项羽鸣合 空山回响 月显轻壮 锦衣少年 助力在这道绝建旁边 方夷山行至此 再也无路 飞诸剑狱 一粒粒见到他的身上 他呆呆地愣了半晌 目光洞畜 忽然瞥见 右侧竟有一条独木小桥 从对面崖头 斜斜地挂了下来 搭在这边岸上 对面瞧近之处 木叶眼影之中 一盏红灯 高高挑起 随风晃动 锦衣少年 目光洞畜 面上不禁露出喜色 回首笑道 你这可不用害怕了吧 前面有灯的地方 必定也有人家 我们今夜在这里 借宿一晚 明天盛早下山 不比现在下山要好得多 这锤条童子男儿 眉头竟涂地一皱 抢不走了过来 道 公子 在这种荒山里面住家的人 必定不会是什么好路的 说不定比老虎大虫还可怕 公子还是带着男儿 快些下山吧 锦衣少年轩眉一笑 道 你平常胆子 不是挺大的吗 现在怎地如此害怕 我们身上一无行囊 二无金银 难道还怕人家谋财 害命不成 他见眉又自已轩 伸手俯着剑顶 朗生又道 我七年读书 三年学剑 若是真的遇上各把小贼 嘿嘿 说不定我这口宝剑 就要发发力士了 他俯剑而言 神色之间意气甚豪 迈开大步 向那独木小桥走了过去 男儿愁眉苦脸地跟在后面 似乎已预料到将要有什么不幸之事发生似的 剑身哑抖 那独木小桥凌空而驾 宽虽有两尺 但夏林绝见 波涛激荡 势如奔马 若非胆气甚豪之人 立在桥端 便会觉得头晕目眩 更莫说要自这桥上走过去了 锦衣少年走到桥头 双目意识微微一皱 回首向那童子说道 我先过去看看 你要是不敢过来 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口中虽在说话 目光却在仔细查看前面的落足之处 这锦衣少年 虽是富家子弟 但生性极刚 正是宁折无弯之人 平日胆气溢在常人之上 此刻见了这绝显的独木小桥 心中却无半分惬意 微一查看 便大步走上桥去 脚步之间 一身稳定 显见的对武功一道 颇曾下过些功夫 山风强烈 吹得他宽大的文氏衣衫 烈烈作响 下面全身震耳 但他双目直视 神色虽极谨慎 却无丝毫不安之意 眨眼之间 他便行到了对牙 目光四扫 只见木桥之侧 林木眼影中 有间石器的小屋 屋中灯光外映 那盏红灯 也是从这山间石屋的窗子里 跳出来的 他心念一动 方向回首嘱咐 他那贴身书筒一声 哪知回首悬触 这垂条童子男儿 竟也从木桥上走了过来 此刻竟已站在自己身后 他不禁为之展颜一笑 道 看不出你 居然也敢走过来 男儿抿嘴笑道 强将手下无弱兵 公子胆子这么大 男儿胆子要是太小了 他不要被别人笑话了吗 锦衣少年微微汗手 轻轻一拍他的肩膀 一下大为赞许 却听男儿已有高声喊道 我家公子山行迷路 想借贵处欣息一晚 不知贵主人能否方便方便 只听得四山回声方便 方便 远远传来 此起彼落 相应不绝 但那石器小屋之中 却无半丝响应 锦衣少年剑眉微皱 一辽山脚 剑步窜了过去 探手朝屋中一望 面色不禁突地一变 灯 灯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那垂条童子眼珠一转 一字大步跑了过去 一看之下 面色更是亥得煞白 竟然脱口惊呼了起来 身子摇了两摇 几乎要跌倒地上 原来在那石屋之中 木桌两侧 竟一边一个倒着两具尸身 一眼望去 只见这两人身躯都极为朔壮 但脑袋却已变成了一团肉酱 连面目都分不清了 桌上油灯发出凄凉的灯光 映在这两具尸身上 给这原本已是极为幽轻僻静的深山 更增添几分令人耸立的寒意 一声缠鸣 滑空摇曳而过 男儿鸡铃铃打了个冷战 颤声道 公子 我们还是快走吧 锦衣少年 剑眉身皱 俯首寻思 根本没有搭理他的话 暗中寻思道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两人 怎会死在这里 桌上的油灯还未熄 险见得他们死去 还没有多久 但杀他们的人 到哪里去了呢 我一路上山 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山上下来 难道此人杀人之后 又跑到里面去了 他右手紧握着上面密缠丝带的剑柄 掌心却已微微浸出冷汗来 暗中一咬牙 又自存道 我学剑三年 虽未大成 但京城霞少 却已多半不是我的对手 记得我学剑之时 师父曾经对我说过 江湖游侠 并非以武士强 而要寄人之难 扶若出墙才能撑得上一个匣子 我平日常以匣子自诩 如今遇着这等事 岂能甩手一走 好歹也得探查一个究竟来 一念至此 心胸之中 淡觉豪气大作 闪目而望 只见十五左侧 柱着一条小石阶 蜿蜒通向崖下 崖下水影星罗 将天上星月 映得粒粒可数 竟是一片水田 水田后面 乌影床壮 像是有着一片庄宅 也有些许灯光 从影中映了出来 那垂条童子男儿 满面黄极之戎 望着那锦衣少年 恨不得他马上和自己一起走开 远远离开这诡异的地方 才对心思 那只锦衣少年扶手沉思了半赏 竟然大步朝石阶走下去 他暗中长叹一声 也只得紧紧地跟在后面 风声穿鼓 如愿如素 四山之下 都像是弥漫着一种凄凉的寒意 锦衣少年快步而行 穿过一些田篓 只见左侧 是条宽约两丈的大溪 流波荡荡 视肾湍急 右侧风鸾触裂 翘拔奇袖 被月光一映 山势林木 都换成一片神秘的银子色 对面大山横跟 却在山脚之处 孤零零地建着一座庄院 走到近前 亭台楼阁的影子 都变得十分清晰可见 庄院外 一道高约仗鱼的围墙 黑漆光亮的大门 向南而建 此刻竟是敞开着的 门上的紫童门环 在月光下望去 有如黄金一般 锦衣少年在门口一顿布 伸出手掌重重 拍了拍门环 铜环相机 齐声羌然 在空山之中传出老远 鱼音鸟鸟 历久不绝 但门内却仍然是一片济燃 连半点响应都没有 锦衣少年 剑眉一皱 正待闯入门去 那只身后墨地歌的一响 他大惊之下 拧腰挫步 刷得月开三尺 枪狼一声 拔出剑来 回身持剑 闪目而望 月光之下 只见一只青蛙 纵月如飞地向水田中奔去 男儿睁着大眼睛 呆呆地望着自己 四下仍是一片静寂 甚至静寂得有些可怕了 他心中不禁哑然失笑 暗道一声 惭愧 转身向门内走去 他一脚跨入门里 全身便又不由自主地 泛出一阵寒意 呆呆地站在门口 几乎再也没有勇气 向里面跨进一步 这黑漆大门内的院落里面 竟然躺着一地尸身 死状竟也和先前那十屋之中的两个标形状汉一样 全身上下 一无伤痕 头顶却被打成稀烂 清冷的月光 将地上的血字 应得其红如紫 院落里 大厅内 灯光昏黄 从薄薄的窗纸里透了出来 锦衣少年胆子再大 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冷汗 层层而落 男儿在后面悄悄地扯着他的衣襟 却以害地说不出话来 他仗剑而立 只觉吹在身上的晚风 含义越来越重 脚下一动 方带回身而去 但心念一转 便又自暗中低语道 管宁呀管宁 你既然已走到这里 无论是服饰货 你也得闯上一闯了 你平常最最轻视虎头蛇尾之人 难道你也变成如此人物了吗 他胸脯一挺 右手微灰 一溜青蓝的剑光 突地一闪 他便在这一闪的剑光中 穿过这满布尸身的院落 但目光却再也不敢去望 那些尸身一眼 从院门到厅门 虽只短短数丈距离 但此刻在他眼中 却有如中间阻隔着千山万水一般 几乎是不可企及的漫长 他缓缓登上诗集 用手中剑尖 推开大厅前那两扇扮演着的门 干咳一声 沉声道 屋内可有人在 但请出来说话 屋内自然没有响应 听门哑的一声 完全敞了开来 他定睛一望 只见这间大厅之上 竟然一无人影 他暗中吐了一口长气 回首望去 那男儿仍然失魂落魄地 跟在自己身后 捧着那方石燕的左手 不住地颤抖着 石燕里满絮的墨汁 也因之淋漓地四下见了出来 他怜惜地俯了俯着童子的肩头 穿过大厅 目光四下转动间 厅内的茶几之上 仍然放着一碗碗盖着盖子的茶 安放得十分整齐 并没有凌乱的样子 他不仅暗自私存 茶水仍在 喝茶的人却都到哪里去了 院落中的尸身 据是下人装束 喝茶的人 想必就是此间的主人 他暗中一数 桌上的茶碗 竟然有十七个 不禁又暗自寻思道 方才此地必然有着许多客人 但是这些人 又都到哪里去了呢 前面的尸身看来 都是主人的家奴 难道他们都是 被这些客人杀死的吗 他暗中微微汗手 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 仍有思考的能力 大为满意 只是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私存 虽近情理 距离事实 却仍相差甚远利 私存之间 他已穿过大厅 从右边的侧门 走了出去 厅外一曲回廊 珠篮画洞 建筑得极其精致 回廊外庭院深深 一条白石 砌成的小径 蜿蜒着通向庭院深处 他手持长剑 一步步走了过去 方子走了三五步 目光洞畜 忽得望到这条小径两侧 竟然各自倒躺着一个 身穿华服的 求然大汉的尸身 腰侧的大刀 方子抽出一半 身上亦是没有半丝伤痕 只有头顶上鲜血模糊 血字深深进入小径旁的泥地里 锦衣少年管宁心中一领 一挥长剑 仍然向前走去 又走出三五步远 却见实境之上 交叉着两柄金光闪烁的长剑 他脚步一停 转目而望 小径两侧 果然又倒躺着两具尸身 身躯肥胖 俱使穿着一身浸装 一人左手握剑 一人右手握剑 剑间虽搭在一处 尸身却隔得很远 而且浮在地上 发际血字婉然 伤痕竟也和先前所见的尸身一样 锦衣少年望着这两具尸身 呆呆地愣了半上 一时之间 但觉脑海之中一片晕眩 甚至连惊恐之心都已忘记了 前面树步之遥 是个常然老者的尸身 在前面 竟是三个蓝袍道人 并肩死在一处 接着见到两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尸身 横卧在路上 身上具无伤痕 头上却都是鲜血模糊 走过这段时境 管宁的一件兜立长衫 已全部紧紧贴在身上 此刻春寒仍是慎重 他却已汗透中衫 时境尽头 是个六角小亭 孤零零地溅在一片山石之上 管宁茫然十几而登 一条血字从亭中笔直地流了下来 留在最上层的一级石阶上 他无需再看一眼 便知道这六角亭内 一定有着数句尸身 尸身上的伤痕也和方才一样 他暗中默默念了一遍 暗存道 囚然大汉 肥胖剑客 常然老者 蓝袍道人 僧一和尚 一共是十个 茶碗却有十七个 这亭子里面 该是七具尸身吧 他见到第一具尸身之时 心中除了惊恐焦急 还有一种混合着愤怒与哀伤的情感 兔死上有糊悲 当人们见到人类尸身的时候 自然也会觉得悲哀的 但此刻 他却像是有些麻木了 这是因为过度的惊恐 也是因为过度的哀愤 因之 他竟能在心中计算着这冷酷的问题 踏上最后一级石阶 他茫然向亭中望去 只见一个衣衫蓝缕的博足盖者 倒卧在石阶之上 一颗头发蓬乱的头颅 垂在亭外 从他头上流出的血渍 便沿着石阶流下 一个满身黑衣的瘦血老人 紧紧地倒在他旁边 一根隐犯乌光的拐杖 斜斜地插在地上 入土竟有一半 将四侧的石板 都积得片片碎落 显见这博足盖者死前一致 力道是何等惊人 但管宁却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目光移转到一个 身穿青红螺衫的绝色少妇身上 这少妇的尸身 是和一个意识通体红衫的 贱眉修鼻的中年汉子 倒卧在一处 月光邪照 他们的头上 虽也血子淋漓 但这丑恶的伤痕 却仍然掩不住 这一对男女的绝世滋容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 只听到身后的男儿 竟也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但他却无法分辨 这声叹息中所包含的意味 究竟是什么 那该是惊恐和悲愤的混合吧 他手上的长剑 软弱地垂了下来 渐渐触到石板铺成的地上 发出当的一声轻响 他的目光随着渐渐望去 越过那一对绝美男女的尸身 停留在一双穿着 符字腾云履的脚上 于是他的心便砰地跳了一下 几乎不敢往上移动自己的目光 因为这双脚竟是笔直地站着的 难道这里竟然还有个活人吗 他的脚步生硬地向后面移动着 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缓缓向上移动 一个瘦削而奇长的白山身形 紧紧地贴着这六脚小亭的珠红亭柱 一双瘦骨棱棱的手掌 五指如钩 抓在亭柱两侧的栏杆上 手指竟都深深陷入那珠红色的栏目里 但是他的头却虚软地垂落了下来 他也死了 管宁常常一叹 只是他没有倒下来而已 望着这具死后仍不倒下的尸身 他不禁又是呆呆地愣了半赏 却不知道自己的一双鞋子 已经踩到那片鲜红的血字上了 一片浮云 掩住了月光 本已幽暗的大地 此刻便更觉苍凉 星白如月 月白如风 只有地上的血字 血字该是什么颜色呢 那锤条童子男儿 手里雾字捧着那方石燕 顺着他主人的目光 也是呆呆地望着那具死后 仍没有倒下的尸身 望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 洁白如雪的长袍 腰间系着的那条纯白丝韬 这人生前 也该是个极为英俊潇洒的人物吧 只可惜 他的头是垂着的 因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 他当然也绝没有走上去仔细看看的勇气 而管宁心中 却在私存着另一个问题 蓝袍道人 博足盖者 黑衣老人 红衫夫妇 再加上这白袍书生 一共不过十五人而已 但那大厅中的茶碗 却有十七个 那么 还有两个人呢 这两人难道就是杀死这些人的凶手 但这两人却是什么人呢 是此件的主人 亦或是客人 哎 此刻这些人全都死了 扑天之下 只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了 他目光一扫 暗叹着又存道 这些尸身生前 想必都是游侠江湖的草泽豪士 如今却都不明不白的死了 连个埋骨之人都没有 我规予着此事 好歹也得将他们的尸身埋葬起来 日后我若能寻出谁是凶手 究竟是为这何事 将这些人全都杀死 究竟谁是谁非 其实能将这许多人都一一杀死的人 纵然具有杀人的理由 手段却也够令人发指的了 此事虽然与他无关 但这生具智性的少年 此刻却觉得义愤填胸 一时之间心中思潮所致 据与此事有关 越声欲高 亭中的阴影也就越发浓重 由东方吹来的晚风 从他身后笔直地吹了过来 哪知风声之中 徒弟传来一声音漆漆的冷笑 这笑声有如尖真一般 刺入他背脊之中 这阵刺骨的寒意 刹那之间 便在他全身散步了开来 他大惊之下 拧腰挫步 疏然扭转身形 目光抬触 只见亭外的石阶之上 缓缓走上一个身穿五色彩衣的枯瘦老人 瘦骨临寻 有如风竹 顶上头发 用根飞玉飞幕的紫红长簪插作一处 面上高全身塞 目如苍蝇 一动不动地望在管宁身上 此情此景 陡然见到如此怪异的人物 管宁胆子再大 心中也不禁为之泛起阵阵寒意 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 剑剑煮在地上 滑出一阵阵 急不悦耳的嘶嘶之声 与那阴森的冷笑声相合 听来更觉刺耳 这身穿彩衣的枯瘦老人 垂手而行 全身上下 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动作 瘦长的身躯 却已由亭外缓缓走了进来 管宁努力压着心中的京剧之情 微挑剑眉 力声喝道 你是谁 这些惨死之人 可是你杀死的 那枯瘦老人 嘴角微一牵动 目光之中 突地露出杀意 一言不发地伸出手掌 向管宁当兄抓去 只见这只有黑枯瘦的手掌 指尖微曲 指甲竟然卷坐一团 管宁心中一寒 手臂微抬 将手中的长剑平胸抬起 哪知这枯瘦老人 突地又是一声冷笑 指尖指甲静电也式地舒展开来 其白如玉 其冷如铁 声像是无柄冷气森森的短剑 管宁大惊之下 再退一步 指尖这只手掌 来势虽缓 却将自己的全身上下 全都控制住了 自己无论向何方闪避 都难免被这五只森冷如剑的手指 戳上几个窟窿 刹那之间 他闪电般地 将自己所学过的武功招式 全都想变 却也想不出任何一个招式 能够挡住这一掌缓缓地来势 轻急之下 他猛地大喝一声 右手猛挥 清光爆肠 将手中长剑 全力向这有如鬼魅一般的枯瘦老人挥了过去 哪知见到中途 他只觉全身一震 手腕一松 不知怎的 自己手中的长剑 便已到了人家手上 却见这枯瘦老人 一手捏着剑尖 轻轻一挥 这柄金刚百炼的长剑 竟被折成两段 当的一声 剑柄落在那黑衣老人的尸身之侧 接着又是夺的一声 清光微闪 捏在那枯瘦老人手中的半截长剑 被他轻轻一挥 静其根没入亭上的梁木之中 只留下半寸剑身 雾字发着清光 管宁兴目有侠 数年之前 千方百计地败在京城 一位著名标客的门下 学剑三年 自认剑法已经有了些功夫 此刻在这枯瘦老人的面前一比 他才知道自己所学的武功 实在有如沧海之一素 连人家的千万分之一都无法比上 只可惜 他知道得嫌太迟了些 这枯瘦老人的一双手掌 又缓缓向他当兄抓了过来 他心中长叹一声 方黛竭尽全力 和身扑上 和这彩翼老人拼上一拼 虽然他已自知 自己今日绝对无法逃出 这鬼秘老者的掌下 但让他明目等死 却是万万做不到的 哪知就在他全身气力 将发未发的一刹那里 他身侧突地响起一声利斥 一阵静风 夹着一团黑影 披面向那枯瘦老人打了过去 枯瘦老人双眉一皱 似乎心中意识一惊 手掌一伸一缩 便将那团黑影揭在手里 入手冰凉 还似带着些水渍 他心中不禁又未知一惊 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暗器 扶手一看 原来却是一方实验 方子暗骂一声 却见眼前掌影翻飞 已有一双手掌 劈头盖脸地向自己激了过来 掌风虽弱 招式却极雕钻 他的武功虽炉火纯青 竟也不得不微闪身形 避开这双手掌 击向自己面门的一朝两世 这一突生的变故 使得管宁微微一正 定惊望去 心中不禁又未知一惊 那闪电般向枯兽老人 击出两掌之人 竟是自己的贴身疏童男儿 那枯兽老人身形微闪之后 袍袖一伏 便将面前的人影震得直飞了出去 闪目望处 却见对方只是一个垂条童子 心中意识大齐 半上说不出话来 男儿俯出一招 身形便被人家强劲地袖风震飞 心下不及暗害 此人武功却是高到不可思议 连退竖步 退到亭兰之侧 方子稳住身形 口中却以大声喝道 你这老鬼是什么人 为何要加害我家公子 小小的胸膛一挺 竟又大步向那枯瘦老者走了过去 眼珠睁得滚圆 方才的那种畏缩之态 此刻在他面上 竟也一丝一毫都不存在了 此刻管宁心中 却是又惊又愧 他再也想不到 这个自己从京城西郊 冰天雪地中救回来的垂条童子 竟然身具武功 而且还比自己高得多 却从未在人前眩露出来 自己才只学会两三路剑法 便以自负侠少 一念至此 心中羞残大作 呆呆地正在当地 几乎抬不起头来 那枯瘦老人目光微逆管宁一眼 便见野似的 住在男儿身上 却仍然没有说话 男儿眼珠一转 大声又道 我家公子是个读书人 和你肃无仇怨 你为什么一见面就要害他 你年纪这么大了 却对一个后生晚辈下起毒手 难道不害臊 枯瘦老人秃地冷冷一笑 尖声说道 你方才那招龙飞凤舞 是从哪里学来的 今晚铁掌杜仓 是你的什么人 声音尖锐 有如狼嚎 男儿面色一变 但眼珠一转 瞬即恢复常态又道 你也不要问我的师承来历 我也不会告诉你 反正我家公子不是武林中人 只是为了游山玩水 才误打误撞地走到这里来的 你们江湖中的仇杀和我们根本无关 就算这些人是你杀死的 我们也不会说出去 你今天要是放我们走 我一定感激你的好处 今天的事 我绝不会说出去 枯兽老人神色微微移动 冷笑道 你这玩到有趣得很 我老人家本也不忍害你 只是 又掌涂地一扬 方才接在手中的实验 便有电射而出 男儿只觉眼前一花 还未来得及体会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视如奔雷的实验 便不偏不倚地 积在他面门之上 枯兽老人 一无表情地望着男儿 狂吼一声 缓缓倒了下去 冷然接口又道 只怪你们走错了地方 目光凛然转向 那一扑向男儿身上 连连痛呼的管宁 老夫只得心狠手辣一些了 随着话声 他又自缓缓走向管宁 瘦如鸟爪般的手掌 又伸了出来 管宁眼见这方剑成长 本应享受生命中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的幼童 敬畏着自己丧失了性命 心中淡觉悲愤填膺 突然长生而起 满含怨毒地望着这冷酷的魔头 只要此人再走前一步 他便会毫不犹疑地合身扑上 那只这枯兽老人目光转触 全身突地一震 眨眼之间 面上便满不惊恐之色 脚步一顿 肩头微晃 突地倒纵而起 凌空一个翻身 垫也式地掠了出去 只见那宽大的彩袍 微微一飘 他那瘦如风烛的身躯 便消失在亭外沉沉的夜色里 管宁一正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虽是个聪明绝顶之人 但究竟出入江湖 遇着此等诡异复杂之事 本已盲无头绪 哪知这事的演变 却越来越奇 莫说是他 便是江湖历练 比他更胜十倍之人 也无法明了此事的究竟了 他茫然正了半赏 心中突地一动 回过头去 心头不禁又是墨地一跳 全身的血液 几乎也为之停顿下来 那垂手而立的白袍尸身 此刻竟已抬起头来 一双深深插入栏目中的手掌 也正自缓缓向外抽搐 夜色之中 只见此人眉骨高耸 鼻正如霄 面色苍白的像是玉石锁雕 一丝血渍 自发际流出 流过他浓黑的眉毛 紧闭的眼瞼 沿着鼻窝 流入他汗下的微虚里 这苍白的面色 如雕的面目 趁着他一身洁白如雪的长袍 使他看来 有如不可企及的神像 但那一丝鲜红的血渍 却又给他带来一种 不可描续的欺青之意 管宁目定口呆 骇然而是 只见这遍体白山的中年文士 缓缓张开眼来 茫然四顾一眼 目光在管宁身上一顿 便笔直地走了过来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 知道自己今日已卷入一件 极其神秘复杂的事件里 是福是祸 虽然仍未可知 但此刻看来 却是以断言 是祸非福的了 这白袍文士 人一苏醒 便向自己走来 定然意识对自己不利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 自己一个局外人 忽然插入此间 自然难怪人家 会对自己如此 一念至此 他心中更是百感交集 索性动也不动地 站在当地 静观待变 哪知这中年文士 走了两步 秃得停了下来 目光一垂 扶手寻思了半上 似乎在想什么 管宁又是一起 却听他自语着道 我是谁 我是谁 猛地伸出手掌 连连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不断地自语道 我是谁 我是谁 声音越来越大 秃地把族狂奔 奔出亭外 奔下石阶 只听得他仍在高声呼喊着 我是谁 我是谁 叫喊的声音 越来越远 渐渐沉浸 于是本已茫然地管宁 此刻更有如置身 有黑深沉的浓雾之中 摸不着半丝头绪 只觉自己平日 对事物存夺的思考之力 此刻却连半分也用不上 心胸之中 被悲愤 哀伤 自救 诧异 惊骇 疑惑 各种情感堵塞的 像是要裂成碎片似的 此事原本与他毫无关系 然而 此刻却改变了他一生命运 在当时他走过那座 小小的独木桥的时候 这一切是 他又怎能预料得到的呢 莫迪 他身侧响起一声 轻微的呻吟之声 他连忙回过头去 扶下身子 倒卧在那并肩斜倒在 亭兰之前的一对 红山夫妇前面的男儿 面门满是血字 挺直的鼻梁 一被击成骨肉模糊 此刻 他正勉强地张开了眼睛 望了管宁一眼 见到他还是好生生地 活在自己的眼前 血肉模糊的面上 便展开一丝喜悦的笑容 似乎极为安慰 因为自己的死 终于有了代价了 管宁只觉得 心中所有的情感 在这一瞬之间 全都变成浓厚的悲哀 两滴泪珠 夺况而出 冰凉的眼泪 留在他滚热的面颊上 也流入他炽热的心 他仍任他留下来 也不伸手是抹一下 哽咽着道 男儿 你 你何必对我如此 叫我怎么报答你 男儿面上的笑容 物字未退 断续地说道 公子对男儿的大恩 男儿一死也报答不完 这 这又算得了什么 若没有公子 男儿和大姐 早就冻死 饿死了 他痛苦地扭曲了一下身躯 但此刻他心中是安详的 因知任何痛苦 他都能面带笑容的忍受下 接着又道 只要公子活着 男儿死了算不得什么 但是 男儿心里却有一件放不下的事 管宁强忍哀痛 哽咽皆道 男儿有什么放不下的事 我一定替你做好 就算那是男如登天 不过 男儿别怕 男儿不会死的 像男儿这么乖的孩子 要是死了 这世界还算的是什么世界 男儿欺然一笑 悄然合上眼睛 默默地停了半赏 接着又道 男儿死了 希望公子好好看待男儿的姐姐 男儿的姐姐也很乖 公子以后要是娶了亲 就 就叫男儿的姐姐 侍候公子的夫人 公子以后 若是没有喜欢别的女孩子 就喜欢男儿的姐姐好了 哎 大姐对男儿真好 可是男儿却永远不能看到大姐了 大姐 你会伤心吗 管宁方自忍住的眼泪 此刻便又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 过度的悲伤 已使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男儿又张开了眼睛 只见他不住地点着头 嘴角便又泛起一丝笑容 微声说道 男儿还有一件事 想求公子 公子一定答应男儿的 他这两句说得极快 但说到一半 便停止了 竟已说不出话来了 他的嘴角还带着一分笑容 因为他的生命虽然短促 却是光辉而灿烂的 他生得虽然困苦 死得却极安乐 他不曾亏负人生 人生却有负于他 人生 人生之中 不是常常有些事 是极为不公平的吗 浮在男儿的尸身上 管宁哀哀地痛哭了起来 将心中的悲哀 都合在眼泪之中 如泉涌地哭了出来 有谁能说眼泪是弱者所独有的 勇敢的人们 虽不轻易流泪 但当他流泪的时候 却远比弱者还要流得多力 他也不知哭了多久 肩头突然被人重重拍了一下 他心头一跳 回头望处 却见那白袍文士 不知何时 又已站在他的身后 带着一脸茫然的神色 凝视着他 一字一字地问道 我是谁 你知道吗 痛哭过后 管宁只觉心中空空洞洞的 一字茫然摇了摇头 道 你是谁 我怎么会知道 不管你是谁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白袍中年文士呆了一呆 连连点着头 长叹了一声 缓缓说道 与你本无关系 与你本无关系 雨声微顿 又道 那么和谁有关系呢 管宁不禁为之一恶 又自摇了摇头 道 和谁有关系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哼 我当然不会知道 那白袍文士又是一呆 秃地双手极身 一把将管宁从地上抓了起来 树莓吼道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么谁知道 这里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都是死人 我不问你 难道去问那些死人吗 管宁双肩被他抓在手里 但绝其痛彻骨 权力一正想挣脱他的手掌 但这中年文士的一双手掌 竟像是生铁锁住 他竭尽全力 也挣不脱 心中不禁怒气大作 力声赤道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看你 哼哼 还是死了算了 这中年文士双眉一轩 顺右平复 垂下头去 低声自语道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徒弟手掌一松 将管宁放了下来 连声道 是急 是急 我还是死了算了 转身一望 见到那只插在地下的铁拐杖 身形一动 掠了过去 将拐杖拔僵起来 再一拧身 便又回到管宁身前 将拐杖双手捧到管宁面前 道 就请阁下用这只拐杖 在我头上一击 把我打死算了 管宁只觉眼前微花 这中年文士已将拐杖送到自己面前 身形之快 有如鬼物 心中方自骇然 听了他的话 却又不禁愣住了 存道 此人难道真的是个疯子 天下怎会有人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就算他是个疯子 也不至于会疯到这种地步呀 那中年文士等了许久 去见管宁仍在垂手想着心事 双眉一轩 道 这只拐杖虽然不轻 但你方才那一阵两膀之间 至少有着两三千斤力气 这拐杖一定拿得起 来来来 就请阁下快些动手吧 他双手一伸 将拐杖送到管宁的身前 管宁连忙摇手 说道 杀人之事 我不会做 阁下如果真的要死 还是你自己动手吧 那中年文士目光一凉 徒弟大怒道 你叫我死了算了 却又不肯动手 难道要叫我自己杀死自己不成 哼 你这种言语反复之人 不如让我一仗打死算了 管宁心中一动 存道 方才我是正了一下 此人便已估出我两膀的力气 不会是个疯子 他转念又存道 他让我动手杀他 必定是戏弄于我 试想他武功之高 不知高过我多少倍 怎会无缘无故地让我打死 一念至此 他便冷冷说道 阁下若是真的要死 我便动手好了 匹首夺过那只黑铁拐杖 高高举起 方待击下 目光斜触 却见这中年文士 竟然真的合上眼睛 一副闭目等死的样子 举在空中的黑铁拐杖 便再也落不下去 在这一刻之中 管宁心中思潮如涌 徒弟想起了许多事 他手中的黑铁拐杖 仍高高举在空中 心中却在暗地寻思道 我幼时读那仙人杂记中的密文搜起 内中曾有记载着一个完全正常之人 却常常会因为一个极大的震荡 而将自己一生之中的所有事情 完全忘却的 他目光缓缓凝住到那白袍书生的头顶之上 只见他发际血自婉然 显然曾被重击 而且击得不轻 心念一动 心中又自存道 莫非此人一因此伤 而将自己是谁都忘得干干净净 如此说来 他便非有心戏弄于我 而是真的想一死了之 目光一转 见着中年书生面目之上 果然是一片茫然之色 像是已将生死之事 看作与自己毫无干系 因为生已无趣 死又何妨 管宁暗叹一声 又自存道 方才那身穿彩袍的高寿老者 武功之高 已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他一见着这白袍书生 却连头也不敢回 就飞也似的逃了出去 显见这白袍书生 必是武林之中 一个声明极大的人物 他的一生 也必定充满灿烂绚丽的事迹 而如今呢 他却将自己的一生事迹 全部忘记 这些事迹 想必全是经过他无比艰苦的奋斗 才能造成的 哎 人们的脑海 若是变成一片空白 什么事也无法思想 什么事也不能回忆 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再记得 那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若是有朝一日 我也变成如此 只怕我也会毫不犹疑 心甘情愿地 让别人一仗击死了 一念至此 他徒弟对着白袍书生 生起同情之心 手中高举的黑铁拐杖 便缓缓地落了下来 当的一生 落到地上 那白袍文士 疏然睁开眼来 见到管宁的目光 呆呆地望在自己的脸上 双眉微皱 怒道 你看我做什么 还不快些动手 管宁危愧一声 道 生命虽非人世之间 最最贵重之物 但阁下又何苦 将自己大好的生命 看得如此轻贱 那白袍书生 神色微微一动 叹道 我活已绝无畏 但求一死了之 他双眉徒有一皱 竟又怒声说道 你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方才叫我死了算了 此刻竟又说出这种话来 难道我自己的生死之事 竟要有你为我做主吗 管宁心中 徒弟一动 暗暗存道 我方才所说的话 他此刻竟还记得 想必他神志虽乱 却还未知不可救药的地步 以他的武功 在江湖上 必非无名之辈 认得他的人 必定也有很多 我若能知道他的些许往事 假以时日 也许能将他的记忆恢复 意味可知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 在这一瞬之间 他便以立下帮助此人之心 一个生具智性之人 往往会因人家的痛苦 生出同情之心 而忘却自身的痛苦 管宁此念济生 便道 小可虽是繁庸之人 却也能了解阁下的心境 阁下如能相信于我 一年之内 小可必定帮助阁下 一起以往之事 白袍书生 神色又为之一动 俯首宁斯半上 抬头说道 你这话可是真的 管宁兄仆一挺 朗声道 我与阁下素不相识 焉能有欺骗阁下之力 阁下若不相信 我也无法 只是要我动手杀死阁下 我却是万万无法做出的 右手一弹 将手中的黑铁拐杖 远远抛出亭外 身形一转 走到男儿的尸身之前 再也不忘那白袍文士一眼 白袍书生又缓缓垂下头去 目光呆滞地停留在地面上 似乎在考虑什么 一时之间 全身静动都不动 管宁府身将男儿的尸身抱了起来 眼见这半日之前 还活活泼泼地充满生气的智灵童子 此刻却已变成僵硬而冰冷的尸身 心中不禁悲愤焦急 感慨完签 饿了半晌 转身走出亭外 沿着十击 缓缓走了下去 庭院之中 幽暗七青 抬手一望 星群更息 月以西沉 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走到林荫之中 将男儿的尸身放了下来 折了段树枝 卷起衣袖 想掘个土坑 先将尸身草草掩埋起来 泥土虽不甚紧 但那树枝却更柔脆 掘位多久 树枝便啪地断了 他便解下腰间的剑鞘 又继续掘了起来 那只身后 徒弟冷哼一声 那白袍书生 竟又走到他的身后 冷冷说道 你这样 岂不太费事了些 一把抢过管宁手中的剑鞘 轻描淡写地在地上一挑 一大片泥土便应手而起 管宁暗叹一声 存道 此人的武功 却是身不可测 却不知又是何人 能将他击成重伤 那数十具尸身 伤势竟都相同 能将这些人 在一段极短的时间里 都一一击毙 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这些人在一夜之中 不约而同地到此间来 又同时被人击毙 这其中必定关系着一件 极为重大隐秘之事 但这又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又都是何许人物 这间庄院建筑在这种隐秘的地方 主人必定是非常人物 这主人又是谁呢 是否亦是那些尸身其中之一 这些人是否受了这主人的邀请 才同时而来 十七晚茶 却只有十五具尸身 那两人跑到哪里去了 若我能找到这两人 那么 此事或许能够水落石出 只是我此刻 却连这两人是谁都不知道 所有在场之人 都死得干干净净 这白袍书生 又变成如此模样 哎 难道此事将永远无法揭开 这些人将永远冤沉地底吗 他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问题 越想越觉紊乱 越想越觉无法解释 抬起头来 白袍文士早已将土坑绝好 冷冷地望着他 他又自长探着 将囊儿的尸身埋好 于是他点起一把火 让这些诗句都化为飞灰 飘落在囊儿的尸身上 他突然对囊中那些曾无比珍惜的诗句 变得十分轻蔑 在解下他身判的采囊的刹那 管宁的眼泪 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跪在微微凸起的土丘前 他悲哀地默示了半上 暗中发誓 要将杀着无辜幼童的凶手杀死 为他复仇 虽然他自知自己的武功 万万不是那身穿彩袍的诡异老人的敌手 但是他的决心 却是无比的坚定而强烈的 当人们有了这种坚定而强烈的决心的时候 任何事都将变得极为容易了 白袍文士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 面上竟也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悲哀之意 直到管宁站起身来 他才低声问道 现在要到哪里去呢 管宁沉重地移动着脚步 走出这悲凉的树丛 他知道这中年文士问了这句话的意义 已无疑是愿意随着自己 一起寻求这些疑问的解答 但此刻究竟该到哪里去呢 他却也茫然没有丝毫头绪 不出树丛 他才发现东方已露出蜀色了 这细微的蜀光 穿透浓厚的夜色 使得这幽暗七青的庭院 像是有了些许光亮 但清晨的风吹到他身上 寒意却更重了 更何况 在那条蜿蜒而去的碎石小径上 所捣卧的尸身 又替陈锋加了几许寒意 他默默地助力了一会儿 让混沌的脑海稍微清醒 回过头道 这些尸身 不知是否阁下素食 他话声微顿 只见那白袍文士 茫然摇了摇头 低声道 我也不记得了 管宁长叹一声 道 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任凭他们的尸身 暴露于风雨之中 哎 这些人的妻子儿女 若知道此一凶耗 不知要如何悲伤了 只可惜 我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 否则我定要将他们的死讯 告诉他们的家人 也好让他们来收尸 说到后来 他话声也变得极其悲怆 白袍文士呆了一呆 秃地垂下头 自语道 我的家人是谁 哎 我连我究竟有没有家都不知道 两人无言相对 默然良久 各自心中 据是悲似难浅 不能自已 大地由黑暗而微明 此刻阳光已从东方的云层中照射出来 管宁默默地抬起这些尸身 将他们怀中的遗物都仔细包在从他们衣襟上撕下的一块布里 因为这些东西纵然十分清贱 然而在他们家人的眼中 其价值都是无比贵重 管宁暗中西记有一天能将这些东西交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因为他深切地了解 这对那些悲哀的人将是一种多大的安慰 那白袍文士虽然功利绝世 但等到他们将这些尸身全部埋好在这深深的庭院中 早已从东方升起的太阳 已经微微偏息了 当他们掩埋这些 他们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尸身的时候 他们心中却有如在掩埋最亲近的朋友一样的悲哀 于是在这相同的悲哀里 他们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彼此之间却都觉得亲近了许多 这在他们互相交换的一瞥里 他们也都了解到了 但这可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有意的开始啊 踏着小静的血字 走进曲折回廊 走入大厅去 管宁暗一扫 神色秃地大变 但觉一阵寒一字心头升起 一时之间竟惊吓得说不出话来 那白袍文士茫然随着他的目光 在厅中扫视一遍 只见桌椅井然 壁画罗列 厅门半开 窗纸昏黄 却没有什么奇异之处 心中不禁大齐 不知道管宁惊骇是为着什么 因为他的记忆之力已完全丧失了 若他还能记得以前的事 那么他也一定会惊诧 甚至惊诧得比管宁还要厉害 原来大厅的桌机之上 此刻竟已空无一物 心前放在桌上的十七只茶碗 此刻竟已不知道哪里去了 瞬息之间 管宁心中又被疑云布满 呆立在地上 暗地思存道 那些茶碗被谁拿走了 他为什么要将这些茶碗拿走 难道这些茶碗之中 隐藏着什么不能被人知道的秘密吗 这些问题在他心中交相冲击 他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 走出大厅 因为他知道他纵然竭尽心力 却也无法寻出答案 院中仍有十数句尸身 管宁回头望了那白袍文士一眼 两人各自苦笑一声 又将这些尸身都堆在大厅旁边的一间空房里 管宁心中突地一动 地狱道 不知道这座庄院中的其他房间里 还有没有人在 话由未了 白袍文士已摇手道 我方才已看了一遍 这庄院中除了你外 再也没有一个活人了 于是管宁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 便又落空 走出那扇黑漆大门 四面群山 历历在目 那片方次插下秧苗的水田 也像往昔一样的没有变动 只是插秧的人 却已无法等待自己种下的秧苗长成了 末地 一阵清脆的铃声从尘风中传来 两人面色各自一变 抢步走上十级 定睛一望 只见隔剑对牙 独目瞧头 竟然翘然助力着一个脆装少女 左手拿着一个拳大金灵 不住地摇晃 右手抬起 缓缓抚弄着病边的乱发 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 顺也不顺地望着这时节的石器小屋顶上 正自满脸惊奇错愕地自语着道 真奇怪 怎么这些人竟将一只已经烧得七零八落的灯笼 还高举在这里 难道这四名山庄里的奴才下人都死光了吗 日光之下 只见这翠庄少女 云鬓如雾 胶叶如花 仙腰一卧 临风如柳 说话的声音更是如鹰如燕 极为悦耳 管宁目光洞畜 不禁为之一恶 他这一夜之间 深惊着连串而来的诡异 残酷 悲哀之事 此刻陡然见着这种绝美少女 在这种荒山之间出现 心中异不知事惊世起 那白袍书生面目之上 却木然无动于衷 这巨阵之后 既以全尸之人 此刻情感的变化 全然不一常规 自然也不是别人能够揣测到的 管宁为一定神 快步走上那独木桥 想过去问问这少女 究竟是何来路 那只他方子走到一半 翠庄少女秋波流转 一字走上桥来 连不轻移 已到了管宁面前 手中金灵一晃 冷冷道 让开些 这道小桥宽材持许 下林决见 势必不能容得 两人并肩而立 管宁微微一正 寸道 这少女怎地如此蛮横 明明是我先上此桥 她本应等我走过才是 怎地却叫我让开 难道这少女 亦是此间主人不成 她心念尚未转弯 却见那少女戴眉清贫 竟又冷冷说道 叫你让开些 你听到没有 管宁见眉微轩 气往上冲 不禁一字大声道 你要叫我让到哪里去 那翠庄少女 冷哼了一声 轻轻伸出一只 鲜鲜玉指 向对岸一指 道 你难道不会先退回去 哼 亏你长得这么大 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管宁不禁又为之一恶 心想这少女看来娇柔 哪知说起话来 却如此蛮横无礼 心中不觉更是恼怒 方带反唇 目光洞畜 却见这少女的意志 有如春葱般的手指 以堪堪指到自己面前 她本是世家之人 平生之中 除了自己家中之人外 从未与女子打过交道 此刻这少女面面相对 相则威文 心中虽然气愤 但一转念便想 我又何苦与女子一般见识 缓缓转回身 走了回去 目光撇触 只见那白袍文士 正自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这脆妆少女微微一笑 眼光之中 像是极为得意 一手摇着金灵 鸟挪走过桥来 眼波四下一转 便又自语着道 这里的人耳朵 难道都聋了不成 听到金灵之声 竟还不出来迎接 神剑娘娘的法架 管宁心中一动 暗中寻思道 这神剑娘娘又是什么人 难道亦是此间 主人请来的武林名人 却因来的迟了 因之幸免于此次惨劫 心念一转 又存道 那么他对此间主人 为什么要请这些武林 豪事前来的原因 总该知道了 至少他也该认得 这白袍文士 到底是什么人 我从他身上 也许能将此事 探出一些头绪 意味可知 一念至此 他忍不住回转身去 向这脆妆少女 朗生问道 神剑娘娘在哪里 可否为 鱼游未了 这脆妆少女便冷冷一笑 道 神剑娘娘是谁 你都不知道吗 哼 他又伸出玉指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接道 告诉你 神剑娘娘就站在你的面前 姑娘 我就是神剑娘娘 管宁一正 若不是心中仍然满腹心事 此刻怕不早就扑齿笑出声来 这年纪 最多不过十七八岁 天真未免 智态未消的少女 却自称神剑 自称娘娘 简直是有些岂有此理 但这脆妆少女面上神情 却是一本正经 声像这根本是天经地义之事 不停地摇着手中金灵 秋波在那副手而立的白袍文士身上一转 便有毫不停留地望到管宁面上道 你是什么人 还不快去告诉这里的庄主夫人一声 就说来自黄山的神剑娘娘专程来拜访她了 哼 想不到明文天下的四名山庄 竟这样不懂规矩 叫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来迎接客人 管宁目光台处 但见这脆妆少女 此刻竟是副手而立 仰手望天 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心中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却又在暗中私存道 原来此间果然是名满江湖的所在 只可惜 我阅历太少 连四名山庄这名字都未听过 若是师父他老人家在这里 便一定会知道这四名山庄的来历 也许和庄主是素食也说不定 只是庄主到底是谁呢 便问道 这四名山庄庄主是谁 庄主夫人又是谁 于由未了 只见这脆妆少女性眼一瞪 像是不胜惊诧地说道 你居然连四名山庄的庄主 红袍克夫妇都不知道 喂 我问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要知道 在这四名山庄里乱闯 可不是完的呀 一个不好 把小命赔上 那才原理 管宁双目一转 恍然误导 原来那对极其俊美的 红衫男女便是此间的庄主 哎 这夫妇二人 男的应挺俊逸 女的貌美如花 果然不愧是一对 名满天下的武林侠侣 只可惜正值圣年 便双双死了 她声据悲天悯人的 至情至性 虽与这四名庄主 夫妇二人 素不相识 但此刻心胸之中 仍充满悲哀惋惜 伤痛之意 心念一转 又自存道 这少女看来 与他们夫妇二人 本是之交 若是知道 他们已经惨死 只怕也会难受得很 一念至此 管宁不禁常叹道 不知姑娘寻找 庄主夫人 有何贵干 姑娘与她如是之交 那么 她话说到一半 却见这翠庄少女 冷笑一声 道 你根本就不认得人家 却又来管 我找人家干什么 哼 我看你呀 真是幼稚得很 翠秀一幅 笔直地向山崖下面走去 管宁愣了愣 她自幼锦衣玉石 若贯后更有才子之欲 京城左右 有谁不知道 文武双全的管公子 到了这四名山庄 她所以知道武学一道 有如浩瀚精海 深不可测 世事之曲折离奇 更是匪夷所思 自己若想在江湖闯荡 无论哪样 都还差得太远 但被人骂为幼稚 却是她生平未有的遭遇 此刻她望着自称神剑娘娘的翠庄少女 那婀娜而窈窕的背影 心胸之间 只觉又是会怒 又是好笑 但心念一转 又不禁存到 这少女自称神剑 看她神态之间 武功必定不弱 但无论如何 她总是个女子 此刻下面山庄之内 血字未清 及时尤在 后院中更满目巨石石堆 她下去看到这种凄凉恐怖的景象 只怕不知下城如何模样 一念至此 她不禁脱口叫道 姑娘慢走 翠庄少女 脚步一顿 回过头来 秋波如水 冷冷向她瞟了一眼 呼地哼了一声 转身向上走了两步 称道 我与你素不相识 方才与你说了几句话 已经是给了你极大的面子 你要是再跟我乱搭讪 莫怪我要给你难看了 言下之意 竟将管您当作登徒子弟 管您绝世聪明 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不禁意在鼻孔中哼了一声 暗暗存道 这少女怎地如此雕横 哪里有半分女子温柔之态 我若是要与她终日厮守 这种罪真是难以消受 口中一字冷冷说道 在下与姑娘素媚平生 本来就没有要和姑娘说话之意 目光转出 只见这翠庄少女柳眉一阳 娇尘满面 似乎再也想不到 会有年轻男子 对她说出如此无礼之话 一时之间 她心中不禁大为得意 觉得她方才加诸自己的羞辱 自己此刻正可报复 见眉微宣 故意做出高傲姿态 接着说道 只是姑娘到此间 既是为了寻访四名山庄庄主夫妇 在下就不得不告诉姑娘 来得太迟了些 第二章 翠袖与白袍 那翠庄少女 本是满面娇称 此刻听了她的话 怒容未知顿脸 明亮的眼睛睁得老大 不胜惊讶的接口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宁双目一番 本想做出一个更为巨傲的样子 来报复她方才的巨傲 但转念一想 想到方才那些人的惨死姿态 此刻自己又怎能以人家的凶耗 来作为自己的报复手段 此念几声 她不禁又对自己的行为后悔 暗中存到 无论如何 她总是个女子 我昂藏七尺 何苦与她一般见识 口中便立刻打道 不瞒姑娘 四名山庄的庄主夫妇 此刻早已死了 姑娘若是 她言由未了 哪只眼前人影涂地一花 方才还站在这长长的阶级之间的脆妆少女 此刻竟已站在自己眼前 惊声道 你这话可是真的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 自己目光丝毫未顺 竟也没有看清 这少女究竟是如何掠上来的 那么这少女轻功之高 高过自己 又何止数倍 她心中不禁又是气馁 又是修残 觉得自己实事无用得很 那少女见到她 突然呆呆地发起愣来 轻轻地跺了跺脚 不耐地又追问一句 你这人真是的 我问你 你刚刚说的话可是真的 你听到没有 管宁为一定神 长叹一声 说道 在下虽不才 但还不知拿别人的生死之事 来做戏言 那翠庄少女柳梅青树 接口道 四名庄主夫妇死了 你怎会知道 难道你亲眼看到不成 管宁垂手探道 在下不但亲眼看到 四名庄主夫妇 而且还亲手埋葬了 他们两位的尸身 转目望去 只见这少女目光中满是惊骇之情 呆呆地望着自己 柳梅身贫 又像是十分伤心 不禁又自叹道 人死不能复生 姑娘与他们两位纵是相交 也一节哀才是 她生性虽然高傲 却更善良 方才对这自称神剑娘娘 说话咄咄逼人的雕横少女 有些不满 但此刻见着她如此神态 却又不禁说出这种宽慰 劝解的话来 却见翠庄少女 微微垂下头去 一手俯弄着腰下一脚 喃喃低语着道 四名庄红袍夫妇两人 竟会同时死去 这真是奇怪的事 目光一抬 又自问道 你既是亲眼看到他们死的 那么我问你 他们是怎么死的 管宁探道 四名庄主夫妇的死状 说来真是惨不忍睹 她夫妇二人 同时被人在脑门正中 击了一掌 死在四名山庄后院六角亭内 翠庄少女 双目一张 大惊道 你是说 他们夫妇二人是同时被人一掌击死的 管宁叹息着 未遗憾手 却见翠庄少女 目光秃的一脸 力声说道 你先前连四名庄主是谁 长得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现在你却说 你亲手埋葬了他们尸身 又说他们夫妇 两人都被人一掌击死 哼 你说的什么鬼话 想骗谁啊 余声方落 玉手突的一台 枪狼一声 手中竟已多了一柄 金光药木 含起亲人的持续短剑 未以挥动 剑身光滑流转 剑尾似带有寸许寒芒 指向管宁 力声诱导 你到底是谁 跑到这里来有什么企图 趁早一五一十地说给姑娘听 哼 你要是以为我是容易被骗的话 那你可就错了 管宁目光洞畜 剑尖指向自己面门 距离不过一尺 剑上发出的森冷寒意 使得她面上的肌肉 不禁微微颤动一下 但是她却仍然笔直地挺着胸膛 绝不肯后退半步 剑眉一轩 朗声说道 在下方才所说 并无半点虚言 姑娘不相信 在下一无办法 就请姑娘自去看看好了 袍袖微服 方黛转身不顾而去 哪知那少女徒弟娇斥一声 御守伸缩间 带起一六青蓝的剑光 滑向管宁咽喉 管宁大惊之下 脚跟猛地往外一蹬 身形后仰 倒窜出去 她学见三年 虽然未遇名师 但是她天纵其才 武功也颇有几分根基 所施展的身法 此刻这全力一窜 身形竟也退后 击达无耻 那少女冷哼一声 连足轻轻一点 剑尖突得斜斜垂下 管宁方才全力一窜 堪堪避过那一箭之机 此刻身形却已是强弩之末 再也无法变动一下 眼见这一道下垂的剑光 又自不偏不倚地 滑向自己咽喉 只觉眼前剑光如红 竟连招架都不能够 那白袍书生 始终副手站在一边 非但没有说话 就连身子都没有动弹一下 面上也默然没有表情 一副默然无动于衷的样子 生像是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事 都和他没有丝毫关系 在这刹那之间 管宁只觉剑光来世 有如闪电 直到眨眼之间 自己便得命丧血剑 他虽生性豁达 但此时脑中 一经闪过死之一字 心胸之间 亦不禁翻涌起一阵难言的滋味 哪知 那到来世 有如积淀般的剑光 到了中途 竟然顿了一顿 管宁只觉侯间 微微一凉 方子暗叹一声 罢了 却见剑间 竟又收回去 他已经绷紧的心弦 也随之一松 还来不及 再去体会别的感觉 心中只觉大为奇怪 不知道这少女此举 究竟是何用意 目光抬触 这翠庄少女 一手持剑 一手捏绝 双手却都停留在空中 久久没有垂落下来 面上竟也满带 诧异之色 宁目望着管宁 呆呆地饿了半声 徒弟微微摇手 缓缓说道 就凭你这两手武功 怎地就敢跑到四明山庄 来弄鬼 余生一顿 目光仍然凝住在管宁身上 似乎对管宁方才所说的话 有些相信 却又不能相信 管宁挺腰而起 心中那种气馁 羞残的感觉 此刻变得越发浓厚 从这少女的言语神态中 她知道她之所以见下留情 并非因为别的 仅是因为自己武功太差而已 这一份淡淡的轻蔑 对于一个生性高傲 倔强的人来说 却是一种难堪的屈辱 管宁望着她的神色 直恨不得 自己方才已经死在她的见下 一时之间 心中真是滋味难言 连哭都哭不出来 长叹一声 缓缓道 在下本非武林中人 四名庄主 与我更是无怨无仇 在下纵然 以卑鄙到姑娘所想的地步 也不会去暗算人家 方才 翠庄少女呆呆地望着她 却似根本没有听她的话 管宁强子 忍耐着心中的气愤与羞愧 接着又说道 在下本位避雨而来 哪知一入此间竟发现遍地尸身狼藉 在下与她们虽然素不相识 亦不仁眼看她们的尸身 此后日遭风吹雨林之苦 是以便将她们埋葬起来 她与生略顿 只见那翠庄少女面上 果然已露出流意倾听的神色来 便又接着说道 在下本不知道这些尸身之中 有无四名山庄的庄主 也不知道谁是四名庄主 是以方才姑娘询问之下 那时在下的确是全不知道 那少女秋波一转 目光渐渐变得柔和起来 却听管宁又道 但是姑娘后来说起四名红袍 在下方次想到 尸身之中却有男女二人 是穿着一身红色衣衫的 在下虽不知姑娘寻访她们 究竟是为什么 但是猜测姑娘与她夫妇二人 总是素食 生怕姑娘听了她们噩耗 会 崔庄少女悠悠长叹一声 借口说道 其实 我与四名红袍夫妇 两人也不认识 我来寻找四名庄主夫妇 为的不过想来 找她比键而已 此刻她已知道 方才不能了解之事 并非对面 这少年在欺骗自己 因为她从她的眼光之中 已找出自己 可以相信她所说的理由来 有着一双诚实的毛子的人 不是很少会说谎话的吗 因之她对自己方才的举动 便微微觉得有些歉意 说话的语调 也随之温柔起来 管宁目光闪一下 方黛开口 哪知她略为一顿 镜子悠悠叹了口气 接着说道 哎 只是我再也想不到 她竟会死了 哎 她一连叹了两声 余生似乎十分悲伤惋惜 哪知她竟接着诱导 现在巾国中 直到目前为止 江湖中人还只知道 红粉三剑 我却连跟他们 比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我真是倒霉 跑遍了江南江北 一个也没有找到 只望到了这四名山庄 总不会再落空的了 哪知 爱 她又长叹一声 但她所悲伤惋惜的 竟不是这四名庄主夫人的死 而只是她死得太早了些 管宁听了 不觉为之一恶 她一生之中 再也想不到 世上竟有生性 如此奇特的女子 生相使她心中 除了自己之外 再不会替别人设想半分 却见她徒佑微微一笑 将手中的短剑 插入藏在袖中的剑鞘里 一面对管宁说道 你武功太差 当然不会了解 我心里的感觉 你要知道 管宁见梅一轩 截断了她的话 陈生说道 在下一字之 武功不如姑娘远慎 但是武功的深浅 与人格并无关系 是以在下武功虽差 但却非惯受别人羞辱之人 她话声微微一顿 那翠庄女子 不禁为之一恶 她自有娇宠 向来只知有己 不知有人 别人对她有半分不敬 她便会觉得 此人罪不可赦 但她对别人加以羞辱 却认为毫无关系 而事实上 她所接触的人 从未有人 对这种羞辱 加以反抗的 是以她此刻 听了管宁的话 心中便不禁泛起 一阵歧义的感觉 却听管宁接着诱导 方才在下 向姑娘说出的话 并非想对姑娘解释 只是想要姑娘知道 在下并非 惯作谎言之人而已 此刻言以至此 相不相信 也只有由的姑娘了 她说话的声音 虽然极为低沉 但每一字一句 其中都似含有 重于千斤的分量 只可置地而作金石之声 这种刚强的语气 及言辞 却是翠庄少女 一声之中 从未听过的 此刻她呆呆地 愣在那里 一时之间 竟然无法说出话来 拿只管宁化声衣了 握在剑柄的手掌 呼得一番 竟然枪狼一声 拔出剑来 横剑向自己 喉肩吻去 翠庄少女 面色骤变 惊呼一声 电也式地掠上前去 但是她身形虽快 却已不及 眼看管宁 便得历时血溅当地 哪知就在剑锋 距离她咽喉之间 尚在寸许之差的当 只觉身侧凸得白影一闪 接着肘肩凸得一麻 竟无法再举起 此刻翠庄少女 便已掠到她身前 一字一把握住她的手腕 于是 这心高气傲的少年 虽想以自己的鲜血 来洗清这种难堪的羞辱 却也已无法做到了 枪狼一声 管宁手中的长剑 斜斜地落了下去 剑柄撞着地上的一块石头 柄上金弓箱着的一颗明珠 竟被撞得松落下来 向外跳出树尺 然后向山崖旁边滚落下去 管宁茫然张开眼来 第一个触入她眼帘的 却又是这脆妆少女 那一双明媚的秋波 正带着一种奇异而复杂的光彩 望着自己 她感觉到自己肘肩的麻木 极快地遍布全壁 又极快地消失无影 然后 她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手腕 正被握在一只滑腻而温暖的柔椅里 于是 又有一阵难言的感觉 自万间飞扬而起 两人目光相对 管宁不禁为之痛苦地低叹一声 存道 你又何苦救我 这一生从未受过任何打击 羞辱的少年在这一日之间 却已体会到各种她从未有过的感觉 惊恐 迷乱 困惑 气馁 以及饥饿与劳顿 本已使她的自尊和自信 受到无比的打击与折磨 于是 等到这脆妆少女 再给她那种难堪的羞辱的时候 她那已因各种陡然而来的刺激 变得十分脆弱的心灵 便无法承受下来 此刻她茫然站在那里 心胸之中反倒觉得空空洞洞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想将自己的手腕 从这少女的柔衣中抽出 但一时之间 她却又觉得全身是那么虚软 虚软的连动弹都不愿动弹一下 这一切是 与这一切感觉的发生与消失 在当时不过是眨眼间事 翠庄少女为一定神 垂手望了自己的先手一眼 面颊之上亦不禁飞起两朵娇羞的红云来 于是 她松开手 任凭自己的手掌 无力地垂落下去 却听身侧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 缓缓说道 你这人怎的突然想死 你答应我的话还未做到 千万死不得 管宁长叹一声 回过头去 她也知道自己方才肘肩的麻木 定是被这白袍书生的手法扶重 她深知这白袍书生 定必是个武功深不可测的一人 是以她此刻倒没有什么惊异的感觉 翠庄少女直到此刻 才发觉 此间除了自己和这少年之外 还有第三者存在 她奇怪地问着自己 怎的先前我竟没有注意到她 于是 她本以烟红的面颊 便更加红了起来 因为她已寻得这问题的答案 她知道 当自己第一眼看到这少年 和她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自己心里便有了一分奇异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不但是她前所未有 而且使她十分惊恐 她用了各种方法 伪装的高傲与冷酷 来掩饰这种情感 但是她此刻终于知道 这一切掩饰都已失败了 她烦恼地再望这白袍书生一眼 便又发觉一件奇怪的事 她发觉 她的面目之上 似乎少了一样东西 她面目的轮廓 虽然是这么清晰而深邃 有如玉石雕成的石像般俊异 但却因为少了这样东西 而使她看来 便有些漠然而森冷的感觉 于是 她那双明亮的眼睛 便不自觉地 在她面目上 又盘旋一转 方次恍然存到 呀 怎地这人的面目之上 竟然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 在方才管宁 拔剑出鞘的那一刹 她便立即闪电般掠上前去 她虽然与管宁站得那么近 但是 她发觉自己 还是比这白袍书生迟了一步 那么 这人究竟是谁 伸手竟如此惊人 但是神态之间 却又像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呆子 这问题 她虽因自己方才情思之翻涌 而没有想到 但此刻一念至此 她却又不禁为之奇怪起来 心中的思潮 也就更加紊乱了 但是管宁此刻思潮的紊乱 却更远在她之上 她虽然自负聪明绝世 但此刻却仍然不知道 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 太阳升得更高了 金黄色的阳光 滑破山间的云雾 使得那浓厚的雾气 像是被撕碎的纸片 一片一片地 随着尘风飞散开去 翠庄少女困惑地望着白袍书生 茫然地望着管宁 管宁的目光 却呆呆地望在地上 地上 放着她那柄长剑 阳光照在剑上 剑即两边的风口 闪烁着一阵夺目的光彩 清晨的生命 原本是光辉而灿烂的 但此刻 站在清晨阳光下的三个人 却有如三尊死记的石像 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云淡如白 天清盛蓝 人静如实 秃地 两条生灰的人影 在石屋后的树丛中 一闪而没 接着 树十道尖锐的风声 由树丛尖垫也似的 向他们袭了过来 阳光之下 只见每一缕风声之中 都有一点有黑的影子 翠庄少女面容骤变 她虽在思潮紊乱之中 但多年来从未忠措地刻苦锻炼 使得她能够明确地判断出 此刻正有九道暗器 分析她被几股左右的七处穴道 她虽未看到这些暗器 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 但是从带起的那种尖锐而凌厉的风声上 她知道发出这些体积细小的暗器的人 其内力的强劲 已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 这些意念在她心中 不过一闪而逝 她大惊之下 心腰一折 身形顿起 有如一道脆绿色的青烟 冉冉飞上九霄 于是 这一盆暗器 便笔直地射向呆呆站立着的管宁 和那白袍书生身上 凌空而起的脆装少女 目光一锤 方容又自已变 她知道管宁的身手 万万不足以避开这些暗器 但她自己身形已起 此刻纵然拼尽全力 使身形下落 却也不能挡住 这有如漫天花雨 电射而至的数十道暗器了 她不禁失色地惊呼一声 哪知 那白袍书生眼角微瞟 徒弟冷冷一笑 袍袖微扬 呼的一声 翠庄少女 只觉一股无比霸道的净风 自脚底掠过 而那数十道暗器 也随着这股净风 远远地落到一帐开外 刹那之间 沙石飞扬 暗边的沙石 竟被这股净风 记得漫天而起 翠庄少女先腰微扭 凌空一个转折 秋波顺畜 呼的瞥见 那小小时务后的树荫深处 两条深灰色的人影 冲天而起 有如两条灰鹤一般 沿着山崖展翅飞去 管宁茫然抬起头来 方才所发生的一切是 生相是与她毫无关系似的 因为她此刻早已将自己的生死之事 置之度外 此刻这高傲的少年心中 只是觉得微微有些惭愧而已 因为她自知 即使自己有心避开那些暗器 力量却也不能达到 她暗自叹息一声 目光顺畜 见那翠庄少女身形方次落地 便又腾身而起 连足清点处 输染几个起落 向那两条灰影追去 白袍书生 目光一直空洞地望着前方 似乎根本没有看见树荫中的两条人影 也没有看到那翠庄少女掠去的方向 等到翠庄少女曼妙的身形 一字掠出树掌开外 她面上的神色 才为之稍稍变动一下 涂地一幅袍袖 瘦削的身形 便有如离弦之剑般直窜出去 眩目的阳光之下 她那白色的身影 竟有如一道淡淡的青烟 几乎不需要任何凭借 便已疏然掠出石杖开外 刹那之间 这两条人影便已消失在树荫深处 管宁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 雾字呆呆的宁目半上 一面暗问自己 管宁呀管宁 这一夜之间你究竟在做些什么 平白惹了不少烦恼 平白遭受不少羞辱 还使得正直锦绣年华的男儿 也因之丧失了性命 管宁呀管宁 这错的究竟是谁 她抬手仰望苍穹 仍然天清如洗 偶然有一朵白云飘过 但转瞬间便已消失踪迹 她只希望自己心中的烦恼 也能像这白云一样 在自己心中 不过是偶然寄计而已 但是这些事 却又是那样鲜明地露刻在我心里 我又怎能轻易忘记呢 她黯然长叹一声 目光呆滞地向四周转动一下 树林依旧 食物依旧 山崖依旧 但是人事的变迁 却是巨大的几乎难以想象 直到昨晚为止 她还是一个愉快的 毫无忧郁的游学才子 她可以到处平宗寄计 到处遨游 遇着值得引勇的景物 而自己又能捕捉这景物的灵秀之时 她便写两句诗 遇着不带俗气的野老姑桥 她也可以停下来 和他们说两句闲语 事宜 她的心境永远是悠闲的 悠闲的有如一片闲云 一只野鹤 但此刻 她的心境却不再悠闲了 这四名山庄里群豪的死亡 本与她毫无干系 但她却已卷入此中的漩涡 何况她更以立下决心 将此事的真相探索出来 而她一生之中 也从未将自己已经决定的事 再加更改的 但这是多么艰巨的事啊 她知道自己 无论阅历 武功 要想在江湖中闯荡 已差得甚远 若想探索这奇鬼隐秘的事 那更是难上加难 再加以 她甚至连这些尸首 究竟是谁都不知道 还有 那翠庄少女 略带轻蔑的笑声 凝视墨住的目光 以及她曾加予己的羞辱 更加使她刻骨铭心 永难忘怀 于是她此刻便完全迷失了 她不知道 自己此刻究竟该怎么做 神秘而奇鬼的白袍书生 雕横却又可爱的翠庄少女 此刻都已离她远去 她自问伸手 知道自己若想追上他们 那实在比登天还要难些 但是我又怎能在此等着他们呢 于是她终于转过头 走向那独木小桥 小心地走了过去 她虽然暗中告诉自己 这是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件 极其复杂隐秘的武林恩怨 就凭我的能力 只怕永远也不能探索出她的真相 何况此事根本与我无关 以后如有机缘 我自可在家追寻 此刻还是忘却她吧 但此事却又像是一根蛛丝 缠入她的头脑里 她纵然想扶去她 却也不能 她心中暗叹着 迈着沉重的脚步 走向来时 所经的山路 暗暗存到 不用多久 我便可以下山了 又可以接触到一些 平凡而朴实的人 那么 我也就可以将这件事 完全忘却了 那只山路转角处 突地传来 嘟嘟两声极为奇异的声响 似乎是金铁交鸣 又似乎是木石相机 其声坑然 入耳若鸣 朝阳熙熙 尘风依依 天晶云白 空山寂寂 管宁陡然听见这种声响 不禁为之一惊 赶前两步 想转到山湾那边去看个究竟 但他脚步方抬 目光洞畜 却也不禁 惊得呆住了 前行的脚步 再也抬不起来 山崖 遮去了大部分 由东方射来的阳光 而形成一个极大的阴影 横跟在山下 山下的阴影里 此刻却突得多了一个人 观宁木台处 只见此人唇衣百结 揪手泥足 身躯瘦血如柴 发迹蓬乱如草 只有一双眼睛 却是力如闪电 正字顺也不顺地望着管宁 但是 使管宁吃惊的 却是这唇衣盖者 竟然意识博足 左肋之下 斜着一根铁拐杖 这形状与这铁拐杖 在管宁的记忆中 仍然是极其鲜明的 他清楚地记得 在那四名山庄后院小亭里的盖者尸身 清楚地记得 那只半截 一次插入地下的黑铁拐杖 也更清楚地记得 自己曾经亲手将它们埋入土里 在搬运这盖者尸身的时候 他也曾将那张上面沾血字的面孔 极为清楚地看了几眼 那么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 却又是谁呢 难道是 他惊恐地暗问着自己 又惊恐地终止了自己思潮 不敢再想下去 这博足盖者闪电般的双目 向管宁上上下下打亮了一遍 突地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微微一笑 一字一字地说道 从哪里来 声音是缓慢而低沉的 听来有如高空落下的雨点 一滴一滴地落入深不见底的绝壑中 又似浓雾中远处传来的鼓声 一声一声地击入你的心房里 管宁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往身后一指 却见这博盖雨声之中 仿佛有着一种 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 却全然没有想到 自己和这博盖素不相识 而他怎会向自己问话 博盖又自一笑 嘴皮动了两动 像是暗中说了两个好字 左肋下的铁拐杖 轻轻一点 只听堵的一声 他便由管宁身侧走过 管宁洞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心中突地一动 他便连忙捕捉住这个意念 暗自寻思道 对了 他的左足是博的 而另一个却是博了右足 他恍然地告诉自己 于是方才的惊疑之念 拒意扫而空 于是他暗自松了口气 第二个意念 却又立刻自心头泛起 但是他怎地和那死去了的盖者 如此相像 难道他们本是兄弟不成 转念又存道 他此刻大约也是往那四名山庄中去 我一定要将这凶好告诉他 同时 假如他们真是兄弟 我便得将死者的遗物还给他 此刻 这生巨致性的少年 又全然忘记了方才的烦恼 只觉自己的力量 如能对人有所帮助 便是十分快乐之事 一念至此 便立刻回转头去 那只目光顺畜 身后的山路 却以空荡荡的杳无人影 只听得独独的声响从山后传来 就这一念之间 这博足盖者 竟已去远了 他惊异地低呼一声 只觉自己这半日之间所欲之事 所欲之人 据是奇鬼万分 自己若非亲眼所见 几乎难以置信 呆呆地起立半上 他在考虑着自己 是否应该追踪而去 心念竖转 暗叹存道 这盖者身形之快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又怎能追得到他 又存道 反正那死去脖盖的囊中 除了一串青铜至前之外 就别无他物 我不交给他 也没有太大关系 何况以他身形之快 说不定等一下折回的时候 自会追在我前面 那时才说好了 于是他便又举步向前行去 山风吹出 吹得他身上的衣美飘飘飞舞 他伸出双手 在自己一双眼瞼上擦拭一下 只觉自己身心剧都劳累得很 他虽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声 但一日之间 水米未沾 目未交结 更加上许多情感的激动 也足够使得任何一个人 生出劳累之感了 转过山湾 他记得前面是一段风景盛觉的山道 浓音杂地之中 一弯清澈的溪水 自山左缓缓流出 潺潺的流水声 啾啾的鸟语声 再加上风吹之夜的微响 便交织成一首无比动听的音乐 白天 你可以在这林音中露下的阳光碎影里 望着远处青葱的山影 倾听着这音乐 晚上 如果这天晚上有月光或是星光的话 这里更像是诗人的夜镜一样 让你只要经过一次 便永生难忘 管宁心中虽是思潮紊乱 却仍清晰地记得这景象 他希望自己能在这里稍微歇息一下 也希望自己能在这里静静地想一想 让自己的理智从息息中恢复 然后替自己决定一下今后的去向 他到底年纪还轻 还不知道人生之中有许多重大的改变 并不是自己的决定便可以替自己安排的 哪知他身形方子转过山湾 目光洞畜 只见山路右侧 树荫之下 竟一排站着七八个锦衣配件的标形大汉 一眼望去 似乎都极为悠闲 其实各个面目之上 剧都带着忧郁焦急之色 尤其是当先而立的两个身材 略为矮胖的中年汉子 此刻更是双眉紧皱 不是以焦急的目光望着来路 似乎是他们所等待着的人久后不至 而他们也不敢过来探看一下 管宁脚步 不禁为之略微一顿 脑海之中立刻升起一个念头 难道这些人亦与那四名山庄昨夜所发生的惨事有关 却见当先而立的两个锦衣配件的中年汉子 已笔直地向自己走了过来 神态之间 竟似极为公解 又似极为惆怅 而目光之中的忧郁焦急之色 却更浓重 这与他们都立的衣衫与矫健的步履大不相衬 管宁暗叹一声 存道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这些人又要来找我打听四名山庄之事了 心念一转 又存道 这些人看来 巨是草莽豪强一类人物 不知道 他们究竟是和那些死尸中的哪一个有着关系 动念之间 这两个锦衣汉子已走到他身前 躬身行下里去 管宁正了正 意思抱拳一一 只见这两个汉子的目光 在自己腰盼已经空了的剑鞘上看了两眼 方次抬起头来躬身道 阁下可是来自四名山庄的 管宁微一汉手 却听右侧的汉子已接着说道 在下于锦 乃是罗浮山中第七代弟子 此次在下的两位师叔 承蒙四名庄主宠兆 由罗浮奸臣赶来与会 在下等陪同而来 唯恐四名庄主怪罪 是已为上山打扰 还望庄主原谅弟子们不敬之罪 管宁又自一正 方次恍然存道 原来他们竟将我当作四名山庄中人 是已说话才如此恭敬 哎 这些人一个个巨都衣衫都立 气宇不凡 但对四名山庄却畏惧如斯 看来这四名红袍道真是个人杰了 一时之间 他对这四名庄主之死 又不禁大声惋惜之意 这锦衣汉子雨声一顿 望见他面上的神色 双眉微微一皱 似乎甚是不解 沉吟半上 接着又道 昨日清晨 在下等侍奉两位师叔上山 两位师叔本命弟子们 昨夜子时在山下等候 但弟子们久后不至 是以财斗胆上山 却也未敢冒犯 进入四名山庄禁地 阁下如是来自四名山庄 不知可否带弟子们 传达毕师叔一声 管宁见眉微轩 长叹一声道 不知兄台们师叔是谁 可否告诉小可一声 这锦衣汉子微微一正 目光在管宁身上扫动一遍 神色之间 似乎对这少年 竟然不知道 自己师叔的名头大为惊异 与身侧的汉子 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目光 便有垂手说道 弟子们来自罗浮 毕师叔便是江湖上人称 采一双剑的万化昆仲 兄台如是来自四名山庄 想必一定见着他们两位吧 神态虽仍极为恭敬 但言语中 却以微带疑惑之意 管宁扶手 陈思伴上 忽然想到 那个手持长剑 死后剑肩 仍然搭在一起的锦衣胖子 不禁一拍前额 恍然说道 林师叔 想必就是那两位身穿锦衣 身去矮胖的中年剑手了 这两个锦衣汉子 不禁各自对望一眼 心中疑惑之意 更加浓厚了 原来那采一双剑 本是江湖中大大有名的人物 武林中人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罗浮剑派中 有这两个出类拔碎的剑手 此刻管宁如此一问 哪里是听过这两人的名头 这两个锦衣汉子 不禁暗中寻思道 他如是四名红袍的门下弟子 又怎会不知 罗浮采一之名 但他眼见了管宁气宇喧昂 说话的神态 更似乎根本未将自己两位诗书放在心上 又不禁对他的来历大声惊议 他也怕他是江湖中什么高人的门下 是以便不敢将自己心中的疑惑之意表露出来 他们却不知道 管宁根本不是武林中人 罗浮采一的名头在想 他却根本没有听过 却听管宁又自追问一句 林诗书可就是这两位吗 那自称于锦的汉子便汉手道 正是 稍顿一下 又道 阁下高姓大名 是否四名庄主的门下 不知可否建告 如果方便的话 就转告毕师书一声 管宁又自长叹一声 截断了他的话 陈生说道 在下虽非四名山庄中人 但对林师书此刻的情况 却清楚得很 说到这里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措辞极为不妥 目光转出 却见这两个彩衣汉子面上 都已露出流意倾听的神色来 沉吟半上 不禁又未知长叹一声 接着道 不满两位说 林师书 爱 但望两位闻此噩耗 心里不要难受 他心中虽想将此事很婉转地说出来 但却又不知该如何措辞 是以说起话来 便觉吞吐得很 这两个锦衣中年汉子面上神色疏然一变 同时失声惊道 师书他老人家怎样了 管宁探道 林师书在四名山庄之中 已遭人毒手 此刻 爱 只怕两位此后 永远再也无法见着他们两位之面了 这句话声像是晴天霹雳 使得两个锦衣中年汉子 全身未知一阵 面色立刻变得灰白如死 不约而同地跨前一步 惊呼道 此话当真 管宁缓缓汉手道 此事不但是在下亲目所见 而且 爱 两位师叔的遗体 亦是在下亲手埋葬的 却见这两个彩衣汉子双目一张 目光秃地爆出逼人的神采 电野式的 在管宁身上凝目半上 那自称鱼锦的汉子 右肘一变 在右侧汉子的肋下轻轻一点 两人骑得退后一步 右腕一番 只听枪狼一声 这两人竟然骑得撤下腰间的长剑来 刹那之间 寒光爆肠 两道青蓝的剑光 交相错落 缤纷不已 显见这两人的剑法 剧都有了惊人的造语 在武林之中 虽非顶尖之辈 却已是一流身手了 管宁建梅一轩 沉声道 两位这是干什么 于锦脚步微错 力赤道 毕师叔们是怎么死的 死在谁的手上 哼哼 难道四名山庄里的人都已死尽死绝 毕师叔就算真的死了 却也无庸阁下动手埋葬 阁下究竟是谁 若不好生说出来 哼 那我兄弟 也不管阁下是何人门下 也要对阁下不客气了 一时之间 管宁心中充满不平之气 他自觉自己 处处以助人为本 哪知却患得别人如此对待自己 他助人之心虽不忘报 然而此刻却自也难免生出 气愤委屈之意 望着面前缤纷错落的剑光 他非但没有萎缩 反而挺起胸膛 瞠目立声道 我与两位素不相识 更无仇怨 何必威严耸听欺骗两位 两位如不相谢 大可自己去看上一看 哼哼 老是告诉两位 不但两位师叔已经死去 此刻四名山庄中 只怕连一个活人都没有 若非如此 在下虽然事情不多 却不会将四名山庄 数十具尸身都费力埋葬起来 此刻他对此事的悲愤 挽伤之心 以全然被愤怒所带 是以说起话来 便也雨风稀裂 远非方才悲伤叹息的语气 雨声方了 眼前见光一脸 那两个锦衣汉子 一起垂下手去 惊道 你说什么 此次次雨声落出 身后突又响起一声惊呼 你说什么 这两个锦衣汉子 不禁又未知一惊 悬目回身 眼前人影突地一花 只听嗖然几声 管宁身前 便又已多了四个高级阑珊的中年道者 将管宁团团围在中间 八道立如闪电的目光 一起凝住在管宁身上 又自其声问了一句 阁下方才说的什么 那两个锦衣汉子面上 疏然恢复了冷冷的神气 目光向左右瞟了一眼 雨锦便自甘笑一声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武当门下道了 好急 好急 四位道兄可曾听到 这位仁兄方才在说 此次前来四名山庄的人物 此刻已经全都死了 哈哈 他又自甘笑数声 接道 峨眉豹囊 四名红袍 中南乌山 武当蓝金 君山双残 太行紫靴 少林袈裟 罗浮彩衣 居然同时同地 死在一处 四位道兄你听听 这是否笑话 他边说边笑 但笑声却是勉强已急 甚至已略带颤抖 可见他口中虽说不信 心中却非完全不信 那四个南山道人 冷瞟了他一眼 其中一个身材奇长的道者 微微一笑 冷然道 原来是雨锦 费甚两大侠 难道此次四名之会 令师也到了吗 雨锦手腕一番 将手中的长剑 引在肘后 一面含笑道 此次四名之会 家世虽未亲来 但在下两位师叔 全都到了 而且到得最早 他与声微顿 另一锦衣 汉子费慎 却已接道 在下等恭送 毕师叔等上山之际 曾经眼见 中南山的乌山独行客 四川峨眉的七毒双煞 松山少林寺达摩院的 两位上人 太行子薛尊者坐下的四大金刚中浮虎 宜山两位金刚 以及太行双残中的公孙二先生 公孙幼族 都相继到了四名山庄 此刻四位护法已都来了 想必武当的兰金真人的法架 也到了四名山 那么 他甘笑几声 眼角斜瞟 冷冷瞥了管明一眼 道 这位仁兄竟说 四名山庄中再无活人 普天之下 只怕再也无人会听这种鬼话 管宁剑梅再宣 怒道 在下所说的话 两位如若不相信 也就罢了 在下也没有一定要两位相信之意 方才费慎所说的话 他每字每句都仔仔细细地听在耳里 再在心中将他所说的人 和自己 在四名山庄后院之中 由院中小静 一直到六角凉亭上所见的尸身对照下 不禁为之一切恍然 暗中寻思道 我最初见到的中年壮汉和求然大汉 想必是那太行子薛尊者坐下的两位金刚 而那个矮胖的锦衣剑手 自然是罗浮彩衣 三个蓝袍道人 定是武当剑客 两位僧人便是少林达摩院中的高僧了 他思路略微停顿一下 又存道 亭中的红袍夫妇 自是四名红袍庄主夫妇 一身黑衣的枯兽老者 是中南的乌山独行客 博族盖者 顾名思义 除了君山双残中的公孙幼族外 再无别人 而我方才所见博盖 自然便是君山双残中的另一人了 只因他来的烧池 是以侥幸避过这场劫难 想到这里 他却不禁皱眉 道 但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四川峨眉的七毒双煞 又是谁呢 该不会是那已经丧失记忆的白袍书生吧 他身判既无暴囊 又只是孤身一人 那么 此人又是谁 须知他本是聪明绝顶之人 这费慎一面在说 他便一面在想 费慎说完 除了这最后一点疑问之外 他也已想得十分清楚 但是费慎的最后一句话 却又使他极为愤怒 是以费慎语声医了 他便立声说出那句话来 费慎冷笑一声 道 如不相信也就罢了 哼哼 阁下说话倒轻松得很 如果这样 那岂非世上之人 人人俱可胡言乱语 再也无人愿讲真话了 管宁心中 怒气更如浪涛澎湃而来 嫩嫩地愣了半上 竟自气得说不出话来 费慎面上的神色更加得意 哪知那寿长道人 却仍然满面无动于衷的样子 伸手打了个问讯 镜子高宣一声佛语 缓缓说道 无量受佛 两位施主所说的话 听来都是极有道理 若是这些武林中 名众一时的武林人物 在一夜之间 聚都同时死去 此话不但难以令人致谢 而且简直有些害人听闻了 于锦立刻甘笑一声 接口道 就算达摩尊者复生 三封真人在世 只怕也未必能令这些人物同时死去 当今武林之中 武功虽有高过这几位的人 譬如那西门 西门两字方一出口 他与生镜子疏然而顿 面上的肌肉 也为之剧烈地扭曲了一下 仿佛疏然之间 有条巨大的蜥蜴 钻入他衣领 沿着他背脊爬过一样 使得他引在肘后的长剑 都不仅微微颤抖了起来 扮上之后 他方子接道 他武功虽高 但若说他能将这些人一举杀死 嘿嘿 却也是万万无法做到之事 他强笑两声 为的不过是压下心中的惊恐而已 他却还是没有将西门之后的名字说出来 管明心中一动 存道 听他说来 四名山庄中的这些尸身 竟然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 但那西门却又是谁呢 怎的他对此人竟如此惧怕 却听那奇长道人 以字缓缓说道 费大侠所说的话 正是武林人所拒之之事 他目光缓缓转向管明 接道 但是这位施主所说之言 贫道看来 想必亦非凭空捏造 想那四名山庄近在咫尺 他如在说虚言 岂非立即便能拆穿 那么 非但于 费两位大侠不能放过 便是贫道 也万难容忍的 于锦微一沉吟 接口道 此人明知四名山庄千步以内 便是禁地 武林中人不得允许 擅入禁地 能够全身而退的 十年来几乎从未有过 我等又岂会为了他的几句胡言乱语 而做出触怒四名山庄庄主之事呢 那日旗掌道人一笑道 但是如是虚言 却又是为着什么 我看还是请这位施主将自己所见 详细对咱们说上一遍 那么是真是伟 以于 费两位之才 想必也能判断 如果此事当真 采一双剑 以及贫道等的三位师兄 拒已死去 那不但你我要为之惊道 只怕整个武林 也会因之掀起巨浪 如果此事只是凭空捏造的 那么 到那时再说 亦不算迟呀 这奇长寿削的道人 一字一句 缓缓说来 不但说得心平气和 清晰已急 而且面目之上 始终带着笑容 似乎这件关系着 他本身同门的生死之事 并未引起他的心绪激动 但于谨 费慎 以及此时已围惧过来的 另外五个彩一大汉 却各个都已激动难安 但这奇长道人 却正是武当掌门 兰金真人坐下的 四大护法之首 地位虽还比不上 已先到了四名山庄中的 武当三鹤 但却已是武林民众一时 一言九鼎的人物 是以他所说的话 大家心中虽然气愤 也只得默默听在耳里 并未露出反对的神色 管您暗叹一声 此刻他已知道 自己昨夜不但遭遇了 许多烦恼 并且已卷入一件 足以震动天下的 巨大事件漩涡之中 这在昨夜他月下漫步深山 高音加剧的时候 是再也想不到一夜之间 他自身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的 而此刻事成其虎 再想抽身事外 他自知已是万万无法 做到的事了 于是他只是长叹 将自己所欲之事 一字不漏地说出来 再说到那白袍书生之际 听着的人 面色都不禁为之一变 甚至那面上 永远带着笑容的奇长道人 面色竟也为之变动一下 面上的笑容 也在刹那之间 消失于无影之中了 管宁心中一动 但却又接着说了下来 于是又说到 那两个突然而来 突然而去的奇鬼怪人 于锦立刻接口问道 此两人腰间 是否可带着一个豹皮革囊 管宁摇了摇头 又说到 那奇异的翠庄少女 费身便脱口道 难道是黄山翠袖门下 管宁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然后便滔滔不绝地 将一切事都说了出来 却未说到 那白袍书生的丧失记忆 因为他此刻已对这白袍书生 生出同情之心 是以便不愿将此事说出来 他话虽说得极快 但仍然说了顿饭时候 直说得口干舌燥 而那些彩衣大汉 以及阑山道人 却听得各个激动不已 不住地交换着惊恐 一句的眼色 却没有一个出言插口一句 管宁与生一顿 转目望去 只见面前之人 个个面面相去 半上说不出话来 良久 良久 与锦方自长长叹了口气 面向那奇长的蓝袍道人 陈生说道 此事既然不假 却是骇人听闻 在下此刻 心中已无主意 道兄高瞻远见 定必有所打算 在下等只为道兄 马首是瞻了 却见这武当掌门 坐下的四大护法之手 蓝燕道人 俯首陈银半上 缓缓说道 此事之复杂离奇 亦非贫道 所能揣测 不满于大侠说 贫道此刻心中 不知所措 只怕还远在于 大侠之上里 他语声一顿 又道 两位素来谨慎 又是罗浮一派的 掌门大侠身旁 最亲近之人 此次四名庄主 飞捡邀请 你我师长 到此相聚的用意 两位想必是 一定知道的了 管您话一说完 辩子名神倾听 直到此刻 对此事的来龙去脉 仍然是一无所知 只知道自己此刻 不但已卷入漩涡 只怕还已变成 众矢之地 只要与此事 有关的各门各派 谁也不会放过自己 一定要将自己 详细地问上两遍 自己此刻虽已烦恼 但是大的烦恼 只怕还在后面里 是以他便希望 从这些人对话之中 探测出此事的 一些究竟来 更希望从他们的口中 探测出那白袍书生的 真正来历 然后他便可以将他 告诉白袍书生 完成自己所许的诺言 只要此事真相已白 知道了真凶是谁 他还要完成 他另一个诺言 他还要替无辜 惨死的男儿复仇 是以他更希望从他们口中 知道那个奇鬼怪人的来历 而此刻他已猜出一点 这两个枯瘦如竹的恶人 便是那峨眉暴囊 弃毒双煞 无论如何 这件事牵涉如此之广 又是如此复杂隐秘 事已叙述起来 便不得十分详细 因为这样纵然会使人 生出一些累赘的感觉 却总比让人听来 寒寒乎乎 莫名其妙好些 一片浮云飘来 掩住已由东方升起的太阳 于是 这临阴下的山道 就变得更加游景 游林夜间露下的细碎光彩 以此一起消失无踪 甚至连啾啾鸟雨声 潺潺流水声 以及风吹木夜声 听来都远不及平日的美妙了 却见于锦 沸腎对望一眼 各自垂头 沉吟半上 于锦方自干咳一声 道 四名庄主简腰加师之事 在下知道的亦不甚清楚 只知道 那不但有关一件 隐没已久的 武林一宝的得主问题 还有关另一件 很重大之事 至于此事究竟是什么 简中却并未提及 在下自也无法知道了 蓝燕道人微微汗手 道 是以贫道亦十分奇怪 因为这两件事 其中之一 并不值得如此劳失动众 另一件事 却又全然没有任何根据 加师接紧之后 便推测 此中必定有所阴谋 此刻看来 加师的推测 果然是不错的了 这武当四大护法的 其余三人 一直都是沉默地 站在旁边 一言不发 似乎他们心中 所想说的话 就是蓝燕道人 已经说出来的 是以根本 无需自己再说一遍 而另外一些 彩一大汉 无论身份 地位 都远在于 费两人之下 是以更没有说话的余地 于锦卫一皱眉 又倒 令在下奇怪之事 不仅如此 还有此次四明之会 怎地不见黄山翠秀 典仓清金 以及昆仑皇冠三人 甚至连他们门下弟子 都没有 而那于普天之下 武林中人 巨都不目的魔头 却反而来了 而且也只有他 一个没有死去 管宁心中一动 难道他说的 便是那白袍书生 却听那蓝艳道人 接道 贫道却认为 七毒双煞 大有可疑 他目光 又向管宁一转 接道 从这位施主口中 贫道推测在四名庄主的 指步桥前 席向他的暗器 定是这一暗器 驰名天下的 峨眉暴囊 囊中 七剑七毒 无比暗器中 最霸道的 玄有乌煞 罗侯神针 两位不妨 试想一下 接见而来之人 他两人并未死去 又在六角亭中 一掌击毙了 这位施主的书童 最后又乘戏 发出暗器 为的无非是想将 亲眼目睹此事之人 杀之灭口而已 他与生微顿 管宁只觉心头一寒 却听他又接道 此事若真是两人所为 他们为的又是什么呢 难道为的是那 与生静诱一顿 随之冷哼一声 接道 难道这两人 竟未想到 如此一来 普天之下 还有他们立足之处吗 费慎长叹一声 道 只是以他两人的身手 又怎能使得四名红袍 公孙幼族 以及武当三贺 这几位武林奇人的性命 丧在他们手上呢 蓝燕道人双眉一皱 伸出右手 用十 中二指 轻轻敲着前额 难难低语道 难道真的是他 手指突地一顿 疏然抬起头来 目注管宁半上 缓缓说道 施主上体天心 不惜费心费力 将死者尸身埋葬 此事不但贫道 已是五内敏感 武林定将 同声称颂 便是上界金仙 御公王母 也会因施主 这无量功德 为施主 增福增寿的 管宁正位一正 不知道这道人 此刻突然说出 这种话来 究竟是何用意 却听他 语声微顿 便又接到 只是施主 埋葬死者 尸身之计 不知有否将死者囊中遗物 看过一遍 管宁朗声道 不错 在下确实有将死者的囊中遗物 全部取了出来 放在一处 但在下却无吞没之意 只是想将这些遗物 交与死者家属 亲人而已 在下此心 可以表诸天日 各位如 话由未了 蓝燕道人已自连连摆手 他便将语声 疏然终止 目光顺畜 却见这蓝燕道人 此刻目光之中 呼得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彩 缓缓诱导 施主不必误会 贫道此问 并无他意 施主诚实君子 贫道焉有信不过之理 只是 他奇异地微笑一下 方才接道 不知施主可否将这些遗物 是些什么东西 告知贫道 爱 此语虽不尽情 但此事既是如此 想施主定必能够答应的吧 管宁宁斯半赏 凯然道 此事若是关系重大 在下自无不说之理 他方自说到这里 那于锦 费肾 便又匆匆对撇一眼 竟也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 但管宁却未见到 物资借口说道 此中其实并无特殊之物 只有太行两位金刚囊中的一串明珠 少林两位蚕食囊中的两分度蝶 武当三位道长所写的数卷经文 以及那位乌山老者 贴身所藏的一封书信 还算是较为特殊的东西 其余便没有什么东西了 于锦 费肾 以及蓝艳道人等 面上都为之露出失望的神色 管宁又自沉思半赏 图又说道 还有就是 那位公孙先生囊中的一串智钱 似乎亦非近年所住之物 但 哪知他语游未了 于锦 费肾 蓝艳道人等 却聚神色一变 几乎同时跨前一步 脱口问道 这串智钱在哪里 彼此望了一眼 又各自退回身去 但面上激动的神色 却仍有增无解 又几乎是同声问道 这串智钱是否黄绳所串 形状也略微比普通智钱大些 管宁微微一正 他虽觉那串智钱较为古朴 但却再也无法想到 这串钱会令这些武林豪士如此激动 更令他奇怪的是 普通智钱大多串以黑绳 而这智钱竟串以黄绳 这特殊之事 蓝艳道人并未见到 却又怎的像是见到一样 他不禁在心中暗自寻死 难道这串智钱之中隐藏着一些秘密 而这秘密却又与昨夜之事有关 可是他却无论如何 也无法将一串智钱 和一件牵涉极广的武林恩怨 联想一处 只有缓缓点了点头 满心疑惑地达到 不错 这串智钱正是串以黄绳 但只有十余眉而已 目光转出 却见面前所站之人 各个剧都喜动颜色 声像是这串智钱 比那明珠珍宝还要珍贵得多 蓝艳道人的手指缓缓落下 落在腰间的剑柄上 目光顺也不顺地望着管宁 陈生说道 这串智钱干系甚大 放在施主身上 定必不甚方便 还是请施主将之交给贫道 于锦 费肾同时大声喝道 且慢 蓝艳道人冷哼一声 目光邪逆道 怎的 本已握在剑柄上的手掌 似乎握得更紧了些 另三个蓝山道人 虽仍一言不发 但神色之间 也已露出紧张之色来 于锦干笑一声 道 道兄悬门中人 这串智钱 依在下之剑 还是交给在下的好 蓝艳道人目光一领 徒佑仰天狂笑起来 一面大笑道 人道于锦 费肾 一声之中 最是谨慎 但我此刻看来 却也未必 于锦 费肾剧都面色一变 伸手引在背后 向后面的彩衣大汉们 悄悄做了个手势 这些彩衣大汉 便一起手握剑柄 目光露出戒备之色 剩下时立刻便要 有一番剧斗似的 却见蓝艳道人 笑声疏然一顿 面上便立刻在 无半分笑意 冷冷又道 此时此刻此地 无论在情在里再世 阁下要想得这串 如意清钱 只怕还要插着一些 我看 阁下还是站远些吧 这本来说起话来 和缓沉重 面上亦是满面道气的道人 此刻笑声如霄 一笑之下 不但满面道气 荡然无存 说话的声调语气 竟已变得锋利刺人 管宁冷眼旁观 只觉他哪里 还像是个出家的道人 简直像是 战山为王的强盗 他心中正自大为奇怪 却听于锦以字冷哼一声 力声道 只怕也还未必吧 手腕一翻 始终引在肘后的长剑 便随之翻了出来 几乎就在这同一刹那之中 管宁只听的 又是枪狼树声 龙吟之声不断 满眼清光爆肠 四个阑山道人 静意一起撤出剑来 六柄长剑 将管宁围在中央 管宁剑眉一轩 朗声说道 各位又何必为这串 挚钱争执 这串挚钱 本非各位之物 在下也不拟交给各位 这正直磊落的昂藏少年 此刻对这鱼锦 费慎 以及这些阑山道人的贪婪之态 大声厌恶之心 是以便说出这种话来 却全然没有考虑到 自己虽具武功 又怎是这些人的敌手 人家若是是强硬强 自己便连抵抗之力都没有 他说话的声音虽极清朗 哪知人家 却声像是根本没有听到 他的话一样 又像是他所说的话 根本无足轻重 是以虽然听在耳里 却未放在心上 只听蓝燕道人 又自冷冷一笑 目光闪电般在雨景 费慎 以及他们身后的五个 踩一大汗身上一扫 一字一字地冷冷说道 我由一至五 数上一遍 你们若不应声 退后十步的话 哼哼 第三章 如意倾弦 蓝燕道人 哼声一顿 便自冷然数道 一 二 目光转注到自己 剑肩上 再也不看别人一眼 哪知他二字 尚未数完 雨景突地 大喝一声 手腕一饮 剑肩上挑 刷的 又电野式地 斜滑下来 带起一溜 青蓝的剑光 斜斜滑向他 持剑的手腕 剑势如红 奇快无比 就在这同一刹那里 费肾腰身一弓 一起 笔直地扑向管宁 他身后的五条 踩一大旱 同时拔剑 同时纵身 同时出剑 五道青蓝的剑光 如天际流星 分别跺向令 三个蓝山道人 这七个来自 罗浮的剑手 不但伸手快得惊人 而且时间配合得 更是家妙 显见得罗浮彩衣 能够名扬天下 并非兴致 哪知他们伸手虽快 这武当掌门 坐下的四大护法 伸手却还比 他们更快一步 就在于锦剑尖 尚未落到一半 费肾身形方次纵起 令五道青蓝的剑尖 正自交捡而来的时候 蓝艳道人口中 徒弟轻笑一声 错步 甩尖 拧腰 杨剑 另外三个蓝山道人 义自骑的错步 甩尖 拧腰 杨剑 四道剑光 同时滑起 有如一道光墙 秃底涌起 管宁眨眼之间 只觉漫天剑光爆肠 剑起森寒 借着便是一串 枪狼击剑之声 疏然而鸣 却又立刻戛然而止 而武当道人的四柄长剑 已在这眨眼之间 将罗浮彩衣的七口力剑 封了回去 管宁为之连退两步 定睛望去 只见武当道人的四条人影 背向自己 一排挡在自己身前 肩不动 腰不曲 只是细碎地移动着脚步 又万不停地上下挥动 而一道道森冷的剑光 便随着他们手腕的纵横起落 交相冲击 有如一片光芒 望着这纵横开河的森森剑气 管宁只觉目眩神迷 目光再也舍不得往别处望一下 这一日之间 他虽已知自己的武功 妙不足道 一直到江湖之中尽夺高手 但他此刻却是第一次见到剑法的奥妙 须知他本是天性极为好舞之人 否则以他的身世环境 也不会跑去学剑 此刻陡然见着如此奥妙的剑法 心中的惊喜 变生像是智灵幼童 骤然得到渴望已久的心爱实物一样 武当四宴并肩而立 剑是配合的家妙 时已到了滴水难入之境 于谨 费慎只觉挡在自己身前的四道剑光 有如一道无戏可入的光墙 无论自己剑是指向何处 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剑光交机 剑是如红 龙银之声 不断于耳 刹那之间 已自拆了十招 蓝燕道人 突地又自轻笑一声 剑剑一隐 左足前踏 云龙乍现 刷的一剑 令三个蓝山道人 竟同时翻腕 青蓝的剑光翼 同时传出 这十年以来 从未一人落单 联手对敌 以配合的妙道豪颠的武当四宴 竟借着这一招之时 便守为功 以功为首 圆圆如全 抽彻连环 连环不绝 正是武当剑派名阵天下的九宫连环 于锦 费慎 以及罗浮门下的五个八代弟子 陡然之间竟被功的连退三步 心头不禁为之大害 再也想不到 自己所仗以纵横武林的罗浮玄骑 七一是七十一路 辛辣而很准的剑光 在这武当四宴面前施展起来 竟是如此不济 他们却不知道 若单之以义敌一 那么纵然那五个八代弟子 不是武当四宴的敌手 但在罗浮剑派中地位 武功仅次于采一双剑的于锦 费慎 却并不见得 在这武当四宴之下 但此刻 彼此俱使联手对敌 情况便不大相同 原来武当剑派中 除了掌门真人外 其余双蝶 三鹤 四宴 具有个别不同的惊人武艺 而这武当四宴 便是以连剑攻敌 名中江湖 瞬息之间 十余招便已拆过 于锦 费身突得同时 暴鹤一声 黄风撤 暴鹤声中 其的后退两步 突地身形一旋 面目竟然悬向后面 背向武当四宴而立 反万击出三剑 这三剑身形 昭示 无意不犯武家大计 天下个门各派的武功 从未有过 将整个背脊都卖给敌手 也从未有自背后 发出剑势的 武当四宴心头一喜 还以为这两人输得急了 急得疯了 哪知这三剑刺来 却是渐渐辛辣 渐渐怪异 自己眼前看着他背后露出的空门 却不得不先避过这三剑 以求自保 稳操胜算的武当四宴 此刻竟被这犯进武家大计 全然不遗常规的三剑 记得手忙脚乱 登 登 登 其的后腿三步 还未喘过气来 哪知雨紧 费身 竟又其的爆喝一声 黄风撤 手腕一甩 掌中长剑 竟然脱手飞出 有如雷轰电机一般 斜着无比强锐的风声 击向武当四宴 自己的身形 却借着手腕这一甩之势 搜的一个剑步 向前方远远窜了出去 青竹蛇口 黄风伪针 本来同是世上极毒之物 但青蛇是人 其毒不尽 黄风真忍 其针却断 针断身亡 独指一次 是以这黄风伪针 实在比青竹蛇口 还要毒上三分 明阳天下的罗浮剑派 镇山剑法 寻其七一事 虽然招招辛辣 招招狠毒 但其中最最辛辣 最最狠毒的一招 却就是于解 费身方才施出的一招 黄风撤 只是此招虽然狠辣 却也正如黄风之针 只能试人一次 此招一出 其剑便施 虽非剑去身亡 但这一招 如若不能致人死命 自己却以凶多吉少 是以此招使过 便立刻得准备逃走 而纵是武功绝高的顶尖高手 在这一招之下 却也不得不先求自保 若想在这一招之下 还能反击伤人 那却是再也办不到的 于解 费身交手之下 知道自己万万不是武当四焰的敌手 如若久战下去 自己定必要受到这武当四焰的折辱 而罗夫采一的声明 近年来正如日之方中 是万万不能受到折辱的 是以他们情急之下 便施展这招 救命绝招黄风撤来 武当四焰本已大惊 忽得见到见光 竟自脱手飞来 更是大惊失色 此刻两下身形距离本近 见光来势 却急如奔雷闪电 四焰中的蓝焰 白焰 首当其冲 大惊之下 灰剑拧身 却一眼看来不及了 那只 路旁临音之中 突地响起一声清澈的佛号 一阵尖锐强劲无比的风声 也随之穿临而出 接着便是当当两声巨响 这两口脱手飞来的金刚长剑 竟被斜在风声之中 同时穿临而出的两片黑影 寄在地上 于是 又是一声清澈的佛号响起 一条弹灰的人影 随着这有如深山中名的 阿弥陀佛四字 有如惊鸿般 自临音中掠出 漫无声息地落到地上 这一切事的发生 在笔下写来 虽有先后之分 然而在当时看来 却几乎是同一瞬息中发生 也在同一瞬息中结束 武当四雁唯一定神 定惊望去 只见临音扎地的山路之上 两条彩衣人影 一晃而隐 接着五条人影 一字一闪而没 这罗浮彩衣门下的七个弟子 竟在眨眼之间 便都消失在农林深山里 而此刻站在武当四雁身前的 却是一个身长如竹 兽骨临巡 穿着一身身灰袈裟的老年僧人 而站在四雁身后的管宁 却几乎连这一切事发生的经过 都未看清 他只听得一连串的抱贺 数声惊呼 一声佛号 两声巨响 眼前人影乱而附近 武当四雁手持长剑 剑剑锤地 愣愣地站在地上 一个长眉深目 应离高全的古西僧人 微微含笑地站在武当四雁身前 而地上却横着两柄金光夺目的长剑 和一大一小两串子弹佛珠 武当四雁目光转出 瞬息间 面上神采便已恢复平静 四双眼睛齐地凝住在那古西僧人身上 又忽然极为迫及地 彼此交换了一个询问眼色 蓝艳道人便单掌一打问讯 朗声道 大师佛珠度饿 贫道等得免于难 大恩不敢言谢 只有来生节草已报了 说着 四雁便一起躬身弯腰 行下礼去 那长眉僧人微微一笑 俯身拾起地上的两串佛珠 一面口宣佛号 说道 佛道同源 你我都是世外之人 若以世俗之礼相对 岂非太乙这乡 何况老那能以烧尽棉薄 本是分内之事 这枯瘦的古西僧人说起话来 有如深山流泉 古叉明中 入耳坑然 显见得那家功力虽未登峰造极 却已入室登堂了 蓝燕道人微笑一下 仍自躬身说道 大师庙里禅机 贫道敢不从命 余生微颤 接着又说道 贫道愚昧 斗胆请问一句 大师据此降魔无边法力 是否就是松山少士封 少林寺罗汉堂的首座上人 上墓下珠 墓珠大师吗 长眉僧人寒笑说道 人道武当弟子 据是天宗奇才 此刻一见 果自名下无须 一见之下 便能认出老那是谁 难怪武当一派 能在武林中日益昌大了 管宁呆呆地望着 这墓珠大师 心中惊骇不已 他如非眼见 几乎无法相信 这枯瘦如柴的古西僧人 竟能以一串佛珠之力 几非两柄立邪千军的 金光长剑 岂非骇人听闻之事 他却不知道 这墓珠大师 不但是少林寺中 有地位的长老之一 在武林之中 亦是名众亦是的 先辈高手 难怪江湖人道 武当七秦 子蝶如鹰 少林三珠 墓珠如刚 最后一句 说的便是这墓珠大事 原来当今江湖之中 表面虽是平静无波 其实暗中却是高手如云 争斗甚聚 而江湖高手之中 最最为人称道的 十数人 却又被江湖众人称为 中南乌山 黄山翠秀 四名红袍 罗浮彩衣 太行紫靴 峨眉豹囊 点仓清金 昆仑皇冠 武当蓝金 少林袈裟 君山双残 天地一百 这长达四十八字的四歌飞歌 四摇飞摇的歌词 正是代表了十五个当今江湖中最富盛名的高手 而这十五高手 虽是齐名而列 其实身份却又相差甚为悬殊 墓珠大师 执掌 少林罗汉堂 正是武林中 无论道德武功 巨都隐隐领袖群霞的少林袈裟的最小师弟 他名遂位列十五高手之中 实却有以过制 只是管宁又何尝听过这些武林名人的掌顾 是以此刻心中才会有惊异的感觉 却见这蓝艳道人微微一笑 道 大师明清武林 垂四十年 江湖中人就算未曾见过大师之面帝 见了大师掌中这两串佛珠 却也该闻风而辟译了 他深知道墓珠大师 今年虽已极少在江湖走动 但早年却是武林之中 人人见而生畏的摩僧 若非他幼年受戒 即得少林派上一代的掌门大师的宠爱 而且凑巧化去掌门师尊的一劫 只怕早就被少林逐出门墙之外了 是以蓝艳道人此刻说起话来 便十分拒谨客气 唯恐这出名难惹的摩僧 会对自己不利 那只墓珠上人 竟自突地一笑道 佛珠虽具降魔之力 却总不如清钱如意 老那此次重入江湖 道友可知道是为的什么吗 武当四宴 心中巨多位之一惊 管宁双眉一昼 暗自存道 原来这僧人此来 为的亦是我囊中这串清钱 却听蓝艳道人抢笑一声 道 大师贤云野鹤 世外高人 到这四明山来 想必不是为着人间的俗事吧 他口中虽然仍极平淡地说着话 做一副不知道 目珠上人言中寒意的样子 其实心中此刻 却已不经为之忐忑不已 目珠上人又自一笑道 道友此言 却是大大的错了 想那天下名山圣水极多 老那若是为了游山玩水 又何苦跋涉长途 由少林跑到这里来 蓝艳道人面色疏然一变 但却仍然故作不懂之态 寒笑问道 那么大师此来又是为着什么呢 目珠上人秃地笑容一脸 目光之中寒光大露 冷冷说道 道友是聪明人 又何用老那多说 想那如意清钱这种奇珍异宝 又岂是普通人能以望求的 道友就算此刻得到手中 却也未见得能保有多久 依老那之见 还是放在老那这里 较为妥当些 何况 冷笑一声 接口道 那些罗浮彩衣的门人弟子们 此次虽已遁去 但他们对两位道友 必定暗生度恨之心 又怎会让道友安安稳稳地 将这如意清钱保留 道友若得到此物 只怕非但不是福 反足以招货呢 管宁冷眼旁观 此刻不禁又为之暗叹一声 暗中私存道 我只当这目珠是有道高僧 哪知此刻说起话来 却又全然没有一些出家人的样子 目光转出 只见武当四艳面目之上 巨斗铁青一片 各自沉吟半赏 蓝印道人便又抢笑一声 说 大师无论辈分名望 都比贫道们高出许多 是以大师若真是为着此物而来 贫道们莫说 已受大师方才元首之恩 纵无方才之事 却也不敢斗胆 来和大师争夺此物 他与生一顿 回转头去 向自己三个师弟朗生说道 大师既已如此吩咐 我等多留已是无意 还是走吧 管宁心中不觉大气 他再也想不到 方才气势汹汹的武当四艳 此刻却如此容易地 便要掩其息鼓 明进而退了 目光转出 只见目珠上人面上 仍然冷冷的没有什么表情 生像是武当四艳的这种做法 本是理所当然之事 丝毫用不着惊讶或者得意 须知以他的身份地位 早已料到武当四艳 不会与之相抗 而管宁却并不知道这些 他方才见了武当四艳武功 那般精妙 此刻又是以四对一 无论如何 也不该畏惧于枯受老朽的古希和尚 却见武当四艳各自半旋身躯 骑得向这目珠上人 躬身行了一礼 目珠上人微微一笑 目光却已凝住到管宁身上 生像是全然没有将成名江湖的武当四艳放在眼里 武当四艳目光一旋 并肩向前走了一步 管宁暗叹 思存道 人类之事真是令人难以预测 爱 这武当四艳 哪知 他心念尚未转弯 武当四艳 突地其翼拧身 手腕挥处 长剑斜斜由前胸向身后滑了个半壶 口中微哼一声 剑身嗡嗡作响 四口长剑 镜子有如胶剑天红 跺向目珠身上 这一突来的变故 使得管宁不禁为之师生惊呼一声 目光洞畜 却见这目珠上人身形竟仍动也不动 只见到武当四艳这四道拼尽全力 已然聚满真气的剑尖 倚自堪堪跺在他的身上 他那两道灰白的长眉 方子轻轻一皱 左秀微灰 枯瘦的身形 清零而曼妙地转动一下 又长得一串紫坛佛珠 便有如神龙般 腰脚而起 手腕又自微微一抖 武当四艳只觉眼前的紫影 光芒流转 似乎是挡向自己的长剑 又似乎是滑向自己的胸膛 这短短的一串念珠 此刻竟仿佛是杖八长鞭 使得武当四艳都以为他是滑向自己身上 武当四艳大惊之下 尘慢 退步 撤剑 剑光一尘 右腹挑起 蓝 白双雁 身躯平旋 金龙 辉尾抽彻连环 刷刷又是两剑 武当四艳之中 本已蓝 白双雁武功较高 此刻权力两剑 剑势如红 剑法果自不凡 拿只木珠大师灰白的僧袍 轻轻飘出 瘦削的身形 斜斜一转 便轻易地将这四道来势惊人的剑光 又躲了开去 管宁武功虽不高 但终究是曾经练过武功的人 此刻一眼之下 便知道这瘦弱的古稀僧人 身上裹有非凡的功力 心中不及暗自感慨地长叹一声 暗中私存道 师父常对我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武功一道 更是如此 这话我本不深信 哪知的确如此 先前我见了这四个道人的剑法 以为他们已是武林中的一流身手 哪知他们此刻遇着这看来老弱无比的枯寿僧人 剑法竟一点也施展不开了 他感叹声中 那木珠大师刨朽清晖 又以从容化开树招 突地大喝一声 孽障还不走 就来不及了 手掌一挥 掌中子谈念珠 又自脚如游龙般飞扬而起 管宁只觉眼前灰影一闪 这木珠大师的身形 竟有如一道青烟般 将武当四宴围了起来 武当四宴何尝不知道 就凭自己四人的武功 要想胜得这少林三珠中 最最难惹的木珠大师 实无把握 但武当四宴 亦是以真人实学 成名于江湖之中的人物 他们自视武功 认为自己纵然难胜 却也未必就会落败 何况他们方才 本是在木珠 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猛下杀手 是以心中 更加的几分把握 哪知此刻交手之下 情势竟大大出乎 他们意料之外 这少林罗汉堂 首作大师武功之高 竟不是这武当掌门的 第二代弟子中 最初泪拔萃的双蝶 三鹤四宴中的 武当四宴的四剑联手 所能抵挡得住的 此刻木珠大师身形 一经施展 端得偏若惊鸿 角如游龙 刹那之间 武当四宴 只觉四色 都是他宽打袈裟的影子 自己掌中的四柄长剑 竟被他短短的一串念珠圈住了 蓝艳道人心中更惊 长笑一声 四人方向一转 背向而立 剑光霍霍 不求公敌 但求自保 脚下却渐渐向外移动 指望自己能冲出 这木珠大师的身法之外 武当剑法 久以响于天下 九弓连环剑 渐渐连环 公敌故事犀利 自保更是稳当 四人这一连剑 剑光更是密不透风 看来纵是飞影 也难在这剑光中 找出一点空隙钻入 那只木珠大师 突地又是一声轻斥 手中子弹佛珠 随着脚下 位移错步之势 斜斜挥出 只听当的一声轻饮 白印道人手中 长剑猛然一震 虽未脱手飞去 但剑法已露出一片空隙 他心头一领 已知不妙 方带悬腰错步 哪知他方自动念之间 肘肩便已微微一麻 又是当的一声 长剑竟已落在地上 这木珠大师 竟以沙门十八打的 绝顶打穴之法 打中他肘肩的曲斥大穴 站在白印身侧的蓝印 孤印 其的抱贺一声 剑光玄回 交捡而来 剁向一招得手的木珠大师 只是这两件虽快 却连木珠宽大家沙的跑脚 都没有碰到一点 他仅仅微移错步 身形便已疏然溜开三尺 管宁不见暗中喝了声彩 方才这武当四焰 与那罗夫踩一门下弟子动手之际 他已看得目眩神迷 此刻眼睛更看得直了 他与这对手的双方都丝毫没有渊源 是以他们谁胜谁败 也都不放在他心上 这木珠大师 一招击落白燕道人手中的长剑 他只觉这少林僧人武功之高 高得惊人 却没有为武当道人们联系之意 是以他局外观战 更得以全神凝住 那只山路侧旁树梢上 突地传来一阵狂笑声 一个清朗的口音狂笑着道 可叹呀可叹 可笑呀可笑 余声清朗 字字如钟 入耳强然 木珠大师面容一变 厉斥一声 是谁 宽大的袍袖一扬 奇长的身形 有如挥鹤般冲天而起 武当四焰 镜子一骑停步沉溅 滔天的剑气 疏然为之一笑 管宁微惊之下 抬眼望去 只见就在这木珠大师 身形冲天而起的这一刹那里 山路旁 树梢下 一字掠下一条人影 两条人影交错而过 木珠大师轻斥一声 猛一悬腰 曼妙的身形 镜子凌空一个转折 掌中佛珠 借是向树梢人影连肩连背 斜斜击下 这一招的使用 的确妙道豪颠 不但管宁大为精赞 武当四焰 亦不及暗中喝彩 那只树梢掠下的人影 身上竟似长了翅膀似的 秃地一躬一躯 竟右上把五尺 方才飘然落下 施展的身法 竟仿佛是武林中 喊闻的轻功绝技 上天踢踢云跳一类功夫 武当四焰 齐声惊呼一声 目光同时飘向落下的这条人影 却又不禁其得脱口惊呼道 君山双残 牧珠大师一招落空 心中自不禁为之一惊 数十年来 这少林僧人 不知与人交手反几 此刻一瞥之下 便知此人武功高不可测 甚至还在自己之上 因之立刻飘落地面 耳畔听的武当四焰的 这一声惊呼 面容又疏然一变 管宁目光住处 只见由树梢掠下的这条人影 屡一棚发 手之铁拐 竟然是自己方才所见 那奇鬼的博足盖者 山峰林林 天光阴森 只见这博足盖者 面寒如水 双目赤红 面上神情 极为吓人 但口中却竟然狂笑着道 可叹呀可叹 可笑呀可笑 这阴寒的面孔 趁着这狂笑之声 管宁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不觉机灵灵打了个寒劲 只觉这本以阴沉沉的天色 仿佛变得更加阴沉了 这唇衣乱发 满面悲怆 奋惠之色 但却仰守狂笑不绝的 博足盖者 树一现身 不但管宁惊恶不已 武当四雁 恍然失色 便是那在武当四雁四道 有如惊鸿彻电的剑光中 由能镇静如常的 少林罗汉堂 首座大师目珠上人 冷靴森严的面目之上 也不禁为之变了一下颜色 蓝燕道人目光一转 和他的师弟们 暗中交换了个眼色 四人心中不约而同的 暗呼一声 君山双残 目珠大师刨袖微服 掌中佛珠 轻轻一扬 落到腕上 管宁倾咳一声 目光缓缓从这狂笑着的 博足盖者面上一开 缓缓在武当四雁 和这目珠上人的面上一动一变 见着他们面上的惊骇之色 便也知道这博足盖者 必定是他们心中畏惧之人 不仅有怀疑的 一瞟这博足盖者 心中难以明了 这唇衣乱发的博盖 究竟有什么地方 镜子使得这些 名众天下的武当 少林两派的高手 生出这种惊慌之态来 却见目珠大师 眼瞼一锤 口中高宣一声佛号 朗生说道 老那还当是谁 原来是掌天下乌衣弟子的 公孙左足施主道了 施敬得很 施敬得很 他一字一字的一连 说了两句 施敬得很 余声清朗高昂 尾声却拖得很长 在这震耳的狂笑声中 更显得生如今时 字字坑然 管宁心中一领 难道此人便是丐帮帮主 他虽不识武林中士 却也知道百十年来 君山丐帮在江湖中的 声名显赫 可说是妇如皆知 又何读武林中人 目光转处 却见这君山 双残盖帮帮主 公孙左足笑声 游自味觉 满头的乱发 随着起伏的胸膛 不住飞舞 但脚下的单足铁拐 却是稳如磐石 心中不禁又移动 君山双残 公孙左足 他把心中断序的概念 极快地整理一遍 便接着寻思道 难道我亲手埋葬的另一搏盖 是君山双残中的另一残 难道他便叫做公孙右足 难道我竟亲手埋葬了一位盖帮帮主 他本是心思极为灵敏之人 否则又怎能在灌溉如云的精华大兜 享有才子之欲 此刻心念转触 不禁又是感叹 又是惊异 因为他此刻已自更清楚地了解到 自己半日前所埋葬的死者 身份都绝非寻常 那么 能使这些身份地位都极不寻常的武林高人 都一起死去的人 其身份起飞更加不可思议了吗 木珠大师双掌和时 漠然良久 却见这公孙左足 狂笑之声 虽已渐弱 却仍未觉 口中意犹自不住难难地说道 可叹呀可叹 可笑呀可笑 净声像是没有听到自己的话一样 面对着明清天下的丐帮帮主 他虽然暗存三分敬畏之心 但邵氏三珠在武林中 又何尝不是显赫无比的角色 此刻木珠大师目光抬触 面色不禁又为之一变 沉声道 十年不见 公孙施主风采如稀 故人无恙 真是可喜可贺 却不知公孙施主 可叹的是什么 可笑的是什么 道教老那 有些奇怪了 雨声方柱 笑声意吐的 戛然而止 于是 天地间便只剩下满林风声 素素不绝 只见这公孙左足 缓缓回转头 火赤的双目 微合又开 有如历殿般 在武当寺宴面上一扫而过 便凛然停留在木珠大师身上 凝住良久 徒佑狂笑道 老和尚做官十年 怎得还是满脸江湖气 做起事来 也像个出出茅庐的小伙子似的 这才叫人奇怪得很 奇怪得很 他也将尾音拖得长长的 雨声神态 竟和这木珠上人一模一样 管宁不计暗中失笑 暗暗存道 人到江湖一人 多喜游戏封尘 这公孙左足此时此刻 竟然还有心情说笑 其人平时的倜傥不羁 拖略行迹 也就可想而知了 却见木珠大师 面色更加难看 而这公孙左足 却浑如不觉地 接着又说道 武当剑派 名门正宗 自律一向极言 今日竟会不惜与少林高僧 动起手来 这个 哈哈 也叫我奇怪得很 他雨声微顿 双目一张 秃地力声喝道 只是你们可知道 你们动手争夺的东西 是属于什么人的吗 木珠大师冷哼一声 接口道 天下之物 本都无主 你自别人手中得来 人自你手取去 有何不可 公孙左足目光一锤 竟又大笑起来 一面笑着说 好好 老和尚竟然和穷花子 打起禅机来了 身外之物 本就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老叫花 又怎能说是我的 这该帮主人 疏而狂笑 疏而吏色 此刻竟又说出 这样的话来 管明不禁为之一恶 却见他突又转过身来 望向自己 道 把公孙老二的一副臭皮囊 葬在四名山庄里的 想必就是你这娃娃了 此语一出 武当四宴 目珠上人 亦不禁其底一惊 公孙幼族 竟然死了 管明暗叹一声 黯然点了点头 见着公孙左足 虽仍笑容满面 但却仍掩不住 他目光中的悲愤之色 他深深地了解 人们强自掩饰着 自己的情感 是件多么困难而痛苦的事 因之 他不禁对这狂放的勃盖 大起同情之心 长叹一声 接口道 小可侍逢其时 因之烧尽绵薄之力 公孙二先生的遗物 小可一斗胆取出 还请老前辈恕罪 公孙左足目光 凝住在他身上 徒弟连连汗手道 好 好 手掌一伸 那你就把他囊中的 那串铜钱交给我吧 管明常听人说 这类风尘一人 必多一争 此刻指望他伸出的手掌 颖白如玉 哪知目光洞畜 却见这明满天下的一人 所伸出的一双手掌 有黑枯兽 和别的盖者 毫无二致 心中不知怎的 竟似淡淡掠过 一丝失望的感觉 但随即又不禁暗笑 自己的幼稚 一面从怀中 小心地取出那锦囊来 刹那之间 武当四焰 目珠大师面上的神色 突幼奇的一变 十只眼睛 不约而同地 瞪在这锦囊上 只见管明的手 缓缓伸入锦囊 又缓缓 自锦囊中取出 手中已多了一串青钱 武当四焰 不约而同地脱口惊呼道 如意青钱 管明微愧一声 仔细望了望 自己从囊中取出的 这串青铜质钱 但看来看去 却也看不出 这串青铜质钱 有什么特异之处 他心中不禁惊意焦急 缓缓伸出手 将这串青钱 交到公孙左足手上 一面说道 不知是否就是这串质钱 请老前辈过目一下 余生未了 只见那木珠大师一双眼睛 顺也不顺地望在这串质钱上 就生像是一只贪蝉的恶猫 见着鱼星一样 一步一步地向公孙左足走了过来 哪里还有半分得到高僧的样子 而此刻公孙左足的一双眼睛 一字望 在这串质钱上 一时之间 他看来又似悲怆 又似鄙夷 又似愤怒 心中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 缓缓接着这串青钱 失神地呆立了两久 就连那木珠大师的一步一步 逼近他的脚步 他都生像根本没有看到 武当四焰握在剑柄上的手掌 也不自觉地握得更紧了 这四个看来风神冲淡的道人 此刻目光之中 像是要喷出火来 望着这串青钱 移动着脚步 他们虽然明知自己的武功 不是这公孙帮主的敌手 但面对着这串武林中人人垂涎的如意清钱 他们的心中虽有畏惧之心 却已远远不及贪心之胜了 管宁由牧四顾 只见木珠大师 已自走到公孙左足身前 武当四焰掌中 微微颤动着的剑间 距离也越来越近 他知道转瞬之间 便又将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斗 心胸之间不觉也随之紧张起来 那只公孙左足一旋身躯 徒佑纵声狂笑起来 笑声之中满含激潮之意 木珠大师 武当四焰 管宁聚都为之一恶 其的停住脚步 只听公孙左足的笑声越来越大 徒弟一身手掌 竟将掌中的一串如意清钱 笔直地送到木珠大师面前 一面狂笑道 这就是你们拼命争夺之物吗 好好 拿去 拿去 手腕一翻 竟将这串如意清钱 脱手致出 呼得披面向木珠打去 这一突来的变故 使得木珠 四焰 管宁 精益的几乎再也说不出话来 木珠大师眼望着这串清钱 笔直地击向自己面门 静益不避不闪 浑如味觉 直到这串清钱 以堪堪积在他脸上 他方子手腕一抄 将之抄在手里 但面上茫然之色 却为阴之烧减 在场之人 谁也万万不会想到 这公孙佐族会将这串如意清钱 当作废物般抛出 此刻都愕然地望着他 几乎以为他发了疯 管宁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切 心中更是大惑不解 他亲眼看到那些 罗夫彩衣的门下弟子 为着这串清钱几乎丧生在武当四宴的剑下 有亲眼看到武当四宴为着这串清钱 被木珠大师打得透不过气来 但此刻公孙佐族却叫别人拿去 他暗叹自己这一日之间所欲之事 所欲之人 具非自己所能理解猜测得到的 而此刻之后 又不知道有多少奇鬼难测之事将要发生 这一切试本都与自己毫无关系 而此刻自己想脱身事外 却也不行了 他心中方思暗中感叹 却听公孙佐族又以狂笑着道 可叹呀可叹 武当四宴 少林一珠 闯荡江湖数十年 竟没有听过如意清钱 九尾一针这句话 他语声一顿 狂笑数声 接口又说 可笑呀可笑 武当四宴 少林一珠 竟会当着这一串一文不值的破铜烂铁 争得面红掩斥 打得你死我活 哈哈 这串清钱若是真的 又怎会等到公孙老二死了之后 还留在他身上 又怎会让这认识不懂的娃娃 得到手中 我老叫花九闻少林木珠 不但武功超群 而且机智最沉 想不到却也是个糊涂虫 他边说边笑 边笑边说 言辞故事辛辣无比 笑声之中 更是满含激潮之意 只见得木珠大师 面色震轻 震白 震红 他话一说完 木珠大师 突敌右手手腕一番 伸出右手时 中两指 将右手的青钱摘下一枚 两指如茧 轻轻一加 管您只听 刷的一声轻响 这枚至钱 便以中分为二 至钱之中 竟飘飘落下一方淡青色的轻柔丝卷来 武当四焰一齐的轻呼一声 冲上三步 伸手去接这方软卷 那只木珠大师 突地冷斥一声 右手刨袖 呼得挥出 带起一阵激风 向武当四焰扫去 左手却已将这方轻卷 接在手里 这期间的一切变化 都快如闪电 你只要稍微眨动两下眼睛 场中便立时换了一副景象 管您凝目望去 只见木珠大师身形随着刨袖的一幅 退后无耻 武当四焰满面跃跃欲动之色 八道目光 一起望在木珠手上的那方轻卷之上 只有公孙左足仍是满面 带着鄙夷的笑容 冷眼旁观 似乎是任何一件事的结果 他都早就预料到了 是以根本无庸去为任何事担心 只见木珠大师 右手紧紧握着那串青钱 左手举着那方丝卷 凝目两久 突地长叹一声 双手齐松 青钱 丝卷 聚意都落到地上 公孙左足狂笑之声 右腹大响 蓝白双雁 对瞥一眼 骑得抢上一步 见光乍起 刷的 竟将地上的一串青钱 以防青卷挑了起来 而木珠大师 却在这同一刹那 在这公孙左足狂笑声中 拂袖 甩尖 拧腰 错步 头也不回地 疏然回身远走 公孙左足派长笑道 我只到木珠和尚 已是天下最傻的人 想不到你们这四个小道士 比他还傻三分 这串青钱如是真的 老和尚怎会把他甩下一走 您现在还抢着来看 不是呆子是什么 他一面笑骂 武当四宴却在一面探看着那方青卷 一瞥 他们满腔的热望 便立刻为之冰冷 在这串古老相传的武林一宝如意青钱中的这方青卷 竟是全白 连半点字迹都没有 等到公孙左足骂完了 武当四宴 亦不禁失望地 抛下青钱 青卷 各自拧腰错步 回身远走 公孙左足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 狂笑之声 一字戛然而止 转目望处 只见身侧的锦衣少年 仍在呆呆地望着自己 两人目光相对 管宁只觉着公孙左足的目光之中 满是悲怆痛苦之色 先前那种轻蔑嘲弄的光彩 此刻已自荡然无存 不禁同情地叹息一声 想说两句话 来安慰一下 这心伤手足惨死的风尘一人 但究竟该说什么 他却又觉得无从说起 公孙左足铁拐一点 走到路边 寻了块山石 颓然坐了下来 他自觉心神娇疲 仿佛已经苍老许多 方才虽然强自掩饰着 但此刻却已在无乔庄的必要 长叹一声 缓缓道 你叫什么名字 管宁立刻说了 公孙左足微微汗手 又道 管宁 你过来 坐到我身侧 我有些话要问问你 他虽然满身蓝绿狼狈之态 但此刻语气神态 却又隐含着一种 不可描述的装颜高贵 这种装颜高贵 绝不是人间任何一件 华丽的外衣乔装的 也不能被任何的蓝绿掩饰得住的 管宁一言坐了下来 他心中何尝没有许多话 要问这公孙左足 如想知道清钱的秘密 四名山庄的秘密 白袍书生的秘密 他只觉每一件事中 都隐藏着一个秘密 而每一个秘密 都是他极愿知道的 只见公孙左足目光 明注着林烧卸下的一丝天光 漠然良久 徒弟问 你是几时上山来的 几时来四名山庄 看见了一些什么人 什么事 管宁威一沉吟 便将自己所欲 极快地说了出来 此事 他已说了不止一次 此次更说得格外流畅 公孙左足漠然倾听 频频长叹 频频俯额 此事的究竟真相 他自己亦无法猜测 丐帮历史 由来已久 但定下降规 立会军山 却还是纪念监视 此次四名红袍飞茧相邀 他因是耽误 是已来得迟了 却再也想不到 四名山庄之中 会生此惨变 更想不到 先自己一步而来 与自己情感极深的 孪生兄弟 竟惨死在四名山庄里 他上山之际 遇着管宁 那时他还不知四名之变 只是奇怪一个 看来武功极浅的弱贯书生 怎地会从四名山庄之中走出 等到他自己赶到四名山庄 看到偌大的山庄之中 竟无人迹 再看到诸仲的尸体 心觉的坟墓 和自己兄弟 片刻不离身的铁管 他便已知道 这四名山庄中 已有惨变发生 但他却又不知道 在这次惨变中 竟有如此多武林高手惨死 因为此事不但匪夷所思 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于是他折回山路 听到管宁和木珠 四艳的对话 看到他们的动手 骤然现身 狂笑善嘲 看来虽然不改固态 其实当时心中的悲怆 愤疾 惊疾 惊疑 却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感觉到的 他默默地听完了管宁的话 树林里的天光更暗了 那串闪着清光的炙前 仍在地上一闪一闪地 发着清光 那方轻柔的丝卷 被风一吹吹到路旁 贴在一块山石上 他悲怆的长叹一声 手中铁拐 重重在地上一顿 发出当一声巨响 击得地上的沙石四散飞扬 这一击虽重 却又怎能够发泄 他心中的悲怒之气呢 管宁呆望着他 忍不住问道 方才小可听的四名庄主 此次聚会群豪 其中一半是为了这串清钱 老前辈可否告诉小可 这串清钱之中 究竟有什么地方 值得人们如此重视呢 公孙左足目光一转 望在那串清钱上 秃地冷哼一声 长身而起 走到清钱之侧 举拐欲击 忽悠长叹一声 自语道 你这又何苦 你这又何苦 缓缓垂下铁拐 坐回山石上 长叹道 清钱呀清钱 你知不知道 百十年来 已有多少人 死在你的名下 管宁心中更加茫然 只听 这已因心中 悲愤而失常态的 武林一人 长叹又道 百余年前 武林之中 出了个天纵奇才 那时你我都还没有出世 我自也没有见过他 只知道这位奇人 在十年之中 击败当时天下 所有的武林高手 出入少林罗汉堂 佩剑上武当解剑岩 赤手会点苍蟹神剑 单掌披中条七煞 只手拜连环物凤尾邦 孤身一人 十年之中 不知坐下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 将天下武林禁地 武林高人 都视为无物 哎 他人虽早已死去 但是他的仪式 却直到此刻 还在江湖间流传着 他目光空洞地凝住着远方 余生亦次沉重已急 但这种奇人奇事 听到管宁而理 却不禁心神激荡 豪气传飞 恨不得自己 也能见着此人一面 纵然要付出极大代价 也是值得的 却听公孙左足揭道 人间最难堪之事 莫过于寂寞二字 此人纵横与内 天下无敌 人人见着他 都要畏惧三分 谁也不敢和他亲近 他外表看来 虽极快活得意 其实心中 却寂寞痛苦已急 不但没有朋友 甚至连个打架的对手 都没有 他与生微顿 长叹一声 自己心中 也突然涌起 一阵无比寂寞的感觉 君山双残 一亩孪生 自幼几掌 从未有过太长的别离 而此刻艳航折弈 他陡然失去了 最亲近的人 永远不能再见 此刻心中的感觉 又该是如何伤痛 管宁只见他悠悠望着远方 心里也直觉地 感受到他的悲哀 但一时之间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于他 却听他又次接到 岁月匆匆 他虽然英雄盖世 但日月轻人 他一字念年华老去 自知死期已尽 便想寻个一波传人 但这种绝顶奇才 眼界是如何之高 世上茫茫诸生 竟没有一个被他看在眼里 于是他便将自己的一身绝世武功 制成十八页密图 放在十八枚特制铜钱里 故老相传 这十八页密集上面分别记载着拳 剑 刀 掌 鞭 腿 枪 纸 暗器 轻弓 内力修为 典学密图 奇门阵法 消息机关 以及他自己写下的一篇门规 其中 剑法 掌法 各占两页 合起来恰好是一十八页 但大家亦不过仅仅知道而已 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其中任何一页 管您暗叹一声 寸道 此人当真是绝世奇才 以短短百年之声 竟能将这许多种常人难经其一的功夫 都练到绝顶地步 哎 如此说来 也难怪武林中人为着这串青钱争斗如此之机了 公孙左足又自叹道 自从这位一人将自己遗留绝迹的方法攻诸武林之后 百年来 江湖中便不知有多少人为着这串青钱名争暗斗 七十年来 骑山山腰的一个洞窟之中 出现第一串如意青钱 为着这串青钱 武林中竟有十七位高手 在骑山山路 直到当时的昆仑掌门白孟谷 将这串青钱当众打开 发觉其中竟是十八面白卷之后 武林中才知道这如意青钱一共竟有十串 而且只有一串是真的 管宁不禁又为之暗叹存道 武林一人 行事真个难测 他既有不忍绝技 失传之心 又何苦如此捉弄世人 心中突有一动 忍不住问道 他们又怎知道 这如意青钱共有十串 而且只有一串是真的呢 公孙左足缓缓道 当时白孟谷惊怒之下 直辙回那清钱原在的洞窟 才发现那洞中的十岸之下 整整齐齐地刻着十六个隶书大字 如意青钱 九尾一针 针针为伪 智者自责 只是那得保之人兴奋之下 根本没有看到这行字迹而已 管宁恍然汉手 公孙左足又道 这四十飞师 四季飞计的十六个字 不出半月 便已传遍武林 但等到第二串青钱 在峨眉金顶 被峨眉剑派中的 灵须双剑发现的时候 本来情如手足的灵须双剑 竟等不及分辨真伪 便自相残杀起来 直落到两败其伤 巨都奄奄一息 才挣扎着 将这串青钱拆开 管宁脱口道 难道这串又是假的 公孙左足长叹汉手道 这串青钱又是假的 只可惜 灵须双剑 已经知道的太迟了 这本来 在武林中有后起 第一高手之欲的 灵须双剑 敬畏着一串 一文不值的铜制钱 双双死在峨眉金顶之上 公孙左足 将这一段段的 武林秘心娓娓道来 只听得管宁 心情沉重无比 心胸之间 仿佛堵塞着一方巨石似的 他缓缓透了口长气 只听公孙左足意 沉声一叹 缓缓又道 灵须双剑 双双垂死之际 将自己的这段经过 一写写在自己衣襟上 他人知将死 其言也善 指望自己的这段遭遇 能使武林中人有所警惕 哪知 爱 雨声微顿 又自叹道 此后数十年间 又出现了三串如意青钱 这三串青钱出现的时候 仍然有着不知多少武林高手 为此丧生 因为大家拒都生怕 自己所发现的一串青钱是真的 因此谁也不肯放手 那灵须剑客虽有前车之剑 但大家却是视若无睹 风吹林木 管宁只觉自己身上 泛起阵阵寒气 伸手一眼一惊 暗暗存道 人未踩死 鸟未失望 这些武林高手的死 罪过又该算到谁的身上 却见公孙 左足双眉微皱 又接到怪就怪在每串如意青钱发现的时候 具非只有一人在场 是以便次次都有流血之事发生 直到 他与生竟又突地一顿 面上竟泛起一阵惊疑之色 愣了半声 喃喃自语道 还是死了一个 还是死了一个 双掌自握 越握越紧 直握得他自己一双枯瘦的手掌 发出一阵咯咯的声响 管宁转目望到他的神态 心中不禁惊恐焦急 脱口唤道 老前辈 你这是干什么 公孙左足目光一抬 像是突然自噩梦中惊醒似的 茫然回顾一眼 方自缓缓接到 半年以前 我和公孙老二到塞外去了却一公案 回来的时候 路经长白山 竟然迷路深山 在乱山中闯了半日 方自叹息倒霉 哪知却在一个虎穴中 发现一串十八枚青钱 我弟兄二人自然不会为了这串青钱生出争斗 便一起拍开一枚 果然不是真的 我弟兄二人 虽然也有些失望 但却在暗中侥幸 得着这串伪钱的幸亏是我们 若是换了别人 至少又得死上一个 哪知 爱 还是 他声音越说越低 于其之中 也就越多悲哀之意 漠然伴上 哀声又道 想不到这如意青钱 无论真伪 竟都是不祥之物 老二呀老二 若不是为了这串青钱 你又怎会不及等我 就匆匆赶到这四名山庄来 又怎会不明不白地死去 双手蒙面 缓缓垂下了头 这叱咤江湖 游戏人间的风尘一人 心胸纵量旷达 此刻却也不禁为之 悄然流下两滴眼泪来 山风萧索 英雄落泪 此刻虽非严东 管宁却觉得天地之间 已充满严冬的寒冷肃杀之意 想到自己亲手埋葬的那么多尸身 这公孙左足 不过仅是为着其中之意而悲伤罢了 还有别的死者 他们也都会有骨肉亲人 他们的骨肉亲人 若是知道了这件事 不也会像公孙左足此刻一样悲伤吗 随着这悲伤的意念 首先映入他脑海的 便是那四名红袍夫妇 相威相依 拥抱而死的景象 他们鸳鸯同命 爱 总比一人单独死去 要好得多 他情感极为充沛 此刻忽然想起自己死时 不知有无陪伴之人 暗中唏嘘良久 脑海中又接连地闪过 每一具尸身的形状 徒弟 他一排前额 口中低呼一声 疏然站了起来 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惊人之事一样 公孙左足淡然侧顾一眼 只见他双目大张 口中翻来覆去的喃喃自语着道 鹅眉豹囊 罗浮彩衣 鹅眉豹囊 心中不绝大气 哪知管您低语一顿 徒弟宁转身来 师声道 老前辈 你可知鹅眉豹囊是谁 公孙左足眉心一皱 缓缓道 鹅眉豹囊 便是武林中代代相传 以毒药暗器 名阳天下的蜀中唐门 当今门人中的最最高手 只因他两人身判所配的暗器吉囊 全用豹皮所致 色彩斑斓 是以江湖中人便称之为鹅眉豹囊 但他两人却并非鹅眉派中的弟子 他虽然觉得这少年的问话 有些突兀奇怪 但还是将之说了出来 哪知他话方说完 管宁突然满面喜色的一拍手掌 道 这就是了 公孙左足未知一愣 不知这少年究竟在弄什么玄虚 只见他一缕跑脚 翻身坐到自己身侧的山石上 道 小可方才听那罗夫彩衣弟子说 曾经眼见鹅眉豹囊兄弟两人 连魅到了四名山庄 而且并未下山 但小可记忆所及 那些尸身之中 却没有一人腰配豹囊的 此次附会之人 全都死在四名山庄 而这鹅眉豹囊兄弟两人 却单单幸免 这两人如非凶手 必定也是帮凶了 他稍微喘气一下 便又接着说道 而且 小可在那四名山庄外的木桥前 有暗器袭来 似乎想杀小可灭口 那暗器又细又轻 而且有黑无光 但是尽力十足 显见 公孙左足大喝一声 秃地站了起来 双目延斥 虚法皆张 大声说道 难道真是 这鹅眉豹囊 两人干的好事 目光一转 笔直地望向管宁 道 在那六角小亭中 将你的书童杀死的人 是不是身躯其长 形容古怪 管宁威意沉吟 口中乐乐说道 但那人身判 却似没有豹囊 公孙左足冷哼一声 道 那时你只怕已被吓晕 怎会看清楚 何况 他们身上的豹囊 又不是拿不下来的 他虽是机智深沉 阅历其风 但此刻连受刺激 神志不免有些混乱 此刻骤然得到一丝线索 便自紧紧抓住 再也不肯放松 管宁剑眉身皱 又自说道 还有一事 亦令小可奇怪 那罗浮弟子曾说 他们罗浮剑派 一共只派了两人上山 便是彩衣双剑 但小可在四名山庄之中 除了看到他们口中 所说一样的 锦衣矮胖的两位剑客的尸身之外 还看到一具满身彩衣的 囚然大汉的尸身 不知老前贝可知道 此人是否亦是 罗浮彩衣的门下呢 公孙左足垂手 沉思良久 伸出手掌 一把抓住自己的乱发 长叹着又坐了下来 此刻他心中的思绪 正也像他的头发一样 乱得化解不开 这少年说的越多 他那紊乱的思潮 便又多了一分紊乱 鹅眉豹囊 武功虽高 却又怎能将这些人 全部都杀死呢 除非 除非他们暗中 在食物中下了毒 但是 鹅眉豹囊 与四名红袍本来不睦 自不可能混入内宅 更不可能在众目昭昭之下 做出呀 那么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下的毒呢 这问题使他百思不解 而管宁此刻却在心中思索着另一问题 白袍书生是谁 这问题在他心中已困惑很久 但他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 因为他说话的对象都另有关心之处 是以当他说白袍书生的时候 别人不但根本没有留意 而且还将话题引到自己关心的对象上去 这当然是他们谁也不会猜出管宁口中所说的白袍书生究竟是谁的缘故 此刻管宁又想将这问题问出 但眼见公孙佐祖垂首沉思 一时之间也不便打扰 两人默然相对 心理思路虽不同 但想的却都是有关这四名山庄之事 此处已是深山 这条山路上达四名山庄的禁地 莫说武林中人 便是寻常游客 除了像管宁这样来自远方 又是特别凑巧的人之外 也都早得警告 谁也没有胆子擅入禁地 是以此地虽然风景绝佳 但却无人计 空山寂寂 四野都静得很 静寂之中 远处突地传来一声高亢的呼喊声 虽然听不慎清 但依稀尚可变出 是我是谁 我是谁 三字 管宁心头一领 宁神倾听 只听得这呼喊之声 越来越近 转瞬之间 似乎划过大半片山野 来势之速 竟令人难以置信 呼声更近 更响 四山回应 指振的管宁耳中嗡嗡作响 转目望去 公孙佐祖面上也变了颜色 双目凝住着呼声来处 喃喃道 我是谁 我是谁 他是谁 管宁自然知道 他跨前一步 走到公孙佐祖身侧 方向说出这呼声的来历 但是 这震耳的呼声 却带着摇曳的余音 和四山的回响 来到近前了 只听怦然一声巨响 林烧枝叶纷飞 随着这纷飞的枝叶 疏然落下一条人影 公孙佐祖大惊回顾 这人影白山白缕面目轻渠 虽然带着二分狼狈之态 却仍不掩其风神之郡 他心中不禁为之猛然一跳 脱口低呼道 原来是你 却见这白袍书生身形一落地 呼声便戛然而止 一个飘身 掠到管宁身前 满面喜容地说道 我找了你半天 原来你在这里 管宁无可奈何地微笑一下 这白袍书生已自一把拉着他的臂膀 连声道 走 走 快帮我 告诉我是谁 你答应过我的 想溜走可不行 公孙佐祖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一切 心中书弟闪电般掠过一个念头 这念头在他心中 虽紧一闪而过 但却已使得武林之中 又生出无数事端 管宁方觉臂膀一痛 身不由主地 跟着白袍书生走了两步 那只 公孙佐祖竟然大鹤连声 飞身扑了上来 左掌微扬 扑面一掌 右擂微抬 擂下铁拐 电扫而出 拦腰扫来 这一连两招 巨都快如雷击电掣 而且吐起来的 向白袍书生寄来 管宁惊呼一声 眼看这一掌一拐 却已堪堪 击在白袍书生身上 哪只白袍书生 对这一掌一拐 看也不看一眼 右手一带管宁 自己身形微微一闪 他闪动的幅度 虽然极小 然而 这一拐一掌 竟堪堪 从他们两人之间的空隙打过 连他们的一脚 都没有碰到一点 管宁惊魂方定 只觉自己掌心湿湿的 已然流出一身汗 这白袍书生 身形之曼妙 使得公孙佐祖 也未知一惊 他虽然久已知道 这白袍书生的圣名 但始终没有 和他交过手 此刻见他武功之高 竟游在自己意料之外 心头一寒 同时沉间收掌 撤拐 这一掌一拐吞吐之间 又负地处 白袍书生绣微服 带着管宁 划开三尺 他武功虽未失 记忆却全失 茫然望了公孙佐祖一眼 沉声说道 你是谁 干什么 公孙佐祖冷笑一声 他和这白袍书生 曾有庶面之时 此刻见他 竟是满脸不认得 自己的模样 心中越发认定 此人有诈 当下一提铁拐 游身进步 刷刷 又是两招 口中喝道 好狠的心肠 你究竟为了什么 要将那么多人 都置于死地 白袍书生又是一恶 这不该说的话 他一点也听不明白 寻神错步 避开这有如狂风 咒语般寄来的铁拐 一面喝道 你说什么 管宁心中一礼 知道公孙佐祖 必定有了误会 才带解释几句 哪知公孙佐祖 却又怒喝道 以前我只当你 虽然心狠手辣 行事不分善恶 但总算是条 敢做敢为的汉子 因之才敬你三分 哪知你却是个 卑鄙无耻的小人 哼哼 你既已在四名山庄 染下满身血腥 此刻又何苦 做出这种 无耻之态来 哼哼 我公孙佐祖 虽是既不如你 今日却也要和你拼了 第四章 真真假假 公孙佐祖 连声怒骂 连声冷笑 手中铁拐 更如狂飙般 像白袍书生击下 不但招招 快如闪电 招招狠辣无情 而且有功无手 尽是尽手招事 果然是一副拼命的样子 已将自己生死 置之度外 刹那之间 林中树叶 被他的铁拐掌风 击得有如漫天花雨 飘飘而落 那白袍书生 却仍然满心茫然 他搜遍记忆 也想不起自己以前 究竟是做过什么事 是以公孙佐祖 骂他的话 他连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做过没有 血腥 血腥 他心中暗地私存 难道那些尸身 是被我杀的 身形飘飘 带着管铭 从容的闪避 开着公孙佐祖的招式 却未还手 公孙佐祖冷笑一声 力疲滑跃 石破天惊 武丁开山 一连三招 招风如标 当真有开山批石之事 君山双残 虽以轻功称于天下 但他此刻使出的 却全是极为霸道的招式 一面连连冷笑 他见这白袍书生 指手不攻 心中越发认定他 做了亏心之事 事已不敢还手 管铭身不由主 随着这白袍书生的身形 转来转去 只觉自己身躯 四侧强风如刀 掌风拐影 不断地擦身而过 只要自己身躯 稍微偏差一点 立时便有骨碎魂飞之祸 他虽非懦夫 但此刻也不禁吓得 变身冷汗 层层而落 心中寻思道 难道这公孙 左足竟误认这白袍书生 便是四名山庄中 惨案凶手 目光抬触 只见公孙左足 目自欲裂 视如风虎 不由心头一领 高声喝道 老前辈 请住手 且听小可解释 公孙左足 冷笑一声 刷了一招 竟向管铭当头打来 口中大喝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哼哼 我只当你是个正直的少年 却想不到 你竟也是个盲口谎言的无耻匹夫 他悲愤怨读之下 竟不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 管铭只觉耳旁风声如笑 眼看这一招是携千军的铁拐 已将击在自己头上 心中暗叹一声 还来不及再转第二个念头 只觉自己臂膀一紧 脚下一滑 身躯又不由自主地错开一些 这只眼看已将击在他身上的铁拐 便又堪堪落空 直到此刻 他还弄不清 这公孙佐族 怎会向自己也施出杀手 唯一定神 大喝道 公孙前辈 此时定必有些误会 待小可 哪知公孙佐族 此刻悲愤填膺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大喝道 我公孙佐族有生以来 还从未被人愚弄 想不到今日阴沟里翻船 竟栽在你这小子手上 他身为一派宗主 以他的身份 本不应该说出这种江湖市井之徒的话来 但此刻他已认定四名山庄的凶手之事 普天之下 除了这白袍书生之外 再也没有第二人能够做到 又认定管宁定必是这白袍书生的党羽 方才对自己说的话 不过是来愚弄自己 让自己始终无法查出谁是真凶 因此心中不禁将管宁恨入窃骨 这恨痛之心激发了他少时落身草莽的粗豪之气 此刻大声喝骂 骂得语声 虽快如暴斗 但这几句话间的功夫 却又以排山倒海般攻出七招 只可惜这白袍书生身法骑轨快速 有如鬼魅 招式虽狠虽机 却也无法将之奈何 白袍书生身形闪动 心里根本无庸去为自己的安危担心 只是顺理成章地去闪避这些招式 有如水到渠成 丝毫没有勉强之意 他茫然地望着眼前 这有如疯狂一般的博足盖者 忍不住皱眉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公孙左足牙关紧咬 手中铁拐所施展出的招式 虽仍如狂风咒语 呼啸不绝 胸膛起伏 却已远叫先前急聚 这一轻功铭满天下的盖帮帮主 此刻不但将自己一生武功的精华 都弃之不用 而且也摒弃了一切武学的规范 招式大开大合 大砍大批 非但不留退步 而且不留余力 这数十招一过 他真气便难免生出不续之感 管宁心中正自寻思 该如何才能阻止他的攻势 哪知这丐帮其人突然大喝一声 后略五步 漫天拐影风声 意味之尽消 白袍书生双眉一盏 飘忽闪动的身形 也疏然停顿下来 竟如山岳般挺立着 声像是他站在那里 从来没有移动过似的 这移动一径间的变化 当真是武学中的精华 管宁虽不慎了解 心中意不禁不胜起目的暗叹一声 然后才发觉自己的身形 也突然停顿下来 几片枝叶 飘飘从林烧落下 几点沙石 静静落到地上 然后这林间又归于静寂 却见公孙左足铁拐一顿 在这已归于禁忌的树林中 又发出喷的一响 白袍书生又自茫然地望了他一眼 缓缓问道 你到底是干什么 公孙左足本来微垂的眼瞼 此刻突然一开 数十招一过 他已自知自己纵然拼尽全力 却也无法奈何人家 自己死不足惜 但自己一死 这件秘密 岂非永无揭穿的一日 因之他垂下眼瞼 一来是强自按捺着心中的悲愤 再者 却是调息着体内将要溃散的真气 此刻双目一张 便冷冷说道 你到底是干什么 白袍书生未知一恶 却听公孙左足冷冷接道 你明知我已揭穿你的秘密 还站在那里 哼哼 若我是你的话 便该将我一刀杀死 说什么 你武功虽高 难道高得过天下武林 白袍书生仍是满面茫然 管宁却已禁止他言下之意 忍不住脱口道 公孙前辈四名山庄中的凶杀之事 小可虽未亲眼目睹 但却可判定另有他人所为 老前辈如若这般武断 岂非要叫真凶善孝 公孙左足双目一领 徒弟仰天狂笑起来 笑声之中 尽是凄厉悲愤之意 一面伸出他那一只干枯有黑的手指 指着白袍书生狂笑道 普天之下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能将四名红袍 君山双残 罗浮彩衣 中南乌山 一起杀死 普天之下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能让你受伤 他惨力地大笑三声 又道 此次四名红袍飞捡来邀我弟兄和乌山独行 罗浮彩衣这些老不死出山 说是 不但真的如意倾钱已有着落 而且还要商量另一件事情 我就在奇怪 为什么这其中竟少了皇冠老 翠秀夫人这些人 尤其是四名红袍夫妇和这两人本罪要好 这种要事 却为什么偏偏不找他们 他与生微顿 像是又在强忍着心中的悲愤 明目半赏 方子狂笑道 现在我才想起 这红袍小子 原来还没有忘记十五年前 在泰山绝顶和我们几个节下的一点怨毒 竟是和你勾结好了 想把我们全都诱到这里来 不下陷阱 想将我们一网打剑 哈哈 哪里有什么如意倾钱 哪里有什么机密大事 人道四名红袍最是狡诈 先前我看他夫妇两人 一副风神俊朗的样子 还不相信 直到此刻 哈哈 只是他两人虽然尖角 却还比不上你的凶狠 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 你竟连他们两人也一起杀死 他连声狂笑 连声怒骂 只听得管宁心中 亦不禁为之所动 难道此事果真如此 转目望去 只见那白袍 书生目光低垂 满面茫然的喃喃自语道 难道真是我干的 我是谁 难道真是我干的 公孙左足双眉一轩 仰天立笑 道 公孙老二啊 公孙老二 我叫你不要轻信人言 你偏偏不听 手指一偏 只向地上那串青钱 偏偏要带这串东西赶到这儿来 好好 现在 你总该知道了吧 想那四名红袍 如果真的知道了如意青钱的下落 又怎会告诉你 他低声叹息一下 目光突又转向白袍书生 狂笑道 你武功虽然高绝 心机虽然很辣 却忘了 世上还有比你更强的东西 那就是天理 那就是报应 今日我公孙左足 既敢揭穿你的诡计 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你若是聪明的 承早将我杀死 否则我就要扬言天下 说出你的恶行 你不但做出这等凶恶之事 还要利用个年轻小子 将罪名推到峨眉暴囊身上 目光一转 转向管明 又道 你若是以为你帮这恶魔 做下疑惑之事 这恶魔便会多谢于你 那你就大大的错了 有朝一日 哼哼 你也难免要死在他的掌下 管明诗神的助力着 这公孙左足所说的话 听来却是合情合理 他方才亲眼看到武当四雁 罗浮彩衣 以及少林墓珠 和这公孙左足的身手 知道这些人具 都是当今武林中的顶尖人物 而此刻 他在以这白袍书生的武功 和他们一比 便觉得他们的武功虽高 但在这白袍书生面前 便有如萤火之雨浩月一样 相取时不可以道理计 是以一时之间 他心中不禁疑云大起 又是许多新的问题 在他心中说出 这白袍书生 虽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但武功仍是如此之高 看来也只有他能将那些人 一一击毙 而他自身所受的伤 自然是在和别人交手 是不慎北极的 这伤势使他丧失了记忆 因此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人究竟是否被他所杀 一念至此 他不接暗道 那么 难道他便是凶手 但是 他脑海中略起 在六角亭中所见的那怪客 以及那突然而来的暗器 但是 那两人和那些暗器 却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公孙佐祖 虽然以为这些事 都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 但我知道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啊 目光抬处 只见公孙佐祖和白袍书生四目相对 公孙佐祖面上固然是激动难安 目光中像是要喷出火来 白袍书生的面上 亦是阴晴不定 他心里似乎也在寻思着 这公孙佐祖所说之话的正确性 这些话是真的吗 难道我真的做下那种事 无论此事的真假 这伯族乞丐既然说了出来 便一定会扬言天下 找人对付我 那么我该一掌将他劈死吗 但是我究竟是谁呢 管宁呆呆地愣了半赏 徒弟转身奔上山去 他想将那些落在地上的暗器拾起一些 让公孙佐祖看看 这些暗器究竟是谁的 这些暗器 如是真的属于峨眉暴囊 那么此事便可亏出一分端倪 公孙佐祖 白袍书生两人 四目相对 目光顺都未顺一下 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他的离去似的 他急步而奔 越奔越快 指望自己能在这两人有所举动前赶回来 而他一得知 这两人的心性是不可以常理衡量 因之他没有解释自己突然走开的原因 他轻功虽然不佳 但终究是曾经习武之人 此刻虽然是劳累不堪 但跑得仍然很快 山路崎岖 他渐渐开始喘息 但是前面四名山庄的独木小桥已隐隐在望 于是他更加快脚步 到了绝合上 他定下神来 让自己急剧地喘气平息 然后他小心地走过小桥 林木 石屋 仍然是先前的样子 地面的砂石上还留着他凌乱的脚印 但是 除了砂石之外 地上便一无所存 他俯下身去 仔细查看着地上哪里有先前那些暗器的影子 他失望地仰天长叹一声 最后一点线索 此刻似乎又已断去 天上阴霾沉重 厚重的乌云将升起的阳光一层层遮盖起来 他长叹着 夺回桥畔 一滴雨落在他脸上 他伸手是去了 心中思潮如涌 几乎忘记了 一滴雨之后 一定还有更多滴雨会随之落下的 他纵然擦干了这滴雨水 却会有更多滴雨水落在他身上 等到他走过小桥的时候 他身上的雨滴 已多得连他自己都无法数清了 山间的骤雨 随着漫天的乌云 倾盆落了下来 冰凉的雨珠 沿着他的前额 流满了他的脸 他稀奇自己能为之清醒一下 是以他没有放足狂奔 但是他失望了 他心如乱丝 雨滴虽清冷 却也不能整理他紊乱的思潮呀 于是他在狂奔湿透了的衣衫 紧紧贴在他身上 他伸手一摸 那锦囊仍在怀中 不禁为之暗叹一声 寸道 这锦囊中的其他东西 是不是也像那串青钱一样 也包含着一些秘密呢 转过山湾 前面便是那片山林 那条山道 迷蒙的烟雨 给这本以绝佳的山景 更添了几分神秘而妩媚的景色 但他此刻却没有心情来欣赏这些了 他匆忙地奔过去 转目一望 只见山林之中 那白袍书生 正失魂落魄地独自助力着 灵烧泄下的雨水 将他白色的长袍 也完全打湿了 而他却像是仍然没有感觉似的 一面湿神地望着远方 一面喃喃地低语着 难道真的是我 但是我又是谁 管宁叹息一声 目光一转 不禁脱口道 公孙前辈呢 大步跑过去 遥远的山路上 烟雨蒙蒙 那公孙佐祖 已不知何时走了 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于是越来越大 但站在咒语下的管宁和白袍书生 却仍然呆呆地助力着 清盆的大雨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声像是谁都没有感觉似的 尤其是管宁 面对着这白袍书生 他可能是曾经杀死许多人的凶手 也可能是全然无辜的 管宁问着自己 到底他是谁呢 我该对他怎么样 哪知 他心中正自私一难绝的时候 这白袍书生 智力如山的身形 秃得摇了两摇 接着便砰的一声倒在地上 等到管宁口中惊呼着剑步窜来的时候 满地的泥泞 已将他纯白的衣衫染成乌黄了 这一个突然生出的变化 使得管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武功莫测的一人 怎地竟会无故地晕厥跌倒 浮身望处 只见他雪白的面容 此刻竟黄如金纸 明亮的双目和坚毅的嘴唇一起闭着 渗手一叹 鼻息竟也出奇地微弱 难道那公孙左足临去之际 以什么厉害的暗器将之击中 转目望处 他身上却全然没有一丝伤痕 只有紧闭的嘴唇边 缓缓留下一丝蛋黄的唾沫 流到地上和地上的雨水混合 管宁呆呆地望着他 一时之间 心中又没了主意 他本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 对于江湖上的仇杀之事 本是一窍不通 自然更无法判断出 他是为了什么缘故而已至此 他不禁长叹一声 浮身将这白袍书生 从地上浮起 那只目光转出 他竟又发现一件其事 使得他不由自主惊呼一声 手中已自浮起一半的白袍书生的身躯 也随之又跌了下去 雨落如注 将这白袍书生嘴旁留下的唾沫 极快地冲散开去 混合着唾沫的雨水 流到管宁脚下 而那串如意清前 此刻便也在管宁脚边 奇怪的是 这混合着唾沫的雨水一经过 泛着青铜光彩的金钱 便立刻变得有黑 就像是银器沾着毒汁一样 管宁纵然江湖历练在前 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凛然一惊 暗存道 难道他中了毒 连他口中流的唾沫 都含韵着如此剧毒 须知普天之下 能使银器泛黑的毒汁 自然极多 可是能使青铜都为之变色的毒汁 却是少之又少 何况这白袍书生口中流出的唾沫 在混合了多量的雨水 而依然如此之毒 却端地是骇人听闻的了 他是何时中毒的呢 管宁心中又不禁疑惑 俯首沉思良久 目光洞畜 心面又不禁怦然一跳 那张字青铅中取出 被山风吹得紧贴在山石上的纯色柔卷 此刻被雨水一打 上面竟出现四行字迹 远远望去 那字迹虽看不清楚 但管宁却可判出 必是先前所无 此刻心中一动 忍不住悬神取来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的净事 如意青铅 久尾一真 尾者非尾 真者非真 真尾难辨 久一道志 世人多于 我赋于之 三十二个字迹苍境 非栗非草 非识非计的迎头小字 这三十二字 一入管宁之墓 他只觉心中轰然一声 猛地一阵巨颤 双手一紧 紧紧地抓住手中的柔卷 像是生怕 他从自己手中失落 因为 他已从这一方 沾满了乌黄泥水的柔卷上 找出了一件在武林中 已经隐藏了百十年的重大秘密 此刻他虽然还不能十分确切地明了这件秘密的真相 但至少他已把握了开启这件秘密的钥匙 于是他勉强将自己心中的激动之情 平复下去 反复将卷上的字迹 又仔细地看了几遍 倾盆的大雨淋在他身上 他也像是根本没有感觉到 久尾一真 尾者非尾 久一道志 他一面反复推敲着 这几句似诗非诗 似计非计的短句 一面暗自低引道 难道这串已被那么多武林高手 断定是假的如意清钱 竟是真的 难道这串清钱之中所藏的柔卷 上面便记载着百十年前 那位名震天下的前辈 一身超古麦金的武学秘技 一念至此 他心胸之间 不觉立刻又生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 方才这半日之间 他眼看那么多人 为着这如意清钱中所载的武学绝技 如痴如狂 就连少林寺长老 丐帮帮主 这种地位身份的人物 为着这串清钱 都不惜做出许多 有失他们身份地位的事来 武当 少林 这两派素来交好的门派 为此亦不惜反脸成仇 从公孙左足口中 他也知道自己眼见之事 不过是百十年来因着 如意清钱而生的争斗 其中之一而已 还有不知多少武林高手 为着这串清钱丧失性命 也还有不知多少至亲好友 为着这串清钱 彼此勾心斗角 反目成仇 甚至自相残杀而死 这小小一串青铜至钱 在武林中的诱惑 实在比百万家财 如花玉人 还来得强烈 而此刻 这串被千千万万个武林豪杰垂涎不已 梦寐以求的如意清钱 却正握在他手里 他知道自己有了这串之前 便可以学得一身 足以傲视天下的武功 你若是一个淡薄而镇静的人 而此刻握有这串如意清钱的是你 那么 只怕你也无法不被这种心情激动 甚至比他此刻的激动还强烈吧 两久两久 他突然想到 自己身后还倒躺着一个中了剧毒的人 这人纵然不是他的朋友 他也不能将之弃而不顾 于是他将自己飞扬起的思潮 一下阶段 俯身拾起了脚边的这串青钱 谨慎地用手中的这方柔卷包好 谨慎地放入怀中的锦囊里 伸手仪式面上的雨水 转身将地上的白袍书生横身抱起 目光四转 变了变方向 一步向山下走去 他知道这一段山路是极其漫长的 而在这一夜中已经过了惊恐 悲哀 困惑 种种情感的折磨 以及疲劳 饥饿 种种肉体的困苦之后的管宁 面对着这一段漫长的山路 他本该会有些气馁感觉 何况他怀中还抱着一个 不知在何时受了剧毒 又不知在何时便会突然死去的人 但奇怪的是 他此刻的脚步 却丝毫没有沉重之态 情感的激动与兴奋 使得他将这一切情感与肉体的折磨 全都不再放在心上 只是飞快地在滂沱大雨下 积水的山道上奔行着 一面却仍在心中暗地撕存着那四句话 这四句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第一句话的意义 是谁都能明了的 也是江湖中已有许多人知道的 那么第二句话 他极快地将伪者非伪 真者非真八个字 又暗中默念一遍 于是便又存道 这当然是说 北江湖人认为是假的如意清钱 其实却是真的 是以他便又说真伪难辨 九一道志 因为真的如意清钱 其实一共有九串 而假的却只有一串而已 一念至此 他忍不住长叹一声 地难道 世上虽然多半是愚人 你又何苦如此来捉弄世人呢 想到江湖上那些为这串清钱丧生 最后却又将自己以生命换来的如意清钱抛弃的人 他的心中便不能自尽地泛起一阵怜悯的感觉 世人多余 我富于人 这是一种多么奇怪而残酷的意念 而又是一种多么高傲而超然的意念呀 他反复引咏着 这其中不知包含了多少鸡巢之意的八个字 他便似乎也能了解到 那位武林中的前辈一人 在击败了天下武林的所有高手后 突然觉得石杖红尘 不过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地方 便因之避到深山中 甚至避到穷荒去石的感觉 云云世人 为什么那么愚蠢 我怎能将我这一身绝技 传给这些愚蠢的人 管您暗叹一声 喃喃自语 这 大概就是这位前辈那是心中的感觉了 是以他便将自己的一生武学绝技 用明凡一类的药水 写了九份 封在九串特异的治前里 然后 又做份假的 哎 他那时大概早已知道 自己生前所不下的这个圈套 在自己死了之后 一定会有许多人余味入其构的 因之 他纵然不能亲眼看到 却早已开始窃笑世人的贪婪与愚蠢 他又不能自尽地长叹一声 接着存到 那些人在得到一串如意清钱之后 为什么不去留意地查看一下其中的秘密 而只是亡命地去争夺着 爱 活着的人 却仍不免要受死去的人的愚弄 这也难怪他自傲于自己的聪明 而善笑世人的多余了 只是 他思路微顿 仰手望天 于是以渐渐小了 灰黑的苍穹 像巨人的灰幕 无言地俯视着大地 就有如一个睿智的帝王 俯视着自己的子民似的 其中哪里有半分清蔑和善笑的意味 他又叹息着 接着存到 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 在永恒的天地之间 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你纵然是世上最聪明的人 但是 你又能得什么 你难道能把你的骄傲与光荣 带到死中去 你若是常常自傲于自己的聪明 不也是和一个守财的富翁 吝啬地锁着自己的金钱一样吗 在这瞬间 这本事故不深的青年 像是突然了解了许多他 本未了解的事 他也了解到 世上最快乐的 便是愚昧的人 因为他无庸忍受 聪明人常会感觉到的 寂寞 而他纵然常被人愚弄 但他也不会因知失去什么 这正如愚弄别人的人 其实也不曾得到什么一样 于是 他嘴角便不禁泛起一阵淡淡的笑容 又自低语道 这大概就是 为什么有许多人会愿意 做一个愚人的理由吧 一个人活在世上 若是能够糊涂一些 不是最快乐的事吗 此刻他心中的想法 直到许久以后 终于被一个睿智的才子 用四个字说了出来 这四个字又直到许久以后 仍在人们口中流传着 这四个字便是难得糊涂 他忽而长叹 忽而微笑 心中也正是百感焦急 激动难安 甚至连这滂沱的大雨 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 他都不知道 直到抖斜的山路变为平坦 灰暗的云层被风吹开 他抬起头来 才知自己已经下了山 山路的柴飞内 推门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侨夫 惊异地望着他 心中暗自奇怪 在这下着大雨的日子里 怎会还有从山上走下的游人 等到这侨夫惊异的目光 看到管宁怀中的伤者的时候 管宁已笔直地向他走了过去 而这老于事故的乔子 已根本无用管宁说话 便已猜出这一身华服 但却狼狈不堪的少年的来意 于是他干咳一声 迎上前去 问道 你的朋友是否受了伤 快到我房里来 还有 把你的湿衣服脱下来考考 管宁抬头 惊异地望了这老年乔子一眼 他所惊异的 是这老人说话 用字的直率与简单 对这自幼顶时锦衣的少年来说 一个贫贱的侨夫 直率地用你来称呼他 确乎是件值得惊异的事 可是 等到他的目光 望到这侨夫赤红而强健的筋骨 坦率的面容 他已不再惊异了 因为他知道 多年来的山居生活 已使这老年的侨子自然 结合成一体 他既安于自己的贫贱 也不羡慕别人的富贵 就像这座苍玉雄壮的四名山似的 对于任何一个接触到他的人 他都一视同仁 因之 他也根本不问管宁的来历 更不理管宁的善恶 只要是自己力量 所能够帮助的人 他便会毫不考虑地帮助 这份宽宏的胸襟 使得管宁对自己方才的想法 生出一些惭愧的感觉 他便也坦率地说道 多谢老兄 将一切虚伪的客套 与不必要的解释 都免去了 柴妃内的房屋 自然是简陋的 但是简陋的房屋 常常也有着更多的捷径与清静 许久许久以前 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 有四个最坏的父亲 却生出四个最好的儿子 而另四个最好的母亲 却生出了四个最坏的女儿 这个哲人 是个很会比喻的人 他这句话的含义 是说 由简陋生出的捷径 由寂寞生出的理性 由折磨生出的经验 失败生出的成功 这是最坏的父亲 与最好的儿子 而由成功生出的骄傲 由经验生出的奸诈 由富贵生出的齿银 由亲密生出的轻蔑 这却是最好的母亲 与最坏的女儿了 咒语过后 大地是清新而潮湿的 在这间洁净的房间里 管您换去了身上的诗衣 坐在房间木床的对面 望着昏迷在床上的白袍书生 不禁又未知呆呆地愣住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老年的侨夫 虽然久居山路 对山间的毒虫蛇兽 都置之甚响 但是他却也无法看出 这白袍书生 受的是什么毒 何时受的毒来 因之 他也沉默地望着 这发恶的少年 并没有说一句无用的话 哪知 柴妃外面 突然响起一个 清脆娇弱的声音 大声叫着说道 这房子里有人吗 管您心中一跳 因为这声音一入他之耳 他便知道 说话的是谁了 老年的侨夫目光一扫 缓缓说道 有人 进来 余生未了 门外便已闪入一条 翠绿色人影 胶躯一扭 秋波微转 徒弟扑斥一笑 伸出先手指着管您 笑道 你怎地在这里 管您知道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由门外交换着走进来的 正是自称为神剑 又自称为娘娘的少女 因之他便头也不回 只是沉声说道 怎地你也来了 对于自己心念中 时常怀念的人 人们有时却偏偏压抑自己的情感 这宁非是件极为奇怪的事 只听这脆装少女 竟有扑斥一笑 娇笑着说道 你来的 难道我就来不得吗 目光一转 徒弟撇见床上的白袍书生 惊患出声 怎地 他也在这里 书然掠了过去 喃喃自语 他武功那么高 怎地也会受了伤 一阵淡淡的香气 混合在门外吹进来的风声 于是 这阵清晰而潮湿的微风中 也有了些淡淡的香气 管宁微微偏了偏头 目光便接触到 他那一身脆装衣裳中的 婀娜躯体 他的衣裳也有些潮湿了 因之他那婀娜的曲线 便显得分外的触目 管宁不敢再望着 触目的躯体 将目光收起 于是 他便看到 他娇柔的粉脸 也看到了 他面上这种惊异的表情 那老年的乔夫 缓缓站了起来 对于这三个奇怪的客人 他虽然难免好奇 却没有追根问底 探究人家秘密的兴趣 因之 他缓缓走了出去 陈生说道 您在这里随便歇息歇息 我去喂你们整制些吃的 翠庄少女和管宁一起回转头 一起对他感激地微笑一下 等到他们的目光在转回中相遇的时候 他们面上的笑容 却都随着对方的目光凝结住了 他们彼此相视着 就像是这一生之中 他从未见过他 他也从未见过他似的 但是 这陌生的一撇中 又似乎有些曾相识的感觉 因之 他的目光便凝结在他目光中 他的目光中 也凝结在他目光中 彼此都像是在寻找着这种感觉的由来 你若想将这种目光用言语描述出来 那却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 终于 他的目光缓缓避开了 虽然他是个女子 应避开目光的 该是他 但是他却仍然凝住着 直到他的目光移开 他的眼瞼方子不安地闸动了一下 低声问道 你的朋友是怎么受的伤 他缓缓摇了摇头 他之所以移开自己的目光 那是因他发觉自己的心情又起了一阵动荡 而他并不愿意让这份动荡 在自己心里留下太多的痕迹 也为了这个缘故 他此刻只是摇摇头 没有说话 因为这份动荡直到此刻还没有平息 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 是世间最最难以了解的情感 却也是世间最最容易了解的情感 他轻轻地皱了皱眉 接着道 他的伤像是很重吗 管宁垂下头 却说出话来 他先沉声说了句 他中了毒 然后便又将这中毒的人 如何突然晕倒的情形 非常缓慢地说了出来 在他说话的时候 他一面留意倾听着 一面却俯身查看着 这白袍书生的面容 他说完了话 他淡淡一笑 道 他若是中了毒 那倒不要紧 管宁抬起了眼光 笔直地望向他 却见他又得意地笑了一笑 说道 不相信是不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管宁摇了摇头 极为简单地说道 不知道 这脆妆少女便轻轻叹了口气 像是对他的孤陋寡闻 颇表惋惜 然后涂有扬眉一笑 娇声说道 你年纪还轻 看来是个只会念诗连队的公子哥 当然不会知道我的事 可是 他语声一顿 说话的声音涂有高了起来 接着又道 你若是到江湖中去打听一下 黄山翠秀是谁 我相信没有一个不知道 管宁双目一张 脱口道 你就是黄山翠秀 这半日以来 他对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已知道许多 他知道罗浮彩衣 中南乌山 武当兰金 这些赫赫一时的人物 都像是以衣裳之别来做标志 他也曾从公孙佐祖口中 听到过黄山翠秀四字 知道黄山翠秀 是和这些武林高手同赴盛名的人物 此刻 他听到这少女 竟是黄山翠秀 自然难免有些惊异 翠庄少女轻轻一笑 轻轻说道 黄山翠秀是我的师父 管宁宁视着她的神态 虽为笑出声来 却不禁长长地嗷了一声 翠庄少女娇夜烟红 先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 此刻便消失不少 比起管宁初见她时 她仰起眉毛 挺起胸膛 称神剑娘娘的样子 那自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老年侨夫远远站在门外 看到方才大声交换着走进去的少女 此刻竟默然垂着头 不禁暗中一笑 自语着道 看来这小丫头 是对这年轻人钟情了 因为她老于世故 而老于世故的人常常会知道 当一个刁蛮的少女 在一个人的面前 突然变得温讯的时候 那就表示 她对这个人 已是芳心默许了 这间小小的茅屋 本是一山而建 一大一小 一明一暗 虽然简陋 却极牢固 由民间映入的天光 映在这满头白发的老年乔子身上 此刻她正满含喜悦之色 望着民间里的一双少年男女 扮演着的一幕人间喜剧 只见这翠庄少女 垂手默然伴赏 徒弟英明一声 抬起头来 娇称着道 你这人 总是不信我的话 就算我不能将你朋友的毒解去 可是不出半个月 我一定替你找到一个能解毒的人 管宁暗中一笑 存道 我又何曾说你不能解去此毒 你倒不打此招了 目光转出 只见白袍书生的面容 此刻竟已全都转成金色 不禁长叹一声 缓缓道 只怕她再也难以挨过半个月了 崔庄少女轻轻一笑 道 这个你不用着急 我自然有办法 伸手一略变发 转身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玉盒来 先指轻轻一按玉盒的边沿 玉盒中便突地跳出一粒碧绿的丹丸 落到她齐白如玉的手掌中 管宁生长在忠明鼎石之家 自幼见到的珍奇玩物 何止千百 却从未见过这玉盒一般精巧的东西 一时之间望着这精致的玉盒 不觉忘得呆了 只听这脆妆少女 又自扑齿笑道 你看什么 手腕一缩 将一双四春葱玉折的手 引入秀里 管宁不禁未知面颊一红 心中虽然委屈 却又不能分辨 我不是看你的手 脆妆少女转身走到床前 含笑又道 可惜你不是武林中人 不然你见着我手上的这里丹丸 准会吓上一跳 万肘一身 欠掌涂地电射而出 在这白袍书生下颌一拍一捏 巧妙地将掌心的丹丸 倒入她的嘴里 脆袖微服 转过身来 若无其事地 接着又道 告诉你 现在我给你这朋友吃下的 就是明文天下的黄山灵药 脆袖护心丹 这种药要采集72种以上的灵药 才能炼成 炼的时候 又要耗去72天的时间 我师父炼它 本来以为可以解救普天之下的 所有毒性的 哪知炼好之后 才知道 这种丹丸只能护心 对于解毒 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用 是以一共只炼一炉 管宁忍不住插口问道 既不能解毒 为什么还能称得上是明文天下的灵药 崔庄少女眼口一笑 道 我说你笨 你真是笨得可以 这丹丸虽然不解毒 但是只要有它 普天之下任何一种毒性 便无法攻心 毒不攻心 中毒的人就不会死了 他与生微微一顿 接着又道 我师父以前一个最好的朋友 在沟漏山中了沟漏七鬼的七毒神沙 我师父虽然将他救了出来 又废了千方百计 找齐了七种解药 为他疗毒 可是等到解药找齐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我师父一怒之下 将沟漏七鬼杀死了一大半 可是人死不能复生 我师父虽然替他付了仇 心里还是伤心得很 管宁心中一动 寸道 此人想必是那黄山脆绣的爱侣了 却听着脆庄少女 悠悠长叹了一声 轻轻坐到床侧 接着又道 从此之后 我师父便走遍天下 想炼制一种能解天下万毒的灵药 但是普天之下 毒物何止百种 每一种毒都只有一种解药 你若将一百种毒物合在一处 制成的毒 自然是其毒无比 可是你要是将这一百种解药 合在一处制成的灵丹 却未必有什么灵效 是以天下能失毒的人虽多 能解毒的人却少 而每一个已毒成名的武林高手 也只能解自己制成的毒性 若是他中了别人的毒药暗器 一样也是束手无策 四川唐门的毒药暗器 垂名武林将近两百年 圣名一直不坠 也是因为他们家里的人 所制成的毒药暗器的解救方法 直到此刻为止 天下还没有一个知道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 话声方子微微一顿 管宁暗叹一声 只觉这少女有事看来 虽然天真无知 但对江湖中事 却知道的 不知要比自己多出若干辈 这些话从他口中说出 据是管宁生平 闻所未闻之事 只听得他神痴一网 再也插不进一句话去 翠庄少女稍微歇息一下 便又接到 我师父后来 练成了这翠秀护心丹 虽然因为他不能解毒 而灰心得很 可是武林中人知道了 却将这丹丸 探成无价之宝 为了此事 四川堂门 还特地派人送了一份厚礼 到黄山来找师父 请师父不要将这种灵药的秘方 流传到江湖中去 管宁见眉一宣 脱口问道 你师父可曾答应了吗 翠庄少女轻轻一笑 道 我师父没有答应 可也没有拒绝 这翠秀护心丹的药方 却从此没有流传出去 因为我师父 自从他的好友死了之后 便心灰意冷 再也不愿牵涉江湖中的 是是非非 何况我师父曾经告诉我 就算这药方有人知道 可是也没有人会花费 这么多的心机来练 就算有人会练 可是普天之下 适用毒药暗器的人 也不会让他平平安安地练好 说不定又要在江湖中 掀起一阵风浪 药还未必练得成 与其如此 还不如将这药方 不说出来的好 反而能够免去许多麻烦 管您缓缓点头 心中虽觉他们所说的话 不无道理 可是却也并不完全同意 沉吟半上 忍不住又岔口问道 你说来说去 可是还是没有将江湖中人 将此要事成至宝的原因 说出来 他与这少女本无身交 然而此刻说起话来 却像是多年老友似的 丝毫没有虚伪客套 这虽与他自幼环境的熏陶而出的性格大不相同 但他说来却毫不勉强 就生像是他对这少女 以这种方式说话 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崔庄少女秋波一转 含笑又道 你到底不是武林中人 所以听到现在还没有听出来 这翠秀护心丹 虽然不能去读 却能护心 无论中了和派毒物的人 只要服下一粒药丸 那么他所中之毒虽然未解 却也不会死 管宁又不禁插口问道 若是他一两年 还是不能寻得解药呢 翠庄少女一笑道 他一年寻不到解药 这翠秀护心丹 便能使他一年不死 他十年寻不到解药 这翠秀护心丹 便能使他十年不死 他一生寻不到解药 这翠秀护心丹 便能使他一生不死 但若毒性不除 他全身骨骼肌肤 唯独所亲 自然动弹不得 年代已久 他肌肉甚至会为之 禁服也说不定 是以这翠秀护心丹 虽然灵妙 但终究还是要寻得解药 才是解毒的根本之计 管宁长叹一声 缓缓说道 想不到 天下竟真有这种灵妙的药物 难怪是那等珍贵的了 翠庄少女又自扑斥笑道 我跟你说这些话可不是要你成我的情 缓缓回转身去 朝床上的白袍书生凝柱半赏 徒弟一皱带眉 接着诱导 不过 你这朋友所中的毒可真厉害 直到此刻还没有反应 真奇怪 他是在什么时候中的毒呢 余生未了 那老乔夫徒弟在门外倾咳一声 缓步走进来 一面说道 饭烧好了 你们吃不吃 他说起话来 永远是这么简单 让你纵有心客套两句也说不出来 何况管宁此刻早已腹肌如焚 一餐几毙 管宁心念冻畜 忍不住又问道 方才你与他本是一起去追那暗中发出暗器的人 他何时中毒 你本该知道的呀 翠庄少女放下手中竹筷 四顾一眼 那老年的乔夫已远远坐到门外 吸起汗烟来了 此刻暮色已起 晚霞如梦 他坐在门外 面对着如带青山 满天彩霞 异性仿佛甚是悠闲 似乎根本没有将这一双青年男女的对话听在耳里 他望着这悠闲的乔夫出了会儿神 徒弟回过头来 缓缓说道 要是叫你和这老头子一样 在深山里悠闲度过一生 你愿不愿意 管宁微微一愣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种话来 陈吟伴赏道 此人与世无争 但博名利 的确叫人羡慕得很 但是他能有今日的心境 只怕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做到的事 翠庄少女轻轻一笑 垂下头去 沉思伴赏 落日的余晖 应着他娇美的笑页 应着他一袭翠绿衣衫 刹那之间 管宁突然发觉 这少女的刁蛮天真之中 像是还有许多心事 于是自己的思潮 亦不禁随之翻涌而起 暗自感叹着世事之奇 却非人们能够预料得到的 昨日此刻 他还是个义无烦恼的游山世子 正自满怀兴奋地上四名山 去寻觅诗中家具 又怎会想到 在这一日之间 自家竟会生出这么巨大的变化 更不会想到 此刻自己竟和一个素媚平生的角色少女 像多年老友似的 坐在这间低矮的茅屋里 一起感叹着人生的际遇了 床上的白袍书生 呼吸秃地由微弱变得粗重起来 但是在沉思中的管宁 与这翠庄少女 却根本全都没有觉察到 直到门外落日的余晖暗淡了些 翠庄少女方自抬起头来 轻轻一笑 道 你方才问我什么 这句话 使管宁也从沉思中醒来 方带答话 哪知翠庄少女嗷了一声 接着说道 我想起来了 你是问我追那两个偷放暗器的人 结果怎样是不是 哎 我告诉你 那才真是气人哪 我一看到他们的人影 就追了下去 不是我在你面前自夸 我的轻功 在江湖中 已可算是顶尖人物了 管宁忍不住微微一笑 按道这少女 的确是心高气傲之人 处处忘不了替自己夸赞两句 翠庄少女秋波一瞪 娇称道 你笑什么 我告诉你 江湖中已轻功成名的人 我已会过不少 可是就连云龙九线风子甲 那号人物 对我都要服低 不然 为什么人家会叫我零无影 而不叫我本来的名字呢 管宁虽然与他交谈许久 可是直到此刻才听到 他说出自己的名号 忍不住脱口道 那么你本来的名字是叫什么 崔庄少女 面颊又微微一红 低声道 我本来叫做灵影 他们不过在中间加了个无字而已 要知 当时女子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 本是不太轻易之事 管宁脱口问出之后 心中已有些后悔 生怕这骄纵的少女 会突然给自己一个难堪 哪知他竟如此柔顺地说了出来 心神不禁为之一荡 目光抬触 却见他竟也在凝住着自己 这一次 两人的目光相对 各自心中的感觉 已和方才大不相同 更不相同的是 他们目光一触 这翠庄少女灵影 便立将秋波转了开去 生像是管宁此刻的目光 和方才有些不同似的 这种微妙的变化 你在生命中 若是也有过一段温馨的往事 那么你不用我说 便也能了解得到的 管宁却仍在呆呆地望着他 只见他微垂禽手 忽悠一笑道 我轻功虽 虽然不坏 可是在暗中偷放暗器的那两条人影 轻功却更高 我自入江湖以来 几乎没有看过 能有一人轻功更高过这两人的 只是我明知未必追得上他们 心里仍不服这口气 咬紧牙关 拼命地追了上去 管宁暗中赞叹一声 这少女虽是女子 却有男子汉的豪气 可是在男子汉的豪气之中 却又不失其女子的妩媚 这种女子倒真少见得很 却见他雨声稍顿 接道 我失出全力 又追了一段 虽然没有追上 但距离却也没有拉得太长 眼看前面绝合深沉 似乎已到路的尽头 那时我心里真是高兴 这下子他们可逃不掉了吧 管宁却没微咒 陈生道 他们两人轻功 既然比你更高 而且又比你人多 你虽然追上了 又能攒地他们 灵影轻轻一笑道 那时我可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只想把他们追上 看看他们到底是谁 和我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用那么恶毒的暗器来 偷偷打我 哪知这两条人影看看 已走到绝路 其中一人秃地手臂一挥 挥出一段场所来 另一人飞快地接到手里 又是一挥 这条软软的绳 竟被挥得伸了出去 而另一人竟借着这一挥之势 掠过了宽度打五丈的绝贺 身影方子站定 手腕一拉 便将这边的一人也拉了过去 这两人不但弃弓 轻弓都妙到豪颠 而且两人配合的家妙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就在眨眼之间 这两人便都已掠过了绝贺 他一边说着 还一面比着手势 说到这里 手势一顿 长长叹了口气 方子接着说道 我站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这种惊人的身手 几乎连脚步都忘记动作了 哪知 他话由未了 尖头突地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他大惊之下 骇然回顾 却见那老年乔夫 正自望着他 沉声笑道 你话说得多了 可要喝些茶 灵影轻轻一笑 接过他手中的茶杯 望着这奇异的老人 又自走出门外 半上都没有说出话来 管宁却在暗中存道 他本来极为自负自傲 可是却对这两人的武功 如此称赞 看来这两人的武功 必定是极高的了 心念一转 又存道 那么 难道这两人便是那峨眉暴囊 便是四名山庄中惨暗的凶手 却见灵影扶手沉思半上 浅浅瞎了口碑中的茶 接着又道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正在发呆 哪知身后土地风声微浮 一条白衣人影 电野式的从我身后掠到前面 掠到绝鹤之边 身形根本没有停顿一下 双米微张 便自冲天而起 这一纵之事 竟然高达三丈 我不禁为之脱口叫了出来 只见他身形凌空之后 突然转折一下 头下脚上 竟像一根剑似的朝对岸掠去 哎 他轻轻长叹一声 接到 我方到前面那两人的轻功 已妙道不可思议 哪知你这朋友的轻功 更不知比他们高出多少倍 我望着他们的身影 一个个在山阴中消失 自知凭我自己绝对不能飞渡这片绝鹤 便只好走了回来 哪知我追人的时候 根本没有留意方向 退回来的时候 竟然迷了路 他稍微变动一下 做的姿势 又道 我在深山里兜了半天圈子 碰到大雨 便又寻了个山洞躲了半天 等到雨停 我才找到正路下山 看到这里有肩毛 他正自娓娓而谈 管宁正自凝神而听 哪知他雨声净突地一顿 就像是一匹在仿机上织着的纱布 突然被人切了一样 管宁心中一震 台幕望去 只见他长笑的面夜上 突然露出一种惊恐的表情 不安地深深呼着气 一面喃喃自语 这是怎么回事 突地长身而起 电也似的掠出门外 管宁心中惊异焦急 呆呆地愣了半赏 缓步走到门旁 却见他又惊鸿般地掠了回来 暮色之中 他面上的惊恐之色 像是越发浓厚 一言不发地掠回房里 拔起了头上的一根银簪 轻轻想 方才那老年侨夫 好心送给他的茶水中一探 刹那之间 他手中这根光亮的银簪 竟突地变为乌黑 管宁面容骤然而变 一个剑步掠了过去 黄生问道 这杯茶里有毒 灵影缓缓点了点头 沉重地叹息一声 颓然坐到床上 管宁心中又急又惊 大喝道 那老头呢 转身走到门口 门外夜色降临 晚霞已消 那老年侨子方才坐着的主椅 还在门旁 但是他的人 却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这一日之间 他虽已经过许多次凶杀之事 但却没有哪一次 比此刻更令他心乱的 黄急地扑到椅边 一把拉住他的肩 黄生又道 你中了毒 灵影又自缓缓汗手道 我中了毒 管宁长叹一声 心中满是自责自救之意 不住顿足叹道 我真该死 竟没有看出 这老皮肤 居然是个歹徒 哎 这该如何是好 这该如何是好 灵影欺然一笑 道 这又怎么怪的了你 我也做梦都未想到 这个老头子 会在茶水下毒 哎 我们不但和他素无冤仇 甚至连他是谁 我都不认识啊 管宁心神交集之中 徒弟心念一动 面上疏然泛出喜色 急声道 你赶快将那翠秀护心丹 赤上一粒 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他方才听了 这翠秀护心丹的妙用 此刻想到此物 心中辩子一定 哪知灵影 哪知灵影却缓缓垂下头去 声像没有听到 他的话似的 娇弱的身体 缓缓向以后倒下 那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 也紧紧闭成一线 目风吹来 唯有寒意 管宁机灵打了个冷战 双手搁在他的肩头 颤声道 难道那翠秀护心丹 你何中只有一粒 灵影无力地将身躯 倚在他手掌上 仰面欺然一笑 缓缓点了点头 此刻他已觉察到 管宁对自己关切的情意 是那么纯真而坦率 因之 他便也毫不羞涩地 将身躯向管宁移了过去 人们的感情 最最难以隐藏的时候 便是在患难之中 何况灵影此刻 觉出自己的身躯 因吸取麻痹 而变得全身麻木 他知道 这种麻痹 所象征着的是什么 因为他对毒药知道的极多 普天之下的毒药 无色无味 而又能使人在中毒之后 片刻之间就全身麻痹的 本指寥寥数种 自己此刻显然中了这种武林罕见的极毒之物 活命已多半无望了 那么 一个快将死去的人 又何须在隐藏自己的情感呢 自从一见管宁 他心中便有了难以了解的微妙感觉 而此刻 这份难以了解的感觉已变得十分明显了 他抬起头 突然想起一个风流的诗人 曾经将圣人所说的 招文道 稀死可以 这句话变成招文爱 稀死可以 于是 他不禁又幸福地一笑 因为他虽然将要在黄昏中死去 却已在清晨寻得了自己从未有过的爱情 然而这笑容在管宁眼中 却远比世上最最凄惨的哭声还要悲哀 他想到这少女竟将他身旁仅有的一粒灵药 为着自己给了那白袍书生 而此刻 等到他的性命需要这里丹丸延续的时候 却已无计可施了 那么 管宁黯然长叹一声 说道 我虽不杀博人 可是博人却为我而死 爱 管宁呀管宁 你常常自命为大丈夫 可是此刻 你却只得眼看着一个少女 为着你而死在你的怀中 一念至此 他只觉自愿自救之情 从中而来 不可断绝 就连他扶着灵影的一双手掌 都不禁为之颤抖起来 因为除了这些感觉之外 更令他感动的是 这少女虽是为他而死 却没有半句怨言 他自幼极富才子之欲 平生受到的称赞与爱护不知多少 可是像这种足以令他刻骨铭心的深情 他却是有生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 灵影也感到他手掌的颤抖 他也体会到他此刻的心境 于是 他强自淡然一笑 道 你根本没有江湖经验 遇上这种事 上当还情有可原 可是我 我自命聪明 其实 却是个最大的傻瓜 他微弱的语声稍稍一顿 又道 其实我本就早该看出 那老头子不是好人了 我方才在说话的时候 他走到我身后 我还不知道 如果不是身怀绝技的人 又怎能做到呢 他虽想强颜欢笑 却忍不住悠悠一叹 说道 可是 你看我有多笨 我还是将那盏茶喝了下去 不过 话由未了 门外夜色之中 土地传来一阵狂笑之声 一人随意做歌道 壮志消磨已尽 恩仇何时可了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数十年有限年华 转眼烟势云霄 多 去去 修修 说什么壮志难消 说什么恩仇未了 且将未尽年华 放荡山水逍遥 歌声高亢 烈士穿云 前半段唱得悲愤高昂 有如楚王夜歌 后半段却是字字句句句 都是发人身形的龙舟轻唱了 管宁呆呆听着这歌声 只听得如痴如醉 竟忘了出去查看一下 这高歌狂笑之人 是否就是那诡异 难测的老年乔子 那只歌声一注之后 狂笑之声又响 一个苍净清朗的口音 缓缓说道 饭中半滴七毒神水 尖上一掌赤煞毒掌 茶中半份追魂夺命散 这一掌 一水一伞 渐渐皆是追魂夺命 渐血封侯之物 你既是黄山翠秀的弟子 势必也该知道 只是老夫二十年来 已将恩仇看淡 是以毒水只是半滴 毒掌未施毒力 只是稍作警戒 否则纵是大罗金仙 只怕也早已死了三次 这语声略为一顿 又道 你此刻身上虽有毒意 但甚是轻微 只要将老夫留在桌上的一幅 解毒散伏下 半个时辰之内 便可无事 回去寄予黄山翠秀 就说西年勾露故人 虽未死去 却已将恩怨仇杀之事 忘得干干净净 你两人年纪还轻 日后说话 也得留意三分 否则 老夫若是当年脾气 你两人这一刻焉有命在 语声一如歌声 字字声如金石 只听得管您 灵影 巨都目瞪口呆 他话声方了 灵影突地大喝一声 长声而起 掠到门外 大呼道 老前辈是谁 老前辈慢走 夜色之中 狂笑高歌之声又起 歌道 昔年逍遥鬼 今日采桥人 恩仇已忘却 逍遥天下行 风声如浪 树声如涛 歌声却渐行渐远 渐远渐低 渐低渐消 终归寂静 虽有鸟鸟于音 未觉 但转瞬间 亦被风声吹净 灵影呆呆地站在门边 心中静不知是喜 是愁 是怒 管宁却在呆呆地 望着门外的夜色 耳畔似乎还响着 那高亢的歌声 一时之间 心胸中淡觉热血沸腾 恨不得立刻追上 这满身峡谷争容 满腔豪侠气的老人 向他说出自己心中的赞配 无言地沉默许久 管宁方自走到暗间 点起灯光 将一包压在竹台下的药伞 取来与灵影伏下 药伞之中 微微有些苦涩之意 这苦涩的药伞 被水冲入灵影口中 却化作了满心感激之情 他目光宁地管宁 悠悠叹道 我只当勾露欺鬼 据是十恶不赦之徒 哪知其中竟有如此慷慨的奇人 爱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逍遥鬼 虽未将仇人害死 却患得仇人的满心崇敬 这不是更好的多吗 果然不出片刻 灵影身上的麻痹之意 一尽消去 但躺在床上的白袍书生 却仍昏迷未醒 管宁 灵影 促膝对坐 经过了方才一段 惊心动魄之事 使得他们彼此了解了 对方的情感 此刻他们两人心中 便不觉 充满了柔情蜜意 灯光如斗 始终昏黄 管宁晴不自禁地伸出手掌 握住灵影一双鲜鲜玉手 两人虽然无言相对 但这无声的沉默 却远比有声的言语 还要珍贵得多 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种超然的意境 又岂单 只有那江州司马才会领略 夜色越来越浓 灯眼越来越淡 灵影抬头清醒问道 你从哪里来 想到哪里去 管宁叹息一声 暗问自己 想到哪里去 目光转向灵影 灵影正默默地望着她 等待着她的回答 声像是在等待着她 回答她需要知道的事 于是她悄然放开了手 望着那如豆灯火 缓缓说道 我出来已久 本来已该回家的 可是却偏偏让我遇着这么多事 我若是将这些事都置之不顾 那么非但我心不能安 只怕那些人也不会放过我 可是 爱我若是不回家 她突然想起家里还有许多等待着自己的人 也突然想起自己父母慈祥的笑容 一时之间 心胸间又被私亲之情充满 灵影悠悠长叹一声 吹手道 你的家一定快乐得很 有爸爸 妈妈 爱 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让一些人有温暖的家 却让另一些人没有家呢 管宁目光台处 昏黄的灯光中 她面上的笑容又复隐去 长长的睫毛覆盖的眼瞼下 似乎泛起了两粒晶莹的泪珠 于是她忍不住又握住她的手 想对她说两句安慰的话 可是她心中已有着一分浓重的忧郁 却又怎能去劝慰别人呢 哪知灵影眨动一下眼睛 徒弟轻轻一笑 柔声问道 你的家在哪里 第五章 奔情难了 管宁道 北京 你去过北京吗 那可真是一处好地方 虽然风沙吹在你身上 却会使你感到温暖 就像是 就像是慈母的手 在轻轻抚弄着你的头发似的 此刻她心中满是柔情蜜意 是以说起话来 言辞也像是诗句一样 灵影呆了一呆 喃喃自语 慈母的手 在俯弄着你的头发 呀 这是多么美啊 可是 哎 我连这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 管宁心弦一阵 按道 我怎地如此糊涂 偏偏要揭起人家心中的伤心之事 却见灵影欺然一笑 又道 我早就听人说起北京城 可是总没有机会去 喂 我陪你回北京城好不好 去看看你的家 然后 然后我们再一起出来 来做你应该做 还没有做的事 一面说着 一面她却不禁垂下了头 一朵红云 便又自她夹边生起 管宁只觉心中一甜 将自己的手掌握得更紧了些 轻轻问道 真的 灵影的头垂得更低了 此刻从她身上 再也找不出半分骄纵刁蛮的样子 她低低地垂着头 望着自己的脚尖 轻轻回答 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 为什么还要问我 于是 又是一阵幸福的沉默 又是一阵寒情的宁地 很久很久 她们心里都没有去想别的事 但是昏迷着的白袍书生 吐地沉重地喘息一声 这一声喘息 却将她们又惊回现实 而忧郁的灵影 此刻 净徒又轻轻笑了出来 她眼睛明亮地眨动一下 似乎已忘记了自己悲惨的身世 笑着说道 对了 到了河北 我还可带你去找一个奇人 这位奇人 不但武功极高 而且还是武林中有名的神医 你朋友中的什么毒 她也许能够看出来 甚至能够替她解毒 也说不定 她与生微顿 一笑又道 当然我们要先回到你的家去 看看你爹爹妈妈 让他们不要为你担心 此刻 她就像是个温柔的妻子似的 处处为她打算着 管宁心中 纵有千万件困惑难解之事 但 在这似水的柔情中 也不禁为之浑然忘却 而换成无比幸福的憧憬 于是她一字柔声说道 我们可以叫辆大车 将她放在车上 然后 我们一人骑一匹马 因为只有骑在马上 才可以看到沿途的美丽风景 说到这里 她突地想起和她一起来的男儿 突地想起了男儿那一双活泼而顽皮的眼睛 便不禁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道 可惜的是 你没有看到男儿 你不知道 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 灵影了解她的悲伤 也了解真正的悲伤 不是任何言语能够化解得开的 便默默地倾听着她的话 倾听着她叙述男儿的可爱 于是 她也了解到 人们在倾诉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是多么可爱的时候 她心里该有一分多么沉重的悲哀 他们一起走到床头 服侍着游自昏迷 未醒的白袍书生 这一双生巨质性的少年男女 在为自己的幸福高兴的时候 却并未忘记别人的悲伤 他们都知道 此刻躺在床上的人 不但有着一身惊人的武功 还一定有着一段惊人的往事 而此刻 他却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 像是一个平凡的人一样 因之 他们对他 便有了一分浓厚的同情心 虽然他们全都不认识 也不知道他不但武功惊人 往事惊人 而竟是当今武林中 最最惊人的人物 人是多么奇妙 他们此刻若是知道他是谁 只怕不会再有 这份浓厚的同情心 北京城 这千古的名城 就像是一个大情大幸 大哭大笑 大喜大怒 大饮大事的豪杰之事一样 冬天冷得怕人 夏天却热得怕人 管民回到北京城的时候 秋天已经过去 漫天的雪花 正替这座千古的名城 加上了一层银白的外衣 虽然雪花漫天 但是京城道上 行人仍然是匆忙的 他们夹杂在匆忙的行人里 让马蹄悠闲地 踏在积雪的官道上 因为他们知道 北京城已将到了 又何须在匆忙 穿着价值千金的雕球 跨着千中选一的骏马 伴着如花似玉的家人 眼看自己的故乡在望 管您此刻真是幸福的人 路上的人 谁不侧目羡慕地 向这翩翩公子望上两眼 而灵影呢 虽然是冬天 虽然吹颂着漫天雪花的北风 吹在人身上 已有刺骨的寒意 但是她的心 却像是在春天一样 应知她谈唇轰日 媚体迎风 寒娇细雨 乍笑还春 也像是在春风中一样 车轮滚过 已将凝结成冰的积雪 拈起一道细碎的冰花 马蹄踏在雪地上 蹄声中像是充满喜悦之意 秃地 灵影叫呼一声 北京到了 管您抬起头 北京城雄伟的城墙 已远远在望 于是便也喜悦地低呼一声 北京城到了 这漫长的旅途中 她虽享受了 她一生之中 从未想过的似水柔情 但是夜深梦回 小窗凝坐的时候 她还是未能望去四名山庄中 那一段血自淋漓的凄惨之事 于是她小心地将那串 如意清钱中的清钱摘下一枚 于是她开始更深切地了解 武学一道的深奥 绝不是自己能够梦想得到的 自己以前所学的武功 在武学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这枚清钱中的柔卷 卷上面写满了天下学武之人 梦寐难求的内功奥秘 夜深之中 她像是临考前的秀才似的 彻夜地沿袭着这种奥妙的内功心法 幸好她武功虽差 但也曾修习过一些内加的入门功夫 再加上她绝顶的聪明 因之 她在沿袭这种奥妙的心法的时候 便没有什么困难 一天 两天 白天车行不断 旅途甚为劳碌 晚上她却彻夜不眠 沿袭着武林中至深至傲的内功心法 奇怪的是 她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地如此劳碌 精神不但丝毫没有困倦 反而比以前更为焕发 只等到天气很冷的时候 她中夜不眠 衣上单薄的身骁独坐 也没感觉到有丝毫含义 因之她知道自己的心情没有白费 也知道这串如意清钱 之所以能够被天下武林中人视为至宝 不惜以性命交换的原因了 但是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 要向一个终日厮守 又是自己心目中所爱的人 隐藏一件秘密 却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她曾经不止一次 想把这件秘密说出来 说给灵影知道 但她又不止一次地忍住了 因为她心底有一分自己不愿解释的恐惧 她生怕这串如意清钱会在她和灵影之间 造成一道阴影 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上 她曾经用了许多方法 向许多武林中人旁敲侧击地打听 打听的结果全都一样 那就是多年以来 如意清钱是不祥之物的传言 已在江湖中流传很广 何况纵非如此 她也觉得不该将这件秘密说出来 因为她依然是自己最最亲近的人 可是这一串如意清钱认真说来 此刻尚非自己所有 而她也立下决心迟早一日 自己总该将她交回原主公孙佐足 她有时甚至会责备自己 不该私自研习这如意清钱上的武功 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却又使得她为自己解释 这串如意清钱 是在我交还给公孙佐足之后 又被她抛在地上 我才识到的呀 此刻 她望着北京城雄伟巍威鹅的城墙 一时又忘却了这许多令她烦恼的事 她心中喜悦地感叹一声 暗自存到 游子终于回到家了 台幕望处 北京城不正向已张开手臂 在迎接她的归来吗 一进入城门 灵影不禁又未知喜悦地交换一声 满天的雪花下 一条宽阔平直的道路 笔直地扑向远方 道路两旁的树木虽已凋落 但密之球干 依稀仍可想见春夏之时 浓阴扎地 夹到成春的盛景 树干后面 有依次置笔的店家 店门前多半挂着一层厚重的棉布门帘 一个手里捧着一壶水烟 满头白发如银的老人 推着一辆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火炉的手车 悠闲地倚在囚结的树干上 吸一口水烟 便嘹亮地喊一声 烤白薯 嘹亮地喊声 在寒风中传出老远 让听的人都不自觉地享受到一份热烘烘的暖意 这是一座多么淳朴 多么美丽的城市 久关于江左风物的灵影 骤然见着这城市 心胸中的热血 不禁也随着这老人 纯真简单的喊声飞扬了起来 飞扬在漫天的寒风的雪花里 这就是任何一个人出到北京的感觉 而千百年来 这份感觉也从未有过差异 就只是这匆匆一瞥 就指这一句淳朴的呼声 就指这一淳朴的老人 已足以使你对北京留下一个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辆四面掩盖着风棚的四马大车 从一条斜路上急驶而来 赶车的车夫一身轻步短棉袄 精神抖擞地挥动着马边 突地一眼 瞥见管宁 口中便立刻逮而呼哨一声 左手一乐马将 马车疏得停住 他张开大口 哈哈直乐 一面大声叫道 管公子 你老可回来了 这不是快有两年了吗 哦 两年可真不短呀 难为你老还记得北京城 还记得回来 管宁乐马一笑 笑容中不禁有些得意 他心中想的确实 两年来 北京城还没有忘了我 杨边一笑 朗声说道 飞车老三 难为你还记得我 余声未了 马车的风鹏一扬 车窗大开 从窗中探出几个满头朱翠的禽手来 竖道抛拨 一起钉在管宁脸上 骑得娇声唤道 管公子 真的是您回来了 可真把我们想死了 前些天四成的金大少 卷莲子胡同的齐三少爷 还都在提着您啊 这些日子 您是到哪了啊 也不写封信 回来给我们 您看 您都瘦了 外面虽然好 可总比不上家里啊 燕雨英声 顿时乱作一处 远远立马一旁的灵影 看到眼里 听在耳里 心中真不知是什么滋味 幸好没有多久 赶车的飞车老三 扬边一呼 这辆司马大车 便又带着满车利人 绝尘而去 于是 等管宁在赶马到他身旁的时候 他便不禁兴眼微称 柳眉重贫地娇称着道 难怪你那么着急地 要回北京城来 原来有这么多人等你 秃地语声一变 尖着嗓子道 你看你 这么瘦 要是再不回来啊 就要变成瘦猴子了 说到后来 他自己也忍不住扑齿一声 笑出声来 因为他此刻虽有度议 却不是善度地泼妇 因之还能笑得出来 就在这温馨的笑声中 他们又穿过许多街道 在这些街道上 不时有人向管宁打着招呼 有的快马扬鞭 锦衣胡球的京城辖哨 听到管公子回城的消息 也多快马赶来 站在道旁 含笑续阔 也有的轻袍缓带 文文尔雅的京城名士 和他对面相逢 便也驻足向他寒暄道 管兄进来可有什么佳作 林颖直到此刻 才第一次看到管宁真正的欢笑 他开始知道 他是属于北京城的 这正如北京城 也属于他的一样 终于 他们走入一条宽阔的胡同里 胡同的南方 是两扇红漆的大门 大门口有两座高大的石狮子 像是中古都没有移动似的 默默地相对蹲聚着 林颖心念一动 暗存道 这就是他的家吧 他一路上都在幻想着自己走入他家时 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而此刻 已走到了他的家 不知怎的 他心中却有了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这心高气傲的少女 走过许多地方 会过许多成名人物 但是他生出这种感觉 此刻却是生平第一次 于是他愁出地停下马来 地声道 你回家吧 我在外面找个地方等你 管宁一愣 再也想不到 此刻他会说出这句话来 嫩嫩说道 这又何苦 这又何苦 我在家里最多待个三五日 便和你一起到妙峰山去 拜访那位武林名医 你 你不是和我说好了吗 灵影威勒缰绳 心里虽有许多话要说 可是到嘴里 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缓缓伸出手 扶着身旁的车员 这辆车里 正静躺着那神秘 而失去记忆的白袍书生 这武林一代高手 此刻 却连站起来都不能够 管宁一手抚摸着前额 一手握着淡青色的马匠 他胯下的梁居 也像是知道 已回到故居之地 不住地昂首思鸣着 末地 朱虹的大门边 一道侧门压地开了一半 门内传出一阵娇柔的笑语 随之走出三五个手腕竹篮 子断短袄 轻步包头的妙龄少女来 一眼望见管宁 起得交换一声 脱口叫道 少爷回来了 其中一个头腕双击的管室丫鬟 抿嘴一笑 声音突地转低 低得几乎只有他自己听见 你路走得真慢 比管夫整整慢了一个多月 管宁微微一笑 飞身下了马 走到灵影马前 一手挽起脚环 再也不说一句话 向大门走了过去 马上的灵影微起鹰唇 像是想说什么 却又忍住了 默默坐在马上 打量着从门内走出的这些少女 而这些少女 也在呆呆地望着他 他们再也想不到 自家的公子 会做人家牵马的马夫 这位姑娘是谁呢 大家心里都在这么想 管宁也从他们吃惊面色中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干咳一声 故意扳起脸来 沉声喝道 还不快去开门呢 少女们骑得弯腰一扶 杂乱地跑了进去 跑到门口 忍不住爆发起一阵笑声 似乎有人在笑着说道 公子回来了 还带回一位媳妇 那可真漂亮着啊 于是 朱红的大门开了 公子回家的消息 立刻传遍全宅 这富豪之家 中上至管室 下至火夫 就都一窝蜂式地 迎了出来 身是孤苦 尝于深山的陵营 出道虽已有一段 不短的时日 但所接触的 不是刀头是血的 草则豪雄 便是快意恩仇的 武林侠士 这些人纵然腰缠万贯 但又怎能和这种 世责绵长的世家 巨族相比 是以他陡然接触到 这些豪富世家的富贵气象 心中难免有些恍然失措 就生像是有一只小鹿 在他心中乱闯似的 但是 他面上却绝不将 这种恍然失措的感觉露出 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这些家奴 七手八脚地接着行李 七嘴八舌地问平安 有的 称长脖子往那辆大车中探视 一面问道 公子 车子里面是不是你的朋友 有的却将目光四扫 问道 男儿呢 这小顽皮到哪儿去了 这一句问话 使得管宁从咒回故宅 欢会故人的欢乐中 惊醒过来 他心头一震 输然意气 男儿临死前的凄惨笑容 也输然意气 他临死前向自己说的话 低头黯然伴上 沉声道 杜姑娘呢 站在他身旁的 便是被他打发 先回家的管服 闻言似乎一愣 半赏方 自会过意来 陪笑答道 公子 你感情说的是闻香吧 他才奇怪 公子怎会将一个 内宅的丫鬟 称为姑娘 他却不知道 管宁心感男儿 对自己的恩情 又怎能将他的姐姐 看成奴婢呢 何况从那次事后 他已看出 这姐弟两人屈身为奴 必定有一段隐情 而他们姐弟 虽然对自己身世 讳莫如深 却也必定有一段 不凡的来历 管宁微微汗手 目光四下搜索着 却听管服又道 方才公子回来的时候 闻香也跑了出去 站在那边屋檐下面 朝这边来 不知怎的 突然掩着脸 跑到后面去了 大概是突然头痛了吧 管宁恩了一声 心中却不禁大齐 存道 他这又是为什么 难道他已知道 男儿的凶讯 但是 这似乎没有可能呀 他看不到弟弟 至少也该询问才是 他心中又开始 兴起了疑惑 但是等到 内宅有人传出 老夫人的话 让他立刻进去的时候 他便只得 暂时将心中的 一念放下 慈亲的垂寻 使得他 饱经风霜的心情 像是被水洗涤了一遍 这一对 富寿双全的老人 虽然经议自己的爱子 怎会带回一个少女 但是他们的心 已被爱子归家的 欣慰充满 再也没有心情去想别的 只是不断地 用慈爱声音说道 下次出去 可再不能一去 就这么久了 这些日子来 你看到些什么 经历过些什么 嗯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年轻人出去走走也好 可是亲在不远游 你难道都忘了吗 管宁垂手答应着 将自己所见所闻 选择了一些欢悦的事 说了出来 他当然不会说起 四名山庄中的事 更不会说起自己 已涉入五连恩怨 拜见过双亲 安排好白袍书生的养伤之处 又将灵影带到后园中 一栋精致的房里 让他洗一洗多日的 风尘劳顿 然后他回到书房 找了个懂事丫鬟 叫他把杜姑娘找来 他不安地在房中躲着步子 不知道该用什么话 说出男儿的凶训 又想起男儿临死之际 还没有说完的话 不接暗自寻思 他还有什么要我做呢 不论是什么事 我纵然赴汤蹈火 也得替他做好 换人的丫鬟回来 却没有带回杜姑娘 皱着眉说道 他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关起房门在房里 我说公子叫他 他也不理 言下对这位杜姑娘 大有责备之意 恨不得公子立刻叫管事的 去痛骂他一顿 才对心思 管宁心中却为之一领 考虑一会 毅然道 带我到他房里去 公子要亲自到丫鬟的房间 在这豪富世家之中 却是闻所未闻 就是管宁自己 走到他门口的时候 脚步也不禁为之愁疏起来 但心念一转 又不禁长叹一声 存道 管宁呀管宁 你在男儿临死的时候 曾经答应过他什么话 他为你丧失了性命 你却连这些许嫌疑都要避讳 一念至此 他挥手喝退了跟在身旁的丫头 大步走到门口 伸手轻轻敲了敲门 庄容站在门外 沉声说道 杜姑娘 是我来了 夕阳将落 斜辉将对面乌雨的阴影 沉重地投到这间房门上来 门内一个娇柔的声音 低沉着说道 进来 管宁又愁愁半赏 终于推开了房门 艰难地抬起脚步 走了进去 若不是他生具质性 对一只一字远比李字 看得重些 他便再也没有勇气 跨入这间房门一步 巨大的阴影 随才推开的房门 沉重地压入这间房中来 房子里的光 是暗暗的 管宁目光一转 只见这杜姑娘 正自当门而立 云并松乱 心目之中 隐含泪光 身上净穿的是一身黑段禁装 满面七碗悲愤之色 一言不发地望着自己 他不禁为之一愣 哪知道杜姑娘 突地冷冷一笑 缓缓道 公子光临 有何吩咐 还请公子快些说出来 否则 婢子也不敢驱留公子打架 雨声虽然娇柔 却是冰冷的 管您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 沉声道 再下次来 却是有些事要告诉姑娘 他雨声微顿 却见他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 完全没有让自己进去的意思 便指得长叹一声 硬着头皮 将自己如何上了四名山 如何遇着那等奇鬼之事 以及男儿如何死的 一字一字地说了出来 说到后来 她已是满身大汗 自觉自己平生说话 从未有过 比此刻更费力的 这度姑娘却仍然呆立着 一双明眸 失神地望着门外 就像是一尊石像似的 面上木然没有任何表情 心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管您不禁从心底 生出一阵寒意 这少女听了自己的话 原该失声痛哭的 此刻为何大反常态 她心中争冲不已 哪知这少女 竟突地惨呼一声 转身扑到床边的 一个小脊前面 口中不断地低声自语 喋喋不孝的语儿 对不住你老人家 对不住你老人家 声音凄惨悲愤 有如九冬圆体 管您呆呆地愣了一会 两颗泪珠忍不住夺况而出 道姑娘姑娘 可是下面的话 她却不知该说什么 缓步走了两步 她目光一转 心中突有一阵 那床边的小脊上 竟放着一个持许长的 白目灵位 灵位上面赫然写着 今晚铁剑杜手舱 总雕头之灵 而灵位前面 却放着一盘 金光闪烁的弹丸 和一柄寒气森森的长剑 暗淡的微光 照着这灵位 这金丸 这铁剑 也照着这悲戚豪哭的少女 不住起伏的肩膀 使得这充满哀痛之意的房间 更平添了极许凄凉 森冷之气 管宁只觉自己心胸之中 沉重得几乎透不过气 伸手一抹泪痕 沉声低语道 姑娘 囊儿虽死 爱 姑娘另遵的深仇 小可虽然不才 却 他欺忆着 心中思潮如涌 竟不能将心中的话说出来 但他此刻已经知道 这姐弟两人的身上 必定隐藏着一段血海深仇 而他也下了决心 要替他们让这段深仇得报 拿着这少女哭声突地一顿 豁然站起身来 拿起己上的长剑 笔直地送到管宁面前 管宁失神地望着 剑剑在自己面前颤动 也感觉到面前的森森剑气 但却丝毫没有移动一下 因为这少女此刻 纵然要将她一剑杀死 她也不会闪避的 暗影之中 只见这少女轩眉四剑 瞪目如灵 目光中满是悲愤怨毒之色 管宁不禁长叹一声 缓缓地倒 令地虽非在下所杀 但却是因在下而死 杜姑娘若要为令地复仇 爱 就请将在下一剑杀雀 在下一剑杀雀 在下一剑死而无怨 她自存这少女悲愤之中 此举必是已将 男儿惨死的责任 怪到自己身上 哪知她与生方了 眼前剑光突地一脸 这少女手腕一抖 常见凌空一转 打了个圈子 突然伸出母 十两指 垫也似的捏住剑尖 这长剑竟变成剑柄在前 剑尖在后 管宁正了一阵 只见这少女冷哼一声 却将剑柄塞在自己手里 一面冷笑着道 我姐弟生来苦命 姓蒙公子收留 才算有了脱身之处 男儿惨死 这只怪我不能维护落地 又怎能怪得了公子 她语句虽然说得极为期晚 但语声却是冰冷生硬的 语气中一满寒分意 管宁不禁又为之一呆 她从未听过 有人竟会用这样的语声 语气说出这样的话来 只听她语声微顿 竟又冷笑一声 道 只是杜宇却要斗胆 请问公子一句 我那苦命的弟弟 是怎样死的 若是公子不愿回答 只管将杜宇也一并杀死好了 犯不着犯不着 说到此处 她竟又忍不住 微微啜泣起起来 下面的话 竟不能再说下去 管宁不禁大齐 不知道她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沉吟半上 沉声道 另地死因 方才在下已告知姑娘 此事在下已是付酒多多 对姑娘所说 怎会有半字虚言 姑娘若是 她话又未了 这少女杜宇却竟又冷笑接口道 公子是聪明人 可是却未免将别人都看得太笨了 公子既然想帮着她将我们度假的人都斩草除根 那么 那么又何必留下我一个苦命的女子 我 我是心甘情愿地死在公子手上 手腕一送 管宁连退两步 让开她笔直 送到自己手上的剑柄 呆呆地望着她 只见她面上泪痕未干 啜泣未止 但却又强自将这份悲哀 隐藏在冷笑中 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态呢 管宁只觉自己心中思潮纠结 百思不得解 不禁暗问自己 她是谁 为什么要将度假的人斩草除根 台幕望去 杜宇也正顺也不顺地望着自己 她一双秋波中 竟像是缠结着 不知极许难以分化的情感 不禁长叹一声 沉声说道 姑娘所说的话 在下一句也听不懂 只是在下去知道 这其中必定有一段隐情 姑娘也必定有一些误会 姑娘若信得过在下 不妨说出来 只要在下有能尽力之处 哎 刚才在下已说过 便是赴汤蹈火 亦是在所不辞的 杜宇兴谋微闪 却仍直视在管明面上 像是要看透她的心事的 两久两久 她方自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 男儿是不是被那和你一起回来的女子杀死的 雨声之缓慢沉重 声像是她说出的每一字都花了她许多气力 管宁心中却不禁为之一震 脱口道 姑娘 你说的是什么 杜宇目光一转 幼腹充满怨毒之色 冷哼一声 沉声说道 她叫灵影 雨声一顿 瞪目又道 是不是 灵影这名字出自杜宇之口 听入管宁之耳 管宁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只觉杜宇在说这名字的时候 语气中知怨毒之意 沉重浓厚 难以描述 心中大惊存道 她怎地知道她的名字 这第一个她指的是杜宇 第二个她字 指的自然是那已和她互生情愫的灵影了 心念一转 又存道 难道她与她之间竟有着什么仇恨不成 目光抬触 只见杜宇冷冷地望着自己 一字一字地借着幼子说道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管宁茫然地摇了摇头 杜宇冷冷又道 她就是杀死我爹爹的仇人 也就是杀死男儿的人 是不是 这三句话的语气 越发沉重缓慢 管宁听来 只觉话中句句字字 都有如千金铁锤一般 积在自己心上 只听她冷冷再说了一遍 令地却非她所杀 令地怎会是她所杀 她怎么杀死男儿 此刻她心中紊乱如麻 竟将一句意义相同的话 翻来覆去地说了三次 杜宇秃弟欺然一笑 无限期晚地说道 你又何必再为她隐瞒 我亲眼见她杀死了爹爹 虽非亲眼见她杀死男儿 但 管宁定了定神 知道自己若在如此 此时误会更深 干渴一声 截断了杜宇的话 一挺胸膛 朗声说道 管宁又读圣贤之书 平生自问 从未说过一句欺人之话 姑娘若信得过管宁 便请相信 另得却非她所杀死 杜宇微微一愣 只觉面前 这少年语气之中 正气凛然 叫人无从不相信 她说的每一句话 目光一锤 低声道 真的 管宁坚定地点了点头 又字接道 至于另尊致死 爱 她年纪上轻 出到江湖也没有多久 只怕姑娘误认 也未可知 她一探之后 说话的语气 便没有先前的坚定 只因她根本不知其中的真情 说话便也不能确定 杜宇双目一抬 目光连连闪动 泪光右腹盈然 猛听枪狼一声 她手中的长剑已落到地上 目色已重 房中也就更为阴暗 她呆呆地助力半上 呼得连退束步 扑得坐到床侧 明目门外沉重的阴影 欺然一叹 缓缓说 七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 爹爹 男儿和我 一起坐在紫藤花的花架下面 月亮的光 将紫藤花架的影子 长长地印在我和爹爹身上 妈妈端了盘 新开的西瓜 放在紫藤花的架子上 晚风里也就有了 混合着花香瓜香的气味 管宁出神地听着 虽然不知道这少女 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番话来 但却只觉她话中 充满幸福柔情 天伦的乐趣 她虽然生长在豪富之家 父母又对她极为钟爱 但却从未享受过 这种温暖幸福的天伦之乐 一时之间不觉听得呆了 只见杜宇仍自呆呆地望在门外 她似乎也回到七年前 那充满柔情幸福的境界中去了 而将自己此刻的悲惨之事 暂时望去 一阵暮风 自门外吹来 带入了更沉重的暮色 管宁目望处 却已看不清杜宇的面目 只见她斜斜已在床檐的身躯 像是一只柔逊的猫一样 心中不禁一动立刻泛起了另一间少女 那骄纵天真的样子 却听杜宇已接着说道 我们就慢慢地吃着瓜 静听着爹爹为我们讲一些 她老人家当年纵横江湖的故事 妈妈靠在爹爹身上 男儿靠在妈妈身上 大大的眼睛闭了起来 像是睡着了 爹爹就说 大家都去睡吧 哪知道 哪知道 哎 她一声长叹 结束了自己尚未说的话 管宁只觉心头一颤 恨不得立刻夺门而出 不要再听她下面的话 因为她知道 她下面要说的话 必定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而声据至情至性的她 却是从来不愿听到 世上悲惨的事的 但是她的脚步却没有移动 而杜宇一声长叹之后 便立刻接着说道 哪知爹爹方子站起身来 院子外面突然传来 冰冰冷冷的一声冷笑 一个女人的声音 缓缓道 肚 她没有将她爹爹的名讳说出来 轻轻咬了咬嘴唇 才接着说道 那个女人说要爹爹快些 快些去死 我心里一惊 扑到爹爹身上 爹爹站在那里 动都没有动 只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叫我不要害怕 但是我却已感觉到 爹爹双手已有些颤抖了 她言简一合 想是在 追溯着当时的情况 又像是要忍着 墓中又将流下的泪珠 管宁也不禁将心中 将要透出的一口气 强自忍住 像是生怕打乱她思潮 又像是不敢在 这沉重的气氛中 再加上一分沉重的意味似的 杜宇又自接导 这声音一停 许久许久都没有在说话 爹爹一面摸我的头 一面低声叫妈妈 快将我和男儿带走 但是妈妈不肯 反而站在爹爹身旁 大声叫院子外面的人快些露面 你知不知道 妈妈的武功很好 她语声一顿 欺然一笑 像是在笑自己 为什么说出这种无用的话来 但是她这一笑之中 却又包含着多少悲愤力 只听她沉重的喘息几声 又道 哪知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 院子外面涂地吹进一阵风 院子里就多了两条人影 那天晚上月光很亮 月光之下 只见这两人都是女的 一个年纪大些 一个却只有我一样的年纪 两人都穿着一身绿色的衣裳 我一眼望着墙外 可是却也没有看清 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进来的 管宁心中一寒 绿色衣裳 只听杜宇一口气接道 爹爹一见了这两人 摸在我头上的手抖得 像是更厉害了 但仍然立声道 翠秀夫人来此何干 那年纪很小的女子冷冷一笑 从怀里拿了个黑黑的铁弹出来 砰地泡在地上 一面冷冷地说道 我叫灵影 爹爹见了铁弹 听了这名字 突然一言不发 将我举了起来 往外面一抛 我又惊又怕 大叫了起来 身不自主地被爹爹抛到墙外 管宁忍不住惊讶一声 杜宇又道 爹爹这一抛之力 拿捏得极有分寸 再加上我也练过些武功 是以这一跤 爹得根本不重 我立刻爬了起来 哪知道又是冬了一声 男儿也被抛了出来 被抛在地上 那时他年纪极小 只学了些基本的功夫 这一跤却爹得不轻 马上就放声大哭起来 而院子里 却已响起爹爹妈妈的赤鹤声 和那女子的冷笑声 我想跳进墙去 但男儿怕得很厉害 我那时 心里乱得不知怎么才好 想了想 就先扶起男儿 叫他不要哭 然后就拉着他 一起跳进院子里 此刻他说话的语声 仍极缓慢 但却没有停顿 一口气说到这里 管宁指导他 还要接着说下去 哪知他一顿 隔了许久 却又失声哭了起来 然而 他纵然不说 管宁却已知道 他还没有说完的故事 一时之间 他木然而立 只觉自己全身都已麻木 再也动弹不得 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 夜色已临 这豪富之家的四周 都亮起了灯火 只有这个角落 却仍然是阴暗 而那白杨木质的灵牌 在这阴暗的光线中 却更为触目 这触目的灵牌 在管宁眼中 像是一个穿着白袍的鬼魅精灵似的 不停地晃动 不断地扩大 纵然他闭起眼睛 他却仍然在他眼前 而杜宇的哭泣之声 声像是变成了男儿垂死的低速 此刻他也了解男儿垂死前 还未说完的话 他知道男儿要说的是 要自己为他跌跌复仇 不禁迷茫地低溃道 他为我死了 我又怎能拒绝他临死前的请求呢 何况 何况我以历史答应了他 但是 这仇人 却是曾经给了他无数温情 无限关怀 无比体贴的人 若是老天一定叫他们之间的 一人去死 他一定毫不考虑会选择自己 而此刻 为着道义 为着恩情 为着世间一切道德的规范 他都该去杀死他吗 他 他该怎么办呢 他望着地上的长剑 又一次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 杜宇缓缓地抬起头来 任凭自己的泪珠 沿着面颊流下 抽气着道 我不说 你也会知道 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之中 他们已杀死了我爹爹和妈妈 自此 我虽然没有再见过他们一面 可是他们的面容 我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最后的一句话 虽只短短数字 然而在他口中说来 却生像是有十年那么长久 等到他将这句话再重复一遍的时候 管宁只觉身上每分每寸的肌肤 都为之冻结住了 几乎无法再动弹一下 他垂下头 再抬起来 黑暗中的人影 仍然静静地坐在床侧 就生像是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一样 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回答什么 两人面面相对 虽然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 但却听到对方的呼吸 心跳之声 只因此刻在陡视之中 正是静寂如死 但是房门外 秃地划进一条人影 有如幽灵一般的漫无声息 脚步在门侧一顿 秃幼略起如风 疏然滑向管宁身侧 手掌微幅 先先指尖在管宁腰盘 七门穴上轻轻一扫 长势回处 却拖在管宁肋下 身形毫不停留 竟拖着管宁掠向墙边 轻轻放在一张靠墙的衣裳 这一切事的发生 却是眨眼监视 管宁只觉眼前人影一线 腰盼一麻 便已坐到衣裳 等到他想惊呼反抗的时候 他已发觉自己 不但真的无法再动弹一下 而且甚至连出声都不能够了 杜宇一惊之下 长生而起 脱口惊呼道 你是谁 暗中的人影冷冷一笑 缓缓道 你连我是谁都认不出了吗 你不是说 我的面容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吗 杜宇面容骤变 后退一步 却又碰到床沿 扑到床上 随又长生而起 一个剑步 掠出五步 急伸双手 拾起了地上的长剑 手腕一抖 脚步微错 目光笔直的瞪向 仍然一墙而立的人影 大声道 你是灵影 黑暗中人影冷冷一笑 缓缓道 不错 我就是灵影 就是杀死你爹爹的人 杜宇失声一喊 先腰微扭 剑肩长瘾 突堤一招长河出胶 黑暗中游见寒光的长剑 便电野式地向灵影刺去 灵影轻轻一笑 脚步微错 婀娜身影 便曼妙地闭了开去 杜宇见识威胁 扑地刺到墙上 灵影又冷冷一笑道 就凭你这点武功 要想报仇 怕 哼哼 还嫌太早力 杜宇此刻目自欲裂 早已忘记 自己是个女孩子 扭身撤剑 刷刷又是两招 口中大骂道 你这贱人 你这贱人 快赔我爹爹的命来 纵然如此 恶劣之言 他还是说不出口 一连说了两声 你这贱人 才将下面的话 说了下去 刹那之间 他以电射般发出数招 今晚铁剑杜手舱 西年主持江南大甲标局 剑法暗器 亦是颇负盛名 此刻杜宇急怒悲愤之下 所施展的剑法 虽仍功力稍弱 但却已颇有威力 哪知灵影 却将这有如长河出骄 七海飞龙的剑法 视如儿戏一般 口中冷笑连连 身形腾挪闪斩 在这最多仗于剑方的小势中 竟施展出武林中最上层的轻弓身法 将招招见势都巧妙地毙了开去 管宁学道背点 无助地倒在椅上 只见眼前剑光错落 人影闪动 根本分不清 谁是杜宇 谁是灵影 却知道这两人其中之一 无庸片刻便会倒下一个 而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女子 却是一个对她有恩 一个对她有情 一时之间 她但觉心中如煎如沸 恨不得自己能有力量将他们制止 但她此刻却有如泥塑木雕 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动手之外 便根本没有其他办法 徒弟又是枪狼一声 度于手中的长剑 竟又落在地上 只是这次 却并非因她自己心中激动 而是因为 灵影一招金丝反手 令她无法抵挡 她惊呼一声 连退三步 哪只面前的灵影 却如影复刑般破了上来 手掌一身 眼看明明是拍向她的胸膛 她举手欲驾 哪只腰盘却已一麻 原来灵影的手已优先点在她的七门穴上 冷笑道 你也躺下吧 脚步微深 双手微拖 身躯一转 竟将她也拖在管宁身侧坐下 拍了拍两人的膝头 呼得低声唱道 排排坐 吃果果 好朋友 真快乐 唱得虽是耳歌 但歌声之中 却有无比的寂寞凄凉之意 唱到后来 竟一次低声地啜泣起起来 管宁只觉心中仿佛无数浪涛汹涌 一浪接着一浪地涌向她心的深处 又像是有无数块巨石 一块接着一块地投向她心的深处 她但愿自己能大声呼喊出来 更希望自己能跳起来 捉住灵影的手掌 只见灵影滴滴地垂着头 滴滴地啜气半嗓 突地抬起头 望向杜宇 道 你刚才说了个故事给别人听 现在我也说个故事给你听 她与生停顿了许久 方子接道 从前 有个女孩子 当她很小很小的时候 她爹爹就被一个叫金丸铁剑的人杀死了 那只是因为她爹爹的名字叫做铁丸枪 而那金丸铁剑却认为这犯了她的忌讳 管宁头不能动 口不能言 眼珠却向旁边一转 但却仍看不到杜宇面上的表情 不禁心中常叹 存道 原来此事其中还有如许曲折 却听林莹已接道 这小女孩子运气不好 连个弟弟都没有 一个人孤苦伶仃 到处要饭要了许久 才遇着一个女中奇人 把她带回山 传给她一身武功 而且替她报了杀父的身仇 只是她因为那金丸铁剑 没有将自己杀死 所以她也就放了杜手仓的一双儿女的生路 她与生一顿 秃地转向管宁 大声道 你说 她是不是该报仇的 你说你若是她的儿女 你该怎么办 哼哼 只怕你此刻真的连杜手仓的儿女 也一起杀死了 管宁呆呆地望着她 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只见她的一双眼睛 在黑暗中有如两立明星 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哪知 这明星般的眼睛突然一闭 她竟突地悠悠长叹了一声 缓缓道 但是 她没有这样做 因为她怕这样做 会伤了另外一个人的心 这个人为了报恩 虽然想为杜手仓的女儿杀死她 但是她却一点也不恨这个人 因为 哎 我不说这个人 你也该知道 管宁直觉耳畔 轰然一声 那一浪接着一浪的浪涛 一块接着一块的巨石 此刻都化作一股 无可抗拒的力量 向她当头压了下来 而杜宇呢 她更不知道 自己心中是什么滋味 却听灵影长叹一声 诱导 她虽然脾气很坏 也不是好人 但是现在 她却让自己的仇人 和自己 自己最最喜欢的人 坐在一起 而她自己却立刻要走了 走到很远 很远的地方 这为了什么 这为了什么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说到一半 又开始啜气 说到后来 更以气不成声 雨声方了 徒弟双手掩面 转身奔到门口 脚步又一顿 缓缓回过身来 缓缓走到管宁身前 缓缓垂下头 韩泪说道 我点了你的穴道 是因为怕你在我和他见面的时候 你难以做人 我还不解开你的穴道 是因为我想要你和他多坐一会儿 你 你知道吗 狠狠一顿脚 垫也似的掠到门口 转瞬便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 只留下他悲哀 唾启之声 仿佛在管宁耳畔飘荡着 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情感 又是管宁心中 生出怎么样的感觉 我无法描述这些 因为世间有些 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 事物 本都是无法描述的 你能够吗 现在 管宁和杜宇 又一次可以听到 彼此心跳的声音了 而杜宇 却恨不得自己的心 立刻停止跳动才好 他不能忍受这份屈辱 更不能接受这份施舍的恩惠 他在心中狂喊道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又不禁在心中狂喊道 总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 只是他此刻 这根本无法说话 他心中的狂喊 自然也不会有人听到 门外夜色深沉处 呼得飘下树朵 纯白雪花 转瞬之间 漫天大雪便自落下 寒意也越发浓重 然而 这亲人刺骨的寒意 管宁却一丝 也没有觉察到 此刻 他的四肢 躯体 都肆意不再属于他自己 只有脑海中的思绪 仍然如潮如涌 还有一阵阵 微带甜意的香气 也像是他脑海中的思潮一样 不断地飘向他的鼻端 虽然他的四肢躯体 已因穴道的 背点而麻痹 而这种麻痹 又使他无法感觉到 任何一种 加诸他身体的变化 但奇怪的是 他却仍可感觉到 此刻紧靠在他身盼的 是一个柔软的躯体 他也知道 这柔软的躯体 和那甜甜的香气 都是属于肚宇的 他想将自己的身躯 移开一些 但是黄山脆绣的 独门典穴 名传天下 那灵影所施的手法 自然极为轻微 而有分寸 却已足够使得 他在一个对食之中 全身上下 都无法动弹一下 因此 此刻他便在自己心中 以极为紊乱的思绪之中 又加了一种 难以描摹的 不安之感 在如此黑暗的 静夜之中 和一个少女 如此相处 这在管宁一生之中 又该是一个 多么奇怪的愈合呀 他听得到他呼吸的声音 他又何尝听不到他的 两人呼吸相闻 躯体相接 想到方才那 灵影临去之前 所说的话 各自心中 都不知是什么滋味 杜鱼悄然闭起眼睛 声像是唯恐自己的目光 会将自己心中的 感觉泄露一样 因为他自己知道 当自己第一眼 见着这个 倜傥潇洒的少年 便对他有了 一分难言的情感 这种情感 是每一个 豆蔻年华的 怀春少女 心中惯有的秘密 而他却忍受了 比任何一个少女 都要多的痛苦 才将这份情感 深深地 隐藏在自己心里 许多日子来 他甚至连看 都不敢看他一眼 他将他看成 一株高知修干的玉树 而自己仅是一株 脱避在树下的 若草而已 这种感觉 自然是自怜而自卑的 然而 却已足够使他满足 因为他毕竟 在依靠着他 而他也允许他依靠 管宁出去游历的时候 他期待着他回来 于是 当他知道 他已回来的时候 他便忍不住 从院中悄悄溜出来 只要他对他一笑 已足以使他铭心刻骨 但是 他的确回来了 却带回了一个 美丽的少女 他看到他和这少女 亲密的神情 也看清了这少女 竟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是一分 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 他险些晕厥 在他所助力的屋檐下 回到他独居的小室 取出他父亲的灵位和遗物 换上他仅有的 一身紧身服装 跪在他爹爹的灵位前 痛哭莫倒 他虽然未尝有一日 中断自己武功的锻炼 但是他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 自己绝非人家的敌手 只是 这却也不能阻止他复仇的决心 哪知 他却突然来了 此后每件事的发生与变化 都是他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而此刻 他被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安排和他紧紧坐在一起 他心里虽然悲愤 哀伤 痛苦 却还有一分其他的感觉 这种感觉便就是他不敢泄露出来的 他多么愿意 自己能永远坐在他的身盼 一起享受这份黑暗 寒冷 但却美丽的宁静 他虽然绝顶聪明 却再也想不到他心中会有这种情感 他只是在想着 灵影临去时的眼波与身影 一幕幕记忆犹新的往事 使得这眼波与身影 在他心中的分量更行沉重 他又怎会想到 四名山庄小桥前的匆匆一面 此刻竟变成永生难忘的刻骨相思 一阵较为强烈的风 卷入了数片雪花 门外静静的长廊上 突地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一个娇柔的声音滴滴呼唤着 公子 公子 管宁双目一张 抬头望去 只见门外黑暗之中 仿佛有了些许微光 这呼唤之声也越来越近 他知道这是家中的丫头 来寻找自己了 微光越来越亮 呼唤之声也越来越近 管宁心中又是高兴 却又有些难堪 他们若是见了我和闻香 这样坐在一起 又会如何想法 哪知 呼唤之声 脚步之声 突地一起顿住 那声音却滴滴说道 前面是闻香的房间了 公子怎么会到那里去了 另一个声音立刻借口说道 前面那么黑 看样子 闻香那妮子 一定是因为有点不舒服 所以睡了 我们还是别去吵他吧 于是脚步声又渐渐远去 在这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中 依稀仍可听到 可是公子到哪去了呢 这可真怪 找不到他 老太爷又该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 知道先前带着自己来到此处的那个丫头 必定没有将此事说出来 是以他们才找不到自己 但是 他们若找不到我 我岂非要这样担上一夜 他又不禁为之交集 就算他们找到了我 却也无法将我的穴道解开啊 心中一动 突地想到自己 在归途上一路 暗暗休息的内功心法 我姑且试试 也许他能帮我解开穴道 也未可知 一世之间 许多种对那如意清前妙用的传说 又附涌上心头 这件武林秘宝上所记载的武功 是否真的有如许妙用呢 他暗中一正心神 并觉杂念 将一点真气 凝集在方寸之间 一面又自暗中存到 这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 只要等到我自己试验一下 便可知道了 真气的运行 起初是艰难的 艰难的几乎已使他完全灰心 他却不知道一个被点中学到的人 暗中运气调息 本事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若非他得到这种妙诀天下的内功心法 便让他在苦练十年 只怕也难以做到 但是 无庸片刻 他自觉真气的运行 一开始活泼起来 上下十二重楼 行走 撒溜周天 他暗中狂喜地呼喊一声 方黛冲破腰盼那一点将目处 哪知门外又覆响起一阵脚步之声 其中还夹杂着操乱的人声 险见这次走过来的人数 远叫方才为多 且也远叫方才快些 刹那之间 门外映入灯光 脚步声已到了门口 管宁心头一跳 张目望去 只见三两个轻衣小环 已拥着一个身着将子长山的 中年汉子走了进来 屋中的景象 在这些人的眼中 却乎是值得诧异的 那中年汉子惊呼一惊 疏然止住脚步 口中说道 公子 你在这里 他再也想不到 这位公子竟会在黑暗之中 和一个府中的丫鬟坐在一处 那三个轻衣丫鬟 更是惊得目定口呆 几乎将手中举着的竹台 都惊得掉在地上 杜宇暗中娇嗔一声 赶紧闭起眼睛 他了解这些人心里所想的事 心中正是羞愧焦急 恨不得自己能立刻躲到一个 心开的地缝中去 哪知身侧突地一动 管宁竟疏然站起身来 管宁背点的穴道 若是没有自行解开 他此刻如不能站起来 也还罢了 他这一站起来 不但自己今后惹出无穷烦恼 使得杜宇也因之受累不浅 因为这么一来 人人都知道他是和杜宇在此温存 还有谁会相信其中的真相呢 那中年汉子 是这豪富之家的内宅管事 此刻指到自己暗中 撞破了公子的好事 垂手连退三步 心中暗道一声 倒霉 口中却恭声道 前厅有人来拜访公子 请问公子是见 还是不见 此人老于事故 脸上装作平静的样子 就像是方才的事 他根本没有看见一样 管宁方才一惊之下 真气猛然一冲 冲过了原本就点的不重的穴道 此刻呆呆地饿在那里 还在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 直到那中年管家 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他方自抬起头来 茫然问道 是谁 这中年管家 这中年管家见他这种失魂落魄的模样 心里越发想到另一件事上去 暗中痴然一笑 口中方黛答话 哪知 门外却突地响起一阵高亢洪亮的笑声 哈哈大笑着道 贫道们不远千里而来 却想不到 静静破了公子的温存好梦 真是罪过得很 罪过得很 中年管家 轻衣丫鬟 杜宇 管宁齐的一惊 转目望去 只见一个身躯高大 生如红中 鹰鼻尸口 重眉虎目 身上穿着一席杏黄道袍 头上戴着一顶尺高皇冠的常然道人 大步走了进来 双鼻轻轻一分 中年管家 轻衣丫鬟都只觉一股大力涌来 灯灯 骑得往两侧冲出树部 灯火摇摇 骤然一暗 当的一声 一只灯台掉在地上 只剩下一只火光仍在飘摇不住的蜡烛 维持着这间房间的光亮 中年管家虽然暗怒这道人的鲁莽 但见了这等声威 口中哪里还敢说话 只见这皇冠道人旁若无人的 走到管宁身前 担长协力 打了个问讯 算是见了礼 一面又自哈哈大笑着道 贫道们在厅中酒后公子 不知是以便冒昧随着贵管家走了进来 哈哈 贫道久居话外 野莽成性 想公子不会怪罪吧 中年管家 心中又自已惊 怎地这道人一路跟在我身后 我却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 却见管宁见眉一宣 沉声道 在下与道长素不相识 此来有何见教 这皇冠 常然的道人笑声方柱 此刻 却又屡然狂笑起来 一面朗声道 公子不认识贫道 贫道却是认识公子的 他话声一顿 目光突地闪电般 在物资不能动摊的杜宇身上一扫 接着道 公子在四名山中 与经天下武林中的一等豪士 与黄山翠秀夫人的高祖结伴北来 行踪所至 胡求大马 挥手千金 哈哈 如花美眷 似锦年华 江湖中谁不知道 武林中多了一个武功 岁不甚高 但豪气却可凌云的管公子 这皇冠道人边笑边说 说的全都是赞扬管宁的言语 但管宁听了 心中却不禁为之凛然一惊 暗中存道 难道这数月以来 我已成了江湖中的知名人物 可是 我并未做出什么 足以扬名之事呀 他却不知道 自己在四名山中所作所为 据是和当今武林中的顶尖高手有关 和他结伴同行的 又是名传天下的黄山翠秀门人 再加上他自己风流英俊 年少多金 本已是江湖中众人触目的人物 等到他一路北来 而四名山庄那一件 震动天下武林的惨案 一字转出 他自己便已成了江湖中 许多人都乐于传送的人物 只是他自己一些也不知道而已 本子难堪已急 将坐在后面的杜宇听了 心中一字一动 原来他没有骗我 四名山中 真的曾经发生那么一件 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 目光洞畜 只见管宁呆呆地望着这常然道人 秃地伸手一拍前额 像是恍然想起了什么 脱口说道 道长可就是明阳天下的昆仑皇冠吗 这常然道人哈哈一笑 屡然答道 公子果然好眼力 不错 贫道却是来自昆仑 杜宇心中又是一惊 他生于武林之家 又曾在江湖流浪 这名列宇内一流高手的昆仑皇冠四字 他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昆仑派远在边陲 昆仑云龙十八世的身法 虽然名传天下 但昆仑派中门人足迹 却极少来到中原 此刻他们突然现身北京 竟又来寻访 一向与武林中是无关的管民 这又是为着什么 却令杜宇大惑不解了 却听着皇冠常然道人 与生微顿 秃地正色道 贫道笑天 此次随同掌门师兄 一起来拜见公子 却是有些话想来请教 目光四下一扫 只是此地似非谈话之处 不知可否请公子一遇听中 贫道的掌门师兄 还在恭候大驾 管民心中暗叹一声 直到昆仑皇冠的门下此来 必定又是和四名山中 所发生之事有关 暗中一昼见眉 那轻一小环 早已拾起地上竹台 重复点燃 此刻便举着竹台走到门口 中年管家虽然暗中奇怪 公子怎会和这些不三不四的道人有了关联 但面上仍是毕恭毕敬的样子 引着他们走过长廊 转过曲径 穿过花园 来到大厅 管民一面行走 一面却暗存着道 这昆仑皇冠此来 若又提起那如意清前 我又该如何答话 我若对他们说了实话 只怕他们要动手来抢 那么一来 哎 只怕爹爹也要被惊动 但是 我又怎能说谎呢 一个不愿说谎的人 便常常会遇到许多在别人眼中 极为容易解决的难题 他一路反复思考 不知不觉已走入大厅 目光四扫 只见两个道人 正今微坐在厅中 左侧的檀幕椅上 亦是皇山高官 但一个形容枯稿 兽谷临寻 一个封神充仪 满面道气 和这常然道人的粗豪姿态 据都大不相同 管宁心中一转 存道 这封神充仪的道人 想必就是昆仑门下的掌门弟子了 这两个皇冠道人见了管宁 一起长身而起 笑天道人大步向前 指着管宁笑道 这位就是管公子 哈哈 师兄 江湖传言 果然不差 管公子的却是个 风流人物 师兄 你可知道他在后院中 管宁面颊一红 心中大为羞愤 暗骂道 人道昆仑 乃是名门正宗的武林宗派 这笑天道人说起话来 却怎地如此鲁莽无礼 难道所有武林中人 无论哪个都像强盗 却见那形容枯稿的道人 干咳一声 眼皮微抬 向笑天道人望了一眼 他目光到处 生像是有着一种 令人难以抗拒的神光 竟使得这飞扬跋扈的笑天道人 疏然终止了自己的话 缓缓垂下头 走到一边 管宁目光台处 正和枯兽道人的目光 遇在一处 心中意不经畏之一里 他一生之中 竟从未见过 有一人目光如此锐利的 若非亲目所见 谁也不会相信 这么一个枯兽矮小 貌不惊人的道人目光之中 会有这样令人设服的神采 只见这枯兽道人目光一扫 眼皮右腹垂下 弓身打了个问讯 竟又做到以上 再也不忘管宁一眼 而那封神充仪的道人 却以含笑说道 贫道一天 深夜来此打扰 实在无礼得很 公子如还有事 贫道们就此告退 明日再来请教 也是一样 这三个道人 一个鲁莽 一个巨傲 只有这一天道人 不但外貌 风神充仪 说起话来 亦是谦和有礼 管宁不禁对此人 大起好感 以此长意而礼 微微含笑 朗声说道 道长们远道而来 管宁未曾赢亚 以示不公 道长在说这样的话 管宁心中就更加不安了 他一面说着话 一面一刻让座 此刻他见了 这一天道人的神采 心中已认定 他是昆仑一派的掌门弟子 是以便将他让道上座 哪知这一天道人 微微一笑 静坐到那枯寿道人的下手 笑道 贫道随必派掌门师兄 前来请教公子一事 但望公子会于下告 则不但贫道们五内感名 便是家师也必定感激的 管宁目光 向那枯寿道人一扫 心中动念道 原来他才是掌门弟子 口中沉吟半赏方子答道 在下年轻时浅 孤陋寡闻 道长们如有下问 只怕必定会失望的 笑天道人长眉一轩 哈哈笑道 贫道们不远千里而来请教公子 为的就是此事 普天之下 只有公子一人知道 哈哈 贫道知道 公子是必定不会叫贫道失望的 管宁心头一紧 抢笑着道 道长说笑了 在下知道什么 转目望处 只见那枯寿道人仍是垂目而坐 以天道人仍字面含微笑 等到笑天道人狂笑声助 方子缓缓说道 毕师对方才所说 却是句句实言 贫道们想请教公子的事 如今普天之下 的确只有公子一人知道 管宁心中虽已忐忑不已 但面上却只得一笑皆道 既是如此 道长只管说出便是 只要在下的确知道 万无不可奉告之理 以天道人笑道 那么多谢公子了 余生突的一顿 目光在管宁身上凝目半上 方自一字一句地缓缓说道 在四名山中和公子同行的白衣人 公子想必知道他此刻在什么地方 管宁一心以为 他们问的必然是有关如意清前之事 此刻不仅暗中透口长气 但心念一转不禁又一皱眉存到 他们奔波而来 问那白衣书生的下落 却又是为着什么呢 扶手沉吟半上 方自打道 道长们打听此人的下落 不知是为了什么 如果 笑天道人突又一声狂笑 大声道 贫道们打听此人的下落 为的是要将他的人头割下 管宁心中又字一紧脱口道 难道此人与道长们有着什么仇恨不成 以天道人长叹一声 缓缓道 四名山庄庄主夫妇 与毕兄弟聚属之交 毕兄弟此次远赴中原 为的也就是要和他们续阔 哪知一道四名山庄 爱 他长叹一声 疏然住口 那笑天道人却接口道 贫道们到了四名山庄 只见里里外外 竟连个人影都没有 直到后园中 才看到武当山的四个道友 在后园中几堆新坟前面坟纸超度 贫道们大惊之下 赶紧一问 才知道四名山庄中 竟发生了如此惨事 管公子 此事想必是极为清楚的了 他此刻说起话来 不但不再狂笑 神色沉重 以及声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管宁长叹一声 汗手道 此事在下的确清楚得很 笑天道人刨袖一服 疏然长身而立 大步走到管宁身前 立声诱道 公子虽非武林中人 那四名山庄中惨死之人 亦和公子无关 但侧隐之心 人皆有知 公子难道没有为他们难受吗 管宁又自缓缓汗手 口中却说不出话来 笑天道人诱道 那么公子便该将杀死 这么多人的凶手的下落说出来 否则 管宁见眉一宣 沉声道 否则又怎的 笑天道人一缕常然 冷笑一声 才带答话 那一天道人 却已缓缓走了过来 一把拉着他的尸地 含笑向管宁说道 贫道们知道 公子和那白衣人 本非之交 自然也不会知道 那人的可恨可恶之处 管宁接口道 是了 在下和白衣人 本无之交 又怎会知道他的下落 何况 据在下所知 四名山庄中那件惨案 意味见得是此人做出来的 比如那峨眉 暴囊兄弟两人 嫌疑就比他重大得多 道长如果想替死者复仇 何不往四川峨眉去一趟 也许能够发现真凶 意味可知 他生据智行 虽然和白衣书生 并无之交 但却觉得 此人既已伤重 自己便有保护此人的责任 再者 他觉得此事之中 必定有许多蹊跷 想来想去 总觉得这白衣书生 绝非凶手 虽然真的凶手是谁 他此刻也还不知道 哪知他化生方了 那笑天道人 却又仰手笑起来 徒弟伸手入怀 取出遗物 在管宁眼前一晃 立声狂笑着道 你看看这是什么 手腕一反 将手中之物 笔直地置到管宁怀中 管宁扶手望处 只见此物竟是一个 爆皮革囊 囊中沉甸甸的 显然还放有暗器 囊上的皮带 却已折断 到处参差不齐 仿佛是惊人大力所断 翻过一看 囊脚旁边 却整整齐齐地 用黑色丝线 绣了个寸许大的骨子 这爆皮革囊 乍看并不起眼 但仔细一看 不但皮上斑纹 特别绚烂 而且囊口 囊边 还秘密绣了一排 不凝目便难发掘的骨子 绣工之精细 故事无语伦理 古字所用的黑色丝线 用手一摸 触手冰凉 竟不知究竟是什么绣的 管宁目光望处 心头墨地一跳 脱口道 难道这就是 峨眉豹囊吗 一天道人微微一笑 道 不错 就是四川唐古 唐安兄弟腰盼 所配的峨眉豹囊 贫道们在那 四名山庄后院之中的 六角亭下 发现了这个豹囊 便知道这唐氏兄弟 也已遭了毒手 公子若说 两人亦有嫌疑 未免是冤枉他们了 管宁眼珠一转 呕了一声 方黛说话 这一天道人却又道 难在人在 难去人亡 四川唐门的门下弟子 百数年来 从未有一人违背过 这八个字的 数十年前 唐门中的第一高手 笑面追魂唐大真 为了和当代第一神 偷空空神手的一句戏言 激怒这位神偷妙手 偷去了他身判的豹囊 这名众武林的暗器名家 竟在修奋之下 自吻于黄鹤庭判 使得那位空空神手 也在唐门三大弟子的围攻之下 中了十六处真伤 当场不治 这件事 不但在当时激起了轩然大波 数十年后的武林 仍在传言不绝 管公子 你若要怀疑 唐古兄弟未死 那你可错了 他语气极为平淡地 一口气说到这里 话声方子微微一顿 然而 在他极为平淡的语气中 说出的这一段武林往事 却听得管宁惊心动魄 心动神痴 一天道人长叹一声 又道 这唐古兄弟 若非欲拙力不能敌的敌人 就绝对不会将豹囊失去 他们囊记师 若还未死 也绝不会不回来寻找 是以贫道们才能断定 他们必定也已遭了毒手 而能使峨眉暴囊 失去暴囊 深遭毒手的人 普天之下 除了那 除了那白衣人之外 可说再也没有一个 管宁缓缓垂下了头 心中暗惊 这白衣书生究竟是谁 听他们说来 他竟像是武林中人人畏惧 但是 他却又怎会身受重伤 失去记忆 而且还中了剧毒 并且连性命都几乎难以保全 目光洞畜 那枯瘦道人 竟仍然垂目正惊而坐 全身上下 动都未动一下 皱眼望去 就像是一尊 泥塑木雕的泥偶似的 完全没有半点活人的味道 而这一天 笑天两个道人 也突然住口不言 冷冷地望着他 他知道自己若不说出 那白衣书生的下落 他们便不会放过他 但是 他又怎能将一个 以字奄奄一息的人 交给别人宰割呢 他暗自沉思半赏 咬了咬牙 断然说道 那峨眉 暴囊的生死 四名山庄中的惨事 说来拒斗与在下毫无干系 而道掌们所要知道的是 在下也无可奉告 笑天道人哈哈一笑 立声道 公子的意思是说 公子也不知道那白衣人的下落吗 管宁暗中叹了口气 断然道 正是 他虽然极不愿意说谎 可是他更不愿意 做出不义之事 让一个无法反抗的人去死 心中威意权衡 只得如此做了 笑天道人 笑声突地一停 立声又道 可是江湖传言 却说公子一路同行的 还有一辆乌棚大车 车中是个伤病之人 这伤病之人是谁呢 此刻在什么地方 管公子 这个你想必是知道的吧 管宁心中一惊 存道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了 转念又存道 难怪他敢说 要将那白衣书生的头割下来 原来他早知道人家已受伤 哼哼 人家受了伤 你还要如此 未免太卑鄙了吧 一念至此 他心中的不平之气 便油然而生 只觉着白衣书生 纵然是十恶之人 但他在如此情况之下 自己也是定要保护他的 这种大情大性的英雄肝胆 侠义心肠 使得他日后 做了许多剑上无愧于天 下无作于地 但却有人暗中辱骂的事 也使得他的一生 充满了光辉绚丽的色彩 直到许久许久以来 还被人们传颂不绝 但是这些以后的发展 自然不是他此刻预料得到的 他此刻做的事 只是他心中认为 对的是 当下一轩见眉 朗声道 那白衣人 的确是和在下一路进京的 但到了京城之后 便有人将他接走了 至于他被接到什么地方 在下却也无可奉告 他不用我不知道四字 却说无可奉告 是因为他纵然如此 还是不愿说谎 那笑天道人听了他的话 黑黑一阵冷笑 哪知那始终木然而作的 枯兽道人 此刻净突地站了起来 沉声说道 管公子说得纵非实言 贫道也相信了 他一直闭口不言 此刻突然说出这句话来 管宁不禁为之一恶 却见他物资低垂双目 接口诱导 只是公子世家子弟 牵涉到这种武林仇杀之事来 却是极为不值 那白衣人若是死了也还罢了 他若不死 日后势必会有许多武林中人 到公子处来寻找 那么公子岂非要无缘无故的 多了许多烦恼 何况这些人也不会和频道 一样相信你的话 公子说不知道 他们也许会在公子此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搜索一遍 意味可知 哪知公子的另尊 若是因此受了惊吓 公子岂非成了千古的罪人 管宁心头一恶 先前他还在奇怪 这枯受道人言不出众 貌不惊人 不但比不上以天道人的谦和 就连笑天道人的粗豪之气 似乎也强盛于他 怎地他却做了昆仑一派的掌门弟子 难道他日后还能接掌门户不成 但此刻 听了他说的这番话后 管宁却不免暗中心惊 这道人不但说起话来隐含风锐 叫人无法抵挡 而且就凭他这分明知你说谎话 我也相信的胸襟豪气 已足以令人心服 他心中正自赞叹 甚至有些惭愧 这枯受道人目光一张又何 突地刨袖微服 一言不发地走出厅去 一天道人 笑天道人对望一眼 一字转身出了厅门 管宁呆了一呆 追了出去 只见院外夜色深沉 雪花一赏 这三个道人竟以无影无踪 满地的积雪之上 连半点脚印都没有 这昆仑皇冠来得突然 走得更是突然 管宁呆呆地正了半赏 一阵寒风合着雪花吹来 他激凌凌地打了个寒颤 突地想起那穴道尚未解开的杜宇 转身奔进大厅 奔进那间暗黑的房间 凝目一望 衣裳空空 杜宇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大惊之下 去问那中年管家 去问那些轻衣小环 他们却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杜宇的 他们笑一笑 回答管宁说 公子不知道 小的们更不知道了 杜宇到哪里去了 他是自己走开的 还是被人所掳 又成了一个难以解释的谜 于是 他再次回到那间小屋 拾起地上的长剑 收起桌上的灵牌 今晚 他若是自己走的 为什么不将这些东西带走 他暗问自己 可是 他还是无法回答 这一夜 在管宁一生之中来说 又是一个痛苦的日子 他回到自己的房里 呆呆地想了许久 徒弟取出怀中那一串如意倾钱来 将这十数枚倾钱的柔卷一起取出 一起浸在水里 于是 在武林中隐藏了许久的秘密 便在水中一起献出了 这些妙诀天下的武功奥秘 使得他暂时忘去了自家的烦恼 他仔细地将这些柔卷定在一处 第一夜 是内功的心法 他从这夜开始 费寝忘食地研习着 除了每日清晨向父母问安之外 他足迹几乎不出自己的书斋一步 那白衣书生 被安排在他的临室里 仍然像死了一样地僵握着 若非还有些微弱的呼吸 任凭是谁也不会将之看成活人 生活在豪富巨大家庭中 的确是有些好处 他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事情 他父母竟完全不知道 这一双老人还只当自己的儿子 在用功读着诗书 却不知这名文九成的才子 从此以后 已完全跳出了旧日的生活圈子 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境界 填词 作诗 读经 学画 这些他本来孜孜不倦的事 此刻他竟再也不屑一顾 因为在新境界中的一些奥妙 已将他完全吸引住了 他知道此刻有关自身的一切烦恼 只要他能学得这秘籍上的武功 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 何况跃马横刀 笑傲江湖 出强扶弱 快以恩仇 本就是他心中极为向往的事 他幻想着自己的武功已有所成 那么他便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 追寻出四名山庄中惨暗的真相 找到那一去无影的灵影和度雨 解开他们之间的恩怨 同时 他还要查出那白衣书生的身世来历 帮他恢复记忆 那时 他若真是识恶不赦的恶徒 自己便要将他一刀杀死 然后将之送到那昆仑皇冠门下的 枯兽道人的眼前 他若是清白而无辜的 那么自己也要去对这干枯道人说明 因为自己曾经对这道人说过谎 是以自己便得对人家有所交代 但是 内功的静静是缓慢而无法自觉的 连他自己也无法知道他自己内力的修为 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一天 一天 弹指之间 一个月已经过去 在这段日子里 昆仑门下那枯兽道人临去之际所说的话 不时在他脑海中泛起 他若不死 日后势必会有许多武林中人到公子处来寻找 他们也许会在公子此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搜索一遍 意味可知 他焦虑着此事的严重性 暗地私存 若是爹爹真的因此受到惊吓 那我又该如何是好呢 因之 这一个月虽然平静的过去 他的心境却是极不平静的 但生怕自己所担忧的事会突然而来 是以更袭击自己的武功能有速成 那么 他便可以不再畏惧任何人骚扰了 于是 他开始研习第二页的剑经 第三页的掌谱 对于剑术 他已略有根基 但是这如意清前中所载的剑术 却是他以前练剑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招式 其中的每一招每一式 发出的部位 中途的变化 都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掌谱上所记载的掌法 却又似乎平淡的出奇 可是等他开始研习的时候 他却又发觉 在这看似极为平淡的实数掌势中 寒韵的变化 静止不可思议 又是五天过去 夜深人静 巨大的宅院 笼罩在沉垂的黑暗和静寂里 只有后院中五间精致的书斋 仍有昏黄的灯光 与不时的响动 书斋中的管宁福在岸前 聚精会神的低声送读着面前的一侧柔卷 不时站起来 续笔一下手势 然后眉头一皱 再坐下来 末地 树道光滑 垫野式的穿窗飞来 管宁大惊之下 还未及有所动作 只听枪狼数声巨响 这树道光滑 便一起落在地上 竟是两柄金刚长剑 与一口后背薄刃的鬼头快刀 他心头一脸 双掌一按捉眼 奇长的身躯 竟越捉而过 穿窗而出 他已该足以自傲了 就凭这份身手 已不是他数月前所梦想得到的 但是 等到身形掠到园中 园中积雪未溶的泥地上 哪有半丝人影 园处枯枝摇曳 树影婆娑 竟得像死一样 更不似有夜行人行动的样子 他一撩长山 跺脚而起 在园中极快地打了个圈子 然而满心奇怪地回到书斋 暗问自己 这是怎么回事 第三天 他眷急 睡了 睡了不到三个时辰 醒来的时候 桌上赫然多了一个 桑皮油纸的纸包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两只鲜血淋漓的人儿 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 由城西往城东 两旁加列着已经凋零了的枯木的大道上 涂地持来一匹安培鲜明的剑马 马上人黑泥风场 黑泥风帽 帽外只留出一双迥然有光的眼睛 和挺直而俊逸的鼻梁 让人们仍可看出此人的英俊 寒冷的清晨 路上行人甚少 这匹马放肆地放沛而驰 涂地转进一条曲向 再奔了一箭之城 乐江在一扇黑漆大门的前面 大门是敞开的 剑马一声长丝 门外立即奔出数条粗壮的汉子 一个个直眉瞪眼地往马上人一打量 骑得贺问 是谁 马上人一言不发地晃身下马 左手持着长鞭 右手一推风帽 一个年龄略长的汉子 面上秃得露出喜色 奔前三步 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大声道 管师兄原来是你 管宁寒笑着点了点头 但是这笑容却仍不能掩住他眉宇间的忧虑之色 他笔直地冲进去 一面焦急地问 师父可在 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双眉略斩 极快地穿过那片细沙铺地 积雪也打扫得极为干净的演舞场 一个精神绝朔的高大老人 已从屋中迎了出来 哈哈一笑 微带责备地说 回来多久了 怎的现在才来看我 如此严冬 这老者仍只穿了件丝眠短袄 腰板也挺得笔直 丝毫不见老太 他正是管宁学见的启蒙师傅 京城中赫赫有名的武师 一见镇九城司图文 多日来的惊骇与不安 使得管宁再也无法专心研习 考虑了许久 他终于打定了主意 带着那白衣书生先去寻找那位武林中的一代神医 治疗他的伤痕 这样 自己一离开 只怕便不会有人到家里来骚扰了 此刻 他随着自己启蒙的恩师 并肩走入那间宽敞宏大的厅堂 想到自己以前在这里练剑的日子 心中真是有万千感慨 他闪烁着 迟疑地将自己半年来的遭遇 大约地说了出来 虽然他讲得并不清楚 也不完整 却已足够使得这老武士惊异了 因为他再也想不到 从自己这个富家公子的徒弟口中说出的名字 竟会是连自己也只是耳闻 从来未曾眼见的武林一流高人 这一切 几乎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他俯首陈阴良久 方次抬头 沉声问道 宁儿 你的遭遇的确是值得惊异的 若非为师一向深信你的为人 哎 你说的是 却是令人难以相信 他与声微顿 长叹一声 道 但是你知不知道 此刻你已牵涉到一件极为诡秘复杂的武林仇杀之中 你虽然回到家里 只怕别人也不会将你放过 管宁心头一脸 暗存 师父果然是个老江湖 对任何事都看得这样清楚 一面微微汗手 把昆仑皇冠的来访 那枯兽道人临走时的话 以及最近数日所遇的两件骑士 都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司徒文长眉微皱 沉声道 那枯兽道人 想必就是昆仑门下的掌门弟子 昆仑云龙三大剑客中的笑天剑客了 可 此人到了北京城里 老夫怎地都不知道 司徒文目光一张 眉风却皱得更紧 接着又说道 只是 那三口兵刃两只人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管宁周眉道 弟子亦被这两件事弄得莫名其妙 若是有人想依此示警 但又有谁会用自己人的耳朵来示警呢 因为弟子在家中查看了一遍 家里并无异状 更没有人失去耳朵 弟子在外面一向都没有什么恩怨缠结之事 这两只人耳岂非来得太过离奇 司徒文俯首沉吟半赏 徒弟一击双掌 恍然说道 此事只有一个解释 那便是 有人想在暗中对你不利 却被另一个暗中保护你的人杀退 并且割下耳朵 宁儿 你此次出去游历 结交到不少武林艺人 此事倒并非没有可能 管宁又自皱眉道 弟子此次虽然相识了一两位武林艺人 但以弟子的身份 又怎能与他们谈到结交二字 他们万万不会在暗中保护弟子呀 除了 他心中一动 突然想起灵影来 难道是他 他还未离开我 却又不愿和我相见 一时之间 灵影的亭亭倩影 又附涌上心头 他越想越觉 此事大有可能 不禁长叹一声 暗中低语 你又何苦如此呢 难道你不知道 我多么盼望再见你一面 司徒文目光洞畜 只见他秃底呆呆地落入沉思里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足以令他心动神弛的事 两久两久 方子抬起头来 像是自言自语 却又非常坚决地道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留在家里 抬起头来 缓缓诱导 弟子离京之后 家中之事实在放心不下 但弟子如不离京 只怕烦恼更多 爱 弟子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一个主意 师父 司徒文两道 已然花白的浓眉 微微一宣 哈哈大笑着说道 宁儿 在老夫面前 不可说拐弯转角的话 管宁面颊一红 却听着豪迈的老人 接着诱导 你离京之后 你家里的事 老夫自会料理 绝对不让歹徒 惊动了令尊令堂 两位老人家 若是有一些武林高手 寻访于你 老夫也可以言语将之打发 你只管放心好了 管宁双目一张 喜动颜色 脱口道 真的 一见真九成 司徒文一瞪目道 为时数十年来闯荡江湖 成名立万 就仗着这一诺千金 难道到了老来 还会骗你这娃娃不成 一时之间 管宁望了望他苍老的面容 心中又是感激 又是轻浮 只见自己的师父 纵然武功不高 却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 凝柱半赏 扑得跪倒地上 却不知该说什么感激的话 司徒文含笑地将他拉起来 这老人心中 又何尝不知自己这个应诺 将会替自己带来多少麻烦 只是他只觉自己年华已老去 却始终没有做出一件 真正足以惊动武林的事来 此刻管宁所说的 这件奇鬼的故事 便引发了他的雄心和兴趣 这正是老纪福利 旗帜仍在千里 只要一有机会 他还想表现一下 自己的千里矫程的 管宁反手一把握着 这老人宽大粗厚的手掌 武然良久 缓缓道 师父 弟子此次离去 归其实不能定 家里的一切 就都交托给你老人家了 司徒文轩眉一笑道 好男儿自当志在四方 你只管去吧 江湖之中 仅多你们这些年轻人 值得闯荡之处 只是 他目光在管宁身上 缓缓一转 接着又道 只是你这样的装束打扮 在江湖上太引人注意 此刻你既已卷入一件 武林中的恩怨仇杀之中 行迹是 仍应稍微避人而目 司徒文又自长叹一声 缓缓接道 这也许是 为师到底年纪带了 才会说出这种话 若是换了当年 爱 他又长叹一声 疏然住口 管宁目光抬处 只见他一手捋着长须 目光摇摇在院中 一片被寒风卷起的黄沙上 这虽已暮年 雄心却仍未老的老人 似乎在这片黄沙之中 又看到了自己 昔年闯荡江湖的豪情往事 是以萌生感慨 不能自已 雪虽柱 风却大了 一见镇九城门下刻苦练武的弟子 在这寒冬的清晨 仍不放弃自己练武的机会 捧出几筐细沙 撒在积雪 以打扫干净的广场 于是寒风卷起广场上的黄沙 而黄沙又激起了这老人的旧梦 黄沙 黄沙 在这里 风沙之多 风物之美 人情之后 文采之盛 明文天下的北京城里的道路上所飞扬的 除了白雪 便是黄沙 而此刻 一声尖锐的马鞭呼哨过来 由城内急 池出城的一辆乌棚大车之后 所激起的 却是混合着白雪和黄沙的飞尘 第六章 赌 约 车辆滚滚 车声淋淋 扬起的鞭烧 再一次划过凛冽的寒风 马车出了北京城 赶车的车夫 一袭厚重臃肿的粗布棉袄 一顶斑痕污渍的破毡帽 毡帽的边沿 掩住他宽阔的前额 厚重的棉袄 裹起了他奇长的身躯 但是一阵风吹过 他张起眼睛 目中的光彩 却是清澈而晶莹的 这种目光和他的装束 显然是一种 不能调和的对比 只是碌碌寒风道上的行人 谁也不会注意到罢了 从城里到城外 没有一个人 会对这卑微的车夫 看上一眼 于是他笑了 笑的时候 露出他一排 洁白如玉的牙齿 他是谁 我不说你也该知道 他便是为了避人耳目 掩饰行藏的世家公子 九成才子 潇洒替躺的管宁 辞别了一件 震九成的司徒文 他心里便少了一分沉重的负担 对那豪情如戏的老人 他有着极大的信任之心 因之他放心地离开了家 开始了他闯荡江湖的征途 此刻 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 他再也不回头 去看那北京城雄伟的城墙一眼 对于这淳朴的古城 他心里有着太多依恋 因之他不忍回头去看 也不敢回头去看看 生怕太多的留恋西别之情 会消磨去他扬边快意 闯荡四方的壮志雄心 上一次离开北京城的时候 显然上次离开北京城的景况 他此刻仍历历在目 但是他却不敢再往下想了 因为那样他又会想起男儿 想起杜宇 想起和杜宇有着一段难以化解的恩怨的灵影 想起他那翠绿色的婷婷身影 想起他郊夜上如花的笑容 想起他在上一次寂寞的旅程上 所给予自己的温情低语 他知道 这一切又将带给他一分难去难消 铭心刻骨的相思之苦 江生一放 车行更急 他口中随意地低涌着 楷当以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渡康 心中却在暗地寻死 我该先到妙峰山上去 寻得那位一代神医 解去这个神秘的白衣人身上的毒 哎 那翠绿护心丹的确神奇 竟能使得一个毒入膏肓的人 毒虽未解 仍然昏迷 却始终不死 看来此人再过百十年 还不能获得解毒之药 却也未必会死 他开始觉得 世界之大 事物之奇 却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揣测 自己自幼极长 读书何止万卷 所得的教训经验 都不及在四名山中的短短一日 一念寄生 百感随至 从这脆袖护心丹 他又想到了灵影 为什么人们常会想到自己 不愿去想的事 他方自长叹一声 暗中再次低涌 何以解忧 唯有渡康 永生未了 前面突地传来 冷冷一声断鹤 瞎了眼的奴才 还不让开 管宁斜眉一转 台幕望去 只见前面一辆车 一字扬鞭 急驰而来 眼看便要和自己的马车 撞在一处 他心中虽然一惊 却仍不禁为之怒气大作 暗存道 这车夫怎地如此无礼 开口便骂人奴才 哼哼 自己是个奴才 却骂人奴才 这岂非荒唐之极 他自幼锦衣玉石 被人骂作奴才 这倒是平生首次 再加上骂他的人 也是个赶车的车夫 当下不由气往上冲 一字怒喝道 你难道不会让开 哼 真是个瞎了眼的奴才 两人车行都挤 就在他还骂一声的时候 马车已将撞在一处 拉车的剑马 吸玉玉一声长丝 马首怒昂 两边赶车的人 心中骑得一惊 历带缰绳 两辆马车 同时向一边轻 冲出树尺 方子停住 却已几乎落得个车阳马翻了 管宁为一定神 自觉拉着缰绳的手掌 掌心已满湿冷汗 若非他此刻功力已然大尽 万利异于常人 此刻结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另一辆大车赶车的车夫 似乎也自惊魂方定 呼得跃下车来 大步走到管宁的车前怒喝道 你这奴才 莫非疯了不成 赫声未了 手腕突地一扬 呼得一声 扬起手中的马鞭 笔直向管宁头脸抡去 管宁大怒之下 轩梅怒喝道 你这是找死 腰身微拧 左手屈指如风 电也式地往鞭烧抓去 他学见本已稍有根基 再加上这数日的苦苦研习 所习的又是妙诀天下 武林中至高的内功心法 虽苦于无人指点 而密集上载的武功招式 又太过玄妙 是以未将御敌交手时应有的招式学会 但是其目力之名 出手之快 却以非普通的一般江湖武功 能望其向背的了 再加上他本有绝顶的天资 此刻意与神会 不但出手奇快 而且绝编的部位 时间 一字拿捏的恰到好处 那只 在这赶车的车府手中的一条马鞭 鞭烧有如生了眼睛一般 管宁方次出手 鞭烧突然一曲 呼的一声 竟变了个方向 轮了过来 风声激荡 来势如电 竟是轮向管宁身判的玄珠大学 若是换了数日之前 管宁历时便得伤在这一边之下 而此刻 他也不禁为之大吃一惊 左手手腕一反一转 十种两指 突地深的笔直 偏指如简 电也似的 像轮到自己耳畔的鞭烧简去 这一招由幸而发 虽然看来平平无奇 但其中变化之快 不为之准在那家高手眼中 却以弥足惊人 普通的武林俗手 便是苦练一生 只怕也不能随心所欲地 尸出这种平平无奇的招式来 大怒挥鞭的马车车夫 此刻四野吃了一惊 鞭烧一锤 斜斜落下 这数招的尸出极变化 剧都快如闪电 而彼此心中 却骑得大为吃惊 在动手之前 谁也不会想到 对方一个赶车的车夫手中 会师出如此精妙的招式来 管宁大喝一声 扑下车去 方带喝骂 目光抬出 那也是穿着一身 厚重臃肿的棉袄 也是戴着顶斑痕 屋子沾帽的车夫 鞭烧方才垂下 又带扬起 目光抬出 两人目光齐的一抬 看向对方面目 竟骑得呆呆地震住了 口中的骂 不再骂出 手中的鞭 也不再扬起 因为 彼此目光接触到的 都是一双 晶莹清澈的眼睛 而他们各自心中 更是谁也没有想到 对方是一个 如此英俊挺秀的男子 两人目光相对 各自心中 都生出惊奇之感 饿了半赏 管宁轻咳一声 沉声道 阁下行路怎的如此匆忙 幸好此番是我 若换了别人 岂非要被阁下的马车撞死 何况 在这辆车上 坐得还是个伤病之人 他到底阅历太浅 而且自幼的教养 使得他的言语谈吐 都有了一种不可便宜的风格 而此刻说起话来 便也如此斯文 他却未想到 此刻乔庄的身份 在一个赶车的车夫口中 怎会说出这么的话来 对面站着的那车夫 目光之中 似乎微微闪过一丝笑意 但也沉声道 阁下如此匆忙 幸好此番遇着的是我 若换了别人 岂非要被阁下的马车撞死 他竟然将管宁方才所说的话 一字不疑地赵方抓药地说了一遍 说话的神态语气 也学得跟管宁完全一模一样 管宁见梅一扬 心中虽然很是气恼 却又不禁有些好笑 暗自存道 是啊 我又何尝不是太匆忙了些 他见了对方的面目 但已生出惺惺相惜之心 再加上他本非蛮不讲理的人 此刻一念至此 心中怒火便渐渐平消 哪知那少年车夫的鞭烧向后一指 接着又道 何况在我的那辆车子里坐着的 又何尝不是伤病之人哪 此刻两人心中 各自都已知道对方 绝非赶车的车夫 到底是为什么呢 管宁沉吟半赏 心中突地一动 寸道 我麻烦已经够多 自家的事还未料得轻 又来管别人的闲事做啥 何况他也没有撞着我 我也没有撞着他 一念至此 他抱拳一一 朗声道 既是如此 阁下自管请便 转身一拉马车的配头 便带自去 哪知那少年车夫 突地一个剑步 窜到他身前 冷冷道 慢走 慢走 管宁大旗 差声问道 还带怎的 少年车夫 一手拾着鞭饼 一手捋着鞭烧 缓缓说道 阁下先且暂留 等在下看着车中病人 有没有受到惊吓 若是没有 阁下自去 若在下车中的病人 受了惊吓 而病逝转据的话 这少年车夫说起话来 虽然口口声声 拒是阁下在下 像是十分客气 但言语之中 此意却有多多破人 他话又未了 管宁以字 勃然变色 怒道 否则又当攒带 少年车夫 冷冷一笑道 否则阁下要走 只怕没有如此容易了 管宁目光一转 呼得仰天长笑起来 那少年车夫神情不变 冷冷又道 阁下如此狂笑 却不 管宁笑声一顿 截断了他的话 朗声道 在下如果惊吓了 阁下车中的伤病之人 便要被阁下如何如何 那么 在下却有一事无法明了 要请教阁下了 少年车夫见眉微扬 冷冷道 怎的 这两人出狱之时 各个自视身份 谁也没将对方放在眼里 即至此过手三招 目光相遇 发现对方竟是个少年英雄 便难免生出惺惺相惜之心 但此刻两人心中 却以各寒怒意 说起话来 便又赴针锋相对起来 管宁左手微抬 将头上沾帽的边沿 轻轻向上一推 朗声又道 在下车中的伤病之人 若是受到阁下的惊吓 又当攒带 少年车夫嘴角微撇 轻易俊秀的面目之上 立刻露出一股冷傲 轻蔑之意 双手一副 两目望天 冷冷笑道 只怕阁下车中的伤病之人 再加上百个千个 也比不上在下车中的伤病之人的一根毫毛 阁下如果真的使此人 并是因惊吓而加剧 又如此耽误在下的时间 撇开在下不说 只怕云云天下 茫茫江湖中的豪强之势 谁也不会放过阁下 那么 哼哼 阁下如要再在江湖中 寻个立足之地 真的是难上加难 管宁双目一张 作色怒道 世人皆有一命 人人都该平等 又何尝有什么贵贱之分 何况 他一字冷哼一声 双手一副 两目望天 接道 在下车中的这位伤病之人 在江湖中的声名地位 只怕比阁下车中的那位 还要高上三分 那么阁下 如果惊吓了此人 耽误了时间 又当怎的 两人口中 言词用字 虽仍极为客气 但彼此语气中的风锐之势 却又随之加强 管宁与生一了 那少年车夫 似乎愣了一愣 垂下目光 上下左右的在管宁身上 凝住一遍 秃也仰天长笑起来 狂笑着道 好急 好急 阁下这番话 在下行走江湖 倒的确是第一次听见 十数年来 江湖中的狂徒 的确也有过不少 但却还从未有过一人 敢妄然说 什么人的声名地位 比天下无 他一边狂笑 一边朝善 说到这里 笑声突得一顿 目光撇触 冷然望着管宁 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 阁下可知 在那辆车中的伤病之人 究竟是什么人物吗 管宁自第一次见着那白袍书生 便觉此人绝非常人 后来见到那些武林中人 遇着此人 一大有惊吓畏惧之态 再加上听到这些人说出的话 便可断定这白袍书生的来历不凡 是以他方才 说出那方话来 但经这少年车夫如此一说 管宁心中的信念却不禁为之摇动起来 暗存道 这少年车夫神态轩昂 面目英挺 武功又似极高 看来并非是碌碌之子 但他对车中那人却都如此推崇 如此揣测 他车中那伤病之人 或许真是武林中泰斗一流人物 意味可知 管宁对武林中人物 本来一无所知 就连四名红袍 黄山翠秀 罗浮彩衣 武当蓝金 这些早已震动天下的名字 直到四名山中那惨案发生之前 他也没有听过 是以他此刻心中便难免忐忑不安 生怕自己方才的说话 大胆断言 真的变成了 这少年车夫所朝善的 狂扶妄语 少年车夫目光如电 看到管宁 此刻面上的神情 又是仰天大笑几声 道 阁下此刻若然承认自己 方才所说的话 不足为信 而且将之收回 那么区区在下念阁下年纪还轻 江湖阅历 更浅 也不与阁下计较这些 只要在下车内的人仍然无恙 阁下便可自管上路 他这几句话的朝善之意 更加浓重 狂笑声中的轻蔑姿态 更为明显 一时之间 管宁只觉自己心中 突地大为激荡起来 竟是不能自已 哪里还有什么顾忌 剑梅一轩 怒道 在下车内之人究竟是谁 阁下并不知道 阁下此刻便已断言如此 是否太闲狂妄 他语气一顿 却根本不给那少年说话的机会 便有极快地接着说道 不错 诚如阁下所说 在下年纪还轻 阅历更浅 但在下车中之人 却万万不可和在下同日而语 少年车夫眉角一挑 冷冷道 真的 管宁重重哼了一声 接道 你我如此相争 争得再久 亦是无用 不如大家都将自己车中坐的是谁 说将出来 如此一来 便立刻判出高下 岂非远比你我空子在这里 花费唇舌 要强盛千万倍 少年车夫手中马鞭一扬 哈哈大笑道 好急 好急 笑声末的一顿 语气疏然变冷 又道 只是在下说出了车中之人的姓名 阁下自认此人的地位 的确高于阁下车中之人许多 那么 嘿嘿 阁下又当如何 管宁目光一转 冷冷说道 在下若是输了 只要阁下吩咐一事 在下就是赴汤导火 也定要为阁下做到 阁下若是输了 也得扶手听命于在下 少年车夫 双掌又字一击 大笑道 好急 好急 此举两不吃亏 果然公正一击 在下若是输了 阁下便是叫在下立时去死 在下也不会皱一皱眉头 管宁 管宁胸膛一挺 大声道 正是如此 少年车夫 笑声未决 突地抛去手中马鞭 缓缓伸出右掌 微微一举 带笑说道 君子一言 管宁立刻大声接道 快马一变 极快地伸出手掌 只听啪 啪 啪三声 极为清脆的掌声 两人以护肌三掌 这两个少年 一是名门巨父之子 素有才子之欲 闻名震动河西 风流名传九成 骑马蚁邪巧 九楼红袖招 却又有着一身武功 满腔豪气 正是卓士中的家公子 而另一个 却是一代武林宗师之子 自幼习德家传绝技 一出江湖 以震动武林 扬边快矣 福建高歌 也是茫茫江湖中的偏偏狭少 这两人至此刻 虽是一以文明 一以武明 但却都是文武双全 少年扬名 春风得意的少年弟子 各有满腔豪气的人物 本来掩饰行藏 还应唯恐不及 但此刻 两人竟一起相争 而彼此也都将对方 看成自己的对手 是以各不相让 竟将自己的切身利害 忘得干干净净 定下这样的赌约 两人三掌击过 彼此心中 却都不免有些紧张 但谁也不会将 这份紧张的心情 行诸于神色 管宁冷冷一笑 道 阁下此刻 总该将那辆车中的人 究竟是谁 说出来了吧 少年车夫 一字冷笑道 此举是阁下所唱 自应阁下先说 目光一转 忽悠常笑道 其实谁先谁后 又有何妨 阁下如果坚持 在下先说便是 他脚步缓缓移动一下 方黛说出 管宁胡的心中一动 大声道 你我今日之事 不管谁胜谁负 都不得对第三者说出 这并非在下 他与声游自未了 那少年车夫 以字接口道 正是 正是 此话 此话虽然阁下 不对在下说明 在下去也要如此说的 徒弟缓缓转过身躯 走到他刚才所架的 乌棚大车旁边 一面又倒 口说无凭 眼见方信 在下说出车中 此位前辈的名号 阁下也许不会相信 可要在江湖上 稍微走动过的人 见到这位前辈的形状 却万万没有不认得的 他伸出手掌 向车内一指 管宁心头突的一跳 想到车中之人 若真的吉附盛名 自己也未必知道 心中方自暗骂自己的鲁莽 但转念一想 想到那公孙左足 曾对自己说过的 武林十四高人 四名红袍 黄山翠秀 心中便安然存道 那公孙左足 亦是武林十四高手中的人物 可是在那白袍书生的手下 竟丝毫显不出自己的武功 这车辆之中 若真是武林十四高手的人物 武功地位 一定比不过我车内的 那白袍书生 这车中的人 若非十四高手 只怕更不足论了 一念至此 他心中宽然一笑 只听那少年车夫 手指车内 缓缓说道 此位前辈 便是名列与那 一流高手的 君山双残 天下乌一弟子的 统帅人物 君山丐帮之首 公孙左足 公孙大先生 他一字一字地 将公孙左足 四字说了出来 眉梢眼角 神情得意异常 只当管宁听了这名字 必定会出现惊吓之态 目光转出 只见管宁面上神色 果然一恶 他得意地微笑一下 缓缓道 阁下行走江湖 想必也听过 这位前辈的名头吧 这位前辈在武林中的 声名地位 是否比 他极为得意缓缓而言 哪知他言由未了 管宁徒弟仰天 长笑起来 笑声中的得意之情 竟比他还要浓厚 他心中一惊 暗存道 难道他车中坐的人 竟比天下丐帮帮主 公孙左足 还要强上三分 转念一想 又不计安慰自己 但普天下 若要找出一个 比公孙左足 还要高强的人物 简直太不可能 何况这少年武功 虽然不弱 却也未见高明 言行举止之间 更像是公子哥 哪里会结交到 什么武林高人 他车中之人 纵然在武林中 有声明地位 却又怎会 强过君山双残 却听管宁长笑声中 朗声说道 公孙左足 公孙帮主的声明 在下的确是如雷贯耳 但是 他话声一顿 那少年车夫 纵然如此想法 却仍忍不住 脱口问道 但是怎样 管宁暗暗一笑 朗声道 但是这位公孙帮主 见了在下车中的 那位前辈 只怕还要退让三分 少年车夫 果然为之一恶 低声道 真的 徒也大笑起来 那么阁下 请将此人的名号 说出便是 他心中实在不信 这少年所驾车中之人 会强于君山双残 只当管宁市在 威严耸听 是以故意又笑数声 管宁笑声一注 陈声道 这位前辈的名讳 在下虽不知道 但在下却可断言 此人的声明地位 一定要比那君山双残 公孙左足 还强上几分 因为 他眼见公孙左足 与白袍书生 动手时的情形 是以此刻说话 心中极为泰然 丝毫没有牵强之处 但那少年车夫 听在耳里 却笑得越发厉害 笑声中的轻蔑 朝善之意 一幅露出 狂笑道 阁下若是以为 这番话 能够骗得到人 那只怕 也只能骗骗三尺童子 却骗不到我太 目光一转方次接道 却骗不到 我无不云 管宁怒喝道 我管宁虽非 武林知名之事 却也不是狂言妄语之辈 方才所说的话 如有半字虚言 必遭暴毙 至于阁下是否相信 在下去管不到了 少年车夫无不云 笑声一顿 冷冷道 阁下若非和在下 有赌约之事 那么阁下便是说 这车中之人 是当今皇上 在下也管不着 只是此刻阁下 要想欺骗于我 那却说不得了 在下此刻只问阁下一句 方才阁下所定之约 是否算数 如果阁下言而无悔的话 在下便要请阁下 做一件事了 管宁大怒之下 方待怒喝 但转念一想 自己连个姓名都说不出来 哪能怪得了人家不信 一时之间 心中顿生一种 被人冤枉委屈之感 呆呆地饿了半赏 望着这少年 无不云面上轻蔑之色 真恨不得自己 能在自己胸口打上两拳 长叹一声 心中突地一动 伸手一拍前额 朗生说道 口说无凭 眼看防信 阁下既然不信在下的话 在下便说千百句 意识无用 只是 他一字转身走到车前 打开车窗 又道 阁下自称是九历江湖的人物 或许能认得这位前辈意味可知 无不云迟疑一下 嘴角微带善笑地走到车旁 此刻天光甚亮 照着这条无人的道路 天空上复制着的白云 灿烂如银 他慢条斯理地 沿着管宁的手指 向车内一看 只见这辆外表 看来毫不起眼的大车里 装饰得竟是十分舒适华丽 车内平铺着一块木板 板上铺的 却是十分柔软的丝棉紧垫 垫上酱紫色的紧入之中 静握着一个面容苍白 头巾已落 发际松乱 呼吸微弱的 几乎令人不能分辨 他是生是死的中年男子 他心中一动 目光凝柱 只见这中年男子 面目瘦削轻渠 双眉如剑 鼻挺如雕 嘴唇是薄霄而秀逸 一双眼睛却合在一处 这人的面目他似乎相识 又似乎陌生 他仔细地在望上两眼 心中突地一动 想起一个人来 难道是他 但是 对这个猜测 他却又觉得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寒风吹过 他击零零打了个寒颤 倒腿三步 突地一把拉开车门 闪电般拉出这位白袍书生的 一只左手 目光威骚 突地大喝一声 寻声一掌 向立在身侧的管宁打去 这一掌击来 却是大出管宁意料之外 他方才见了这少年无不云的举动 心中本已大觉奇怪 不知道 这少年拉起人家的左手看什么 此刻一掌打来 他心中更是大吃一惊 匆忙中撤身一退 这一退 却又令他自己大吃一惊 这条路 本是官道上的一条分支 路本不阔 行人更少 管宁出城之际 心中思潮紊乱 根本没有注意到路的方向 只是任意尺码而奔 才会误打误撞的 来到这条路上 两个冒着风雪的行人 恰巧从道上行来 见到前面的道路上 突地有人影斜斜飞起 飞过两丈开外 惊得心头一脸 连忙将胯下的青罗勒住 再也不敢前行一步 管宁忙乱之下 撤身一退 身形竟突地离地跃起 这一跃之势 竟然远达两丈 越过道路 停在道旁的乱石丛中 他学见三年 对于清宫一道 却始终未得入门 虽因年少好奇 对清宫有所偏爱 但学来学去 却也不能使自己 一跃之势远及一丈 此刻他心中自然难免 被自己的身法所经 他却不知道 自己在这数月之中 所研习的内功心法 是何等奥妙 莫说是他这种武学 已稍有根基 天资聪明绝顶 又负无比刻苦研习的人 便是一个普通村夫壮汉 得到这种能已引起天下武林中 无数高人垂涎的武功秘籍 三年之后 也能成为一个足够在江湖闯荡的人物 何况是他呢 吴不云一掌落空 猛地一旋身躯 便面向管宁 口中大喝道 先前我只知道 你是个磊落正直的少年 却想不到 你竟和这种恶魔混迹一处 看来公孙前辈口中所说的无耻少年 也必定就是你了 今日你机遇着了我 哪里还有你的命在 随着这怒骂之声 他奇长的身躯 以自转到管宁身前 手掌连辉 掌影飘忽 以自闪电般地向管宁击出两掌 这少年吴不云 又得家传绝学 在今日武林中 虽非一流顶尖高手 武功却已足以傲视大半江湖豪客 此刻他激怒之下 攻出的两掌 不但去世如风 掌风之猛烈 更是惊人 一见镇九城 虽然在京城武师中亦非雍首 但他的成名之音 仅是因着他如云的豪气 和满腔的热血而已 管宁记在他的门下 虽然急蒙宠爱 但他本身的记忆有限 自然也无法将管宁 交成如何出色的人物 何况武功一道 本无性质 除了像如意清前上 这种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不知经过多少研习和探讨 方次发现一条 快捷方式的 无上武功心法之外 若想在短短三年之中 武功便有所成 那简直无异于原木求鱼 痴人说梦 事已管宁虽然在这数月之中 得以研习如意清前的内功心法 但终究无法与这又传家学 苦练多年的吴不云相比 吴不云这两招一发 管宁只觉满天掌影 有如泰山北斗一般 带着无比强烈激荡的风声 向自己压了下来 刹那之间 他但觉这种掌影风声 是自己所无法抗拒的 他几乎想闭上眼睛 无言地来承受这一掌 但是一种潜意识之中的求生本能 却使得他身形猛地又是一退 果然他又自避开着 漫天而来的两掌 稍一定神 他方待大声贺吻 哪知人家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掌风又自袭来 吴不云方才大怒扬鞭 却被管宁三两下巧妙的手法挡了回去 他自然不会知道 那只是管宁由心随意而发 偶得妙诀的加构 只当管宁也是个武林中后起年轻一代中的高手 但此刻交手之下 正是俗语所云行家一身手 便知有没有 他虽然年轻 但对人对敌的经验已不少 一见之下 便将管宁武功的深浅了然于胸 心中自也稳操胜算 他与君山双残本有极深的关系 而又从公孙佐祖口中 听到一些足以令他对管宁生出杀鸡的话 此刻他下手自然不在容情 他双掌交错 掌势连发 管宁却只有连退 比其风锐 眨眼之间 管宁情势已越加微带 而他们两人的身形 也已远离道路 来到一片秋收过后 早已荒芜的麦田之上 十一月后 北京城里城外 便已降雪 雪势烧停幼稚 始终没有真正的歇过一段时期 此刻这片麦田上积雪未融 自是滑步流足 管宁慌乱之下 脚步突地一个亮墙 本就并不晴朗的天空 末地飘过一片阴霾 这难道也象征着 大地上又将发生悲惨之事吗 吴不云脚步微错 疏然栖身而上 手掌微灰处 时中二指 突地有如出霞之剑一般 电射而出 急得向管宁前胸 旋即江台两处大雪点去 哪知他掌到中途 管宁眼看已跌倒的身躯 突得向后一样 吴不云这一招虽又落空 但管宁失足之下 全神便已聚在他掌势笼罩之中 此刻管宁纵是与他相弱的对手 先机一失 只怕也在难逃出这一掌之危 何况管宁武功 本就非他敌手 此刻胜负之分 历时之间便可分叛 吴不云冷笑一声 手腕一反 五指微分 五闲齐张 殊然又是一招 他心中已操胜算 知道管宁在逃不出自己的掌下 是以这一招去世并不迅疾 哪知管宁眼看这一招当凶击来 竟然不避不闪 反而一挺胸膛 迎了上去 口中冷冷说道 好一个无耻的匹夫 他明知吴不云这一掌之势 必非自己所能抵挡 但却又不避反应 又突得骂出这句话来 吴不云不禁为之一恶 要知道管宁天资绝世 聪明超人 他虽从未有过与人交手对敌的经验 但在这种生死存亡细于一线之际 他的绝顶聪明 却帮他做了个无比明确的抉择 他明知自己 已定然无法避开这一掌之势 是以不避反应 而他突地骂出这句话来 却是为了激发吴不云的少年好胜之心 吴不云掌到中途 突地一顿 他这权力而发的一掌 竟能随心而止 其内力掌势的运用 端蒂是曼妙而惊人的 管宁只觉对方掌元 已自触及自己兄弟时 方子突然撤离 而吴不云已自含怒喝倒 你骂的是谁 管宁哈哈大笑 大声道 阁下方才赌约之事 虽然疏于在下 但此刻阁下武功远胜于我 大可将在下一掌击死 那么 他又自狂笑两声 接道 普天之下 便再也无人知道 阁下曾经疏于在下 也再没一人会要阁下 遵行方才赌约之事 嘿嘿 阁下果然是聪明人 只是阁下既然如此聪明 怎的确不知道 我骂的是谁呢 管宁虽非为死贪生之辈 但自古一死 既有泰山红毛之分 若是为忠义之事 让他死去 他便万万不会因之变色 但如此刻不明不白地死在吴不云手中 岂非太过冤枉不知 是以他方子说出这般尖刻的话来 那吴不云听了果然为之一恶 刹那之间 面目之上 由白转轻 由轻转红 伸出的手掌 也缓缓垂了下来 管宁冷冷一笑 昂然笑道 阁下这一掌 怎的又收了回去 只见吴不云胸膛 威意起伏 似乎暗中长叹一声 但剑梅随即一扬 双目直视 意子昂然道 君子一诺 重于千金 我认得你车中的人 武功却是高于公孙前辈 是以你此刻只管说出一事 我无不照办 管宁心中暗赞一声 这吴不云出言 果然是个昂藏男子 磊落狭视 目光抬处 只见吴不云目光一领 突地献出满面杀鸡 接着又道 公孙前辈的武功地位 虽然不如纳斯 但是各上无愧于天 下无作于地的大英雄 大豪杰 怎可与那万恶的魔头相比 我 我吴不云 只恨不得食其肉 请欺提 管宁心头 一脸存道 难道这白袍书生 真是个万恶不赦的魔头 难道那四名山庄中的惨案 真是他一手所作 哎 管宁呀管宁 你自认正直聪明 行事但求心安 若反而变成助纣为虐之徒 岂非无言再见世人 他心中正子矛盾难安 却听吴不云又接道 此刻你赶紧说出一事 无论我是否能够办到 都一定为你尽力去做 然后 哼哼 我再将你和这魔头 一起置之死地 管宁暗自长叹 又仔细地回忆一遍 对那白袍书生的信心 一字减去三分 当下闭起眼睛 把自己在四名山庄所见所闻 又仔细回忆一遍 图得张开眼睛 说道 阁下如此说法 果然无愧是个君子 他与生微顿 暗中一咬钢牙 断然接道 此刻在下要叫阁下做的事 便是请阁下将在下车内的 那位武林前辈 带到妙峰山去 寻找隐居那里的一位神医 置于他的伤势 然后阁下的刑事 在下就管不得了 要置管宁从灵营口中 得知妙峰山隐居着一位奇人 能治天下各种病毒 但那位奇人究竟是谁 到底住在哪里 如何才能见到这位奇人 求他治愈白袍书生的病毒 他却一点也不知道 而他思潮反复之间 自己又下了决心 无论此事的真相如何 也要先将白袍书生的病毒解去 既已恢复 此念一觉 他便断然说了出来 台幕望去 却见这少年吴不云 面色大变 不言不动地呆立了半赏 方子缓缓说道 我看阁下少年英俊 身手幼自不弱 将来在武林中的前途 正是大有可为 说到这里 他与生突然一顿 目光转向那乌棚车 狠狠向车中盯了两眼 又自接道 阁下可知在这辆大车中的人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吗 管宁随着他目光一转 但见他目光之中 满是怨毒愤恨之色 心头又自一脸 垂手沉吟了半赏 微愧一声 摇了摇手 说道 我这人对这位前辈的姓名来历 却是一点也不知道 但 吴不云冷冷一笑 借口说道 阁下既与此人素不相知 却又为何为他如此尽心尽力地相助于他 环转过目光 凝住在管宁的身上 一时之间 管宁又未知呆呆地震住了 沉吟良久 却寻不出一句回答的话来 要知道 他本是大情大性的热血少年 心中有着一种迥异于常人的豪心侠气 他与那白袍书生虽然一不沾亲 二不带顾 但自觉自己既已答应 帮他恢复记忆便该做到 再者 他深经四名山庄所生之事 再三思考 总觉得此事 其中大有蹊跷 绝非表面上所能够看出 亦绝非这白袍书生所为 这种判断中 虽然有一部分是出自他的直觉 但多少也有着事实根据 尤其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现身 击毙男儿的兽怪老人 大厅中突然失去的茶杯 再再都令他心生疑惑 但是此刻 他却不能将这些原因说出 因知他呆立半赏 吴不云冷冷一笑 以字接到 你可知道 此人有生以来的所作所为 没有一件 不是大大超出天理国法之外 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 也没有一个不将此人恨入骨髓的 而阁下去对此人如此 岂非是为虎作仓 此事若让天下武林人知晓 对阁下可是大为不利 那时 嘿嘿 不但阁下日后因之受损 只怕性命也难保全 两人据是年少英俊 自然难免惺惺相惜 吴不云虽从公孙左足口中 听得一些辱骂管宁的话 以为管宁与那白袍书生狼狈为奸 但此刻 他见管宁与此白袍书生 真是素不相识 是以财苦口婆心地说出这方话 哪知他目光台处 却见管宁双目茫然望着天空 根本像是没有听到他这方话似的 管宁待了两久 徒弟垂下目光 问道 阁下既对他的事迹支支甚响 大约对此人的姓名来历也知道了 吴不云冷哼一声 缓缓说道 此人的姓名来历 日后你自会知道 语气中充满怨恨 言下之意 竟是连此人的姓名都不屑说将出口 管宁呆呆一恶 探讨 阁下既然不愿说出此人姓名 在下字也无法相强 但阁下赌约记书 阁下若是遵行诺言 便请阁下将在下等带到妙峰山去 拜见那位神医 否则阁下只管自去 在下也不勉强 他见了这少年吴不云 对那白袍书生如此愤恨 心中突然觉得自己不该这样 勉强人家做自己极为不愿做的事 吴不云见眉一轩 怒道 方才我说的话 你难道没有听到吗 管宁又自长叹一声 道 阁下所说的话 在下自然不会没有听到 但在下曾对此人有过允诺 此事说来话长 阁下如果有意倾听 在下日后再详细说给阁下知道 无论如何 在下都要将他的伤势治愈 他说来说去还是如此 吴不云目光凝住 默默地听着他的话 徒弟狠狠一跺脚 转身走到自己车前 疏然跃上前座 管宁只见积雪未融的道路上 被他这右脚一跺之势 竟堕落了个深沉的坑 心头暗骇 转目望去 吴不云手腕勒处 马车一转 以自缓行 不禁为之暗叹一声 意自上了自己的马车 带起缰绳向前走去 那只身后 突又传来吴不云冷冷的呼吓之声 阁下要到哪里去 管宁转头望去 吴不云马车竟又停下 心头一动 口中贺问 阁下要到哪里去 吴不云突地跃下车来 飘身一跃 俯身拾起地上马边 脚步轻点处 身形道纵 头也不回 竟又落回马车前座 口中一面冷冷喝到 妙风山 管宁大喜道 阁下可是要带在下一棋去 吴不云面上 木然没有任何表情 木中的光彩 却像困扰已急 冷哼一声 皱眉喝倒 难道在下还会失信于你不成 管宁急目前望 前面天色明明 似右将落雪 右手一戴缰绳 跃下车来 将马车缓缓转过头来 跟在吴不云的马车之后 但听吴不云口中两声长笑 扬起马边 两辆马车 便自向前持去 他笑声之中 竟似乎充满怨恨之意 又似乎是心中 机遇难消 管宁心中一动 存道 难道此人心中 也有着什么难以化解的心事 走进小路转入官道 天色变得越发沉重 事已官道虽阔 行人却不多 这两辆马车 还可并肩而行 管宁转目望去 吴不云仍然一言不发 目光低垂下 两道被沾帽边沿盖在下面 几乎隐约难见的修长剑眉 也自身身骤在一处 他究竟有何心事呢 我叫他做的 亦并非什么困难的 难以做到的事啊 管宁心中正自暗地寻思 吴不云却又冷冷说道 妙峰山离此已不远 位置笔触之前 我却有几件事要告诉于你 他一清喉咙 神色忽得变得十分郑重 还道 廖峰山虽是一代名医所居 却实无异于龙潭虎穴 你我此去 不但极凶难料 而且是否成功 意味可知 就凭你身上的这点武功 要想见到此人之面 实在是难如登天 就算是我 哼 也只有三分把握 你切切不可将此事看得太过容易 管宁缓缓点了点头 心中却大感惊异 暗存道 医者人心 本应以救人活命为天职 他却又怎的将之说得如此凶险 却见吴不云 似乎又暗中一探 目光远远望向昏暗苍穹的尽头 又道 你并非武林中人 当然不会知道 江湖上此刻表面看来平静 其实却已掀起一阵巨浪 武林中各门各派 甚至一些久未出山行道的掌门高人 也都纷纷离山而出 这为了什么 我不说你也该知道 管宁心中一动 脱口问道 难道就是为了四名山庄中所发生之事 吴不云哼一声 道 正是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 你车中之人 此刻已成了武林中众矢之地 置于阁下吗 哼 也是武林中人急欲一见的人物 其中有以中南 罗浮 武当 少林 以及太行这些门派 各有门人死在四名山庄之中 自然更不会放过你们 管宁心头一领 变色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吴不云低贺一声 徒弟冷冷苦笑起来 一面说道 武林中谁不知道四名山庄中伤残的武林高手 各个巨是死在你手中那个魔头的手下 不说少林 武当等派与此事有着切身的关系 便是点仓昆仑等派也都将挺身而起 为此事主持公道 此刻两河一带早已成了风云聚会之地 你车中那人武功虽高 但是他能抵挡得了天下武林高人联手吗 他笑声一顿 徒弟长叹一声 又自垂下目光 沉声道 我此刻将你等待到妙风山求医 此事若被江湖中人知道 只怕我也难逃 爱 他朗声道 前面青莲挂起 容我先谋一罪 再去妙风山如何 管宁扬边跟去 心中思潮又如潮而生 他道 并非因为听了吴不云的话 因而担心自己的生死安危之事 而是担心自己不知能否将四名山庄中所生之事的真相揭开 此事直到此刻 仍然是隐没于无礼物中 连一丝可以追寻的线索都没有 他暗中低语 那突然失踪的盖碗 到底是谁偷去的 六角亭中 突现怪异老人到底是谁 独木桥前的暗器人影是否峨眉暴囊 白袍书生是何时何地中的毒 所中之毒又是何人所下 这些事除了那白袍书生或可为他解答一二之外 便是谁也无法解答 而这白袍书生偏又失去记忆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长叹一声 抬头望处 酒家已经到了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他大步走进酒家 却亮枪走了出来 扑面的寒风吹到身上 已不再能令他感到寒意 回首一望 无不云苍白的面色 此刻已变得通红 两人在这小小的酒铺中 一言不发地各自喝了些闷酒 此刻心中却已热血沸腾起来 喝酒的时候 这两个衣衫蓝绿的少年 自然不会受到青睐 无不云安之若素 管宁却是生平第一次遭受到 如此冷淡的滋味 因之他离去时便指出一定白饮 令殿小二震惊和巴结 此刻他大步走到车旁 秃弟大声道 吴兄 方才你对我说了几句话 此刻我也要对你说几句 他一字一清喉咙 朗声又道 第一 我虽不知道公孙前辈怎样受的伤 吴不云冷哼一声 接口道 公孙前辈所受的伤 便是因为他心痛手足之伤残 愤而和那魔头拼命 真气大大受损 风寒亲体 再加上心情悲愤 因之内外交亲 倒在荒山之中 若不是碰巧遇着了我 只怕这位公道正直 尾落侠心的前辈侠士 便也要死在你们的手下 管宁狂笑一声 大声道 死在我们的手下 嘿嘿 吴兄 你却是大大的错了 小弟我 固然与此事毫无关系 便是我车中的那人 若要取公孙左足的性命 也早已取了 哪里还会等到现在 吴不云见眉一宣 方代答话 管宁却又一挥手掌 极快地接着说道 我还可与吴兄击掌为事 日后无论如何 我也得将此事的真相寻出 我车中的那位前辈 如真与此事无关 那么 嘿嘿 我倒要看看 那位武林高人 对此事如何交代 吴不云冷喝倒 如果是他干的 管宁右掌一握 重重一拳 打在自己的左掌上 朗声道 他如真是此事的罪魁祸首 那么在下便要将他杀死 为那些驱死的武林高人复仇 吴不云冷笑一声道 你要将他杀死 嘿嘿嘿 轻身上马 扬鞭而去 再也不忘管宁一眼 灰明阴暗的天空 果然下起雪来了 第七章 遍地其人线 管宁和吴不云 两人都有了三分九亿 此刻扬鞭上道 车马迟行更急 管宁虽觉自己心中有许多话 想对吴不云一谈 但车声淋淋震耳 他即使说了出来 人家也无法听到 便只得将这些话闷在肚里 北方的冬天之夜 来得特别早 继而沐云四合 管宁抬首望处 前面暗影壮壮中 似有灯火点点 他知道 前面必然是个不小的市镇 只是他虽然是居京城 却不知道 这小小的市镇的地名是什么 更不知道 此地距离自己的目的地 还有多远 微一故叛奸 马车又持出树杖 只听呼的一声 加面而来一片风雪 深沉的夜色中 突地冲出两匹剑马 这两匹马来世之急 当真是有如电光一闪 管宁一惊之下 直到又要倒下方才和这少年 无不云撞车的傅哲 口中大喝一声 紧勒马绳 哪只眨眼之间 这两匹马 却以擦身而过 大大的提声中 远远传来一阵笑骂之声 妾小子 怕什么 爷们不会撞着你的 声音高亢 一口闪尽土音 显见的又是来自 燕赵的武林豪强之士 管宁为一定神 剑眉微轩 侧手道 吴兄 你可看清 方才那两人长得是什么样子 哪只目光洞畜 却见吴不云 静身垂着头 头上的沾帽边沿 也拉得更低了 听到管宁的话 头也不抬 只在鼻孔里 嘀嘀哼的一声 沉声道 人家的事 不管为妙 管宁不禁为之一愣 不知道这本来 豪气如云的少年 此刻 怎地变得如此 忍气吞声 呆呆地愣了半上 车马又自缓缓前行 哪只 他们马车方自前行 夜色中 竟又冲出两匹剑马 这两匹 马来是仿佛更急 管宁一带马将 这两匹 马上的骑士 伸手果然 亦是矫健无伦 竟又从管宁车侧的路隙 擦身而过 在这刹那之间 管宁明目而望 只见这两匹 马上的骑士 一身紧端尽装 满脸求然 夜色中 虽然看不清 面目神情 但却又足够看出 他们的飘悍之色 人马远去 却又传来 他们的怒喝声 你们这是找死吗 两辆车并排 走在道上 若不是 风雪之声 虽然使得他们怒骂声 渐渐隐没 但管宁却以不禁为之大怒 转过头去 方待怒骂 哪知目光洞畜 却见无不云的头颈 仿佛垂得更低 一言不发地 带起缰绳 越过管宁的马车 向前驶 向前驶去 静声向 使尊命不敢并排而行 管宁心中 既经且怒 对这少年 无不云此刻的态度 大大不以为然 末地 一阵风雪吹过 前路竟又持来 两匹剑马 这两匹马 一左一右 自管宁车侧 扬边而过 夜色之中 只见马上的骑士 亦是一身 华丽锦断的进装 亦是满脸求然 亦是神情飘悍 伸手矫健 竟和前行的两个骑士 像是一个 母子里住出来似的 管宁虽有三分九亿 此刻神智 亦不禁为之一轻 扬起马鞭赶了上去 又走到 无不云车旁 转过身去 沉声问道 吴兄 你可看出 这六匹马 走得大有蹊跷 他们分明是一路而来 却偏偏要分成三波而行 而且马上人的 装束样子 也都不像是个好人 那滔滔而言 自觉自己的江湖历练 已是大飞昔比 一眼之下 即能分辨出 事情的蹊跷来 哪知他与生未了 吴不云徒有 滴滴哼了一声 沉声说道 别人的事 少管为妙 阁下难道没有听见吗 他仍然低压着沾帽 头也不抬 方才那六匹 剑马擦身而过 他竟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人家的怒骂 他也像是根本没有听见 而此刻 他又对管宁说出这种话来 语气仿佛甚为焦躁不安 管宁听了 心中既是难受 又是愤怒 呆呆地发了一会愣 却听吴不云似乎在自语着道 怎么只有六匹 还有两人 爱 踏雪声 车轮声 使得他的语气 根本听得不甚轻 然而他这种人 竟有异于常态的神情举止 却又使得管宁大感惊奇 心中暗地寻思 难道他知道方才这六匹的来历 难道他不愿见到他们 难道这六匹是他的仇家 可是 可是他方才自语着的话 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想来想去 也得不到解答 心中暗叹一声 又自暗存 此人与我萍水相逢 我又何苦如此费心猜测他的事 哎 我自己的事已经足够烦恼了 但是 此人的来历倒却有些奇怪 我看他和我一样 心中也必定有着一些难以化解的心事 私存之间 他们两辆大车 都已踏上这小小的市镇间 一条青石铺城的街道 此刻晨光虽不甚晚 但这小镇早适已收 行人很少 到旁的店铺都已收店 只有一间酒铺中 还不时散发出酒香热气 和一阵阵的喧哗笑语之声 为这已将躲于死寂的小镇 舔了几分生气 两人心中各有心事 谁也没有说话 眼看已将走到街的尽头 无不云突地转身道 今夜大概已赶不到庙峰山了 就算能够赶到 他突然住口不言 长叹一声 接道 我们在这里歇息一夜 好吗 他此刻语气又变得极为平静 虽然对管宁 已不再称呼阁下兄台 但却显得甚为亲近 管宁展颜一笑道 悉听遵义 却见吴不云 书得勒住缰绳 跃下了车 向路旁一个行人 低声询问了几句 又自上车前行 一面回头过来 朗声道 这王平口镇上 一共只有一间客栈 就在前面不远 管宁呕了一声 心中才恍然知道这个小小的市镇 便是王平口 到了王平口 妙风山就不会太远了 他精神一震 台幕望去 前面转角处一道白粉墙 墙上写的四个大字 果然就是安平客栈 客栈中自然还是有灯光 但是大门却已关了 这么早关门的客栈 管宁还是第一次见到 眉头微皱 跃下马车 转身说道 我们敲门 吴不云似乎又愁愁了半上 但管宁此刻 却已砰砰敲起门来 此次他重入江湖 心中早已决定 自己若不将一些困扰都全部化解 自己便不再回家 因之他满心之中 据是沸腾的热血 沸扬的豪气 正准备用这热血和豪气 在江湖中闯荡闯荡 做一番事业出来 这种心境 自和他上次出来游历时的心情大不相同 因之他此刻的形势 便也和昔日迥然而异 他拍门的声音很响 但客栈中却久久没有应声 他心中一动 暗道 难道这客栈中也出了什么事不成 要知道 他这些日子以来 所欲之事 渐渐据是超于常轨之外 是以他此刻对人对事的想法 便也不依常轨 哪知 他方自动念之间 一个一面揉着眼睛的店小二 仿佛刚刚睡醒的样子 打开了大门 口中嘟囔道 客观 那么晚 外面可冷冽 您快赶着车进来吧 这睡眼惺忪的店小二 这一成不变的老套话 将管宁心中一些不安的想法 全都击破 他不禁暗笑自己的大惊小怪 赶着车进了门 客栈的大门永远是那么宽阔 他可以毫不费事地将大车赶进去 转身一望 吴不云却仍站在门外 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 等到吴不云缓缓将大车赶进去的时候 那店小二却肆意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不住地催促着道 外面这么冷 两位车里要是有人 就请下车 要是有货 也请拿下来 这里的房子保证宽敞 两位要是 吴不云冷冷一哼 道 你先带我们看看房 车里面没有人 也没有货 店小二常常呕了一声 管宁心中一动 暗存道 还是他做事仔细 跟着店小二三转二转 却见这家客栈的每一个房间 都是门窗紧闭 全无灯火 不知是没有人住 亦或是里面的人都已睡着了 只见吴不云满面低房之色 跟着他一直走到最后的一间跨院 管宁暗中一笑 存道 原来此人浴室也和我一样 有些大惊小怪 想这小小的乡村客栈中 又会有什么事 值得他如此提防 一脚跨进院子 这院子里的客房里面 灯火却竟是亮着的 映得这小小的院落 一片昏黄 走上台阶 他抖落满身的雪花 吴不云却以笔直的推门走了进去 管宁目光一转 却见店小二满面的睡态 此刻竟已变成一脸鬼笑地望着自己 管宁心头不禁为之一跳 只觉得那店小二在身后一推自己的肩膀 冷冷喝倒 朋友你也进去 管宁一惊之下 已知道自己今日又遇着非常之事了 斜着身子冲进房间 只听得一个低沉浑浊的声音 冷冷说道 好的很 好的很 又来了两只肥羊 管宁见眉一轩 台幕望去 房中迎面一张八仙桌上 定牌放着三只蜡烛 桌上放着极柄雪亮的刀剑 被烛火映得闪闪发光 桌旁有五个反穿皮衣的标形大汉 这低沉浑浊的雨声 就是从其中一个面带刀疤 敞开皮领的汉子口中说出的 这景象一入管宁之墓 他陡然醒悟 这是打劫 转目望去 只见吴不云竟仍低着头 一言不发地站在门边 而房门两侧 也一边一个站着两个手持利刃的汉子 目光单单地望着自己 转目再一望 房中靠墙的椅上 一排坐着三个穿着皮袄的肥胖商人 满面京剧之色 身上也四在不住颤抖 抖得连他们身下坐着的椅子 都速速地动了起来 这三个不住颤抖着的肥胖商人旁边 是一个奇瘦无比的瘦小汉子 站在这些肥胖的商人旁边 两相对比 管宁只觉此人之兽 实在受得生平未堵 再加上他穿着的一身黑短衣衫 一眼看去 更觉此人猥琐无比 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抬头淡淡看管宁一眼 便又垂下头去 救生像是一只 静待人家宰割的黑色羔羊 管宁目光从这兽人身上一开 眼前却突然一亮 在这瘦子身侧的一张茶几 另一边 静坐着一个满身罗翼的少妇 头上静书的是一丝不乱的菩萨曼 发芬三叠 最下的一叠 像一片蝉一般 紧紧贴在他那颖白如玉的坟井上 第二叠却在他耳后 那一双明珠耳环稍高的地方 左右分挺出两片圆而小巧的翼 第三叠自然是在第二叠的上面 一座圆形 也是从左右两边斜斩出去 若从身后望去 便仿佛是一只四翅的蜻蜓 但管宁此刻站在他身前 却觉得有如仙子头上的云泥 加上他满头的朱翠 青山般的带眉 秋水般的明目 金美艳简直是不可芳物 管宁再也想不到 此时此地会见着如此人物 目光呆呆的凝柱半上 这少妇秋波一转 轻轻从管宁面上飘过 又自贫眉垂目 然而管宁却以心头一热 只觉这少妇目光之中 有一种无法描续的感觉 赶紧避开目光 连他身后的小环 都不敢侧手再看一眼 对面的墙角 却坐着两个华府锦衣的老者 每一人手中拿着一杆烟管 烟管翠绿 竟似是翠玉所致 这两个老人面无表情 动也不动地坐在椅上 让人无法猜透他们的心意 老人身侧 却是一个游方的和尚 和尚穿着一袭破旧的挥布袈裟 双掌合十 垂手而坐 满屋之中 只有这方外之人 似乎因为自己身无常物 不怕人家打劫 是以神色也最是镇静 管宁目光在屋中一扫 虽然他目光移动得很慢 但也不过是刹那间事 先前发话的那标形大汉 锐利的目光 冷冷在管宁身上转了两转 冷哼一声 粗鲁地又道 羊虽是羊 可是不肥 道害的爷们为你白耽误了些时间 砰的一拍桌子 长身站了起来 管宁虽早已觉得 此人身材极为标状 他这一长身而起 却仍不禁为之暗吃一惊 此人身材之高大 仍自吓人 管宁在有棚背中 素有常人之欲 但与此人一比 却仍矮得太多 但是此人打在桌上的这一掌 声音虽重 却不惊人 管宁目光微逆 偷偷又望了吴不云一眼 却见他头颈 越发垂得低了 一点也没有要反抗的样子 心中不禁大齐 难道我们也要被 这般强盗欺武一番不成 要知道 他此刻早已跃跃欲试 想凭着自己的身手 将这般强盗赶走 就一救房中 这些束手就腹 毫无反抗的肥羊 见了这满身罗衣 满头朱翠 楚楚动人的少妇 心中更是大声豪气 纵然他武功 不及这些强盗 也会拼上一拼 但是吴不云此刻的情态 却又使他大声惊疑之心 微一耻一间 这飙行大汉 又自立声喝倒 兄弟深夜之中 把朋友们叫到这里来 喂的是什么 嘿嘿 我想朋友也都是瞎子 吃云吞 肚子里早有数了 他卖弄了这么一句 自认为极为风趣的话 像是极为得意 浓眉一阳 仰天大笑几声 笑声突地一顿 目光一转 坐在他身侧的两个汉子 立刻随之大笑了起来 这飙行大汉 冷冷一哼 又道 光棍眼里不揉沙子 兄弟自问两眼不瞎 一见了各位 就知道各位都不是穷人 嘿嘿 非但不是穷人 而且还都是大大的扩人 因此兄弟也不惜冒 很大的风险 在这王平口镇上 嘿嘿 哈哈 兄弟一向很听从圣人的话 知道良机万不可失 像各位这种身份 这么有钱的扩人 今天竟都会住在这小小的王平口镇上 这间破落庙一样的客栈里 实在是老天爷要帮我铁金刚的忙 要我铁金刚发财 兄弟 我怎能辜负老天爷的一番圣意呢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 越说越觉得意 砰的一排桌子 又自仰天大笑起来 这一次站在门口的两条汉子 坐在桌旁的四条大汉 也都立刻随声大笑了起来 管宁见了 心中又是气恼 却又有些好笑 手肘微曲 偷偷在吴不云泪下一撞 哪知吴不云 却声像是没有感觉到 仍自垂首而立 这标形大汉 名副其实的铁金刚 浓眉一扬 大笑着又道 各位在这房子里 一共有十多个人 而兄弟们 也只来了十多个人 在这房子里的 却只有六个兄弟我铁金刚的名头 在两河一带 虽然是响当当的 亮闪闪的 可是 嘿嘿 哈哈 各位却不一定知道 那么各位就会 他说到这里 管宁耳畔 徒弟响起吴不云 极为低沉轻微的雨声 不要乱动 这里全是 吴不云的话说到这里 也立刻住口 仍然垂着头 动也不动地站着 管宁心中更加惊议 愣了一会儿 只见这铁金刚还在说道 因此 兄弟现在就露一手 给各位看看 也叫各位虽然破财 心里却不会觉得太冤枉 嘿嘿 我铁金刚做事 一向漂亮 虽然现在就可以动手 但是 哈哈 却还是要叫各位舒服些 雨声一顿 这质得意满的标形大汉 徒弟伸手 抄起桌上 一柄折铁快刀 手腕一抖 刀光点点 刷的一声 像桌上并排放着的 三只蜡烛消去 刀光一闪 宛如立电 烛光一摇 仍然明亮 只见铁金刚手中的这口快刀 竟停留在桌旁的一个大汉 咽喉之前 不到三寸之处 刀光游在不住颤动 管宁心头一脸 按道 草莽中果然不少好汉 这汉子虽然鲁莽 刀法却端得惊人 转目望去 四座之人 颤抖的仍在颤抖 垂目的仍然垂目 何时的仍然何时 谁也没有动一动 而这铁金刚 却又哈哈笑道 各位都是有钱人 大概不会知道兄弟这一手刀法的好处 可是 他目光一转 在身侧的那些汉子身上一扫 又道 兄弟们 你们可都是练过三天把势 你们总该知道 哥哥我这一手刀法的好处吧 雨声方了 那些大汉立刻轰然道 高 真高 大哥这一手刀法真高 一个汉子轻轻站了起来 轻轻伸出手掌 用十中二指 轻轻将面前的蜡烛一架 这根蜡烛竟已断做两截 铁金刚哈哈大笑几声 那汉子将拿起的半截蜡烛 将断出用火一烧 又轻轻放了上去 再拿起另两截蜡烛 烧了烧 接了上去 方子一拍巴掌 大笑着道 一刀砍断蜡烛 这可不难 我马老二都能做到 可是一刀砍断蜡烛后 烛光不灭 蜡烛不倒 这分巧 这分快 嘿嘿 叫我马老二再练上十年 可也办不到了 他一面摇手 一面称赞 管宁却在心中暗笑一声 存道 此人姓马 对拍马屁一道的功夫 倒的确不错 一面却按道 只是这铁金刚的刀法 却也惊人 我只怕一飞此人敌手呢 要知道 管宁此刻根本不知道 自己武功的身前 是已难免生出慈响 只见着马老二雨声一顿 那铁金刚突的手腕一扬 刀光又是一闪 扑的一声 他手中的折铁快刀 竟然脱手飞出 不偏不倚地插在房中的屋梁上 铁金刚又是仰天一阵狂笑 那马老二立刻大声道 就凭我们大哥神刀手 铁金刚这手玩意 叫各位花点银子 总不冤枉吧 管宁目光一转 屋中的人神态人物变化 只有那三个商人身上的肥肉 仿佛抖得更厉害了 铁金刚仰天大笑了几声 笑声又字一顿 秃地冷冷说道 天气如此寒冷 各位早些将银子拿出来 也该去睡觉了 目光转向 那罗伊少傅 语气之中 更加了二分轻薄之意 又道 尤其是这位娘子 生得如此娇嫩 若被冻坏了身子 嘿嘿 哈哈 我铁金刚可是赔不起的 罗伊少傅贫眉闭目 琴手微锤 连耳上的珠环 都没有动一下 他身后的轻衣小环 柳眉却似微微一扬 但目光一转 却也垂下头去 依然站在这少傅身侧 亦是若不惊风之态 他神情间的这威仪变化 却恰巧被管宁看在眼里 他心中不禁为之移动 只见铁金刚笑声未决 大步走了出来 转目四望 大笑又道 各位不是有钱人 也是个大大的好人 兄弟今宵无事 各位却给兄弟消遣了这样久 兄弟此刻再不动手 可真有点不像话了 这三个肥胖伤人 抖得更是厉害 头也垂得更低 哪里还答得出话来 铁金刚面上神情 突敌一领 满是森寒之意 刹那之间 还满面笑容的铁金刚 竟变成满面杀意 缓缓地又接到 可是你们带来的三口箱子 里面却只有些衣服 你们的银子 想必都是带在身上的鸟 三个肥胖伤人 仍然垂着头 铁金刚浓眉一扬 突敌一把将当中 一人笔直地拉了起来 另一只菩萨般的剧长 在他全身上下一艘 突敌哈哈一笑 从这一被吓得满面 土色的伤人腰盘 解下一条宽约半尺的皮带 一面笑道 原来都在这里 将皮带解开一看 皮带的夹层之中 果然巨是成蕾的银票 他狂笑着手腕一震 这肥胖的伤人 像是浑身上下 都再也没有一丝力气 扑得倒在衣上 马老二早已跟住上前 接着皮带放在桌上 铁金刚冷笑一声 道 你们两位 难道还要兄弟亲自动手吗 管宁洞也不动地站在门前 心中却是大为不安 先前吴不云在他身旁说的那句话 使得他直到此刻还未有所动作 此刻 他心中却不禁又是不平 又是焦急 又是惊疑 暗暗惊道 这吴不云年纪虽轻 却并非胆小未视之人 他此刻如此做法 到底是何用意呢 这铁金刚如此跋扈骄横 我真该和他拼上一拼 看他如此对待人家 他若对那女子亦是无礼 又待如何 何况 我怀中尚有那本秘籍 又怎能被他搜去 他越想越觉 自己不应在袖手而观 目光抬触 却见吴不云此刻 竟已退到门角 垂手而立 铁金刚却已将另两个肥胖商人的钱袋拿了过来 放在台上 转身走到那黑衣受汗的身前 伸手一摸他身上的衣衫 口中吸的一声 摇手探道 兄弟身上穿着的这件衣服 料子可真不错啊 兄弟一生之中 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 又自摇手探道 可惜太小了一些 太小了些 目光突幼一领 沉声说道 只是胸台的行囊之中 已有不少银子 那么胸台的身上 只怕也少不了有些值钱的东西吧 这黑衣受汗长身而起 目光在四下缓缓转动一遍 嘴角竟然露出一丝 像是充满鸡巢之意的笑容 一言不发地走到那张八仙桌旁 从怀中掏出一个翠绿的翡翠鼻烟壶 数张银票 挤定金元宝 轻轻放到桌上 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 一言不发又坐了回去 闭目扬起神来 见了他这种神态 铁金刚竟不禁为之愣了一愣 拿起那鼻烟壶妈撒半赏 口中又自嘻嘻称赞着道 真是好东西 好东西 就凭这就值千把两银子 雨声一顿 又狂笑起来 大声道 弟兄们 我早就知道 今天这笔买卖不小 你们看着吧 还有值钱的东西在后面呢 大步 走到那罗伊少妇身前 那罗伊少妇 身躯微微一动 向后一退 头上环佩叮当一下 这高贵美丽的少妇 身形就指着微微一动 姿态之美 足以绚人心目 刹那之间 管宁心中热血沸腾 只觉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该眼看着这样一个妇人 受到如此粗俗的满汉凌辱 他见眉微轩 便待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 那只身后一脚涂地被人一拉 耳机又响起无不云轻微而低沉的声音 说道 莫动 他脚步轻轻移动一下 终于顿住 只觉那罗伊少妇的秋波 似乎轻轻向自己一扫 他面孔一红 自觉自己如此畏缩 实在不是大丈夫的行徒 心中大声羞残之感 便也缓缓垂下头去 那只 徒弟响起一个娇美无比的声音 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 你要干什么 管宁大气之下 忍不住抬手望去 只见这罗伊少妇 一字抬起头来 面对那有如巨无霸一般的铁金刚 缓缓又说道 你要干什么 他一连问了两句 只问得这铁金刚呆呆地愣住了 似乎说不出话来 过了半晌 方思哈哈数声大笑道 小娘子 我要干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 马老二双手一拍两股 耸着双肩走了过来 笑着道 我们大哥要的是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不过 希希 你要是 要是 希希 我们大哥不但不要你的珠宝银子 也许还要送你两个也未可知 我们大哥可是有名的慷慨啊 你要是不信 希 去问问北京城里的小金带就知道 这马老二满脸产笑 满嘴粗话 管宁见眉一轩 心中大怒 却见那罗伊少妇抬着头 一张以洗以衬的胶面上 神色丝毫未变 伸出春葱 郁折的一只仙仙玉手 轻轻一拢并发 又道 这话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 铁金刚又未知一愣 方子哈哈笑道 当然是真的 谁还骗你不成 罗伊少妇突地眼口扑斥一笑 笑得头上 环陪叮当作响 铁金刚呆呆地望着他 忍不住大声道 小娘子 你笑些什么 罗伊少妇笑声未住 娇声说道 我笑的是你 这少妇美如天仙 笑得更是令人目眩心荡 这铁金刚出身草莽 几曾见过如此美貌的妇人 几曾听过如此娇美的笑声 不知不觉 竟看得呆了 先前那种飘悍跋扈样子 此刻竟已荡然无存 目光呆呆望着这少妇 缓缓道 你笑的是我 我又有什么可笑 管宁见着他这种神态 心中只是哭笑不得 转目望去 房中个人 除了那些彪形大汉 目光剧都痴痴地望在这 罗伊少妇身上之外 别的人仍然是先前的神态 动也不动一下 他心中不禁更加奇怪 知道自己今日又遇着了一件奇事 只见着罗伊少妇笑声一脸 缓缓放下御掌 娇声又道 我笑的是为了你实在太笨 既想要钱 还想要人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呀 最多最多 也只能再活一个时辰了 现在你要是听我的话 对这屋里的每一个人 恭恭敬敬地磕上三个头 然后乖乖地爬出去 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否则 他又只娇笑一声 终止了自己的话 铁金刚面色一变 倒退一步 大喝道 你说的是什么 管宁心中一动 却见着罗伊少妇 又自垂下头去 再也不忘那铁金刚一眼 而铁金刚的一双虎目 顺也不顺地望在他身上 一双巨掌 一开一盒 掌上指节 咳咳作响 这高大雄伟的神刀手铁金刚 被少妇地轻轻几句话 说得像是呆子似的 呆了许久 放有大声狂笑 大声道 好好 我倒要看看我铁金刚 今日是怎么死法 可是我就算要死了 也得先把你和水 吞到肚子里 手掌一伸 骨节又是一阵 咯咯声响 他竟伸出一双巨掌 笔直地向着罗伊少妇 抓去 管宁心头一跳 却见这少妇头也不抬 却又扑哧一笑 缓缓道 你要是再不出手 眼看我一味妇道 人家被人欺负 我可就要骂你了 管宁心中又是一跳 难道他说的是我 当下心胸又是一阵激荡 却见这铁金刚秃的 唬吼一声 双臂一扬 目光一转 大喝道 是谁 是谁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高人 走到那黑衣兽汉面前 大喝道 是你 张口呸的一口浓潭 吐在这黑衣兽汉脚前 骂道 你呸 黑衣兽汉闭目养神 声像是根本没有听到 他的话似的 铁金刚一个虎跳 转身来到对面坐着的 两个华府老人身前 上下望望两眼 又大喝道 是你 这两个华府老人垂着头 意识无动于衷 铁金刚又是呸的吐出了一口痰 一面大骂 老不死的 又自猛一转身 扑到那三个肥胖商人的面前 大骂道 三只猪 张口一口痰 镜子吐到当中一个商人身上的锦衣之上 便又转身一扑 笔直地跃到管宁面前 目光像利剪般地在管宁身上一扫 秃得一把拉着管宁的衣襟 大骂道 难道是你 是你这小兔崽子 就凭你也能把我铁金刚弄死 哈哈哈哈 一时之间 管宁只觉心中热血上涌 再也顾不得一切 方待出手 哪知 那罗伊少傅 徒友哥哥娇笑起来 缓缓地说道 我从一数到十 你要是还不死 我就随便你怎么样 铁金刚大喝一声 放开管宁的衣襟 像个疯子似的 扑到这少傅身前道 你数数看 罗伊少傅淡淡一笑 轻轻说道 一 缓缓一掠云辫 二 放下御掌 一礼一金 三 他笑声娇美 余声轻利 然而听到管宁耳里 却不知怎的 连管宁心中 都起了一阵难以描述的 力耸之感 忍不住击凌凌地 打了一个寒劲 铁金刚更是面色灰白 连退三步 退到桌旁 那罗伊少傅 却以轻轻一笑 含笑说道 四 铁金刚突地大喝一声 转身抄起桌上的一柄 长剑 劈空一剑 大喝道 你数到十 我若还是未死 我便要将这房子里的人 各个杀光 罗伊少傅娇笑着道 你要是安安稳稳地 坐在椅上 也许我数到十的时候 你还能剩下一口气 可是你要还是像疯子似的这样暴跳如雷的话 只怕我还没有数到十 你已经要倒在地上了 他说话的声音仍然如此娇美 铁金刚大喝一声 怒骂道 你要是再说一句 我就先把你一剑杀死 那时你就莫怪我铁金刚没有怜香西域之心 罗伊少傅仍然娇笑着道 你先解开衣裳看看 扑吃又是一笑 轻轻道 铁金刚面色一变 一手握剑 却用另一只菩萨般的巨掌 一把撕开自己的衣巾 灯光之下 只见这满身囚巾纠结 有如铜胶铁柱般的铁金刚的下腹前 一片铜色肌肤之上 竟整整齐齐地印着一大衣小 一身一浅 一黑一紫 两个渗入肌肤的掌印 管宁目光洞畜 再也忍不住心中惊异之情 竟脱口惊呼一声 他无法想象 这两个掌印是何时印上 转目望去 吴不云却仍垂着头 无动于衷 声像是这一切事的发生 都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而那些肥胖伤人 黑衣兽汉 华服老人 枯手僧人 此刻竟也仍然目无表情 那些镖形大汉 一个个面如土色 铁金刚俯身望到自己身上的掌印 更是惊得如受雷击 只听到这房间里的粗重呼吸之声 此起彼落 徒弟 那罗伊少傅 又自轻轻一笑 划破这沉重的空气 他竟又笑着说出 六 枪狼一声 铁金刚手中的长剑落到地上 他有如金刚般的身形 也开始摇摇欲坠 口中喃喃低语道 黑煞手 黑煞手 刺手印 罗伊少傅一双秋波 含笑望着 这惊魂欲绝的铁金刚 口中笑道 七 铁金刚一手扶着桌炎 一手按着胸腹 念上神色 舒清舒白 在这摇摇烛火中 难看一急 他挣扎着大喝一声 力声道 是谁 是谁 我铁金刚有眼无珠 不识高人 他走到管宁身前 声音已变得有如销鸟液体般凄厉 惨呼着道 难道是你 是不是你 扑的一声 庞大的身形 推金山 倒玉柱 跌倒在管宁面前 管宁虽对这铁金刚大有恶感 此刻意不禁为之 悚然动容 呆呆地愣在当地 却说不出话来 耳畔只听得那罗伊少傅 又自缓缓道 你不要再问是谁了 反正这屋中之人 倒有大半以上可以在举手之间置你于死地的 丘波一转 在肥胖伤人 黑衣兽汉 滑腹老人 枯瘦僧人 即管宁 吴不云身上一扫而过 又笑道 你说是吗 管宁只觉心头一脸 忍不住又激凌凌打了个寒战 只见那些先前飞扬跋扈的飙形大汉 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 呆如木鸡地站在桌旁 望着在地上不住呻吟的铁金刚 刹那之间 管宁心中徒弟大声侧隐之心 对那罗伊少妇的如此冷酷 也不禁大气反感 他先前也想不到 这样高贵娇美的少妇 竟会有这样一副比铁还硬的心肠 徒弟 五角想起一声清朗无比的佛号 阿弥陀佛 接着一阵微风 烛火一摇 窗戈一响 身影一花 那罗伊少妇又自咯咯笑道 想不到西年一指尖八寇 担长会群魔的少林神僧 吴朱大师 此刻心肠也变得如此慈悲了 竟连个死人都不敢看 地上挣扎呻吟的铁金刚 秃地低吼一声 缓缓爬起 连连道 在哪里 吴朱大师在哪里 转目望处 那两个华府老人 手持汗烟 仍在垂目而坐 他们身侧的枯手僧人 却已在方才那微风一过 烛光一摇 窗戈一响的时候 飘然掠出了这间 充满血腥杀气的屋子 管宁手掌一紧 紧紧握着拳头 他又一次经历到一件奇事 而此事的发生 却是他身立其境的 此刻他心中既是惊异 却又羞惨 直到此刻 他才知道吴不云 为什么阻止自己出手的意思 因为他此刻已知道这屋中 他原来看成是束手旧父 毫无抗拒之力的人 却都有着惊世骇俗的身手 令他奇怪的确实 这些武林高人 怎会聚到一处 又为何大家都会莫如身 吴不云既然认得他们 却又为何一直低垂着头 不敢说话 他呆呆地撕存了半赏 只见这铁精刚挣扎着 爬起一半的身形 又扑得一声倒在地上 微微呻吟两声 双腿一蹬 再无声息 那些穿着皮衣的彪形大汉 各自惊叹一声 面上神色 一字变得有如厉鬼般难看 而就在这刹那之间 罗伊少傅微起英纯 说道 爸 一阵风雪 从方才被少林三猪之一 吴朱大师掌风挥开的窗户中 吹了起来 然后烛火飘摇 左面的一双蜡烛火焰 向外一道 终于吸了 管宁虽然素来胆气甚豪 但此刻放眼而望 只觉这间厅房之中 处处剧都弥漫着七清幽森之意 忍不住又打了个寒劲 向后倒退两步 紧紧站到乌布云身侧 只见那罗伊少傅 秃地一掠云辫 鸟鸟停停地站了起来 走到桌旁 拿起那三条内中满是巨额银票的皮带 回眸一笑 道 楚氏三杰 这些银子 你们难道真的不要了吗 他楚氏三杰四字方一出口 管宁心中不禁一惊 难道这三个肥胖的商人 正是称雄武林的草莽英豪呀 这三人的伪装本领的确高强 看他们方才那种颤抖害怕的样子 谁都会以为是真的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 而就在罗伊少傅话声方起 由未说完的那一刹那 他却又听得吴不云在他耳畔轻轻说道 明日午前 妙峰山外 毛家老殿相会 他又为之一惊 转目望处 吴不云仍然低垂着头 再也不看他一眼 他无法明了吴不云这句话的含义 却隐约地猜到 在这厅房之中 一定有吴不云不愿见到的人 是以他才一直不敢抬头 但这人是谁呢 竟使得这豪强的少年 如此惧怕于他 这间乡村客栈中的厅房 本不甚大 然在这并不甚大的厅房中发生之事 却时时刻刻有变化 就在管宁心中存夺之间 那三个肥胖的商人对望一眼 徒弟一起站起身来 向那罗伊少傅攻身一衣 其中一个身量最高 也最为肥胖 穿着一身子段长袍 袍上 沾有方才铁金刚 一口浓潭的商人 诚惶诚恐地说道 夫人只怕认错了吧 小的们并不姓楚 更称不上是什么三姐 至于 至于这些银子 是小的辛辛苦苦 做了几年生意才赚到的 多蒙夫人将那强盗打死 就请夫人将之发还给小的们 小的们便感激不尽了 管宁见了这人臃肿的身材 捉勒的言辞 惶恐的神态 心中存到 只怕这少傅真的认错了 却见罗伊少傅口中 长长地呕了一声 笑道 你们不是处事三姐吗 秋波一转 似乎瞟了那黑衣受汗一眼 又自笑道 那么就算我认错了好了 这三个肥胖的商人 一起惶恐地攻下身去 若不是他们各有个突出如猪的肚子 这一攻身 只怕头顶都要碰到地上了 罗伊少傅扑斥一笑 浩万威扬 将手中的皮带 抛到这三人面前 又自笑道 不过 我话可要说清楚 刚刚铁金刚可不是我杀的 他身上的两掌 一掌是中南派的镇山掌法黑杀手 另一掌却是太行子边的 不传之密子手印 冤有头 债有主 这铁金刚就算是变成厉鬼 可也找不到我的头上 这三个肥胖商人 一面拾起皮带 一面口中唯唯称事 又道 多谢夫人的恩赐 小的们就告辞了 三人一起悬身 方代举步 那只 那始终默默坐在一旁 闭目养神的黑衣兽汉 秃地冷冷喝道 慢走 只见他们面色秃地一变 顿住脚步 缓缓回身 黄声道 还有什么吩咐 那黑衣兽汉 冷冷一笑 道 十年以来 你们三个道发福了 那铁金刚说的道不错 你们生意一定做的 发财的很 可是 你们难道连十年前的故人 都不认得了 只是你们纵然在胖上一辈 胡子刮得再光 老夫却还是认得的 他话声方落 罗伊少傅立刻娇声笑道 原来我没有认错 只见这三个肥胖的商人 骑地一震 骑声道 阁下认错了吧 那黑衣兽汉 哈哈一笑 冷笑着道 老夫若不是为了你们三位 也不会到这客栈中来 也不会遇着今日之事 三位 直到我老眼昏花 已不认得三位了 是已连 方才那无知的满汉 不认识三位 就是西年名镇大河南北的黄河三郊 竟对三位横家屈辱 三位也忍受了下来 他又是仰天一阵狂笑 接道 方才别人见了三位发抖的样子 还指到三位真是怕了那无知满汉 但是老夫却知道三位方才发抖 不安 只是为了愧对故人而已 是吗 他满脸笑容 张口大笑 只是这笑容与笑声之中 却没有半分笑意 只听得管宁毛骨悚然 心中不禁恍然 暗自存道 难怪他们方才颤抖之态 倒向是真的 原来他们是见了这黑衣兽老头 坐在自己的身旁 是已才会发抖 不安 我若非亲眼目睹 真是难以相信 这三个肥胖臃肿的人物 竟会是西年名震西河的人物 他突然想起 那罗伊少傅方才所说的 处事三姐 又想到那铁金刚方才 对这三人所说的话 心中不禁又自暗暗好笑 存道 这黄河三交此刻 是该改个绰号 叫做黄河三珠 倒恰当的多 他看着这三人的形状 在想想自己给他们起的绰号 不禁嘀嘀一笑 笑出声来 笑声方柱 他只觉十数到历殿般的目光 一起射到他身上 而那黄河三交处事三姐 却秃地一挺胸膛 哈哈笑道 想不到 想不到 岁月匆匆 疏忽十年 受恶谈惊 却仍是眼力口力 不错 我兄弟与你 还有旧账未清 你要怎的 只管话出道而来吧 这黄河三交 果然不愧为西年争霸两河的豪强之势 刹那之间 这三个满面仓俗之气 满身臃肿之态的商人 目光一脸 胸膛一挺 竟立刻恢复了西年的飘悍之气 此刻三人一起放声狂笑 管宁只觉笑声震耳 竟有金石之声 受恶谈惊面容骤变 哪知这黄河三交笑声未了 秃弟一起斩动身形 疏然竖掌 向这中南掌门乌山独行的唯一师弟 受恶谈惊前胸 双内 上下左右八处大学挥来 管宁只听得掌风呼呼作响 人影飘飘欲飞 心头方自一脸 哪知身后房门秃弟怦然一响 他赶紧转身望去 那一直垂手站在门旁的少年吴不云 此刻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他惊呼一声 掠出门外 门外风雪漫天 夜色深沉 似乎有一条淡然人影 在远处屋脊上一闪而过 身形之快 端地惊人 直到此刻 他还是无法推测 吴不云今夜为何会做出这些 大义常态之事的原因 望着眼前深沉的夜色饿了半晌 身后徒弟有一个雄魂高亢 有如深山雷鸣般的声音 缓缓说道 你那不辞而别的朋友 此刻走到哪里去了 管宁骇然转身 只见那两个手持汗烟管 始终不动声色的华府老人 此刻并肩站在自己身后 背门而立 四只迥然有光的眼睛 顺也不顺地望着自己 他呆了一呆 乐乐地说道 方才的话 可是两位老丈说的 方才那句发自他身后的话 虽然说得极为缓慢平淡 却以震得他耳骨嗡嗡作响 望着这两个老人 干枯瘦削的身躯 他真不相信 这两人会有那种高亢雄魂的雨声 华府老人也似乎呆了一呆 随即展颜笑道 当然是老夫说的 难道还会有别人吗 他神情冷峻 面目沉静 但这一笑之下 却让人觉得 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温暖之意 管宁自入江湖以来 所遇的人物不是奇鬼难测 便是高傲冷酷 陡然见着这种温暖和蔼的笑容 不禁对这两个老人大起好感 立刻憨手道 他此番不辞而别 实在也大出小可意料之外 至于他的去向 小可更不知道 这两个华府老人 一个较高 一个较矮 较高的老者 笑容亲切和蔼 较矮的老人 却是满面睿智之色 前额特高 双眉舒展 但鼻带阴勾 却让人看来带着三分脚态 只是这三分脚态 并不显著而已 此刻他双眉微微一皱 沉声道 你和他 可是一路同行而来的 管宁微一迟疑 点手称事 这老人双眉一盏 又道 那么他姓什么 叫什么 此番北来 是为这何事 你总该知道的了 他一连问了三句 管宁心中一动 存道 此人对吴不云问得如此详细 难道他们之间 有着什么瓜葛不成 一念至此 又想到吴不云方才的神态 便沉吟答道 小可与他虽是一路同行 但却并不深交 只知道他叫吴不云 其他的 小可便也无可奉告了 他与那少年吴不云之间 虽无深交 但在这半日之间 却以互生好感 是以他考虑之下 便未将吴不云护送公孙 左足求医之事说出来 只见这两个华府老人 同时长眉一皱 滴滴念叨 吴不云 那身材略矮的老人 猛一击掌 侧手道 我说是他 你偏不信 如今看来 我的话可没有说错吧 另一华府老人 长叹一声 沉声道 这孩子 徒弟刨袖一服 一阵强劲无比的风声 砰的一声向后浮去 原来他们两人背门而立 左右两侧 各自流出持续的空隙 此刻正有一条人影 想从这门旁空隙之中掠出 他头也不回 眼也不忘 就这刨袖一服之事 却已将那妄想夺门而出的 肥胖人影挡了回去 刹那之间 只听得门内一声惨呼 一声娇笑 那罗伊少傅娇美的声音笑道 我叫你不要碰到 我身上来 你不信 接着又是一声惨呼 这罗伊少傅又自娇笑着道 钟南黑杀手 果然吓杀人 我说谭老先生呀 这地上的四具尸身 可都是你打死的 你快点想想办法 把他们弄走呀 管宁心头一领 难道这片刻之间 黄河三郊已被全部打死 一念至此 他忍不住称长脖子向内望去 只见听中那张八仙桌子 此刻早已翻到桌上的两双蜡烛 却不知何时 已被站在罗伊少傅身后的那轻衣小臂拿在手里 六个反穿皮衣的标形大汉 满头大汉 满面惶恐地站在墙角 罗伊少傅面带娇笑 和那受恶弹精对面而立 而就在他们脚下 却倒握着黄河三郊和那铁金刚的四具尸身 风雪从管宁身后吹到他背脊上 他只觉着刺骨的寒意越来越重 暗叹一声 退后一步 眼前突地掌引一花 一只枯瘦的手掌 已向他迎面打来 这一批掌 虽然大出他意料之外 但掌势却来得极缓 他大惊之下 局长一架 目光洞畜 却见这一掌 竟是那较矮的华府老人 向自己激出的 不禁喝道 老丈 你这是干什么 这老人嘴角微微一笑 掌到中途 突地一转 绕过管宁的手掌 切向他肋下 管宁见眉一轩 同时成长 掌势下窃 哪知这老人突地哈哈一笑 手掌一翻 垫也式地叼住管宁的手腕 沉声道 你是谁 是谁人门下 明明是个富贵少年 却如何要乔装成 第三下四之人 这老人好锐利的目光 一眼之下 便又看破管宁的身份 管宁轩没怒到 小可行事如何 又与阁下有何干系 雨声方了 他只觉自己手腕之间 突地其热如智 这老人叼着自己手腕 竟突地变成一圈 刚由烈火中取出的刚辜 他猛一咬牙 忍受了这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滋味 暗中将自己体内的真气极快地调息一遍 只听那老人冷冷道 你与老夫虽然无关 可是你那朋友与老夫却是大有关系 你与他之间到底是否有所图谋 他此刻去了何处 他冷然说到这里 语气疏然一顿 目光也随之一变 似乎吃了一惊 宁神向管宁望了两眼 突地侧手向另一老者道 大哥 这少年武功虽不高 但却竟有引流归宗之力 我此刻手掌上的功力 竟被他引去大半 大哥 你可知道 当今武林之中 还有哪一门派 有这种内加的心法 要知道 管宁此刻武功 正如这老人所说 却不甚高 但他所修习的内功 却是在武林中 失传已久的心法 再加上他正直年轻 这老人若是与他动手过招 管宁万万不是敌手 三五招内定必落败 但这老人此刻 与他用内力相较 却未见能占断然压倒的优势 这两个华府老人 乃是太行山一脉相传的 紫边一派中 硕过仅存的两位长老 其辈分上在当今 明阳天下的太行掌门人 太行紫边公孙真人之上 江湖上提起 太行双老洛山老人 和药水老人来 很少有不肃然起敬的 此刻与一个弱贯少年 互叫内宫 竟有如此现象发生 此等大义长情的事 自然使得这一睿智 明闻天下的药水老人 也难免为之吃惊 身材略高的乐山老人 双眉翼子微微一皱 沉声问道 真的 缓缓伸出手掌 向管宁万间搭去 那只管宁图的大鹤一声 拼尽全力 手腕一反一抖 那要水老人 竟在疏忽之下 被他挣脱 这太行双老 不禁其的面色一变 其得一鹤 第八章 索命怪客 太行双老身后 徒弟传来一阵咯咯娇笑 只听那罗伊少傅 娇笑的声音笑道 悠悠 想不到这孩子 有这么好的功夫 竟连太行双老 两位老人家都抓不住你 呀 这可真难得得很 管宁方才大用气力 此刻但绝体内气血翻涌 明目调戏半晌 张开眼来 只见这两个华府老人 面色难看一击 那罗伊少傅 却以面带娇笑 侧着身躯 从老人身旁走了出来 秋波侵略 向管宁上下打亮了两眼道 喂 我说年轻人呀 你到底为什么 得罪了这两位老人家 竟使得他们两位 一起向你出手呀 他明里是问管宁 其实暗中 却在擅损这太行双老 要知道 以太行双老的身份地位 岂有一其 像个弱贯少年出手之理 此话若是传出江湖 太行双老颜面何存 管宁是何等聪明的人物 当然早已听出他言下之意 心中不禁对这少傅 暗暗感激 把先前骂他心肠冷酷的心念 消去几分 只见这太行双老 果然以其喧媒大怒 目光历刃般 漠然转向这罗依少傅 而这罗依少傅 却仍然若无其事地 轻轻一笑 面对管宁娇笑道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 得罪了两位老人家 哎 年轻人做事总是这么莽撞 还不快些向两位老人家赔礼 太行双老面上 震清震白 目光之中 声像是要喷出火来 管宁见了 心中大为诧异 这两人对他如此愤恨 怎地都既不口出恶言 又不出手相机 只见这两人狠狠地望了 罗依少傅几眼 乐山老人突地一跺脚 狠声道 老夫已是古稀之年 你却年纪还轻 你如此行事 日后你的靠山一倒 你 你难道不怕武林中人 将你 将你 这老人气愤之下 说起话来 竟已有些语无伦刺起来 这罗依少傅 面容突地一沉 笑容顿脸 眉梢眼角 竟立刻现出冷靴的杀气 他冷笑一声 欢欢说道 我看你年纪不小 所以才尊称你一句老人家 你可不要不识好歹 什么靠山不靠山 难道我沈三娘 自己就没有手段较量你 太行双老 面色变得更加难看 那轻衣小桓 一手拿着一座烛台 站在门里 从门里射出的烛光 映得这两个老人的面容 苍白如指 管您侧目望去 只见那药水老人 暗中伸出两指 轻轻一扯 这乐山老人的衣襟 两人秃地 一言不发的一盏身形 斜斜掠出两杖 再一拧身 衣美飘飘 有如一双苍蝇掠去 疏然几个起落 便已消失在深沉的夜色 和漫天的风雪里 罗伊少傅冷哼一声 目光转向管您 轻轻一笑 年轻人 别老站在雪里啊 话声立刻又恢复了娇柔之意 此刻谁都不会看出 这少傅 竟有令太行双老都为之设服的能力 管您面颊一红 垂手向前走了两步 走到门口 乐乐道 多谢夫人相助 目光洞畜 心中突地一领 他手腕之上 竟也整整齐齐印着一个紫色掌印 直到此刻仍未退去 暗存这要水老人 掌上功力之身 端底惊人已急 他却不知道若非他已习得那内功心法 此刻他的手腕至今起飞早已折断了 那罗伊少傅却声像是没有听见他的感激之言 自语道 真讨厌 怎么雪越下越大了 回身又道 红尔 你知不知道这里离北京城有多远了 明天我敢不敢得到 哎 再敢不到 只怕真的要迟了 缓缓伸出右掌 在自己掌上凝柱半掌 似乎看得出起神来了 管宁侧目一望 只见他这双春葱般的欠掌上 竟戴着一个纯金的戒指 最怪的是 这戒指竟做人形 只是此刻灯光昏黄 看不甚清 管宁心中一动 方黛答话 哪只听内 突地响起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 只怕夫人纵使今日就已感到 也嫌太迟了 这声音 虽然是冷冰冰的 没有半分暖意 但语气之中 却满含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 罗伊少傅 面色疏然一变 幽怨而温顺的眼波 也突地变得寒如利简 冷然问道 你说什么 大厅内 缓缓走出 带着满面诡异笑容的 钟南剑客兽恶谈惊来 漫条丝里的一年 磕下微虚 目光望着院中的漫天风云 冷冷又道 在下是说 夫人纵使今日就可赶去 只怕爱 她面上笑容畏敛 但却故意长叹一声 接道 也嫌太迟了些 罗伊少傅 玉手一锤 长长的罗秀 便也像流水般滑下 覆盖了她春葱般的手掌 这高贵美丽的妇人 虽在盛怒变色的时候 举止却仍然是优美而动人的 她青苔莲不坚 曼妙的身形 便以漫无声息的一道谭经身前 冷笑着道 我要到北京城去干什么 怎地会太迟了 你倒说说看 你又怎会知道的 受恶谭经冷笑一下 缓缓道 这个嘛 嘿嘿 不但在下知道 武林中知道的人 只怕还不止在下一个里 受恶谭经与罗伊少傅 一个身形枯瘦 形容猥琐 一个容光焕发 貌如天仙 但此刻两人站在一起 说话之间 却是针锋相对 旗鼓相当 罗伊少傅面如寒霜 望也没有望管宁一眼 管宁轻轻向这跨院门外走去 只听这枯瘦老人 又在冷冷说道 夫人 此次北来 想必也是 听了江南传言 说是夫人有位 极亲近的朋友 正在北京城中养伤 但夫人一世聪明 难道就不曾想到 江湖上既然有此传言 那么 此刻要赶到北京城去 会见那人的 何止夫人一个 他嘿嘿干笑了几声 道 只是这些人 敢去会见那人的目的 自与夫人不大相同 夫人的那位朋友 武功虽然天下第一 但他如果真的受了伤 就不会再有力量 来对付寻仇的人 这消息在江湖中流传 已有粤鱼 那么 夫人现在才去 不是以前太迟了吗 他说话之间 雨声极为低沉缓慢 是以话才说到一半时 管宁已走到门外 听了他的话 心中虽也一动 但他越走越远 后面的话 他便没有听清 也并没放在心上 此刻他心中思绪万端 根本整理不出个头绪来 今夜他在这个客栈中 所欲之人 虽然各个来历身份 巨似十分诡秘 但他却以为 这些人与他具无干系 他也无心去多做揣测 只有那两个老人 与吴不云之间的关系 却使他颇为奇怪 那少年吴不云 为何不告而别 而且走得那么慌张 更令他觉得难以解释 一路走去 他才发现 这间客栈 除了那间跨院外 所有的客房 竟都是空着的 他心中不禁有些好笑 心想铁金刚那般强盗 倒的确有些倒霉 选来选去 竟选中了这些 煞星做打劫的对象 走到前院里 他和吴不云所架的两辆车子 还停在门侧的马棚下 这两匹剑马一日奔波 再加上此刻的深夜寒风 但此刻却为何都神采一一 没有半分颓米之态 和马棚中的令几匹马一笔 更显得灼灼不凡 要知道 管宁百万身家 此次单身出行 选用的马匹 自然是百中选一的良居 那少年吴不云 更是大有来历 所成字也不是普通猎马 夜色深浓 风雪烧住 管宁一阵一山 大步走了过去 万籁聚集之中 这辆马车里 突然传来一阵阵呻吟声 管宁心中莫的一惊 搜的一个剑步 窜到车侧一看 这两辆乌棚大车 车门竟都是虚掩着的 虚掩的车门边 一边倒握着一个 反川皮扰的标形大汉 另一边却倒握着 刚才那个出来开门的 电小二 这两人据是腹地而握 口中不断地发着 微弱的呻吟之声 管宁大惊之下 定睛一看 夜色之中 只见这大汉 已经穿得发黑的 白羊皮袄的背心上 竟甚有一片鲜红的血渍 那扮成电火样子的贼党 背后亦有一片鲜血 而这两个人之间的雪地上 却赫然有八个像是用 剑剑划出的潦草字迹 如此疏忽 真是该死 方自绍住的雪花 已将此刻画颇深的字迹 演得有些模糊不清 管宁出神地望着字迹 一时之间 心中满是惭愧自责 不觉呆呆地恶住了 他知道这两人 定必是在自己和吴不云 停留在那跨院中时 偷偷溜出来 要看看这两辆大车中 所在是何财物 等他们见到大车中 只是两个病人 自然大失所望 甚至还要对车中之人 加以杀害 而就在这时候 却有一人突然演到 他们身后 他们背后的伤口 不用说 字也是被这人所创 这人暗中救了公孙左足 和那神秘的白衣人 自然就不免要恨 管宁和吴不云的疏忽 是以便在地上留下字迹 以示警戒 但这人却会是谁呢 管宁呆立在凛冽的寒风里 暗问自己 他想到三天以前 书斋中 徒弟穿窗飞来的两件一刀 以及昨尘桌上 赫然出现的 桑皮纸包中的人儿 便又暗中寻思 这件事看来是同一个人 做出来的 他如此维护于我 但却又不肯与我相见 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只有灵影 他滴滴的 有如身影一般 自言自语着 灵影 灵影 真的是你吗 你 你为什么要对我如此 却又偏偏不肯见我呢 藏手缩尾的马 被惊得西鱼羊手 不住长思 管宁心头一惊 伸手打开车门 白衣书生 仍然静卧如吸 另一辆车中的公孙佐祖 也在沉沉睡梦中 他心中一叹 觉得这位浪迹 封尘的武林艺人 在身受重伤之后 还能如此沉睡 的确是种福气 他却不知道 公孙佐祖此刻 还能沉睡的原因 却仅是因为 吴不云以和缓的手法 点了他的睡学而已 他见了车内的两位武林艺人 都安然无恙 方子透了口长气 突然觉得天地间此刻 竟是沉寂如死 方才的马丝声 声音声 已全部停顿 除了呼呼的风声外 四下里连一丝声音都没有了 在如此寒冷的冬天 在如此寂寞的深夜 他突然发觉 静寂 有时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于是他便干咳一声 但咳声一注 四下又负寂然 他无可奈何地暗叹一声 将一辆马车从马厩中牵出来 可是 当他在去牵第二辆大车的时候 一条弹青人影 徒弟如飞掠来 灵巧地掠上马车前坐 接着 第二条人影 也自掠来 这人影来世之速 更远在第一条人影之上 一辈第一条 疏然如飞的人影 惊得正住的管宁 耳畔只听得 一连串环配的叮当微响 停留在院中的大车 已由这家客栈敞开的大门向外持去 一个娇柔清脆的口音 仿佛在喊道 暂时剑马车已用 下面的雨声 便以全被淋淋的车声 和两匹剑马的长丝掩住 这一个突然的变故 从发生到结束 不过仅仅是眨眼监视 大惊之下的管宁 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突生之变 等到他定过神来 大喝一声 慢走 一个剑步掠出大门的时候 这辆大车在沉沉夜影中 已变成了一个朦胧的黑影 此刻 他甚至还未来得及想这变故的严重性 他知道 驾走这辆大车的 必定是那罗伊少傅和他的女币 这样的人物 莫说驾走他一辆车 便是驾走他十辆马车 他也不会觉得心痛 但是 他突然想起大车里卧病的人来 他也想到了他的严重性 于是他感到一阵虚弱的感觉 自脚跟发散 转瞬便蔓延全身 你若是也曾经历过一些突然发生的严重打击 你便也能明了这种感觉的滋味 如若不然 便是用尽世间所有的形容自会 只怕也不能形容出这种感觉的滋味 大地上的一切 眨眼之间 便都便成为一团虚空 他大喝一声 转身扑向 仍然停留在马厩内的另一辆马车边 拉开车门一看 那至今仍是迷一样的白衣人 安静地握在温暖华丽的锦亲里 他不禁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但是 这口气还未透出一半 他的呼吸便立刻又像是窒息住了 他想起另一辆大车中 是伤势极重 急待求医的公孙佐足 他来不及再想别的 又自狂吼一声 扑向大门 但门外夜色沉沉 寒风寂寂 不但没有车马的影子 就连马车的声音都没有了 但是这沉沉的夜色 这寂寂的寒风 此刻却像是泰山巨石般的 当头向他压了下来 他也仿佛承受不住 身形摇了两摇 虚软地倚在门边 于是刹那之间 夜色也消失了 寒风也消失了 在他眼中 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大地又变成了一片虚空和混沌 这件变故发生后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他不敢想象 更无法弥补 他紧握着这双拳 在自己胸口狠狠地垂了两下 暗中责备自己的愚蠢 他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将 那辆大车牵出来 假如他先将公孙佐足 抱到另一辆大车 不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吗 纵然将两辆大车 都一起迁到门口 又有何用 一个人 又怎能同时驾驶两辆大车呢 于是他紧握着的双拳 又在自己的胸口上 狠狠地垂了两下 就在他深深自残自溃 自责自救的时候 暗影又突地缓缓地 夺出一条人影来 一面在独自冷笑着 寒风将他这分冷的笑声 传入管明的耳里 他下意识地转目望去 受恶弹精已自夺到他身侧来了 他眼中虽然接触到这条人影 心里却仍然是空空洞洞的 受恶弹精 奇怪地打亮了他两眼 这中南的明剑手 虽然早已知道他师兄乌衣独行 已在四名山中遭人毒手 是以便奸城北来 想在北京城中 寻访那传言 已被一个富家少年带回北京 并且也受了重伤的凶手 但是他却不知道 此刻站在他眼前的少年 便是他自己此来寻访的人物 他无意之中 遇着多年以前 在黄河江船上 是完全不识水性的他 受尽折辱而几乎丧生的仇人 抱却了久久欲积于心的深仇 又以冷言热讽 将那罗伊少傅 说得五内焦急 立刻冒着风雪赶走 一夜之间 他一连做了两件得意的事 此刻便不禁有些飘然的感觉 恨不得能找个人来 分享他此刻的快乐 于是他便停下脚步 缓缓地挡 人生百年 胎长来去 身外之物 更是生不能带来 死不能带走 你不过只是 失去了一辆马车而已 又何必如此愁苦 余生微顿 台幕望处 却见这少年仍是呆呆地望着自己 就像是根本没有听见自己的话似的 他的双眉微皱 沉声又道 少年人 我说的话 你可听到没有 管宁目光一瞬 缓缓垂下头 低语道 这该如何是好 他心中一片茫然 想到自己明日与那少年无不云之约 更不知该如何交代 竟真的没有听到这寿恶谭经究竟在说些什么 又字难难低语 我真是该死 我真是该死 谭经双眉一圈 但瞬即放声大笑起来 伸手从怀中取出了一定 原本已放在铁金刚手里 此刻却又取回的金钉 大笑着他 想不到你这少年人 竟然如此想不开 来来来 拿去 拿去 这一定黄金 想来已足够买回你的马车了 这狂笑之声 使得管宁神智位之一阵 抬起头来 呆忘了他两眼 又摇了摇头 方子缓缓说道 我与阁下素不相识 阁下这是干什么 受恶谭经伸手一念微虚 大笑又道 是是 我与你虽然素不相识 你的车马更不是我所掠走 但这顶金子 你却只管取走 他又自仰头 长笑几声 接道 若非是我三言两语 那沈三娘 又怎会如此匆忙地赶走 你可知道 他是为着什么 哈哈 他是生怕自己去得太迟 那似会被别人害死 爱 他故意叹息着 如此风霜严寒 一个富道人家 还要如此奔波 也真难为他了 管宁呆呆地望着他 他说的话 管宁根本一点也不懂 当下干咳一声 道 阁下到底在说什么 小可实在愚昧 难以了解 至于这顶金子 小可更是不敢接受 受恶谭经笑声顿住 秃弟面色一沉 截断了他的话 说道 这黄金你只管拿去 反正你的马车 既然被那人驶去 你纵然想尽办法 也不能取回了 管宁心头一凉 脱口道 真的 谭经冷哼一声 点手道 老夫岂会骗你 双眉一扬 神气间突然又变得 十分得意 接着又道 你可知道 使去你车子的 那个女子是谁 管宁茫然地摇了摇头 谭经又道 那女子便是江湖人称 绝望夫人的沈三娘 武林中人遇上了别人 凡是还能有三分希望 但遇上了这沈三娘嘛 嘿嘿 什么事都只好任凭她摆布了 几乎连半分反抗之力都没有 是以江湖中人 才替她取了绝望夫人这名号 绝望 管宁江这两个字仔细思索一下 不禁为之 机灵灵打了个寒劲 世上最可怕之事 只怕也莫过于这绝望二字了 而那温柔高贵的女子 竟叫做绝望夫人 这名字取得又是何等冷窍 但见受恶谈经 嘿嘿一声冷笑 又道 这绝望夫人沈三娘 不但剑法暗器 巨都超人一等 聪明机智 更是骇人听闻 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她几乎全都早已猜到 你嘴里都没有说出来的话 她也能先替你说出来 而且她还有个与她关系 大不寻常大大的靠山 武林中最狠最冷的人物 西门一白 这西门一白四字 一入管宁之耳 她心头不禁又未知一领 她似乎听过这名字 又似乎没有听过 却见谭经又已接到 多年来 天下武林中人 就从未听过 有一人能在这绝望夫人面前 占过半分便宜的 嘿嘿 只有老夫 今日只说了三言两语 便让她吓得面清纯白 连抢马车这种事都干出来了 她又以一阵得意的大笑 结束了自己的话 随手将那顶黄金 塞在管宁手里 人们在欢乐的时候 常常会希望别人 也能分享自己的欢乐 这孤傲的老人此刻 在这种心情下 便也做出了一些 绝非她平日为人性格 所做的事来 但是 她却不知道 管宁的心境 又怎会为这区区 一定金子而欢乐起来 这本已充满自责自救之心的少年 心情更是奇乱如麻 她略微思考一下 便恍然想到西门一白四字 便是那白衣书生的名字 也直到此刻 她才知道 这白衣书生的名字 只是除了这名字之外 她对此人的一切 仍然丝毫不知道 她想到这些日子来 她所接触到的 每一个武林中人 说起西门一白的为人 都说是冷酷毒辣 于是 她便无法不再冷静地 思考一遍 她对这西门一白的信念 是否有改变一下的必要 而她此刻也已猜到 那位绝望夫人沈三娘 如此匆忙地要赶去北京 一定是为着 关心这西门一白的安危 生怕她会遭受到 仇家的危害 于是 她又想到 那一刀两剑 两只人儿 难道这些人 便是要去加害 西门一白的仇家 她不急暗问自己 那么 又是谁把他们赶跑的呢 一个人能对一件事 加以冷静而明确地分析 她便会被人称赞为聪明人 假如 她能冷静分析的这件事 与她本身有关 那么她聪明的程度 就更会被人惊赞 但是 管宁此刻 却有着那么多 与她本身有关的事 有待于 她自己思考分析 她纵然聪明绝顶 却也不禁为之迷乱了 手掌一紧 她发觉掌中已多了一钉金子 谈经是何时将这钉金子 塞在她手上的 她也不知道 于是 她接着便发觉 方才冲耳的狂笑声 此时已归于寂静 而那位枯瘦的钟南剑手 此刻也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风未注 雪又落了起来 她肩头已积满了雪花 但却没有抖落她 你能够将自己也划入管宁此刻的情景 来体会一下她此刻的感觉吗 受恶谈经 成名江湖数十年 平生只在核桃附近的黄河渡头边 栽过一次金斗 心胸极为狭窄 多年来 她时时刻刻都将这件奇耻大辱放在心里 未曾有一日祸望 今日她奇耻得雪 又将武林中人人见着要倒霉的绝望夫人善笑一番 心中正是得意已及 是已见了管宁这种发愣的样子 心里只觉得有些好笑 随手塞给她一定金子 便扬长走了出去 这王平口虽近京城 但前有大镇 后去已是北京 过往的行商旅客 在这王平口歇脚的并不甚多 因知世面并不凡胜 此刻夜已颇深 王平口上这条街道上 不但渺无人际 甚至连灯火都没有了 再加上这家客栈本已位于街道尽头 她出了大门 四下一望 威夷阵一 抖落雪花 便向阵外行去 在这严冬的深夜里 在这荒凉的道路上 错非是她这种久走江湖 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若是换了别人 有谁敢在此时赶落 她暗中微笑一下 撩起山脚 大步而行 虽未进展轻功 速度已颇惊人 此刻她心中舒坦 脚步踏在雪地上 有如踏在云端 刹那之间 前行便已离许 她脚步却已越走越慢 要知道 虽是那家高手 她在如此风雪严寒中赶落 却也是见苦事 我此行既无极事 如此赶落为何 此念即生 她不觉暗笑自己 于是她前行的脚步 便慢了下来 转目望去 呼得瞥见前面枯林中 仿佛有一幢乌影 她暗中盘算一下 突地双臂一阵 电野式地向这幢乌影掠取 三五个起落 她掠起的身形 便已掠取林中 只见这幢乌影飞船双击 屋子虽不大 建筑的却极为精致华丽 她展颜一笑 按道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这幢屋子真的是奸祠堂庙语 于是她毫不考虑地 从一处颓落的墙原缺口 跳跃进去 顺手掏出个夜行人 必备的火折子 顺风一抖 一点昏黄的火光 便自亮起 那只 一点火光 徒弟从电站墙角转了出来 接着嘟嘟两声耕鼓 一个懈怠苍老的声音 随着沉重的脚步声 缓缓传来 懒洋洋地自语道 又是二耕了 天 怎么还不亮 哎 冬天晚上 日子可过得真慢啊 紧握一定金子在手中的管宁 正望着漫天的雪花发愣 听见这声音 疏然一惊 脚步一缩 想退回门里 却听着耕夫已自贺道 是谁 这么晚还站在这 管宁暗叹一声 知道自己又遇着了麻烦 他生怕这耕夫 会看到院里的两具尸身 要知道他出身世家 对于违法的事 总是不敢做的 这两具尸身 虽非他所杀 但他却怕沾到凶杀的嫌疑 这种感觉 自然和亡命天涯的武林人物 大不相同 若是换了铁金刚 这类角色 只怕早已将这耕夫一刀杀去 而此刻 他却立刻应声走了出去 耸着双肩 缩着脖子 穿着一身老棉袄 手里提着个灯笼 撵着个更邦的老耕夫 睁着朦胧的老花眼 上下向他望了两眼 干咳了两声 又道 小伙子 三更半夜的 干什么呀 是跟谁又会 嘿 年轻人 真都是夜猫子 难道你也像我老头子一样 怕活不长了 连晚上都不敢睡觉 这老人亲切的语气 友善的态度 管宁突然发觉 有些人的人性是那么善良 这老人看到自己如此鬼祟样子 竟没有丝毫疑心自己 他感激地向老人一笑 心中一动 便问道 老人家 我是因为有个客人生了疾病 要尽快到妙峰山去求医 你老可知道 从这儿到妙峰山 该怎么个走法 老耕夫长长地嗷了一声 将灯笼往门里一照 管宁心中立刻一阵巨跳 生怕灯笼的灯光 会照在地上的尸身 他却不知道 这老人老眼昏花 在这幽暗的深夜里 要叫他看出遗障以外 马就下阴影中的东西 再添三只灯笼 他也未必能看到的 只见这老人 手里举着灯笼 来回晃了凉晃 道 这里面有辆马车是不是 嘿 还套上了马 嘿 原来 你要趁夜赶路 廖峰山可不远 从这出阵往西走 走个跋里地 再北转 不到天亮 你也许就能赶到妙峰山了 可是 我老头子怎的没听说过 妙峰山上住着大夫呀 嘟嘟两声 更邦又是良想 这老人摇了摇头 盘扇着往外走去 一面摇着头 叹道 哎 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 身体真比我老头子棒得多 这么黑 这么晚 还能赶车 管宁望着这老人 逐渐远去的背影 像以他一生平凡的生命 心里方似泛起一阵淡淡的怜悯 但转念一想 这老人的生命虽然平凡 但却是安乐而稳定的 他无庸对世人赴救 也不会对上天有愧 因为他已尽到了他做人的责任 但是 我呢 他垂下头 走到院中 走到那辆大车旁 此刻他甚至宁愿 方才被那罗伊少傅 驶走的是这辆 因为他对人们已有 歉疚的感觉 跳上车座 扬起马鞭 巴拉一声 剑马长丝 车轮转动 这辆马车便冒着风雪 冲出了这客栈的大门 冲入深沉的夜色中的官道上 淋淋的车声 划破了大地的寂静 他挺起胸膛 长长透了口气 风雪披面打在他脸上 刺骨的寒意 使他消极的意志 振奋起来 于是 车行更急 他留意观察着道路 左手撵着鞭绳 握着马鞭的右手 却搭了个凉棚 盖在眼瞼上 免得迎面飞舞的风雪 将视线挡住 因为 在这深沉的夜色里 要变清前面的道路 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秃地 一条黑影 呛亮着从道路冲出来 仰手一招 似乎想将马车拦住 管宁双眉一皱 微一迟疑 马车已冲过那人身旁 在这刹那之间 他心念竖转 终于一提缰绳 吆喝着将马车勒住 车声一停 马思一住 便听得那人口中不住哼着 管宁回身探手望去 那人向前撞了两步 终于扑地倒在地上 黑夜中 他依稀变出这人的身形 心头不禁一脸 这看来似乎已受了重伤的人 竟是那枯瘦的老人 受恶弹惊 管宁一惊之下 立刻跳下车去 他与这枯瘦的老人 虽然并未深交 但他生具智性 见人有了危难 无论此人是谁 他都会仗以援手 至于他自身的厉害 他却根本不去想他 受恶弹惊在地上哼了两声 挣扎着抬起头来 于是他也看清 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人 便是方才发呆的少年 管宁抚下身去 掺起这老人的臂膀 焦急问道 老前辈 你受的是什么伤 伤在哪里 受恶弹惊 长叹了口气 将全身的重量 都已在管宁的怀里 管宁问他的话 他只能虚弱地摇了一下头 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此刻他身上所受的伤 究竟是被何物所伤的 于是 管宁只得将他抱到车上 放在那白衣人 西门一白的身旁 受恶弹惊 此刻目光若仍是敏锐的 头脑若仍是清楚的 还能看清 他身旁所握的人的面容 只怕他立刻便会跳起来 但是此刻 他不但四肢已开始麻痹 而且他还感觉到 这种麻痹已逐渐蔓延到他心房 命运的安排 永远是如此奇妙和残酷 它使你终于找到你非常想找的人 但却又会在你最最不愿见到此人的时候 这辆大车 外观虽不起眼 但内里却制造得极为精致 车厢四角都欠着一盏小小的铜灯 只是管宁方才心乱之际 便未将灯燃热 他此次离家出门 本已立下闯荡江湖的志愿 因此事先将行囊准备的盛事周响 此刻他从一旁取出火车 爬进车厢 将四角的铜灯锯都用火点着 车厢内便立刻变得十分明亮 光芒刺眼 受恶弹经微张一线的眼睛便又闭了起来 管宁扶手望去 这老人身上衣衫仍然完整 身上也没有一丝血渍 只是面色苍白 气息微弱 他心中一动存到 莫非他也适中了剧毒 此念方生 目光转出 却见这老人枯瘦面容上的肌肉 突然一阵静软 苍白的面色 疏地转轻 昏黄的灯光 照在他这猙獰的面容上 管宁不觉打了个寒净 却见他痛苦地低喊一声 徒佑伸出双手 趴得击在他自己胸前 伸手一抓 抓着他自己的衣衫 双手一扬 撕的一声 他竟将身上穿着的皮袄 撕成两半 车门外有风吹进 吹起这皮袄里 断落的棉絮 浅黄色的胡皮短袄内 他有黑枯瘦的胸膛上 竟有五点淡淡的血字 管宁不禁为之心头一领 定眼望去 这五点淡淡的血字上 竟个个露出半截乌黑的针尖 针尖颇细 甚至比绣花针还要细上一些 但却仍穿透这厚重的皮袄 植入肌肤端地是骇人听闻的事 管宁呆呆地望着这五点针尖 心中突有一动 疏人想起自己在四名山庄小桥前所遇的暗器 又想起武当四宴中兰雁道人所说的话 以贫道推测 在四名山庄的指不桥前 席向他的暗器 便是那以暗器驰名天下的峨眉暴囊囊中 七见七读无比的暗器中 最霸道的玄武乌煞 罗侯神针 管宁不禁脱口呼一声 罗侯神针 受恶弹经全身一震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量 竟使得已将奄奄一息的他 挣扎着做起半身俯首一望 面色大变 惊喝道 果然是玄武乌煞 罗侯神针 哎 我怎会想得到 那里面竟会是他们兄弟两人 眉风一皱 又道 奇怪 他兄弟两人 怎会也到了此间 又怎会潜伏在祠堂里 余生一顿 目光秃地掠过一丝希望的光芒 管宁此刻心中思潮又起 忍不住问道 老前辈是在哪里遇着他们 又怎会中了他们的暗器 要知道 管宁心中始终认为 四名山庄那件凶杀之事 要以这峨眉暴囊 兄弟二人的嫌疑最大 是以此刻听到他们的行踪 便立刻忍不住追问起来 却听谭京长叹一声 扑得卧倒 沉声道 我哪里知道是他们 只怕他们也不知道是我 原来 方才他一脚跨进了断墙 随手打开火车 却听有黑深沉的词堂之中 徒弟冷冷一笑 受恶谭京虽然久走江湖 但听了这种森寒笑声 却仍不禁未知一惊 疏然顿下脚步 笑声一发便止 但四下的寒风里 却似仍有那森寒的笑意 受恶谭京心念洞处 手腕一扬 掌中的火折子 徒弟脱手飞去 穿过这祠堂大殿 败落的窗帘 笔直地飞了进去 而他枯瘦的身躯 也随之略静 突然 大殿中又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 朋友 你放心吧 我死不了 受恶谭京 身形方字穿入窗帘 闻言心中一动 真气猛将 浊气书生 而就在这刹那之间 黑暗中 徒弟积来 十数道尖锐 但却微弱的风声 受恶谭京大喝一声 挥掌拧身 手掌一按窗框 身形又退到窗外 硬变之快 可谓惊人 但他双足一踏地面 胸膛间仿佛微微一凉 他立刻觉得不妙 身形在退无耻 运气之间 胸中竟有些麻痹之感 他全身一震 大喝一声 我与你肃无仇怨 你竟暗气伤人 此刻他急怒之下 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了 黑暗中又传出一阵森冷的笑声 先前那说话的声音 又自沉声道 暗气伤人 哼 我让你也尝尝暗间伤人的滋味 谭经文言 立刻知道 这其中必定有着误会 他奇怪的是 暗中向自己激出暗气这人 怎地还不现身 于是他身形一动 再次扑向窗内 但身形方洞 便又立刻退回 原来就在他运用真气这一刹那 他竟发觉自己胸膛上的 那点麻痹的感觉 就在这瞬息之间 便已扩散至全身 他闯荡江湖数十年 这么霸道的暗气 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心头发凉 再也不敢在这词堂内停留 转身飞奔出去 生怕词堂中那人会随后赶来 受恶谭经成名以来 败得如此狼狈 败得如此莫名其妙 倒真是生平首次 他甚至连词堂中那人的影子都未见到 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向他激出暗气 但是 在这阴森森的地方 突然遇到这种形如鬼魅的敌人 身上又中了这种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暗气 他虽然一声高傲 此刻却也不禁心生寒意 连问都不敢再问一句 只希望自己能在毒发之前 早些寻得解救之法 但是 等他飞奔到路旁的时候 他竟已无法再施展轻功了 他喘息着坐下来 一时之间 他心中又是自怨自艾 又是惊疑莫名 真恨不得祠堂那人随后跟来 让自己见见他究竟是谁 问问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向自己发出暗气 那么就算自己死了 心里也落得清楚些 哪知就在此时 管宁已驾着马车驶来 他骤然听得车声 心中便声出一线生机 是以拼尽余力 跃了出来 拦住马车 而此刻 他见他胸前的伤痕 求生之念 便更强烈 要知道中南一派 与四川唐门 不但毫无仇怨 而且还颇有来往 是以他更断定 其中必有误会 那唐氏兄弟 若然知道是自己的话 也许会立刻为自己解救 也未可知 是以他此刻长叹一声 便又挣扎着说道 路边不远 有间祠堂 麻烦兄台 将我带到那里 爱 我如此麻烦兄台 亦非得已 但望兄台 助我一臂之力 日后 可 我必有补报之处 为着生存 这高傲而冷酷的老人 此刻不但将这个陌生的少年 称作兄弟 而且竟还说出 如此哀肯的话来 管您目光低垂 望着这片刻之前 还是一起飞扬 但此刻却已是 奄奄一息的老人 心中不禁为此 生出万端感慨 此刻虽未天明 但距离天明已不远 明日妙峰山外之约 使他恨不得历史赶到 毛家老殿去才对心思 但他又怎能拒绝 这位老人请求 何况他自己也急欲去见 那峨眉豹囊兄弟一面 于是他便断然点手道 老前辈但请放心 小可岂是见死不救之人 但是 那峨眉豹囊兄弟伤人之后 是否还会停留在祠堂里呢 谭经文言一领 久久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四川唐门之所以 明文武林 便在于唐门的毒药暗器 除了他们自己世代秘传的解药外 普天之下 再无一人可以解救 而且见血封侯 一个时辰内 毒性一发 历时丧命 受恶谭经 若不能历时寻得唐氏兄弟 求得解药 性命实在难以保全 他黯然沉吟良久 方次长叹一声道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 我只得去碰碰运气了 管宁在路边仔细查看一遍 才发觉 有条小径 笔直穿入树林 想必是 昔日这家雌圣时的道路 虽已长满荒草 但勉强可容马车行走 于是他便牵着马江 穿林而入 果然见到前面有壮房影 他暗中将受恶谭经 方才教他的话默念一遍 便大步走到前面 面对着这祠堂败落的门户 朗声喊道 方才终难受恶谭经 不知两位狭架在此 因此误闯而入 以致身中两位独门罗侯神针 单望两位念在昔日故交 赐以解救 他内力之修为 以致登堂入室的境界 此刻朗声呼喊 竟然生如金石 传出甚远 但是 阴黑有暗的祠堂内 却既无回声 管您暗暗皱眉 又此喊道 在下乃中难受恶谭经之有 但望两位英允在下请求 此刻谭大侠已是命在垂危 在下情非得已 一指的冒昧闯入了 说吧 大步向门内走了进去 只觉脚下所踏 俱视残枝枯叶 和片片积雪 脚步每一一动 便带着阵阵微响 这唧唧的声音 混合在呼呼的风声里 让人听了 不由自主的遍体声出寒意 管您胸膛一挺 往前再走了两步 走到大殿前的台阶上 一字持着 一直持在手中的火折子 火光一闪之中 只见大殿之中 颓败破落 神慢 灵魏巨都残败的七零八落 灵台两旁 却有两尊神像 但也是金气波落 不负有当年的威仪了 他失望地长叹一声 只当唐氏兄弟早已走了 他也不愿再在这种地方 逗留片刻 方子转身走开 哪知 大殿中净突地 响出一个森冷的声浪 低沉而微弱地说道 站住 管您大惊之下 只觉一股刺骨的寒意 自足怀升起 转瞬便升至背脊 再次缓缓转过身去 褪色的神漫里 竟缓缓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身躯齐长 瘦骨临寻 头上发迹凌乱 身上却穿着一件 极为华丽的紫段长衫 急膝而止 横腰系着一条丝韬 定睛一看 他左腰之上 竟渗出一片身子血渍 只因他身上穿着的衣裳 也是紫色的 是以若非留意 便不易看出 此时此地 骤然见着如此诡异的人物 若非管您在这半年之中 所见所闻 渐渐拒势惊人之事 只怕此刻以下的不能举步了 但他此刻 却仍壮着胆子 助力不动 只见这人一手拉着神漫 一手按着腰计 缓步走了出来 步履似乎十分沉重 面目一是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只有双眼之中 还发着淋淋的光芒 但被这昏黄微弱的灯光一映 望之却更令人耸力 他将呆立在门口的管宁 由上至下 由头至脚缓缓看了一遍 而管宁的目光 也在此时 将他由上至下 由头至脚看了一遍 最后两人目光相对 管宁心中突地一动 觉得此人似乎相识 但仔细一看 却又完全陌生 他再仔细回忆一遍 不禁恍然而悟 原来此人竟和四名山庄之六角亭中 那突然现身一掌 击毙男儿的寿长怪人 有一分相似之处 刹那之间 他心中已动念鼠变 这怪人望了他一遍 突又说道 进来 管宁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 只见这怪人的目光 也随着他身形移动 目光之中 仿佛有一种射人的寒意 让人望多 不敢望他一眼 管宁心中方正发毛 哪知这怪人奇长的身躯 竟缓缓坐了下来 嘶的一声 本以腐蚀的神漫 随着他的身形落在地上 于是 管宁便立刻看到 神漫的灵台边 也盘膝坐着一个 身穿将子长袍的老者 身材的高矮 虽看不清楚 但他坐在地上 却已比常人坐着的时候 高出一头 可见他亦是身两特高之人 管宁目光洞畜 但立刻猜出 这两人便是 明镇武林的峨眉豹囊 但是 当先缓步走出的老者 怎的确是腰盘空空 一无所有呢 历时之间 管宁又想起 昆仑皇冠门下 以天道人所说的话 他便也历时暗中 寻思存道 这峨眉豹囊兄弟两人 前一到过四名山庄 是已才会在四名山庄中 遗失了自己的东西 而参与四名山庄中 那件事的人 全都丧了性命 只有他两人仍然活着 他两人若非凶手 又该如何解释 于是他心念转变 却又不禁存道 但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现身的怪人 乍眼一看 虽与这两人有些相似 但仔细看来 却绝非同一个人呀 那么 那怪人又是谁呢 刹那间 他心中已将这两个问题 反复想得数遍 却仍然得不到解答 这是已坐到地上的老人 略微明目调息 说道 受恶谈经 真的中了罗侯神针 此刻在门外相后吗 管宁一定心神 肃然道 正是 这老人似乎暗中叹息一声 转手去望他的兄弟 缓缓道 老大 这事情如何处理 受恶谈经 与我们还有些交情 这次我们误伤了他 总该伸手替他治一治吧 他说话的声音 虽然极为缓慢 但却没有断序 管宁见了他如此重伤之下 还能如此说话 心中不及暗害 这峨眉暴囊兄弟二人 不愧是在509 享盛狱的一流人物 被称为老大的老人 仿佛伤势更重 文言仍然紧闭着双眼 却在鼻中冷哼一下 缓缓道 性谈的受的伤 我们来治 我们受的伤 却有谁替我们治啊 他说话的声音 竟更森寒 话中的寒意 亦更冷酷 管宁心中一领 暗道难怪江湖中人 将这两兄弟 称为七海双煞 如今看来 这两人不但暗器奇毒 生性异毒的惊人 若以这两人的性格看来 四名山庄中的惨事 也只有这种人 才会做出 一念至此 他不禁对这两人 大声恶感 那只峨眉豹囊中的老大唐安 雨声依了 却又长叹一声 缓道 只是这姓谈的无缘无故 挨了几针 若是叫他如此死了 也实在有些冤枉 双目突地一张 电也似的望在管宁身上 说道 你就去把他带进来吧 管宁暗暗吐了口气 心中虽在奇怪 这人怎的 突然变得有些人性起来 但他心中对此二人早具成见 是以此刻便也漫步为理 文言只是微一汉手 便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峨眉豹囊唐氏兄弟 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 带着火光消失 大殿又复转于黑暗 老二唐古 突地探道 这玩到有些稚气 他见我们不肯替谭经智商 心中便有些不愤 可是 爱 他却不明白 我们受的伤 比谭经还要冤枉的多理 老大唐安冷哼一声 道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我们兄弟 想必手上血腥太多 一直没有报应 今日才会突然杀出这两个人来 莫名其妙地加害我们 老二 此刻你觉得怎样了 我 我自己知道 已经快不行了 你要是还能走 你就先走吧 唐古一字冷哼一声 道 老大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兄弟 要死 也得死在一起 何况 就凭这点伤 我们还未见得就死了里 这兄弟二人 在讨论生死大事 语气仍如此森冷 生像是此刻身受重伤 即将呜呼的人 不是他们 而是别人一样 唐安文言 长叹一声 又父闭上眼睛 这兄弟两人 彼此说话 都是那么冷冰冰的 其实兄弟之间 感情却极深智 唐古口中 虽在说着死不了 心里其实也自知 无甚希望 他们虽然此刻 仍在说话 但这兄弟两人 一人腰判重了一件 一人的伤势 却在小腹边 这两处据是要害 若非他兄弟两人 数十年性命 娇羞的功力 此刻只怕 早已死去多时了 谈话之间 管宁以一手 搀扶着受恶弹精 一手拿着一盏铜灯 快步走了进来 唐古听到 他的脚步声 眼也不抬 随手掏出个 催雨小瓶 抛向管宁 口中却又 啰嗦一声 缓缓说道 一半敷在伤口 一半吞到肚里 管宁目光动畜 眼见玉瓶飞来 只是将右手一抬 反手去接 只觉手腕一震 而弹精却已缓缓坐在地上 管宁心中更暗害 这唐古重伤后 仍有如此功力 他却不知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鸾凤将死 齐名仍亮 落日的余晖 也远比月光明亮 这峨眉豹囊 名震天下数十年 又岂是屠父须名的人物 可比的 他心中一面私存 一面将手中取自车厢的铜灯 放在唐古旁边的灵台上 受恶弹精此刻的神志已见不清 但他却仍强自挣扎着道 两位大德 我弹精有生之年 永不相忘 唐古族的冷笑一声 缓缓道 你忘不忘都无所谓 反正我兄弟也活不长了 此刻除非能立刻找到太行子 薛门下锁链的续命神高 或许还能 哪知 他话又未了 门外突地响起一阵清朗的笑声 起得台幕望去 只见门外人影一闪 大殿中便已飘落下两个华丽的老者 这两人身形一线 管宁立刻嘀唬一声 而峨眉爆囊堂士兄弟 始终森冷如冰的面容之上 竟为之泛出一丝喜色 第九章 绝地冯家人 这两个华府老者身形落地 笑声不绝 一个身躯较长的老人朗声笑道 想不到 想不到 我兄弟二人无意追踪 却成了你兄弟两人的救星 堂兄 十年不见 你们也想不到 我们这两个老头子早不来 晚不来 却恰好在此刻赶来吧 这两人竟是太行子 薛门下的乐山 药水两个老人 堂古冷酷的面容 泛起了一丝笑容 缓缓说道 方子说道续命神高 想不到续命神高便已来了 哪知老人笑声 突地顿住 竟缓缓走到管宁身侧 突地伸出手掌 他掌出如风 电野式的向管宁右肩肩井穴上拍下 这一个变故 处于突然 更远在方才他两人突然现身之上 管宁大惊之下 挥掌一挡 哪知药水老人掌到中途 竟突地手掌一反 向上斜滑 劈手一把将管宁手中的玉瓶抢到手里 受恶弹精尚未昏迷 见状大喝一声 但却无力出手 药水老人其实并没有加害管宁之意 他这一掌之机不过是声东击西之计而已 管宁事出意外 猝不及防 竟被他一招得手 只见他身行书又退到门边 仰天大笑起来 管宁大怒喝道 你这是干什么 药水老人大笑道 你倒我怎会突然跑到这里来 我就是为了要跟踪于你 我兄弟两人在王平口外的风雪之中苦等了一个时辰 才看到你驾车出来 便在后面跟踪至此 否则 我两人又不是神仙 难道真的知道唐老大 唐老二受了伤 特地跑来救他们 唐安 唐古文言 不禁其地一脸 暗存道 真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我方才救了谭精 此刻便有人来救我 我若是不救谭精 这乐视兄弟只怕不会来救我 只是 他徒弟抢走这少年手中的瓶子 又是为什么呢 管宁见眉一宣 怒道 我与两位素无交往 两位跟踪于我 为的什么 这病药三乃是解救 这位谭老前辈 独视之用 两位抢去 却又为着什么 他虽知这两位老人武功极高 自己绝非敌手 但此刻说起话来 自觉义正词言 对这两位老人 便丝毫没有畏惧之心 却见药水老人笑声一顿 慢条思理的缓缓说道 问得不错 问得不错 老夫不妨告诉你 老夫之所以苦苦跟在你身后 是为了要探查出你那位朋友 吴不云的下落 老夫此刻抢来这玉瓶 也是为了要你将他的下落 坦诚相告 管宁闻言一愣 他不知这两个老人 苦苦找寻吴不云 是为着什么 难道是寻仇报复 但他们年龄悬殊 身份各异 却又不似 他扶手沉吟半赏 朗声又道 两位如要找寻吴不云 两位只管自己去找好了 又何苦做出此等事来要挟呢 哼 这岂不是有失两位身份 他与生微顿 立刻又接道 何况在下与那吴不云 义无身交 两位要问的是 我实在是无可奉告 药水老人突又仰天大笑起来 笑道 骂得不错 骂得不错 但老夫还要告诉你 你与那吴不云一路同行 岂又不知道他去向之理 这点你想骗过别人 还有可说 你若想骗过老夫 嘿嘿 你且问问在座各位武林中人 可曾有骗过老夫的 这药水老人 乃是江湖中有名的智者 他与乐山老人本是兄弟 虽然同是姓乐 但年轻时却非此名 直到近年 他方有这药水老人之号 取的也无非是智者乐水之意 他此刻说出这番话来 虽然有些狂妄 但却也是事实 唐氏兄弟有求于他 此刻便一起点手 受恶谭经心中虽不愤 但也只得冷哼一声 只觉自己脑海遇见晕眩 眼见就要不省人事 药水老人目光一转 一仰手中药瓶 又自大笑道 你若还是想故意推脱 使得谭大侠性命不保 这责任可是完全在你 老夫是毫无干系 唐氏兄弟闻言 暗叹存道 人道药水老人老奸俱华 如此看来 他不想与中南结怨 是以此刻竟说出这番话来 将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 管宁心胸之间怒火大作 只气得面上震清震白 却说不出话来 却听药水老人又自笑道 这玉瓶乃是老夫自你手中取来 你若不说出来 除非你能将他 亦由老夫手中取去 否则 他话由未了 管宁突地利斥一声 身形顿向他直扑过去 药水老人哈哈一笑 脚步微错 长须飘飘 身形已自滑开七尺 将手中玉瓶又自一扬 笑道 你若想抢走此瓶 实事难如登天 管宁此刻已将生死荣辱 巨都抛在一边 但决心中怒火如斥 无论如何 也得将这玉瓶夺回 别的是以后再说 他身形方似扑空 脚跟一旋 便又如影复形般 向那药水老人横掠过去 那只身前 突地人影一花 那乐山老人 竟硬生生挡住了他的去路 双掌一推 管宁只觉一股掌风袭来 这掌风虽然不猛烈 却已使得身形 再也无法前掠 只得停住 管宁惊怒之下 却听乐山老人和声说道 胸台先莫动怒 你可知道 我们要找寻吴不云 是为了什么吗 管宁闻言 又为之一恶 但随即冷笑道 这正是小可要向两位请教的 乐山老人微微一笑道 此事说来话长 且有关本门隐秘 是以老夫才一直未便直告 只是 他持续一笑 老夫寻访吴不云 不但绝无恶意 而且还有助于他 这点胸台 大可不必质疑 管宁威一沉吟 忍不住问道 难道那吴不云 亦是贵派门下 乐山老人汉手笑道 他不但是必派弟子 而且还是必长教的独子 老夫如此说来 胸台想必能相信 老夫寻访他 实无恶意了吧 他语微一顿 又自笑道 老夫还可告诉兄台 这吴不云三字 实非他原来姓名 老夫本来也难以确定 这吴不云是否就是他 更不知道他取此三字的用意 但经设帝加以分析之后 老夫才想起 他从小便喜 将我不说三字 说成吴不云 他取这吴不云三字 作为假名之意吗 哈哈 想来也就是 我不说我的名字之意了 这乐山老人 和蔼诚恳 神色之间 更无半分虚假 让人听了 不得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管宁文言 心中立刻恍然 但转列一想 却又觉得 此事其中必多隐秘 那吴不云 既是太行子靴的掌门 真人的独子 怎地见到他门中之人 却又那般惊恐 而且连面都不愿让人见着 他虽然不知道 此事其中的真相 更不知道 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却觉得 吴不云 既与自己为有 自己便不该泄露他的秘密 转目望去 潘膝坐在地上的受恶弹精 此刻上身潜伏 身垂着头 竟像是已陷入昏迷之态 而那唐氏兄弟 均闭目而坐 连看都未向这边看一眼 生像是全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一时之间 他心中大感有疑难觉 不知该如何是好 自己若是说出了那无不云的去处 岂非愧对朋友 但自己若不说出他的去处 那么眼看受恶弹精便得丧命 这么一来 我虽不杀博人 但博人却因我而死 他心中自更难安 他想来想去 只觉自己此刻已处身于两难之中 无论自己如何去做 都将终生爆汗 但是已至此 却又别无选择余地 他俯首威意沉吟 心中断然下了个决定 目光一抬 朗声说道 两位与吴兄之间 究竟有何关联 在下毫不知情 但两位此刻既以人命相邪 在下却不能与两位一样 将人命看得如此轻贱 只是 哼哼 两位今日却叫在下 看清了所谓武林长者的面目 乐山老人面容一变 灯光之下 他目中似乎隐隐泛出一阵羞愧之色 那要水老人却仍然面带笑容 缓缓说道 阁下如此说来 可是要将他的下落相告了吗 管宁见眉一宣 汗首朗声道 正是 两位只要将解药交于在下 在下明日清晨 定必将两位带到那吴兄面前 要水老人痴痴一笑 道 此话荡栈 管宁冷冷笑道 在下虽不向两位 据是武林中德高望重之人 但却不知实言反悔一事 两位尽管放心好了 他此刻已立下决心 无论如何 得先救了那受恶弹经的生命 然后再带两人到妙峰山外的毛家老殿去 一起会见吴不云 这两人若对吴不云有何不利 他便要以死象征 要知道 他此刻自觉今日一日之中 已做了两件有愧于那吴不云之事 那吴不云纵然有不适之处 他也会全力相助的 药水老人哈哈一笑 缓步走到受恶弹经身侧 当头一一 含笑说道 为这小弟之事 致令谭兄久后 但望谭兄不要怪罪才是 伸手拔开那玉瓶的瓶塞 道出些淡青药末 伸手一拖弹经下额 将这半瓶药粉全都倒入他口中 然后目光一转 含笑又道 谭兄的伤势可就是在当凶之处 受恶弹经微弱地点头 乐山老人面带微笑 秃地伸右手 快如闪电 在弹经下背挤一拍 受恶弹经大喝一声 管宁一字变色怒喝道 你这是干什么 却见这药水老人右掌一拍之后 手掌一反一转 将另外半瓶药粉 一字倒入掌中 却用左手的空瓶 往弹经胸前一凑 他这几下动作 完全一气呵成 断得快如闪电 管宁一声怒喝过后 方黛抢不过去 只听丁丁几声微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 落入那浴瓶里 这药水老人 却在长啸声中 将幼掌的药粉 往弹经胸前的伤口上一合 长啸着道 弹兄身中之针 已被小弟震出 再加上弹兄解药 尿用无方 弹兄只要将吸两日 便可无事了 转过头向管宁笑道 阁下不必担心 老夫岂有加害弹兄之力 就算有别人要对弹兄不利 哼哼 老夫第一个不会放过此人的 这药水老人 果然不愧为名传武林的智者 就这几句话中 不但方才的过失完全推诿 眼下还颇有讨好拉拢 这首恶谈经之意 管宁望着他纵声大笑的神态 心中又是气愤 又觉恼怒 只听他笑声渐渐微弱 放待反唇相机 哪知一直明目而坐的唐安 突地冷冷说道 各位的事都办完了吧 双目一张 目光闪电般到药水老人身上 滴溜溜一转 又道 两位与我兄弟素无恩仇 两位如有相助之心 就请快将那灵药治下 两位如无相助 就我兄弟之心 而只是随意说说 那么就请各位都出去 也让我兄弟死得安静些 这峨眉暴囊说话的声音 虽然极为微弱 但那豪气 却仍然冰冷森寒 管宁听了 心里不禁一脸 暗存道 这峨眉暴囊 难怪会被人称作双毒 此刻一见 果然毒的可以 也冷的可以 他此刻性命垂危 求人相助 说话却仍是这副腔调 平日的为人 更可想而知了 药水老人目光一转 哈哈一笑 道 虽然肃无恩仇 但总算是多年故交 故有有难 毕兄弟岂有袖手之礼 他一面说话 一面又从怀中 取出一个碧玉盒子来 接着道 这便是我太行祖门的师爷 西年苦心炼制的灵药 今年已越来越少 我兄弟这次出来 也只是带的二盒而已 若非是 哈哈 若非是两位兄弟 只怕再也难得 他边笑边说 方次说道难得两字 突厥所泪 风声一领 大惊转身 眼前掌影一花 迎面拍来 便生仓促 他举臂一格 哪只手被突地一麻 他手中玉盒 竟已被人夺去 药水老人再也想不到 此时此刻 竟会有人抢他手中的玉盒 见这人一击得手 身形便疏然而退 竟是那少年管宁 他再也想不到 管宁会有如此武功 他却不知道 管宁武功虽不高 但所席的身法招式 却全都是武林最上乘的功夫 是以才能在他猝不及防之下 夺去他手中的玉盒 这一变故 由在方才他二人 夺去管宁手中的玉瓶之上 唐氏兄弟 乐山 药水二老 一起大惊 几乎同声大喝道 你这是干什么 药水老人惊怒焦急 双掌一措 正带纵身扑上 却见管宁冷笑一声 打开了盒盖 送到嘴旁 大喝道 你要是过来一步 我就将这盒中之药全吃下去 药水老人身形一顿 心中又惊又奇 要知道这虚命神高 不但是太行子薛门中的至宝 而且是天下武林梦寐以求的灵药 这玉盒虽小 但只要这玉盒中所住灵药的十分之一 便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无论是和门盒派的刀疮掌伤 只要还未完全断气 求得此药便可有救 药水老人心疼灵药 见到管宁如此 便也不敢贸然出手 呆呆地饿了半上 徒弟展颜一笑 身形不尽反退 连退三步 哈哈笑道 小兄弟 你是干什么 你如有虚用此药之处 只管对我说好了 又何苦如此 唐安 唐谷 虽都是生性冷酷 喜怒不形余色之人 但此刻唯一可救他们性命的灵药 被人家夺去 心中亦不禁惊怒交集 但面色却仍森寒如冰 只听唐谷冷冷哼一声 缓缓道 这位小哥 如对我兄弟两人 有什么不满之处 也只管说出便是 我兄弟两人 虽然身受重伤 哼哼 他冷哼两声疏然住口 言外之意 自是我兄弟虽然身受重伤 却也不会示弱于你 管您目光如刀 您住在唐氏双独面上 望也不望乐山 要水一眼 说道 在下与阁下兄弟两位 素不相识 续命生机灵高 虽然妙用无方 在下却也不需用此物 只是 他与生未了 唐谷已接口道 那么你如此做法 难道是存心要对我兄弟过不去吗 管您冷冷一笑 沉声道 在下如此做法 只是请教两位仪式 药水老人接口 哈哈笑道 原来这位小哥 只是要请教唐氏双侠仪式而已 那又何苦如此做法 大家虽然聚无身交 但总算都是武林同源 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 如此起飞要伤了彼此的和气 来来 他一面说话 一面抬起脚步 向管您走去 哪知 管您目光秃低一领 冷冷喝道 在下方才所说的话 隔下此刻 难道已忘记了吗 药水老人干笑一声 停下脚步 却听管您 以字朗声接道 在下本非武林中人 也不想涉足江湖的恩怨 只是在下去 要请问唐氏双侠一句 那四名山庄中的数十条人命 两位该如何交代 此话一出 乐山老人 唐安 唐古 一起墨地一经 虽服灵药 神志仍未完全清醒的受恶谈经 文言一字全身一阵 要知道 四名山中那件凶杀之事 不但众人具有极深关系 而且是武林中人人关心之事 乐山老人一经之下 脱口问道 四名山庄中的人命 难道在那四名山庄中惨死之人 与唐氏兄弟又有什么关系不成 管宁冷笑一声 朗声道 四名庄中惨死之人 不但与这唐氏兄弟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一区区所见 那些人纵然不是他两人所杀 却也相去不远 药水老人双眉微皱 陈声道 老夫虽然未曾参与此事 但听得江湖传言 却是那飘忽无踪 形如鬼魅的西门一百所为 小哥 你 你只怕弄错了吧 他一面说话 目光却已投在唐氏兄弟身上 昏黄的灯光之下 只见兄弟两人 虽仍端坐如故 但胸膛起伏甚至 苍白瘦削的面容上 也起了急剧的变化 心中不禁一动 立刻接到 只是小哥 你如另有所见 不妨说出来 让大家听听 也许 也许 可 他干咳了一声 转过头道 反正此刻大家 拒斗无视 以此来萧永熙 害害 也算是件趋势 他干咳数声 却始终未将自己 对唐氏兄弟起了 怀疑之意说出来 管您危溃一声 将自己如何误入四名山庄 如何见着那些离奇之事 如何埋葬那些武林高手的尸身 如何和那白袍书生 一起走出四名山庄 如何又遇着了那翠衣少女 如何避开了乌煞神针 如何又遇着了公孙左足 罗浮彩衣 武当四宴 墓珠大师 又如何到北京城 种种离奇遭遇 都一一合盘说出 然后陈生说道 上了那四名山庄之人 除了西门一白 身受巨痛重伤 尚能侥幸未死之外 其余之人无以生还 但这峨眉暴囊 却为何独能逍遥事外 若是他两人怕是未去四名山庄 但却有人亲眼所见 而且四名山庄中 还有他们的暴囊 我在庄前又险些中了 他们的乌煞神针 哼 他们虽想将我杀之灭口 却不知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他们时机虽密 却也有被人发觉的一日 他侃侃而言 只听得乐山老人 药水老人 受恶谭经剧 都连连变色 乐山老人在他的说话之中 已缓缓走到唐氏兄弟身侧 此记双目一张 凛然望在唐氏兄弟二人脸上 虽未说话 但言下之意 却是 你有何话说 谭经知道自己师兄 便是死在四名山庄中 他虽然生性冷酷 但究竟兄弟情深 此刻目光中似要喷出火来 若不是伤势未愈 只怕他早已扑上去了 唐氏兄弟对望一眼 那唐古竟难难低溃道 好厉害的手段 目光一抬 在众人面上一扫 常叹道 这位小哥如此说来 我兄弟真是百口莫辩 但此事之中 其实还另有敲气之处 各位如信的过我 我 哪知 他我自方自出口 窗外涂地 漫无声息地 击入十数道乌光来 笔直地击向 唐氏兄弟身上 唐安 唐古惊呼一声 和声往下倒去 药水老人心头一领 双掌突扬 强烈地掌风 将这些暗器击落大半 乐山老人大喝一声 平掌一击 龙行一事 闪电般掠出窗外 药水老人手足情深 生怕兄弟此去有失 便不及检视 这些暗器 是否已击中 唐氏兄弟 一掠长山 一字跺脚 飞掠而去 这两人年龄于古兮 但伸手却仍惊人 眨眼之间 便已消失在窗外的夜色之中 管宁大惊之下 定神望去 只见药水老人 掌风空隙中 飞过的暗器 虽未击中 唐氏兄弟 但一瞻地面 净扑的一声 发出火光来 刹那间 那已经破旧的神漫 被点着 熊熊的火势 即将烧到 那一次倒在地上的 唐氏兄弟身上 他惊恐之下 来不及多做思索 一个箭步掠到火势所在 脑海中闪电般转了两转 寻思该如何扑灭 这熊熊火势 那只 就在他这一犹疑之间 窗外突地一声冷笑 并肩飞入两条人影 管宁全身一震 转目望去 只见两人一高一矮 全身黑衣 就连头面都一起 用块黑金蒙住 只露出一双 灼灼有神的眼睛 身形之快 宛如鬼魅 脚尖一沾地面 便又飘飘掠起 纵身过来 此时此地 突然见着 如此诡异的人物 管宁倒吸一口凉气 壮胆喝道 你是谁 抑郁何为 身形较高的黑衣人 阴侧侧一声冷笑 呼得反手 击出一掌 可怜受恶弹精 伤势未愈 待见这一掌 是鸡向自己脑门正中的 百辉大学 却又无法闪避 狂吼一声 立刻失衡就地 管宁心头一凉 只见这怪人 一掌击毙弹精 却连头也不回 冷冷说道 我来要你们的命 他声音沙哑低沉 眼见火事已将烧在自己身上的唐氏兄弟 无力站起 方子就地滚到一边 听到这声音 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劲 颤声道 又是你 这黑衣人 阴阴一笑 道 不错 又是我 呼得一掌 披面向管宁击处 管宁呆了一呆 直带掌势已将击在自己面门上 呼得想起那如意清前秘籍中所载的一招来 左掌立刻向上一台 右掌闪电般 直切这人右掌卖门 他左掌一挡 刚好挡住这怪人的掌势 右掌一切 部位更是妙道豪颠 这黑衣怪人 想不到面前这少年 竟会施展出如此神妙的招式来 手腕一缩 连腿三步 管宁虽然习得秘籍上这种奇妙无比的招式 却苦于运用不熟 又不能接连施展 是以一招斩出 便无下招 这怪人见他忽然助手 摸不透他武功的身前 也不敢再次出手 唐氏兄弟见了这两个黑衫怪人 心中正自心惊肉跳 挣扎着坐起来 忽见管宁施出此绝妙的一招 心中大喜 只希望他能将这两人击败 哪知管宁却呆呆地扼住 他两人又不禁着急 那身形略矮的怪人 徒弟轻叫一声 大哥 上呀 双掌一挫 手掌一引 左掌又在斜挥 左掌又变掌为止 直点管宁左腰 右掌却已挥向管宁咽喉 管宁心中方子盘算着 该如何拾出第二招 忽见此人公来 他心头一脸 只觉四面镜仿佛都是这人的指风掌影 自己无论向何处闪避都躲不过他那一指 其实这一招虽然厉害 但那如意清前上 却不知有多少招式可以将这一招轻易地化解 但是管宁不但想不起来 即使想起来也不会运用 只得向后一退 但他身后却是正在燃着的神漫 熊熊的火势 烫得他心神一颤 这是他前有敌招 后有火势 正是微如悬卵 他情急之下 右掌向右一挂 左掌向左一拴 身形成势一冲 他情急之下 胡乱施出一招 施出过后 最想起这一招 也是那如意清前中所宰的妙招 仿佛叫做铁栅栏 这黑衣怪人 眼看他已将伤在自己手下 哪知他右掌 秃地用崩拳一挂 左拳用横拳一拴 仿佛像是五行拳中的铁锁横将 又仿佛像是太极拳中的如风四壁 但威力妙用 却仍在这两招之上 使得自己竟不能不收招而退 他又连退三步 愣了一愣 却也不知道 这一招精妙的招式 究竟是何门合派的 要知道 如意清前中所宰的武功 据都是武林绝传已久的绝技 这两个黑衣怪人 虽然大有来历 武功很高 就凭管宁此刻的武功 十个也不是这两个的敌手 但管宁失出这两招来 却让这两人齐都愣了愣 更摸不透对手武功的深浅 但伙势越烧越大 这两人纵然再也不出招 就这样 挡在管宁身前 管宁也立刻被伙势烧着 只是这两人方才用调虎离山之计 调开人质双脑 此刻便生怕他两人发掘受骗 立刻转来 是以这两人意子不耐 两人私下交换了个眼色 正带一起施杀手 速战速决 将对方伤在掌下 哪知 窗外又是一声轻斥 竟有飞快地掠入一条人影来 神情匆忙焦急 一进来 更不打话 仰手一剑 斜斜向这两人挥来 他手中之剑像是甚短 但这一剑挥来 威力却颇惊人 只见闭光一溜 有如闪电 却看不清他这一剑的方向 这两个黑衣怪人 似乎也看出来人不是拥手 一人面对管宁 一人却回转身来 一掌劈向对方肋下 右腿秃得无影无踪 向下踢起 踢向对方的脉门 管宁面对着这两个黑衣怪人 心中正自惊恶交集 忽见窗外掠入一个人影来 他只当是那两个老人已然转回 哪知他定眼一看 只见这人身影窈窕 一身翠衫 火光之中 满脸巨是黄极之色 瞟向管宁 焦急关切之色 满线于一双妙目之中 原来这人竟是那一去无踪 但却时时刻刻 聚在管宁心面中的灵影 朔风凛冽 寒雪纷飞 带着雪花的寒风 从这荒词正殿四面 破败的窗林中吹进来 更助长的火的威势 破旧的神漫上 燃烧着的火势 刹那之间 已将房顶烧的一片焦黄 也已将伤及身受重伤的 唐氏兄弟 以及被那突来的惊喜 惊得呆住了的管宁身上 他再也想不到 灵影会在此时此刻突然现身 只见灵影手腕一旋 避开着身材较矮的黑衣人 突得踢出的一腿 手中剑却顺势一转 立即协调而上 刷的又是一剑 挑向对方的咽喉 一双秋波 却时时刻刻地 挑向管宁 目光中又是黄疾 又是忧怨 却又是一种 无法掩饰的情谊 那黑衣人 虽然按经他 见识得很辣快捷 但见了他面上的 这种神色 心中不计暗息 双掌一分 突得从剑影中 抢弓过来 口中喝道 大哥 这妞不要紧 交给我好了 你只管对付那男的 手挥指点 顺息间攻出数招 招式意识很辣快捷 坚而有之 叫灵影丝毫喘息不得 灵影心中又惊又慌 虽然一心想过去护卫管宁 但偏偏又无法分身 咬紧牙关 挥动短剑 弹剑 闭光闪闪 恨不得一剑 就将对方杀死 要知道 剑为百兵之组 在于全精剑谱 都有着一定的规格长度 但灵影掌中的这口碧剑 却比普通剑短了不止一半 竟像是一柄匕首 平时藏在袖中 这正是黄山脆袖杖 已成名的武器 剑法完全是以快捷凶险剑掌 传自出堂的女中 剑侠公孙大娘 此刻灵影惶恐之中 更将这本以凶险无比的剑法 施展得比平日还要凶险三分 朝朝事事 都直欺辱对方的怀里 直似近身肉搏 管宁目光洞畜 只看得心惊胆战 几乎忘了身前还有一个人在 口中连连喊道 影 小心些 小心些 他与声未了 胡亭身后的唐氏兄弟 拼尽全力 大喝一声 你小心些 管宁心头一跳 只见那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 以字漫无声息地气了过来 劈面一掌 向管宁迎面打来 管宁虽已惊觉 但发觉已迟 眼前这一掌劈来 竟是无法闪避 那只黑衣汉子掌道中途 徒弟身形一闪 又退了回去 管宁心中不觉大奇 他这是干什么 难道他无法伤我 他却不知 这汉子方才被他无意施展出的一招 绝学经退 此刻虽又攻来 但心中丝毫不敢大意 是以这披面一掌 原始虚招 他一招击出 却见管宁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当地 只当管宁识破了他这一招的虚实 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 这少年武功经验 怎地如此老道 身形一缩 竟又退了三尺 露在蒙面黑金之外的一双眼睛 上下打亮着管宁 实在不知道这少年的武功身浅 更不知道这少年的身份来路 火势更大 静意将屋顶燃着 管宁与那叫做大哥的黑衣 汉子面面相对 心里在七上八下地估量着对方的心意 而管宁心中指望林颖能够得胜 他偷眼望去 只见一团闭光裹着一条人影 似乎林颖已战上风 心中不激暗息 他却不知道林颖此刻心中正是惊恐焦急 原来 他招式虽很辣快捷 但这黑衣汉子似对他的招式颇为熟悉 无论他使出多么诡异很辣的招式 却都被对方轻轻化解了开去 他心里又惊又奇 这黑衣汉子是谁 怎的对我的剑法如此熟悉 幸好他身法清零 招式上虽被对方占得先机 但一时之间也不致落败 峨眉暴囊唐氏兄弟一生称熊 此刻却落得这种状况 两人俱都是武功高强 经验老道之人 心中已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 熊熊的伙事 虽还未伤到他们身上 但炙热的火焰 却已使他们有一种 置身鸿炉的痛苦 唐古暗叹一声 徒弟振起精神 叫道 我兄弟生死不足惜 兄台也不必这般护卫于我等 那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 目光洞畜 只见管宁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地上 面上似是目无表情 他自然不知道 管宁此刻正是心慌意乱 无中无主 还只当这少年一高人胆大 有着超人的谨慎功夫 原来这黑衣汉子一生深沉谨慎 此刻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听到唐古的话 方子立刻接口道 是了 我与你毫无冤仇 何必来烫这滩浑水 言下之意 自是叫管宁快些走路 自己便也不难为他 那只唐古却冷笑一声 又道 我兄弟死后 指望兄台能替我兄弟到四川唐家 去通知一声 叫本门中人为我兄弟复仇 那黑衣汉子目光灼灼 望向唐氏兄弟 文言一字冷笑道 对极 对极 你若如此做 就也算的是无愧于他兄弟二人 何苦多管闲事 他两人轮流而言 说话的对象 却都是冲着管宁一个人 那黑衣人一心想将唐氏兄弟杀死 却并不怕他兄弟二人寻人复仇 他不知道管宁功力深浅 不愿贸然动手 是以此刻说出这种话来 却听唐古诱导 只不过我兄弟还有一事 若不说出实在死不明目 那便是 黑衣汉子大喝一声 要死就死 多说什么 身形微动 似幼将 欺身扑上 哪知管宁却突地大喝一声 停住 黑衣汉子一惊之下 果然停住脚步 管宁见了 心中大喜 暗道 这家伙果然有些畏惧于我 要知道管宁本是绝顶聪明之人 岂先虽在奇怪 这黑衣汉子为什么空字满眼凶光 却不敢上来和自己动手 后来他想来想去 心中突地一动 存道 难道是这汉子见了方才我师出的那一招 以为我身怀绝技 是已不敢动手 是已他此刻一声大喝 黑衣汉子身形一顿 他便越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故意冷笑一声 缓缓说道 我与这唐氏兄弟非亲非故 本不愿多管你等闲事 何况我一生最不喜欢凶杀之事 是已方才手下留情 也不愿伤害到你 你若真的逼我动手 那么 哼哼 他与生故意说得傲慢无比 但心中却仍有些忐忑 不知道自己这一番话 能不能吓得住人家 哪知道他这一番信口胡舟 不但说得极为逼真 而且还直说到别人心里 那黑衣汉子听了 目光裹又一变 心中暗存 我起先一掌劈去 平平无奇 但却留下极为厉害的后招 但是他只左掌一阳 右掌一切 不但以功为首 妙到豪颠 而且竟还封了我预留的后招 他心念一转 又存到 到后来他失出的那一招 既非五行拳中的铁锁横江 又非太极拳中的如风四壁 但却兼有这两招之长 能守却又能攻 这两招是之诡异奇妙 当真是令人闻所未闻 但是他明明站得先机 却不成事而攻 想来真的是手下留情 他心念思存之间 那边正字激战的难分难解的两人 一字听到管宁方才所说的话 林颖对管宁的武功知之甚详 听到管宁说出这种 俨然是绝顶高手的话来 心中既精又怪 却有黄疾 面上自然也就流露出来 那身量较矮的黑衣汉子 见了他面上的表情 心中突地一动 双掌连挥 切 抓 点 攻出四招 口中大喝道 大哥 你莫听他的鬼话 他根本是银样辣枪头 经不得打的 其实他心中一无十分把握 此番说的不过是诈语而已 管宁听了 心头不禁一凉 但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生死关头 背后伙事 虽热智的他火烧毛疗 心中虽惊恐 但面上却丝毫不露出一丝神色 突地仰天大笑几声 朗声说道 惊不得打的 哈哈 哈哈 他一脸狂笑了四声 笑声突地一顿 冷冷说道 我若是右掌自左而右 滑向你凶辱之间 左掌横切 切向你的腹下 让你明明以为 他余生未了 那身材较矮的黑衣人 一又强口喝道 你胡吹些什么 这算是什么厉害招式 管您目光仰视 望也不望他们一眼 覆手而立 冷笑说道 我右掌明明是以指尖 滑向你右褥上 一寸六分鼠 费精的右上血海穴 但是我手掌灰处 其实却是点向你 左褥上一寸六分鼠 肝精的血海穴 然后手腕一抖 成是右点向你 鼠绝阴肝精的 左七门穴处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 羽生顿也不顿地 往下接着右倒 我左掌明明是横借你 旗下三寸 小长之木的官员穴 其实左肘一回 却撞向你大横肋外 积累之端 古劲处 软肉鞭 旗上三寸 左去六寸 蜀足绝阴肝精的 张门大穴 而左掌成是一阳 却反掌挥上 你此刻若想避开我右掌 必定向左后方退去 我左掌这一挥 正好拍你 喉结下一寸的天图大穴 以及天空穴 再下一寸六分的 玄机大穴 而右掌恰好在此时圈回 点向你守绝阴穴 鼠心包落 叶下三寸 如后三寸 折累直叶 沁累间的天池穴 他顿也不顿 想也不想 一口气说到这里 方子冷笑一声 道 这简简单单的一招 我脚都可以不动 请问你如何抵挡 要知道 他本是过目成颂的九成才子 早已将如意清前上的 秘技背的烂熟 真正动起手来 虽因动手经验 与武功根基之不足 是以不能将之随意施展 但此刻有口中说出来 不但全都是武功上的绝妙招式 而且对于学到位置的分辨 更像是了如指掌 全都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那家绝顶要绝 这一番话 不但听得那黑衣汉子 目定口呆 冷汗直流 便是唐氏兄弟 也听得两眼发直 就连明知他武功平常的灵影 听了心中也不禁又惊又喜 心里竟也怀疑起来 他莫非是身怀绝技 故意深藏不露 这期间一切事的变化 都是随着在场个人心理的变化而发生 而心理之变化 仅是一瞬之间事 但笔下描述却费势颇长 但当时却极快 就在这刹那之间 一直交手未停的灵影 方子施出一招神龙御风 左肩突的一阵 啪的一声 竟被那身材颇矮的黑衣汉子 激了一掌 他只觉肩甲之处痛彻肺腑 不由自主地哀悠一声 呼出声来 只是他多年苦练 虽败不乱 又长必见招使人味松懈而已 而那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 口中虽在纵声狂笑 借以扰乱唐鼓的雨声 但心中却在转念头 他见到管宁仍然站着不动 心中又已有些怀疑 这少年怎的不来阻止于我 此刻灵影一声惊患 却使得他心念又自极快的一转 存道 我莫要被这少年愚弄了 想这女子与他本是一路 他怎的不嫁援手 除非 这些念在他心中一闪而过 灵影惊呼方子出口 管宁心中方子一惊 唐鼓口中方子说道 那便是 这黑衣汉子大哥 口中突立赤一声 身形抱起 刷得扑向唐氏兄弟 双掌齐出 呼的一声 风筑火势 管宁一脚一扬 沾上火苗点点 他根本未曾感觉 咬牙跺脚 一个剑步窜过去 只听唐氏兄弟 接连两声惨呼 管宁心头又一颤 仰手一掌 向那身材较矮的 黑衣汉子击去 大哥历声狂笑 灵影惊呼一声 小管 你莫动手 又是呼的一阵狂风 火蛇卷上了 峨眉爆囊 唐氏兄弟的尸身 黑衣矮汉 阴侧侧一声冷笑 原来你真的是 银样辣枪头 翻身一掌 他一次从管宁一掌 后来的掌风之中 发现这少年还是不行 啪的一掌 两掌相交 大哥历笑之声味觉 微拧身形 略向管宁 管宁只觉掌心一热 尽力一阵 登登登 退后三步 灵影惊呼一声 清风连环 剑花如雪 刷刷刷刷 一连四剑 将黑衣矮汉破退一半 仙妖蒙拧 刷得略向管宁 大哥立笑忠 掠到管宁身侧 伸出手掌 当胸排去 管宁大惊之下 方带极闪 灵影娇声中 已自掠了过来 清风一领 刷得皮下 大哥掌方递出 寒光已至 他不求伤敌 但求自保 身躯威胁 反腕斜剪 四指如剪 剪向灵影的脉门 管宁惊魂出定 站稳身形 灵影腕肘微缩 反腕又是一剑 身躯 戒时一转 挡在管宁身前 黑衣矮汉冷笑一声 一掠而至 管宁目光洞畜 大喝一声 猛力一窜 挡住黑衣矮汉的来势 连环积出双拳 使如风虎 他这几拳 完全不合章法 但却是拼了性命急出 再加上他此刻 内力已非昔比 是以方才 接了人家一掌 并未受伤 是以这几拳 静意风生糊糊 黑衣矮汉 愣了一愣 只当他又使出 什么怪招 身形微退 目光一闪 只见管宁这几拳 空门露出 不禁冷笑一声 左掌一扬 右掌缓缓画了个圆弧 涂地刷的一掌皮下 管宁连环积出竖拳 拳拳落空 呼见人家一掌皮来 静荣荣意异地 从自己双拳中直辟而下 他呼得身躯后仰 胸中 忽有灵光一闪 左右双拳 各划了一个圆弧 交挥而出 右腿成势一踢 又掌呼得一顿 便掌为止 几点而出 这一招三世 快如闪电 攻守俱奸 时间 部位 莫不拿捏的妙道豪颠 他生死交官之下 竟又拾出一招 妙诀天下的高招 黑衣矮汉一掌 批出 满心以为手到擒来 哪只肘坚 徒弟微微一麻 他大惊之下 猛见对方三世俱来 刷得 金里道穿浪 后略无耻 定了定神 只觉背脊已出了 一身冷汗 那边灵影 见光纵横 正和大哥斗在一处 他左肩已受微伤 多少影响到 一些招式的施展 而他就在这眨眼间 又似乎发现 这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 身手还比自己方才的对手高明 他不仅暗中长叹 直到 今日自己与管宁 都是凶多吉少 哪只几个照面一过 他竟觉得自己 与这大哥动手 竟似乎要比方才轻松得多 他心中不觉大气 但心念一动 却又立刻恍然 原来大哥武功虽高 对灵影这种江湖 罕见的剑法 却不熟悉是以动手之间 便得分外留意 而另一黑衣汉子 却似对他所施展的剑法 了如指掌 是以折折都能抢个先机 一念至此 剑是一领 身形斩动 身随剑走 剑随身发 左臂虽不能斩动 但右掌 这口剑专长偏锋 刹那之间 但剑清风剑影 有如满天锐雪 剑是竞比方才 还要激烈几分 可是他心中 却仍不接案子寻死 那叫矮些的黑衣汉子 究竟是谁 他怎的会对我剑法的招式 如此熟悉 原来黄山脆袖一脉相传的剑法 不但武林寒毒 而且简直是绝无仅有 武林中知道此路剑法的人 可说少之又少 是以灵影此刻 心中方自大起怀疑 但想来想去 却也想不出头绪 而这一切是 却亦是发生在刹那之间的 风声 火势 娇斥 惊呼 剑光 人影 全风 剑笑 秃地 轰然一声 一条本已腐朽的乌梁 禁不住越烧越大的火势 带着熊熊烈焰 落了下来 刹那之间 但见牧师飞扬 尘土弥漫 风势呼啸 烈火微腾 剑光顿住 人影群飞 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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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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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漫天的沙尘 与烈火之中 管宁 灵影 一强而立 穿过火光 举目望着站在对面 墙角的那两个黑衣汉子 心中怦然跳动 烟尘与烈火飞扬 但是 方才舍声望死的拼斗 此刻都已在这 跳动与飞扬之中平息 静忌 风声呼啸 一条奇长秀美的人影 秃地了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 熊熊的火势 映着它如雾云 变如花面叶 谁是门口那辆马车的主人 声音娇柔 但却冰冷 每一个字都声像是由弟弟涌出来似的 管宁心头一震 转目望去 却见那当门而立的人影 赫然竟是绝望夫人 她缓缓地移动着目光 目光略向管宁 管宁汉手沉声道 在下便是 她目光依然移动着 目光略向灵影 灵影竟微微一笑 她竟也微微一笑 管宁大齐 她俩竟然是认得的 她目光依然移动着 目光略向那两条黑衣汉子 然而 那两条黑衣汉子 却已在她目光到来之前 骑得堕足纵身 穿窗而去 眨眼之间 便已在沉沉夜色之中 消失无影 绝望夫人冷冷一笑 秃得回过头来 道 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被火烧的滋味 可当好受 罗秀一扶 转身走了出去 管宁正了一正 转目望去 只见灵影也正在望着自己 她心里一动 竟又望了熊熊火势 忘情想去捉灵影的手 口中道 影 我真想不到你来了 哪只灵影将手一甩 竟又不再理她 转身掠出门外 管宁愣然道 难道我又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其实她虽聪明绝顶 却又怎猜得到少女的心事 她垂手愣了半赏 心中越想越不适滋味 长叹一声 走出门外 一阵风吹过来 她陡然一领 定了定神 背上有些火辣辣的烧痛 原来她方才备火而立 火虽未将它烧着 却已烤得它不轻 只是她那时心情紧张 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颓败祠堂 在她身后烧得哔哔包包的声音 她走出门外 只觉得千种懊恼 万种失忆 急得涌上心头 心中暗道 管宁呀管宁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哎 大步走了两步 只见那辆本来停在门口的马车 已远远迁到路边 还有一辆马车 停在这辆车旁 正是那少年无不云的车子 灵影坐上车员 似乎正在和那绝望夫人含笑说着话 见她来了 却抖江脸一板 她心里又气又恼 你何苦这样对待我 于是故意不忘她 走到绝望夫人面前 躬身一一 大声道 多谢夫人相救之德 绝望夫人微微一笑 你只怕谢错人了吧 救你的人又不是我 灵影鼻孔里哼了一声道 我又不是救她的 管宁愣了一愣 心中又自暗叹一声道 多谢夫人将这辆车送回 我 在下 她心里又是失望 又是气恼 虽然心里有许多疑问 但却一件也不想提起 只想快些见着吴不云办完正事 一时之间 她只觉无话可说 心想 我虽不是你救的 但车子总是你送回的吧 那么我谢你一谢 然后就走 哪知绝望夫人却又微微一笑 道 车子也不是我送回来的 若不是这位妹子 只怕此刻我已架着你的车子 到了北京城了 灵影鼻孔里又哼了一声 道 这种不识好歹的人 根本就不要和她多话 管宁愣了一愣 心想 我何尝不是好歹来了 却听绝望夫人接道 非但你不必谢我 我还得谢谢你才是 若不是你 我哪里找得着这个 我得要谢谢这位妹子 若不是她 只怕 她轻轻一笑 只见她笑如青莲出放 她见了管宁和灵影 各将目光偏在一边 故意不忘对方一眼 心里觉得好笑 但想到自己 又不觉有些黯然 雨声一顿 呆了一呆 方子展颜笑道 不但我要谢谢这位妹子 只怕你也应该谢谢 这位妹子呢 灵影眼眶一红 回过头去 浮在园上 她为了管宁 当真是受尽千辛万苦 方才管宁在危难之中 她又奋不顾身 跑去相救 但等到是了 她心里却又想 你对我那样 要帮别人来杀我 我却这样 心里火气又上来了 转头走了出去 故意不离管宁 其实心里却又希望 管宁追过来陪话 好让自己平平气 她却不知道 管宁出社情场 哪里知道她这种少女的微妙 她也不想是自己先不理人家的 此刻 见了管宁不理她 想到自己所吃的苦 越想越觉委屈 眼眶一红 竟浮在车缘上 唾气起来 管宁这道更弄不懂了 眼望着绝望夫人 好像要她告诉自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绝望夫人一笑 走到灵影身侧 轻轻抚着她的肩膀道 妹子 你别哭 有什么人欺负了你 姐姐替你做主 管宁心中恍然 大怒寸道 原来是有人欺负她了 难怪她如此委屈 心里只希望灵影快些 将那欺负她的人说出来 哪知灵影一略秀发 手指一伸 竟笔直指向她的鼻子 她欺负了我 她泪痕未干 朱唇轻咬 但是满脸又怒又恨的神色 管宁心里却已经 我几时欺负她了 瞪着眼睛 张开嘴巴 作声不得 绝望夫人见着她的样子 心里忍住笑道 原来是她欺负了你 姐姐替你报仇 却听灵影扑齿一声 竟也笑出声来 原来她见了管宁的样子 也忍不住要笑 绝望夫人秋波一转 诱了一声 扑齿笑道 原来你们是闹着玩的呀 幸好我还没有动手 不然的话 只怕妹子你 反而要来找我报仇 那才叫做冤枉力 灵影面上又哭又笑 心里的委屈 却早已在这一哭一笑中话去 她狠狠地瞪了管宁一眼 管宁此刻纵然真呆 心里却也明白了几分 但决心里甜甜地 走过去当头一衣 含笑道 赢你莫见怪 都是我不好 灵影心里早已软了 但嘴上却仍适应地 竟又一板面孔 道 要 这我可不敢当 管公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千万别向我赔礼 我可担当不起 管宁忍住笑道 我不好 我不该时常欺负你 故意不踩你 话声未了 他自己忍不住笑了 肩上却着了灵影一拳 但灵影这一拳 却无内力 更无外劲 正是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 打在管宁身上 管宁非但丝毫不痛 反而笑得更厉害了 绝望夫人见到这一双少年男女打情骂俏的样子 回头望了那辆大车 车里正握着昏迷不醒的西门一白 他忍不住悠悠一叹 回转头向车内望了一眼 轻轻道 红尔 大爷的卖戏可还好吧 车里面一个甜甜的声音道 大爷睡得很熟 夫人你放心好了 管宁与灵影四目相投 心里淡觉方才的千种懊恼 万种失望 此刻却成了千种柔情 万种蜜意 哪知灵影却又一板面孔 道 你忘我干什么 管宁一愣 却见灵影目光一邪 英纯一掘 轻轻骂道 呆子 管宁顺着她目光望去 见到绝望夫人沈三娘的神情 不见暗骂自己 我怎的如此糊涂 明明知道绝望夫人便是那白衣 西门一白的 夫人 先前竟想不出来 此刻她对一切事虽已恍然 但有些事却仍要用心思索 于是也走了过去道 夫人 那白 西门前辈的伤 大概不碍事的 她已服下脆袖护心丹 沈三娘回头淡淡一笑 道 我知道 这些事那位妹子都已跟我说过了 她语声一顿 听说一白的脑筋 哎 有一些迷糊了 什么事都不记得 是吗 管宁汉首一探 道 若是西门前辈的记忆未失 那么什么事都极为清楚了 沈三娘目光又呆呆地望在车里 缓缓道 但是我相信 一白不会做出那种事的 徒得回过头 你说是吗 管宁探道 我如非此种想法 那么 哎 夫人 这件事的确错综复杂 直到今日 我仍然忙无头绪 而且越来越乱 本来我以为此事乃峨眉抱囊所为 哪知 她两人此刻却又死了 灵影早已走了过来 一一站立绝望夫人身侧 此刻突地插口道 这件事虽然错综复杂 但只要弄清几件事 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了 管宁目光一亮 急道 一些什么事 灵影缓缓扳着指头道 第一件 我们该弄清 西门前辈是中了什么毒 什么时候中的毒 又是中了什么人的毒 第二件 我们该弄清 他的记忆 怎地失去的 第三件 我们最好能将他的记忆 恢复过来 他一本正经 扳着手指头 缓缓说着 管宁听了 却只觉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忍不住接口道 事急事急 我们最好能算个卦 将凶手算出来 沈三娘心中虽然烦恼 但此刻却忍不住 轻轻笑出声来 灵影一愣 气道 怎地 我说错了吗 沈三娘见了她的样子 柔声道 妹子 你没有说错 但是你说的三样 却都是盲无头绪可循 她所说的盲无头绪 就是指的这些事呀 灵影秋波一转 想了一想 不禁红绳双甲 恨恨对管宁道 好 我又说错了 管才子 你聪明 你倒说说看 灵影英纯一决 像是又生气了 管宁忙道 你说的全对 但这些事 除了第一件西门前辈 是中了什么毒 还有希望查出之外 别的是的确盲无头绪 她心念一转 徒弟想到 峨眉暴囊临死之际 所说的那些话 心中好像墨地捕捉到一些什么 目光一锤 竟徒弟沉思起来 灵影柳眉清贫 似乎又想说什么 却被沈三娘 轻轻一摆手阻止住了 只见管宁扶手沉思半上 徒弟抬起头来 沉声道 我此刻像是有一些头绪 只是我一时还未能完全抓住 沈三娘微微笑道 你且说出来看看 灵影忍了半天 此刻忍不住道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去避避风 坐着说好吗 我 我实在累了 沈三娘微一叹 道 也真难为了你 是不是有好几天没有睡了 灵影垂下目光 轻轻点了点头 道 这些日子 我一直睡得不够 管宁痴痴地望着她 刹那之间 只觉心中浪潮汹涌 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轻轻道 你是不是一直在暗中守望着我 灵影一甩手 轻轻催了一声 胶夜之上 却又满身红霞 沈三娘叹道 这位妹子对你 爱 真是少有 我也得感激她 若不是她 只怕我今日也看不着一白了 管宁心中一动 影 那些刀剑和耳朵 可是你送进去的 灵影秋波一转 忍不住 扑斥一笑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一样 管宁其道 你笑什么 灵影道 等会再告诉你 现在天都快亮了 她话声未了 管宁心头 突地一阵 天快亮了 天快亮了 突地掠上马车 道 快走 快走 再迟就来不及了 突又掠下车 走到另一车旁 打开车门一望 只见公孙左足还安然卧在里面 松了一口气 又掠上马车 快走 快走 再迟就来不及了 同样的一句话 她却一连说了两次 而且神态更是慌乱 灵影大旗问道 你瞧你 干什么呀 慌成这副样子 管宁道 我与一人明日午前 约在妙风山见面 再迟就赶不及了 灵影笑道 是否就是那个撞你车的人 管宁一愣 原来你也看见了 灵影笑道 我非但看见 而且还忍不住要出手里 你们那时真有些糊涂 什么人在你们旁边 你们都不会发觉的 管宁心下大为感动 暗叹存道 原来她真的一直跟着我 却听沈三娘 突地冷笑一声 说道 不但他们那时有些糊涂 只怕我们此刻也有些糊涂了 灵影 管宁 巨石一愣 只见 沈三娘目光阴寒地望着路旁的枯树的阴影 冷冷又道 只不过 若有人要把我沈三娘当作瞎子 那她就错了 她与生一顿 突地大喝道 朋友 还不出来 第十章 车座下的秘密 但枯木音树中 却仍无声音 沈三娘柳梅一轩 目光之中 突地满步杀气 管宁心中一凉 看她平日娇笑之态 有谁会知道 她发怒之时 竟是如此可怕 只见她身形方子微微一动 枯木阴影之中 已自缓缓走出两个人来 却正是那人之二老 管宁 灵影对望一眼 心中既是惭愧 又是佩服 而听沈三娘冷冷地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你们两位 我真没有想到 年高望重的人之双老 也会 鱼声一顿 身影突地飘飘掠起 凌空一转 横飞仗鱼 向另一方向掠去 口中一面喝道 你也给我站住 书然一个起落 身形便已远去 轻功之妙 端底惊人 人之双老对望一眼 似乎在暗中庆幸自己 没有逃走 管宁心中 亦是大为惊服 这绝望 夫人看来若不禁风 却有如此伸手 一面却又暗中奇怪 还有一人 会是谁 对于人之双老服在暗处 却并不奇怪 他知道 两人一心想 自己带他们去找那少年 吴不云 是已方才追了半天 没有追到 就折了回来 只是他们看见自己 和绝望夫人在一起 是已不敢现身 只得隐在暗处 但暗中 居然另外还有一个人 却令他料不透了 难道是那个黑衣大汉 他心中暗存 若是他们 那可好了 我只要能见着这两人的真面目 那么 他心念方转 只听药水老人冷冷笑道 阁下方才所说的话 是否算数 管宁见梅一轩 朗声道 小可从来不会誓言背信 两位只管放信好了 明日午前 我一定带两位去见那吴不云之面 远处隐隐有娇翅之声传来 像是绝望夫人 已何人动手 灵影微微一皱眉 道 我去看看 刷得略起身形 疏然两个起落 一字略取 人之双老对望一眼 药水老人秃地身形移动 掠到马车前 探手一望 脱口呼倒 果然是他 他果然真受了伤 乐山老人长眉一耸 一字掠了过去 管宁心中一惊 却见马车内突地一声骄斥 道 滚开 数十点光雨 电射而出 人之双老大惊之下 刨袖一幅 身形闪电般倒退竖尺 药水老人喝道 你这丫头 怎地如此毒辣 车厢内冷笑一声 又自赤道 毒辣又怎地 人影一花 那身着红衣的垂条少女红儿 一字掠了下来 插腰冷笑一声道 是他又怎地 受了伤又怎地 难道你们还敢怎样吗 人之双老面上连连变色 扶手一看 夜色中 只见满袖巨石银星 心中不禁一寒 知道自己方才 若不是用这剖袖一服 那么纵然退得再快 只怕也免不得要挨上几下 他们方才隐在暗处 隐隐听到几句言语 便猜想车中之人 可能便是受了伤的西门一白 此刻一见 果然不错 要知道 天下武林中人 大多都将西门一白 视为仇敌 这人至双老 自然也不例外 只见要水老人目光转了数转 徒弟缓缓道 那么 你明天一定可以带我见他吗 此时此刻 他徒又说出这句话来 说得完全不是时候 管宁方自一愣 却见他与生未了 徒得冷笑一声 凝转身形 扬身一掌 击向红儿 身形一字闪电般扑了过去 要知道 这西门一白在武林的地位 端得无与伦比 若是谁能将他杀死 那么 此人虽然是岌岌无名之辈 也立刻会变得名扬四海 要水老人一见 这西门一白果 是身受重伤 昏迷不醒地握在车内 心中动了杀机 心想 那沈三娘此刻不在此处 我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杀了这西门一白 然后再将那少年劫走 这小丫头暗器虽歹毒 武功量也挡不住我全力一击 等到沈三娘回来 我已走了 何况 纵然他追了上来 我兄弟两人全力和他一拼 也未必畏惧于他 这念头在他心头闪过 也便立下了主意 口中随意对管宁说了两句话 以做掩护 暗中却早已满序真力 准备痛下毒手 此刻他身形闪电般掠去 掌风如排山倒海击来 红而大惊之下 横掌一挥 准备拼死接他一掌 管宁心头一震 要想阻挡 却已不及 乐山老人心性虽较为人厚 但对西门一白 却也存有怀恨之心 更不会去拦阻他兄弟的形势 就在这肩不容发的刹那之间 管宁长袖突的一挥 闪电般后长一阳 击向那匹套车的剑马 他暗器手法虽不高 但击人不够 击马却有余 砰的一声 击中马背的暗器也自落在地上 竟是那那柱续命神高的碧玉盒子 砰的一声 那匹马背上果然着了一记 只听一声惊思 这匹马竟扬起四体 向前奔去 原来方才那两个黑衣汉子突然出来 他一惊之下 就将这玉盒藏在袖中 方才动手之际 这玉盒虽小 却在他袖中动来动去 甚是不变 还险些掉出 幸好他动手时间不多 但他心中已在暗中埋怨他的爱事 却想不到这爱事的东西 到此刻竟派上了大用场 药水老人一掌击去 只见红尔挥掌来挡 他心中暗骂一声 找死 手掌一震 只将红尔振的交呼一声 扑地坐在地上 还幸好药水老人 到底见他只是个小女孩 为真的施下毒手 但他这一跤跌在地上 也觉手腕如蛇 屁股发痛 心中突地已惊 暗存着 我身后明明是马车 怎地我却会跌到地上 回头一看 才知道马车已跑走了 药水老人一掌 将红尔振退 正待前行一步 将车中的西门一白击毙 哪知目光洞畜 马车竟发狂地奔开 他心中惊怒交集 脚尖一点 身形疏然几个起落 那马车越过大路 奔向道路的另一边 套车的马 虽在寿惊之下 扬提而奔 而到底方次起步 是以眨眼之间 就被药水老人追上 药水老人冷笑一声 西门一白啊 你这番要死在我手上吧 身形一起 正待将马车拉住 哪知眼前凸地人影一花 一个人挡在了他的面前 冷冷道 你要干什么 他一经顿住身形 抬头望处 只见不知何时 绝望夫人已站在自己面前 他面上轻笑了几下 方自那那说道 这匹马突地发狂 我想将马车拉住 绝望夫人冷笑一声 道 不劳阁下费心 身躯一扭 突地闪电般掠出树杖 御长急身 轻轻搭上马车 那匹马空自扬提长司 却再也奔不出一步 妖水老人 见了暗中心惊 立也不是 退也不是 却听乐山老人 突地在路那边扬声喝道 二弟 拥而在这里 妖水老人心头一震 掠了回去 只见红已爬了起来 满脸苍白地站在 另一辆马车旁 一手牵着马匹 想是生向这匹马 也受惊奔出 另一手却在不停地甩进 那方才随着绝望夫人 掠去的翠山女子 此刻也已掠了回来 面带冷笑 双手插腰 站在管宁身侧 而管宁此刻 却剃倒在地上的 一人关节之处 不住推拿 乐山老人也站在这人身侧 见到药水老人来了 喜悼 二弟 你看这不是庸儿吗 药水老人定睛而逝 只见地上的一人 果然就是太行子 薛公孙尊的独子 偷跑下山后 化名为吴不云的公孙庸 绝望夫人牵着马车 缓缓走了过来 秋波一转 冷冷说道 原来你们三人是一路的 他方才只见一条人影 本来必在暗处 见他揭破人之双脑的行藏 便带逃跑 他闪电般追了过去 只见这人影轻功不弱 他追了数十丈 方才追上 正带贺问 哪知这人影 却一言不发地回过头来 劈面就是一拳 这一拳打的部位 极妙 拳风虎虎 但沈三娘武功绝高 怎会被他打着 轻轻避开 三两个照面 便已点中这人的麻穴 这时林颖 也已追了过来 一见此人 脱口道 这人不是和小管一路的吗 他两人便将此人架了回来 走到一半 沈三娘徒弟见到马车狂奔 知道事情有变 丢下了林颖和这少年 飞掠而来 正好及时挡住药水老人的杀手 此刻他方子冷笑一声 说出那句话 管宁立刻抬手道 此人和我是一路的 绝望夫人看我薄面 解开他的穴道 要知道 绝望夫人武功绝高 所用点学手法 亦是独门传授 方才那乐山老人 静意未能解开 此刻微微一正 明明此人和人质二老一路 怎地他却又说 和他一路 但他终于过去 解开了吴不云 公孙雍的穴道 徒弟柳妖一折 手掌诚实拍出 啪的一声 竟将身侧药水老人 种种刮了一下 药水老人见他 为公孙雍解穴 再也想不到 他会出手相攻 而且这一掌来 视如闪电 等他要避 已是来不及 脸上净着了一掌 他在武林中身份极高 几时受过这种侮辱 当下怒火上冲 方黛反目动手 哪知绝望夫人 却已怒道 岂有此理 你的头怎地打到我的手了 药水老人不觉一愣 他平生也未曾听过这种话 只听林颖 红耳 扑齿一声 笑出声来 他想了一想 方子大怒喝道 你竟敢如此戏弄于我 怎地说出 话声未了 忽见沈三娘冷冷道 你方才若是去拉那辆马车 那么我的手 此刻就是被你的头打了 药水老人又愣了一愣 心中空有满腹怒火 却已发作不出 心想 这女人果真难缠 想来她已知道 我要对西门一白下毒手 这一下打得还算客气 等会若是被那小丫头 再去挑拨两句 她岂非要找我拼命 她已智者自居 一生不肯做吃亏的事 知道这绝望夫人武功高强 自己万万不是敌手 自己年龄这么大了 若是死在这里 那才冤枉 一念至此 忍下一口气 只见公孙雍学道被解 吐出了一口浓潭 站了起来 便道 大哥 庸儿 我们走吧 乐山老人看到自己兄弟挨打 心里也是难受 喝道 庸儿 你爹爹正在苦苦等你 有什么话 回去再说 现在走吧 沈三娘秋波四转 恍然存道 原来他们不是一路的 这倒齐了 听他们口气 这少年竟是太行子靴的儿子 怎的确偷跑出来 又打扮成这副样子 只见这公孙雍站起身来 一直垂着头 望也不望人质双老一眼 他们叫他走 他也声像没有听到 沈三娘便冷笑一声 又道 若是人家不愿走 谁也不能强迫他 管宁心里正在奇怪 这少年吴不云 公孙雍明明和自己 约在庙峰山下的 毛家老殿见面 此刻 怎的又跑到这里来了 听到沈三娘这话 忙道 正是正是 吴兄不愿走 嗨嗨 公孙雍若不愿走 谁也不能强迫他走的 药水老人满腔火气 无处发泄 听了管宁说话 大喝道 老夫的家务事 你知道什么 哼 小孩子多什么嘴 明颖柳梅一扬 方黛怒喝 却听沈三娘 以字喝道 你说话最好 放清楚些 谁是小孩子 年纪大又怎的 明颖连忙接口道 正是正是 年纪大又怎的 有的人老而不死 就是 就是 他想来想去 却想不出这句话 该怎么说 那红文方才被他 激了一掌 虽然未受伤 但怒气未消 此刻立刻接到 老儿不死是为贼 哈哈 老儿不死是为贼 他此刻有人撑腰 知道这两个老头子 再也不敢将自己 怎的 竟拍手大笑了起来 这三个女子 一个接着一个 将药水老人 骂个狗血淋头 哭笑不得 管宁见了 心里在暗笑 暗存道 人道三女便成虚 这老狐狸聪明一事 怎的也和女子 斗起口来 岂非自找钉子来碰 垂手而立的公孙雍 此刻秃弟长叹一声 欢欢道 赶请两位书工 回去禀告家父 就说我 哎 我是万万不会回去的 除非 乐山老人 虽为挨打 也为挨骂 但心里 一大大不是滋味 此刻文言 干渴一声 接口道 庸儿 你真的如此糊涂 你纵有话说 这里却不是说话之地啊 不如根 他话未说完 沈三娘以字冷冷道 有什么话在这里说 不是一样 难道你的话 都是见不得人的吗 转向公孙雍道 年轻人 有什么话只管说 怕什么 但公孙雍站在那里 却就是再也说不出 一句话来 乐山老人见了 又道 庸儿 这次你下山之后 不但我们两个老头子 出山找你 太行山上的人 几乎全都出动了 单往京城那边去的 两个一波 就有好几波 你若是还不回去 岂不辜负了 大家的一片圣意 管宁心中一动 徒弟想起 昨天入夜时 和公孙雍一起见到的 那六个一身紧缎进庄 满面胡须 骑着剑马的武士来 此刻他才知道 这些人原来都是来找公孙雍的 他心里不禁奇怪 看情形这人果真对他没有恶意 那么他为何又苦苦不肯回去 只见公孙雍动也不动 无论谁说什么话 他都像是没有听到 药水老人虽然一开口就倒霉 但此刻仍忍不住道 真是不孝的东西 你爹爹那般 哪知他与生未了 公孙雍徒弟抬起头来 满面坚毅之色 沉声道 我对两位叔公一向很尊重 但叔公若再如此逼我 那么莫怪我 药水老人变色道 你要怎的 想不到你不但胆敢不孝为亲 还胆敢犯上 我就不信武林中狭义到 会有人敢维护你这个败类 眼角一瞟 却瞟向沈三娘 言下之意 自是你若是维护于他 便不是狭义之人 沈三娘聪明绝世 哪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但他此刻也觉得 这公孙雍实在有些无理 眼角一瞥 瞟向管宁 像是在问 你这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管宁亦是满面茫然之色 却也不知道 沈三娘目光转了几转 按道 这少年若真是犯上作乱 我又何苦多事 新年洞处 便有了抽身之意 只听远处秃地有人大呼道 走水了 救火呀 走水了 喊声越来越近 人声越来越嘈杂 原来那祠堂失火 火事已不可收拾 这里虽是荒郊 深夜之中无人会来 但此刻已尽黎明 早起的乡人已起床了 远远见了火光 便赶来救火 沈三娘丘伯一转 道 有人救火了 我们若还单在这里 不被人认为是放火的人才怪 大妹子 你和 你和小管坐一辆车 我和红儿坐一辆车 我们快走吧 他分配好坐车的人 却单单不提公孙庸 自然是准备不再来管此事了 管宁暗叹一声 走到公孙庸身旁 沉声道 无 公孙庸 小弟要走了 你可 公孙庸失魂落魄式地站着 连连说道 好 你走 车里的人 交给你了 人交给你 管宁见他说话语无伦次 心下不觉一阵黯然 叹道 这个 你放心好了 那辆车 我也送给你了 徒弟极快地低于道 车坐下 高声又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你我后会有期 转身向人之二老道 我跟你们一起回山好了 人之二老对望一眼 展颜一笑 这才是好孩子 话声未了 人生已越来越近 而且还杂有呼和奔跑之声 沈三娘一掠上车 贺道 走 灵影一字掠上车去 却见管宁仍在呆呆地望着 公孙庸便轻贺道 小管 你也快上车呀 公孙庸连连挥手道 管兄只管自去 眼瞼秃地一锤 我 我也要走了 大步走向人之二老 人之二老微微一笑 和他一起走了 沈三娘冷哼一声 道 这两个老不死 若不是我不愿多事 今日让他们那么容易走才怪 狱掌青台 一拉缰绳 扬边而去 管宁目送公孙庸的背影消失 方子掠上了马车 心里只觉闷闷的 仿佛觉得自己甚是对他不起 彻底前行 他都不知道 心里只想 这公孙庸 绝不会是犯上不孝之人 但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却一点也猜不出来 灵影手腕缰绳 手挥马鞭 梁鹏爱吕都在身旁 自然甚是兴高采烈 娇笑道 我虽然生气走了 但后来也知道 我想的不对 就偷偷躲在你家的园子里 白天躲在一间堆废物的小房 晚上却偷偷出来替你家守夜 好在你家那么大 我肚子饿了 到厨房去偷东西吃 都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看你走了 也顾了辆大车跟在你后面 看见你打扮成个车夫的样子 心里真好笑 想不到 哈哈 想不到我自己现在 居然也当起车夫来了 马车一拐 拐到路边 他一手拉着缰绳 目光注视大路 又笑道 不过 你究竟出门太少 太大意了 马车里面还有人 你们就不管地走开了 要不是我 他语声一顿 徒弟侧手道 小管 你怎的不说话 见到管宁的脸色 不禁娇称道 好 原来我说的话 你根本没有听 我问你 你在想什么心思 管宁定了定神 连忙笑道 我在想 那耳朵的主人是谁 怎会被你把耳朵剁下来的 其实灵影的话 她是听到了的 只是听得并不十分清楚 是以她此刻随口一说 却说得并不离谱 灵影双眉一扬 又高兴起来 道 告诉你 那两柄长剑 和一口快刀 是两河武林中 非常有名的 洛阳三雄的 那两只耳朵的主人 来头不小 我只认得其中一个 叫做什么追风手 还有一个 我也不认识 管宁听了 心中却是一惊 追风手这个名字 他虽然感到生疏 但洛阳三雄的大名 他却听他师父 一剑镇九成司徒文 常常提起 知道是北方武林道中 极高的好手 他一惊之下 脱口道 听说这洛阳三雄的武功极高 想不到你竟比他们 还要高明些 不过 难道他们 与西门一白 也有什么仇恨吗 灵影四顾一眼 放低声音道 老师跟你说 这西门一白 在武林中声明实在很坏 就连我师父都说他不好 不过我听了你的话 却知道这次是 他一定是冤枉的 他语声一顿 笑了笑 突然又高兴地道 那洛阳三雄武功 确实不错 可是那追风手武功 可更高 他们以前都吃过 西门一白的亏 不知道他们 怎么竟会打听出 西门一白 在你家里养病 就跑来报仇 幸好 他又一笑 幸好我在那里 管宁微微一笑道 我早就知道 这些事一定是你做的 灵影柳梅一扬 真的 管宁笑道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肯那样帮我的忙 灵影双颊一红 焦骂道 贫嘴的东西 心中却甜甜的 又道 不过幸好那些天来的 都是二三流的角色 要换了昆仑皇冠那些人 我可吃不消了 喂 你知道不知道 我在你门口 看到过他们昆仑派的几个道人 生怕他们晚上也会去 哪知却没有 难道你用什么话 将他们打发走了吗 管宁汉守称事 心中却暗配 这些昆仑子弟 果然不愧是名门正派中人 形势果真光明正大 他却不知道 当今昆仑掌门皇冠道人 乃是昆仑派一代掌门 而且生性严峻 绿挤绿人 都极严厉 门人犯了门规 他从不纵容 是以那笑天道人等 心中虽也有些怀疑 却也不敢犯下门规 夜入民宅 车声林林 马车行得甚急 就这几句话的功夫 已走出很远 管连回头望去 已看不到什么火光 却看见东方的天盘 早已露出鼠色 只是此刻正值严冬 天气阴暗 终日不见阳光 是以此刻的天色 仍极灰暗 他暗中长叹一声 低语道 冬天的晚上 可真长呀 抬头望处 只见前面的车子 徒弟向右一转 他们向西而行 右转即是向北 于是管林知道 他们是往庙峰山的 土上奔去 小韩更重 林颖将手中的缰绳 马鞭都交到管林手中 御手一握 笑道 天都亮了 我可不做车夫了 你赶车吧 笑了笑 又道 天气真冷 把我的手都快冻僵了 郊区轻轻向管林靠了过去 管林笑道 我真是福气 有你这么好的车夫 心中一动 徒佑问道 我奇怪的是 你和那位沈三娘怎么碰到的 又怎要把他拉回来的 林颖娇笑道 你一点也不用奇怪 只要谢谢我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 你和那个少年丢下马车 走了进去 我吹着西北风 替你们守望 后来有两个家伙跑来偷东西 看到车子里是人 两人都大出意外 一个静说道 管他是谁 好歹先坐了再说 我一面听 吃了一惊 只见他们居然拿起一柄匕首 要往下刺 我就从后面越过去 一人给了他们一件 管林轻轻一皱眉头 说道 你下手倒落得很 林颖哀悠一声 抬起头来 道 想不到你倒是个大人大义的君子 你不杀人 人要杀你 怎么办 哼 真是不知好歹 他英唇一掘 又自娇笑起来 管林一笑 伸出一只手 搂住他相间 于是他嘴角的怒撑 便又化作微笑 身子一依靠得更紧 道 我杀他们 就用剑尖在地上 划了两句骂你的话 你看到没有 管林汉手一笑 伸手在他肩上打了一下 林颖心头一暖 只觉陈寒虽重 却再也不放在他心上 笑着诱导 我刚刚画完了字 突然好像听到有人从院子里面走出来 而且还用得轻身之法 我已经躲到墙外面去了 探手一看 原来是你那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他掠到马车旁 看了看地上的死尸 面上的样子也像是很惊奇 然后四下一望 我怕他看到我 就赶紧缩了头去 过了一会 我见没有动静 就在悄悄地伸出头来 哪知他却已不见了 管林心头一动 脱口问道 不见了 林颖道 是啊 不见了 四下连他的影子都没有 就像是突然用了隐身法似的 我当时还在想 这个人的轻功 怎地那么高 管林皱眉存道 他怎地会突然不见了 难道他根本就躲在附近 没有走远 那时我怕他躲在附近 没有走远 所以始终也不敢出来 管林徒弟插口道 那个强盗用来杀人的匕首 是不是你拾去了 林颖一正道 没有呀 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管林汉首道 我没有看到 这柄匕首就一定被吾 公孙雍拾去了 林颖其道 那时我的头缩到墙外面 不过才一会儿 他却已拾起了匕首 然后再掠走 走得没有影子呀 沈三娘的武功可真高 他不说公孙雍的武功高 却说沈三娘的武功高 自然是沈三娘 曾经将公孙雍擒住 公孙雍武功如此 那么沈三娘 岂非更高的不可思议 想不到武林中 竟有这样武功高的女子 年龄却又不大 只听他诱导 然后我看见你出来 我就更加不出来 他垂头一笑 那时我真的不愿见到你 因为 因为你太坏 管宁心中一动 想问他见着那度姑娘没有 但是却又忍住 只听他接道 我看你呆呆地站在那里 心里实在好笑 后来又见你牵出马车 哪只马车却又被人抢走了 我看你叫着追了出来 心里想 你虽然对我坏 我却要讨你好 就帮你追了过去 抄近路到了路口 那辆马车刚好跑了过来 我奋力一纵 攀住了车员 自以为身子很轻 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 他轻轻一笑 接道 哪只我的手 方才碰到车员 就有一个娇美无比的声音 从车里发出 道 什么人 干什么 我就说 是公差 来抓强马车的强盗 我化身未了 赶车的秃地 反轮了我一马鞭 我见到赶车的是个小丫头 心想这一边 绝不会有多重 轻轻伸手一接 哪只那小丫头年纪虽小 武功却不小 我一下轻敌 便险些着了他的当 管宁一面宁神倾听 一面双眉微皱 却似乎在暗中想些什么 要知道 他本是戒缘之才 只顾得听了 哪里还有功夫想别的 灵影又道 我伸手一接 只觉手腕一震 差点被带下车子 赶紧猛提一口真气 用手一带 这一下 那丫头却受不住了 身躯一晃 我看他要栽到车下 心里也是不忍 连忙掠了过去 伸手一斜 那小丫头大约看到 我也是个女子 竟对我笑了一笑 爱 他笑容真甜 连我都看得呆住了 他顿了顿 似乎回味了一下 那甜甜的笑容 管宁笑道 你说别人笑得甜 你厉 灵影伸手一眼英纯 叫沉道 你坏 我笑得丑死人 不让你看 口中虽如此说 但却依然抬起头来 眼珠英纯的御掌 也悄悄地放了下来 管宁只觉心头一荡 却听他又接道 哪知就在我心里 微微一呆的时候 我只觉眼前一花 那丫头身侧 已多了个角色美人 也是带笑望着我 说小姑娘 你要干什么 我本来想和他们 大打一架的 但看到他们的样子 心里什么也没有了 只听他又说道 我赶着要到京城去 这辆马车借我用用 行吗 他轻轻哼了一声 接道 他说话的声音真好听 一举一动 又都那么可爱 我又呆了一呆 才说 马车可以借你 但是车里面的人 他病得很重 是我一个朋友 费了千辛万苦 才从四名山庄 救出来的 哎 这人真可怜 他连自己是谁 都不记得了 又中了毒 我虽然不认识他 可是我看他的样子 一定不是普通人 他身上穿的 那件白衣服 不像普通人穿的 那时我不知道 那辆车里的人 就是西门一白 所以我才说这些话 而且对他们 已有了好感 所以也没有骗他们 管宁赞许的一笑 像是对他的 坦白纯真很满意 只听他又说道 我说话的时候 他一直含笑倾听着 等我说到这里 他秃地脸色一变 脱口说道 你说什么 我看了他的样子 很奇怪 但不知怎的 我竟然对他 很有好感 所以 我就把一切事 都简简单单的 告诉了他 还希望立刻 把车子送回去给你 免得你心里着急 哪知我说完了 他一双大眼睛里 竟流出了眼泪 一面立刻带回码头 向来路奔去 一面又轻轻告诉我 他就是绝望夫人沈三娘 他要到北京城中 就是为了要找寻西门一白 这一下 我可吃了一惊 因为直到那时候 我才知道 那白衣书生 就是西门一白 于是我们一起 打着马车 穿过市镇 经过那客栈的时候 知道你已经走了 幸好地上 还有你留下的车者 因为晚上下过大雪 又没有别人走 所以你车者的印子 在白闪闪的雪地上 就看得非常清楚 管宁暗叹一声 道 你们女孩子真是细心 灵影笑道 这算什么细心 只要你多在江湖上跑跑 你自然也会知道的 管宁一笑道 最后来 你们就沿着车者 找到了我 哎 幸亏下雪 要是夏天的话 那可就惨了 灵影道 夏天也不惨 我们也找得到你 只不过持些就是了 管宁自嘲的一笑 要是持些 你就永远找不到了 灵影心头一颤 难难低语 永远看不到你了 永远看不到你了 哎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看到沈三娘 找到西门一百时的样子 真是令人心里又难受 又高兴 其实 哎 我看到你那时的样子 若是叫别人看到了 还不是完全一样吗 管宁但觉心中充满柔情蜜意 似乎连咽喉都哽咽住了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紧紧地搂着她的肩头 像是要证明她 是在自己身旁似的 灵影闭起眼睛 默默地承受 这种温馨的情谊 风虽然大 车子又是那么颠簸 但是她却觉得 这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凉交 凉交 她方子满足地长叹一声 道 以后的是你全都知道的 但是我还有一件事奇怪 而且非常奇怪 管宁道 什么事 灵影缓缓道 那个身形比较矮些的黑衣汉子 对我的剑法简直太熟悉了 声像是我使出一招 她就知道下一招式的 我 我不是吹牛 我使的剑法 虽然不是绝顶高明 但武林中知道的人 简直没有几个 管宁心中一动 脱口说道 有哪几个知道 灵影闭起眼睛 想了一想 柚子伸出春葱般的御手 轻轻扳着手指说 据我知道 那只有两三个人 乃是除了我和师父之外 还有我师父的一个同门 不过 他老人家已隐居到海外的一个孤岛上去了 还有就是 师父两个比较好些的朋友 不过知道的也不多 管宁又自插口道 是什么人 灵影道 一个孤山王的夫人玉如意 还有一个 是我偷偷跑去 要找他比见的四名红袍夫人 不过他已经死了 管宁常常呕了一声 又自扶手落入沉思里 他脑海中十分清晰 有时却又十分混乱 灵影见着他的神态 轻轻垂下头 垂在他坚实的肩膀上 心里却什么也不去想了 天终于完全亮了 明末的苍穹 却仍没有情意 而且好像是又要开始落雪 那柄匕首 怎的不见了 难道真的是 公孙雍娶去的吗 他为什么也突然不见了 然后却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现 他对我说的那句 含糊不清的话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玉如意 红袍夫人 那黑衣汉子会是谁 管宁反复思存着 这几个最接近的问题 竟想得呆呆地出了神 灵影浮在他胸膛 却在温馨的甜蜜中入睡了 急行的马车 徒弟已颠 这条道路两旁是条水沟 沟中虽已无水 但马车冲入 却发生砰的一声大震 管宁一惊之下 徒弟觉得坐垫之下 像是被个重物猛击一下 他心中猛然移动 那件马一声嘶 马车便意气停住 灵影茫然睁开眼来 心里还留着一丝甜蜜的美梦 但是他目光转出 却见管宁突地向大腿中 一根箭似的 从车座上跳了起来 满面巨是狂喜之色 又生像是他坐着的地方 突然发现了金矿一样 刹那之间 管宁心念一动 闪电般掠过公孙雍 方才对他说过的那句 极为简单的语句 车座下 一路上 他一直在思索着 这三个字中的意义 直到此刻 他方才发现 这极其简单的三个字里 竟藏着不简单的秘密 灵影秀眉微皱 差声问道 小管 你怎么了 但管宁 却似根本未曾听到他的话 双足方子站稳 突地伸出左掌 将灵影从车座拉了下来 右掌却搭上车座边缘 全力一拖 车座竟然应涨而起 管宁喜呼一声 果真是了 灵影秀目原睁 满心惊诧 微臣道 你这是干什么 什么事了 忍不住微身禽手 探目望去 沉雾渐消 朝阳已起 日光斜映中 车座下竟有一方足以容身的空处 而就在这方空隙里 又有一物微闪金光 定睛一看 竟是一柄双锋匕首 他只觉心头一震 忍不住脱口交换一声 果真是了 管宁微微一笑 反口问道 什么事了 灵影秋波一转 想到自己方才问他的话 口中阴宁一声 你坏死了 管宁方自身手取那柄匕首 听到这句温柔的娇称 心中绝有一股温暖的潮汐 自重重疑斗中生起 两人目光直对 他只觉他双眸中的光彩 似乎比匕首上的锋刃更为明亮 一时之间 不觉忘情地捉住他耗腕 扶手轻问 我坏什么 他轻轻伸出另一只手 轻轻搬动着自己的手指 轻声道 你呀 你坏的地方真多了 数也数不清 第一件 你 第二件 你 第三件 扑斥一声 掩住自己的鹰嘴 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若有千百件错事 但在你相爱着的人们眼里 也会变得都可以原谅 何况 管宁毕竟真的很难 让别人说出 他的恶劣之处理 方才管宁在马车的前座上 所反复撕存着的四个问题 那柄匕首怎地不见了 难道真的是公孙雍取去的吗 他为什么突然不见踪迹 然后却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现 他对我说的那句含糊不清的话 车座下 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欲如意 红袍夫人 那黑衣汉子究竟是谁 此刻已有三个有了答案 他一手倾握着灵影的御腕 一面仰天缓缓道 在那客栈的前院里 你缩到墙外的那一刹那里 公孙雍他以拾起地上的匕首 躲进了车座下面 我们到处寻他不找 只当他早已去远 哪知他却一直没有离开这辆马车 所以在祠堂外面 他才会徒有现身 对我说出了车下的秘密 灵影悠悠一叹 道 你这位朋友 当真聪明得很 如果不是他亲口对你说出了秘密的关键 而又被你凑巧发现 谁会想到他会躲在这里 我常听师父说 越容易的是 越难被人发现 越简单的道理 就越发令人想不通 有些聪明的贼子做了坏事 被人追赶 就会利用人类的这个弱点 究竟躲在最明显 却又是最不会注意的地方 让别人花了无数气力 转了许多圈子 甚至追到树里之外 却想不到贼人 只是躲在自己家里的大门背后 他软言细语 却听得管宁心头一震 皱眉自语 最容易的是 最难被人发现 徒弟抬起头来 你想 那两个奇怪的黑衣汉子 会是谁呢 在四名山庄中下 独守的是谁呢 难道这本也是件很简单的事 我们却在大多圈子 所以没有猜到 灵影沉吟半赏 奄然一笑 道 我说的只是个 可以成立的道理而已 世界上的事 怎能以此一概而论 管宁口中 嗡了一声 却又垂下头去 落入沉思里 半赏 他徒友抬头 四顾一眼 才发现自己 和前面的马车 相距甚远了 于是他再次掠上马车 掌中仍拿着那柄双锋匕首 背后风薄 在日光下金光闪烁 有许多疑云 似乎已在这锋刃下 迎刃而解 边烧一扬 马车又行 灵影柳眉微微一皱 徒弟缓缓问道 还有一件 看似非常简单的事 我却想了半日 也想不透 管宁侧目问道 什么事 灵影缓缓接道 你那朋友公孙雍 在那种匆忙的情况中 为什么还要拾起地上的匕首 才躲进车座下的秘密藏身之处 展眉一笑 这件事实是无关紧要 我不过是问问罢了 管宁沉吟半赏 缓缓道 在车座下这么小的地方里 匕首是最好的防身之物 他是怕自己的行藏被人发现 是已才拾起这柄匕首 以为防身 灵影接口道 这点我已想过了 但是这理由 虽然在千千万万人身上 都可以讲得通 用在一个身怀武功 而且武功不弱的人身上 却又有些讲不通 这种普通匕首 在一个武林高手的手中 有和没有的分别 实在差得太少了 在那情况下 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 他实在犯不着拾起他的 除非 管宁剑眉微踢 缓缓道 匕首除了防身之外 又能做些什么呢 灵影沉思半赏道 除了防身之外 也可自杀 管宁摇手道 像他这种性格的人 纵然到了山穷水尽之处 也会奋斗求生 绝对不会生出自杀 这个念头的 灵影轻轻一笑道 我不是说他要自杀 只是说匕首可以用作自杀而已 羽生微顿 又倒 除了自杀 杀人之外 匕首还可以用来杀鸡 宰羊 切菜 切肉 削苹果 才信间 削木头 可是他却一样 也用不着呀 难道车座下有个大苹果 他要削来吃 说到这里 扑吃一声 忍不住又笑出声来 秋波一转 却见管宁呆呆地望着前方 不住地低声自语 削木头 突又喜呼一声 一定是了 灵影忍不住又问 什么是了 管宁又像方才一样 仿佛大腿中了一根剑似的 猛然从车座上跳了起来 一掠下车 又一把将灵影拉下 一手搭上车座边缘 全力一搭 车座也立即又硬涨而起 一时之间 灵影心中不觉 又为之惊诧交集 车座明明已是空的 他这样 却又是为什么呢 车前之马 不住长思 似乎也在对管宁 突顿突行的举止 发出抗议 管宁却动也不动地 扶手向车座下凝视 对身旁的一切 都似不闻不见 半晌 徒弟常常叹了口气道 果然是的 直到此刻为止 灵影仍无法测知 他这番举动 究竟在弄何玄虚 听得他一声长叹 一声言语 忍不住凑手过去 邱波随着他的目光 向坐下凝视 半晌 竟突地惊叹一声道 他拾起那匕首 原来是为了 要在里面刻字 管宁首提缰绳 将马手转了个方向 从东方射来的阳光 便可以清楚地 射在车座下 木板上的自己 自己甚是凌乱歪斜 若不精心留意 便不容易看得清楚 管宁 灵影并肩而立 秉息望去 只见上面写的净视 此话不可对人言 留此 仅为自己预计 若有人无意见之 下面四字 刻出后 又用刀锋划去 隐约望之 似乎非我不辙 又肆意我不辙四字 管宁 灵影对望一眼 谁也猜不出 这四字的含义 往下看去 家父生性激动 常作激动之事 激动之事 善善无恶 极难分清 近日一世 我不遇见 是以亡去 若有人罪我 骂我 我已无法 但求心安而已 下面又有一段数十字 写出后又滑了去 但画得像是十分大意 是以一颗隐约看出 而且看得比方才四字尤为明显 灵影秋波凝柱 滴滴念道 数十年前 家父与四名红袍 本是忘形之交 成名后虽书行迹 但来往仍甚密 只是江湖中人 甚少有人知道 念到这里 他语声一顿 皱眉道 四名红袍 与太行子靴 声名相弱 地位相当 两人相交 本应是极为自然的事 但他言下之意 却似极为隐秘 为什么呢 管宁见眉一皱 俯首沉思半赏 缓缓苦叹一声 却听灵影诱道 是了 他两人年轻时 一定一起做了些 不可告人的事 到后来各自成名 生怕这些事被人知道 是已 管宁伸手一拦 拦住了他的话头 长叹摇手不语 其实他自己心中 何尝没有想到此处 只是他心存忠厚 又与公孙雍相交为友 是以不愿说出而已 灵影口之心快 却说了出来 下面的字迹 似因心情紊乱 又似乎因车行颠簸 是以更见潦草 纸件上面又字写道 四名红袍天纵奇才 不但擅长武功 由善于暗器 尸毒 易容等旁门巧述 急功心迹 更重恩怨 灵影侧目叉道 原来四名红袍 这些手段 非但江湖中 极少有人知道 就连我也丝毫不知 这倒又是件奇怪的事了 管宁皱眉不语 再往下看 下面的字迹 笔画刻的叫钱为深 字形也叫钱为大 似乎是公孙雍 经过一番考虑 才刻出来的 刻的是 君山双残 中南乌山 是其刻骨深仇 少林 武当 罗浮等派 亦与其不目 语句乎的中断 便为 四名红袍 最近做出一事 自念必死 语句竟有中断 下面的字句 更是断断续续 但却无刀华之狠 天下第一计 渔翁得利 高级 妙级 歹级 独级 孝 孝 不孝 自古艰难为一死 下面再无一字 管宁与灵影一起看完 不禁又面面相去 作声不得 他们都知道 在这些凌乱断续的字迹里 一定包含着一些重大的意义 但究竟是什么含义 他们虽然极为仔细 却仍猜测不透 灵影长叹一声 皱眉道 你那朋友真有些古怪 他既然想说出一些秘密 却又偏偏不说清楚 让人去猜 人家怎么猜得到 管宁出神地愣了半赏 缓缓道 子不言复过 但正义道德所在 却又令他不得不说 爱 若是你换作了他的处境 你又该怎么样呢 灵影呆了一呆 英纯微起 像是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梁九 梁九 他方子悠悠叹道 难道他的父亲太行子靴 也和四名山庄的那件惨案 有什么干系吗 管宁皱眉沉声道 看似如此 长叹一声 你我都将他这些字句 仔细想想 以你我两人智慧之和 也许能猜出他的心意 意味可知 灵影位移汉手 轻拧先腰 掠上车座 秋波一转 徒弟交换道 哎呀 沈三娘的马车 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怎声是好 于是 马车夹急驶去 绝望夫人沈三娘 心悬爱吕的伤势 快马加鞭 赶到妙峰山口 回首一望 后面的那一辆马车 却踪迹未见 面上虽未见任何焦急之色 心中却是已充满焦急之情 皱眉低语 难道他们又出了什么事吗 住身到旁 厚了半赏 匆匆进了些饮食 越想越觉心骄 抬头一望 却见日色竟有偏息了 他忍不住拨转马头 向来路迟去 指望在半路 遇着管宁 领影二人 哪知他快马急迟 几乎又迟了半个时辰 仍是不见他俩马车之影 他不接暗中气恼 难道他们当真如此荒唐 不知厉害轻重 此时此刻 仍在路上谈情说爱 是已耽误了时刻 转念一想 却又觉他俩人不至如此 于是他心里不禁更加焦急 难道他们 在中途出了事情 急目望去 笔直的路上 亦无车尘扬起 但黄土的道路上 却有心硬的车折马蹄 只是他一时之间 未曾看到而已 黄土路上 被急行的马车 带起一串黄色的车尘 马车的前座 并肩坐着一对 俯首沉思的少年男女 管宁 灵颖 灵乱的字句 灵乱的意义 却在他们灵乱的思潮里 结成一个毫不灵乱的死结 也不知过了多久 管宁长叹一声 抬起头来 皱眉道 怎的我们还未追击 沈三娘的车子 莫非是走错了道路吗 灵颖垂首道 大概不会吧 管宁正了一正 回首道 难道你也不认得道路 灵颖轻轻汗首 管宁急问 如此说来 那位神医的拘处 你也不知道 灵颖又自轻轻汗首 管宁长叹一声道 但是 那神医的拘处 却也是你告诉我的 灵颖轻轻一笑 垂首道 我只知道 他住在妙峰山左近 却不知道 他究竟住在哪里 余声一顿 抬起头来 道 我可没有说过 我知道他住在哪里 是吗 秋波似水 吐气如蓝 管宁呆呆地愣了半声 心中总有愤怒责怪之意 却又怎能 在他的面前发作 车行渐缓 突见前头尘土飞扬 一匹剑马 急驶而来 管宁心中暗道 何不寻此人打听一下路途 他心中意犹豫 这匹剑马 已有如风驰电车般 自车旁急驰而过 只得暗叹一声 罢了 却又奇怪存道 难道此人又是来寻我的吗 只见此人一身浅蓝衣衫 身躯瘦小 行动却挤脚剑 马上伸手不弱 只是面色蜡黄 似乎久病出狱 打马来到管宁车旁 扬笔高呼道 阁下可是与夫人一路 语气沙哑 虽是高声喊话 却仍十分低暗 管宁心面一转 抱拳道 正是 马上人嘴角一牵动 似笑非笑的 抱拳又道 幸好在这里遇到阁下 否则又不知道 要走多少冤枉路了 阳手一提缰绳 轻挥马鞭 举止甚为潇洒 口中牙齿 更是银白如玉 管宁见眉微皱 朗声道 朋友可是沈三娘 遣下来寻访在下的吗 马上人方自 似笑非笑的嘴角一动 道 正是 沈夫人生怕两位不识路途 是以特命在下 迎两位途中 管宁展颜一笑 抱拳道 如此说来 兄台感情便是在下 等远到来访的 马上人接口 含笑说道 在下张平 家师在武林中 保有一名 马鞭一扬 又说道 射奸便在那里 沈夫人后两位大驾 已有多时了 车行数十丈 管宁才知道 要往那神医隐居之处 并非直言大道 张平一领缰绳 当先向左边一条 岔路转去 再行数十丈 路是静右一转 曲曲折折 临寻齐驱 张平回首 欠然一笑 道 山路甚难行 两位若觉颠簸 可将马车放缓 管宁微笑道 无妨 灵影秋波一转 艳然道 武林中人都知道 灵师的居处极为隐秘 所以在我想象中 到府上去的路 比这还要难行些礼 第十一章 高峰仿胜手 张平含笑不打 马车迟行更急 呼得一条岔路 转入一片丛林 林中一片空地 不知是人工开辟 亦或是自然生成 就在这片空地上 孤零零的茅屋三船 外貌看去 直似乔子猎户所居 丝毫不见其眼 但张平却已笑道 寒舍到了 管宁目光一转 只见屋后隐隐露出马车一脚 心中不及暗存道 情之一字 当真力量伟大 以及沈三娘若不是关心西门一白的伤势 形势哪有这般迅速 一寸之间 一掠下马 只听茅屋中传出一阵朗朗笑声道 家客远来 老夫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进门走出一个身躯奇长 高官束缚的常然老者 望之果有几分飘逸之气 管宁连忙攻身牵械 一面起开车门 将公孙左足暴入 灵影连足移动 跟在后面 心中仍在暗存 人道这武林神医生性 古怪以及 终年难得一笑 今日一见 竟是如此开朗可亲 看来江湖传言 却是不可尽兴 进门一间厅房 陈舍简陋 以及 一桌二级数以之外 便在无他物 但陈舍竟然有序 管宁一面攻身剑里 一面暗叹存道 此人当真是淡薄名利 看透事情 否则以他的一道武功 怎甘屈居此处 看来江湖传言所云 的确并非虚言妄语 灵影秋波四转 呼得微皱柳眉 存道 这屋子陈舍得 虽极整齐 但打扫的 怎地如此不干净 看那屋角里的尘土 蛛丝满布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真叫我难以相信 一个清高姑界的 隐世神医 会住在如此不洁之地 管宁极其小心地将公孙佐足 放在两张并对搭好的墓椅上 目光四顾 又自暗叹存道 这里看来 虽似乔夫猎户所居 但桌椅井然 门窗洁净 却又和乔夫猎户所居 不可同日而语 此人与人无由 与世无争 清书黄米 淡薄自甘 只可惜 我没有他这等胸襟 否则寻翼山林深处 远离红尘 隐居下来 岂非亦是人生乐事 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人物 但你若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心情去看 便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在这刹那之间 管宁 灵影 心中各自泛起数种想法 却无一种相同 只见这常然老人 含笑一刻之后 便走到公孙佐足身后 俯身探视 管宁目光四顾 但不见沈三娘的行踪 不禁捏如着问道 晚辈途中 因事耽误 是以迟来 沈夫人先我等而来 老前辈可曾见着的吗 常然老人 微微一笑 目光仍自停留在 公孙佐足身上 一面解开他的衣襟 查看他的伤势 一面缓缓答道 沈夫人若非先来一步 只怕此刻便要 抱恨终生了 管宁心头一震 脱口道 难道西门前辈的伤势 又有恶化 常然老人缓缓接道 西门先生一路车行颠簸 不但伤势转恶 且已命在虚余 只要来迟一步 纵是话陀附生 一回天乏术 雨声微顿 微微一笑又道 但老弟此刻 已大可不必担心 西门先生服下老夫 所致灵药之后 已在隔世静养 沈夫人与那小姑娘 一旁侍候 只是一时惊吵不得 只要再过三五时辰 便可脱离险境了 管宁常常呕了一声 目光向听又一扇 紧闭着的门户一扫 惊道 好险 暗中又自存道 吉人自有天相 西门先生 此次若能够化险为夷 一切秘密 便可水落石出了 伸手一抹额上冷汗 心中却放下一件心事 却听灵影突地轻轻说道 西门前辈已服下了 家时所致的脆绣护心丹 怎的伤势还会转恶呢 秋波凝柱 顺也不顺地望向常然老人 竟似乎又想在这 明满天下的武林隐医身上 发现什么秘密 常然老人 把在公孙佐祖脉门上的 手腕 突得一顿 缓缓回过头来 含笑望了灵影极眼 吕虚道 原来姑娘竟是 明镇武林的 黄山脆绣门下 当真失敬得很 雨声微顿 笑容一脸 缓缓又道 贵派脆绣护心丹 虽是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 灵丹妙药 功用却只能作为 护心疗毒而已 而那西门前辈 除了身中剧毒之外 还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 其毒性虽被脆绣 护心丹所严阻 但其伤势却日渐发作 灵影柳眉轻皱 呜了一声 垂手道 原来如此 忽悠抬起头来 似乎想起什么 借口道 西门前辈 功力绝世 是什么人能令他身受重伤 老前辈医道通神 不知是否能看得出 西门前辈身受之伤 是和门和派的手法 常然老人 垂手沉吟半赏 威溃一声 缓缓道 老夫虽也曾看出一些端倪 但此事关系实在太大 老夫未得十分明确的证据之前 实在不便随意说出 说话之间 他那门下弟子张平 已端出两盏热茶 轻轻放在灵影审判台前 茶色碧绿 青藤一香 茶碗却极其粗烈 管宁生于富贵之家 目光一转 便已看出 定是罕见的一种明茶 他一路奔波 此刻早已舌干唇造 一见此茶 精神不绝一震 方代伸手去取一碗 哪知灵影突地啪 一拍桌子 脱口叫道 是了 桌椅一极粗烈 被他随手一拍 震得左右乱晃 桌上的两碗热茶 也被震得掉落地上 溅起满地茶汁 常然老人目光微微一变 灵影却丝毫未在意 接口道 依我推测 震伤西门前辈内府之人 不但武功极为高强 在武林中 必定极有地位 老前辈怕惹出风波 是已不便说出 是吗 常然老者微哼一声 道 这个自然 侧手道 平儿 再去端两碗茶来 灵影奄然一笑 道 老前辈如此费心 晚辈等已是感激不尽 怎敢再骚扰老前辈的茶水 张兄 不必费心了 缓缓俯下身去 将地上茶碗碎片 一片一片地捡了起来 缓缓抛出门外 管宁剑眉微轩 心中不计暗怪 灵影今日 怎地如此失态 只见那常然老人 又自俯身 查看着公孙左足的伤势 再也不忘灵影一眼 他那弟子张平 却呆呆地立在门盘 目光闪动 不知再想着什么心事 却也丝毫没有帮忙 灵影收拾碎片之意 一时之间 管宁心中思潮反复 似也觉得今日之事 颇有几分蹊跷 他那茫然的目光 落在灵影 抛出门外的茶碗碎片上 脑海里恍惚浮起了 十七只茶碗的幻影 那四名山庄内只有十五具尸骸 为何却有十七只茶碗 那多余的两只 只听那常然老人 微微虚了口气 缓缓抬头 道 这位老先生 只不过是在急怒攻心之下 经过一场剧烈的拼斗 腹受风寒轻体 故而病是看取虽极严重 但只需一服老夫特制灵药 极不难刻日痊愈了 管宁心头第二块大石 这才为之轻轻放下 转眼却见灵影对这位神医之言 似是充耳不闻 目光四顾凝柱地面 不由大为奇怪 常然老人侧手 微微瞪了他那弟子张平一眼 沉声说道 两位嘉宾远到奔波 自闭甚为口渴 难道刚才我吩咐的话 你不曾听见吗 张平低应了一声 缓步往屋后而去 管宁以为灵影又会出声拦阻 谁知他只牵泄了一声 却抬头出神地望着那张平的背影 目光中闪耀着一抹奇异的光彩 管宁自然而然地将目光也朝那张平望去 但那个张平已一闪进入门后 常然老人缓步走至屋角 打开一个歌于己上的药箱 取出一支白玉小瓶 微微一笑 道 两位想是对病人关心太过 故而心神不属 但大可不必担忧 老夫包在一个时辰之内 使这位老先生行转 管宁漫英 心中却暗自存道 这位神医高足的背影 我虽仅止一瞥 但是仿佛曾在何处见过 呀 还有他的声音 灵影突堤一悬身 像听佑那一扇紧闭着的门户飘去 常然老人 郑玉俯身将丹药 塞入公孙佐足的口中 赌撞不由一顿 身形极快如风 挡向灵影身前 但是却慢了半步 灵影已举手推门 哪知一条浅蓝人影一晃 已迅语闪电 泄入灵影身前 双手还端着两只热气腾腾的茶碗 正是神医的高足张婷 灵影只好把手放下 转身对那脸色刚放缓和的常然老人 奄然一笑 略了略并发道 晚辈心悬 西门前辈伤势是否已完全无恙 倒忘了老前辈适才主妇 真是抱歉之至 随着 人已缓步夺回桌旁 常然老人颇为不悦地恩了一声 缓缓道 老夫从不说谎语 姑娘大可放心 言罢 转身回至公孙左足身前 那张萍脸上 却是一无表情地 将两碗茶放在桌上 垂手退下 管宁此际 已猜出灵影每一举动 都似含有深意 因此 这次并未急着去端茶碗 只拿眼光去着灵影的举动 但灵影却连望也不望那茶碗一眼 自顾宁神注视着常然老人的动作 常然老人 一伸手将公孙左足的牙关捏开 正带将丹药塞入口中 灵影忽然对那张萍高声道 张大哥刚才施展的身法 神速已急 不过 却十分眼熟 请问张大哥平日行侠江湖 侠宗多在何处 当灵影说话时 常然老人已停手倾听 管宁闻言 脑海里末得掠过一幕非常清楚的影像 不自禁脱口低疑了一声 宁眸向那张萍瞧去 那张萍脸上的肌肉似笑非笑地牵动了两下 眼光却接连闪了极闪 哑声道 姑娘过奖了 在下相随家师席衣 尚未出道 怎敢当侠总两字 灵影微微一笑 不再开口 管宁人本聪明异常 此刻又事事留心之下 竟将方才在脑中掠过的那一幕影像抓回 与那张萍说话时的口音连坠一起 顿时成为一幅非常具体的图像 她已断定这个张萍 便是在那祠堂中遇见的两个黑衣怪人中 那身材矮小的一个 但她仍然以探寻的目光向灵影望去 灵影回眸 还了她一个会议的微笑 那张萍目光一转 缓步走至常染老人身侧 滴滴喂了一声道 他们不喝 你看怎么办 语音虽低得近乎而语 但灵影全神贯注之下 居然听得十分清楚 这两句话看似十分简单 但经过了她迅速的判断之后 莫得蹦出了一句 红袍夫人 那张萍获得回头 瞪视着灵影 目中射出两道一样光芒 常染老人迅速移至一旁 灵影跳起来 指着那张萍叫道 是你 是你 你就是红袍夫人 指尖一篇 指着常染老人 叫道 你 哼哼 你便是四名山庄庄主 红袍客 这情势的突变 是管宁 那稍现一丝曙光的头脑 顿时又陷入一片混沌 存到 四名山庄庄主夫妇 明明是我亲眼看见 已双双浮尸装内 影怎能如此 肯定指这两人 是红袍客夫妇 何况 转存未已 突闻一阵阴瑟瑟的笑声 发自那常染老人 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劲 暗叫道 这笑声好熟 盲定神举目望去 只见常染老人 双目金光炯炯 注视着灵影 沉声道 姑娘真不愧 黄山脆袖门下 心思之敏锐 令人佩服 只是 抖得仰面纵声狂笑 举手一抹脸面 笑声书指 常染老人 已变作一个 见眉修目的中年汉子 叙道 可惜已入于夫妇掌中 姑娘只好带来世 才可以将这惊人发现 公诸武林了 语气极尽也于嘲弄之意 那张平身躯一转 蜡黄的脸孔 已换作一张艳若春花的俏脸 笑意盈盈 缓步一进灵影 喜滋滋地说道 小妹妹不但武功好 任俊更是聪明绝顶 却爱得一声叹了口气 无限惋惜地说道 我真舍不得送你回去里 管宁这时已毋庸怀疑 眼前一男一女 却是曾在四名山庄内的尸骸中 见过的那一双红山夫妇 但仍自奇怪 天下间竟有如此相似之人 此计他夫妇二人 一谈一唱 竟将至人与死之事 看作极为轻松平常 不由勃然变色 怒斥道 看你夫妇貌相非凡 竟然心同蛇蝎 难怪那功 默然想起 如将公孙雍之名说出 似乎不妥 略微一顿 正待改口 红袍刻意一跃上前 大喝道 住口 上次不是那一场火 你早已命丧大爷长下 哼哼 这次却饶你不得 管宁恍然大悟之后 却不由案子吃惊 心道 原来那两个黑衣怪人 就是这四名红袍夫妇 上次若不是沈三娘 及时赶来 我和盈哪还有命在 但这次 想到此处 心情骤紧 不自觉退了两步 却听灵影娇喝道 且慢 管宁侧目一看 只见灵影也是笑声双叶 若无其事地面 向着灵影指步的 红袍夫人 暗存道 影聪明绝顶 大概已想出应付之策 不禁精神一战 红袍夫人含笑对灵影道 姑娘是不是还有一言 想我代为转达吗 灵影恩了一声 点头笑道 是啊 夫人还说我聪明力 其实比起夫人你啊 就差得太远了 红袍夫人又了一声 摇手笑道 算了 算了 少给我戴高帽子好不好 你有什么话快说吧 迟了就来不及了 灵影粉面呼得一红 垂手扭着衣角 低声道 旁的我也没有什么 就是她 头垂得更低 声音也越低 眼角却向管铃挑去 红袍夫人 凤目一转 哥哥一阵娇笑道 我知道了 小妹妹真是 这有什么害羞的 嗯 反正你们一对同命鸳鸯 有什么梯气话 最好是留待黄泉路上 再细宿吧 说实 莹莹一进两步 灵影琴手微抬 悠悠地叹了口气 道 夫人冰雪聪明 难道竟没有看出 那呆子一点也不懂得 我的心意吗 管铃一正 心道 你爱我的心意 我岂有不知之理 心念一转 暗自恍然 当下故作警务之状 惊喜焦急地颤声道 影 是真的吗 方黛抢上前 却和灵影亲热 红袍克冷喝一声 站住 沈然因笑道 你两个才吃了几天的饭 便赶在我面前耍花枪 举手对红袍夫人打个招呼 道 趁早送他们俩上路 免得夜长梦多 言罢 双掌一措 欺身尽喜 管铭大喝道 且慢 身形急退三步 红袍克跟着逼近 冷冷道 你还有何话说 管铭沉静地沉声道 阁下商壁十五条人命 固然是为了嫌隙 但主因却是为了那串武林奇真如意清钱 难道阁下不想知道那一串真如意清钱的下落 红袍克恶然停步 两道锐利如剑的目光 逼试着管铭 直欲动彻肺腑 红袍夫人笑容疏脸 掉手向管铭望去 灵影却装作煞有介事的 素容不语 管铭心中暗自叹道 这串铜钱的魔力 果非小可 竟能使一个杀心正胜的人 骤然放弃原来目标 可见不详之说 成非虚语 但我却 红袍克两道剑眉 缓缓往当中一皱 冷笑道 你死到临头 还敢花言巧语 呼得一掌 向管铭迎面击去 管铭早已成竹在胸 眼珠红袍克批来掌势 左掌一抬 右掌闪电般 直切对方右掌卖门 这一招如意清钱密集所载的怪招 红袍克昨夜曾经领教过 虽然明知仅此一招 再无其他变化 但仍寻不出化解之法 逼得只有彻掌后退了一步 灵影早已一声娇斥 御手急抬 枪的一声 一道持续光滑 应手挥出 一招一射九日 震腕 洒出九朵药木剑芒 逊于闪电 席向红袍夫人九大药学 红袍夫人诱了一声 咯咯娇笑道 小妹妹真要拼命呀 身子微微一飘一闪 便已拖出剑势范围 反臂急叹 偏指向灵影监警学点去 灵影沉间滑步 手中剑滑一半壶 协调而上 刷的一剑 向对方手腕削去 秋波微飘 正瞥见管宁一招 将红袍客逼退 不由芳心掠放 刷刷刷一连三剑 势如狂风咒语 向红袍夫人攻去 红袍夫人嘴角含笑 也自展开身形 清灵急闪 让过头两招 立时守灰指点 划去灵影连环三剑 瞬间攻出数招 招招席向灵影浑身要害 灵影自经昨夜 词堂一战 已知管宁招式 虽然甚为怪异 但事后一场 仍非红袍客之敌 因此 眼波仍自频频 向管宁挑去 管宁虽然将如意 清前密集所载 全部烂熟胸中 但苦于并无实际 动手机会 不知如何运用变化 是已将那两三招 曾经使用过的招数 重复施展之后 红袍客抖得力声狂笑 道 前驴之计 不过如此 展开身形 双掌一紧 挥舞出如山掌影 将管宁逼得手忙脚乱 灵影心中又急 却被红袍夫人圈住 哪有分身之术 管宁呼得一声大喝 身形一仰 单足主地一悬 堪堪躲过批来的一掌 定一定神 错步宁谋一看 只见管宁已站稳身形 但却仰手宁斯 对眼前处境 似是昏如不绝 红袍客不由大为奇怪 这小子在干什么 原来管宁这时 正出神地回想着 方才默然急出来的一招 扭转乾坤 据如意清前秘籍上著名 乃是拳击中最具威力 妙用无穷的一招 若能炼制唇油心灵运用时 责任敌是如何强猛绵密 一样可以从容脱出并加以反击 她方才灵机一动之下 触发这一招 果然恰如偏中所在 欣慰之余 只觉灵感全勇 意识不可遏止 故而对置身险境之事 浑如不绝 灵影健壮 奋力娇和一声 小管 你在干什么 刷刷两剑 避开红袍夫人 打算赶过去与管宁会合 红袍夫人娇笑道 不要白费心思了 有话 到阴间去说吧 避开见风 掌批指戳 疏忽还供五招 崇佑将灵影逼退 管宁抖得一声大喝 大家住手 挺我一眼 人影乍分 红袍夫人与灵影 挺手错立 红袍夫人伸手 侵略并边 笑道 小兄弟是不是还想 和这位小妹妹 说两句踢气话呀 管宁脸色一整 陈生对红袍客道 方才我那一招 你却无法化解 你可知道 是和门和派的功夫 红袍客一正 按道 这小子懂得招数 虽然不多 但无意不是大背武学 常规之学 令人无从意测 莫非 但口中却淡淡硬道 你所施展的武功 虽然有点邪门道 但也不见得有何奇傲之处 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管宁微微一笑 悠闲地说道 你梦寐以求的如意 清前秘籍所载之学 难道不值得吗 红袍夫妇一同 呜了一声 互相点头会议 管宁也不理会他俩 自顾往下说道 我只不过施展 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威力已可概见 但我却不想 将这武林奇真 据为己有 只想 红袍客逼前一步 瞪目怒喝道 想什么 管宁见他的眼中 一股贪婪之火 已跃跃欲出 不由更是故作姿态 缓缓说道 方才他 伸手一指灵影 揭破尊夫人之迷石 在下已悟出 四名山庄 十五条人命死亡的经过 但其中上缺一两个环扣 无法将事实连贯起来 为了满足好奇 在下即愿 将那如意清前的下落 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不知阁下以为如何 红袍客冷冷道 你既自称以练习 秘籍上所宰之学 哼哼 岂非不打自招 说时 又往前逼近一步 灵影心中一急 自然而然 脚下往管宁移去 红袍夫人轻声一笑 身躯微晃 已将灵影去路拦住 笑道 小妹妹急什么呢 你的他还不曾说 如意清前是在他身上啊 管宁神色自若地缓缓道 那如意清前 共有十八枚 在下所得 不过其中一枚而已 至于那其余十七枚 请先抗力 不妨考虑考虑 红袍夫妇互相望了一眼 似是彼此向寻 管宁所说的是否属实 屋中顿时陷入一片沉寂中 外面 那条通往易道的崎岖山路 绝望夫人沈三娘正沿着地面的车车提印 驱车及时 绝望夫人沈三娘一面加紧挥边 一面皱眉寻思 灵影曾说过 那神医是隐居在妙峰山 怎地会走到这条岔道来了 看地上提痕 明明是另有一匹剑马随行 那骑者是谁 心中疑云起伏 长边起落更急 屋中 沉寂中灵影不识轻耳地听 一片期待之色 自然流露脸上 只有管宁仍然保持着悠闲之态 静待对方回答 四名红袍夫妇称雄武林多年 经验阅历何等丰富 尤其目光更是锐利异常 仅止一世之下 便已看出蹊跷 红袍刻一声大喝道 无知小辈 可算枉费心机 嘿嘿 你死之后 如意清前自会落在我手中 还谈什么交换条件 疏然栖身而上 手臂灰触掌影飘忽 以自闪电般 向管宁打出两掌 管宁面上 虽然保持着悠闲之态 实则心中的胶着之情 笔致灵影由甚 此际 见拖延之侧 以为四名红袍夫妇识破 不由又惊又慌 徒弟滑步侧身 一样糊落 左掌一抬 右掌惦击而出 红袍刻虽想嘲笑 管宁前驢之计已穷 但却未敢有丝毫疏忽 一见对方挥掌还击 马上撤回右掌 脚下一步唤醒 转到管宁身后 右掌反甩 斜向管宁背心命门穴劈去 管宁获得悬伸 双臂倒着往上一番 左手一招 类似金丝缠腕 五指身躯 向红袍刻右腕扣去 右手十中二指 仿佛画龙点睛 输点对方双目 这一招两世 似是而非的怪招 拒敌进攻 见而有之 时间 不为莫不拿捏的恰到好处 原来方才 请客之间 又给他悟出一招 妙绝尘还的奇傲招数 红袍刻火速沉蔽屈肘 上身后仰 左掌 急然上扬 其料管宁 剑好急收 拧腰倒纵而出 脚尖粘地 悬身急掠而起 向门外纵去 口中大喝道 欲得如意清前 可随我来 哪知 眼前一花 红袍夫人 以飘身挡住去路 娇笑道 小兄弟想 披下你的小妹妹 独个儿跑呀 我可不答应你 随着话声 双掌已如 狂风咒语般递出 迅猛绵密 又若长江大河 管宁被他 一阵急功 逼得手忙脚乱 连连倒退 灵影沉叱一声 短剑一挥 抢肩援手 却为红袍客 挥掌截住 寸步难移 他开始领于四名红袍之名 是已出手招式 不求有功 先求无过 但是几招过后 心中呼得一起 昨夜祠堂中最后一场拼搏 不由暗骂一声 糊涂 精神陡震 剑势骤变 身形几斩 灯石剑气漫天 渐渐砖抢偏锋 放手进击 红袍客武功虽高 对灵影这种黄山脆绣 一脉相传的剑法 却并不熟悉 是已在灵影一轮 放手抢弓之下 全凭着迅速的身法 与雄魂掌力 勉强在避让之中 程系还上一两掌 但管宁却已被 红袍夫人的 狠辣快捷招式 逼得连思想的时间都没有 空有一脑子 绝世齐学 却是一团混乱 离不出一个头绪 若不是原先领悟 出来的几下奇妙招式 交换运用 躲过几个危险难关时 早已被红袍夫人 伤必长下 然而时候一长 红袍夫人稳操胜券 笑意盈盈 袭上眉梢 左掌一招 领住管宁眼神 右掌迅于闪电 向他的肩头拍落 管宁右手刚往上一抬 瞥见红袍夫人 右掌 已朝肩头拍落 不由大吃一惊 赶忙一晨间 左臂一架 啪的一声 左肘顿时骨痛欲舌 身体摇晃了一下 红袍夫人左掌 五指突出 竟然画掌为抓 一把将管宁右 万卖门扣住 笑道 你就乖乖地躺下了 管宁奋力运进一阵 红袍夫人 咒绝一股奇强的 无形前进 由管宁万上传来 朕的五指 几乎把握不牢 莫听红袍客连身呵斥 声震乌瓦 盲顺目撇去 他见丈夫已为 林颖逼之五角 拳腿施展不开 眼看要伤在 林颖剑下 于是 借着管宁那一正之事 左手一戴 五指一松 将管宁摔了筋斗 人却急掠至管宁背后 换道 小妹妹 还是我来陪你吧 左掌右指 竟向林颖奉尾 逍遥两大学习去 林颖获得飘身横掠 沉叱一声 反臂一箭挥去 口中却关切地叫道 小管 你怎么了 边说话 边刷刷刷一连三件 向红袍夫人 闪电搬工去 无妨 但你可要小心些 话声未了 红袍客以 巧眉声息的 闪掠而至 左掌迎凶直批 右掌横向肋肩砍去 管宁左肘鱼痛未消 右半身仍有些微麻木 一见红袍客双掌猛攻而来 哪敢应接应驾 忙往后倒地避让 齐廖脚下 突背椅子一半 呛亮一跤 身子连晃了几晃 红袍客一声名笑 纵前双掌 急然披落 此季屋中憨斗志极处 得意地正在心中狂喜 谁也没听见屋外车声铃铃 更谁也不曾注意到一条 奇长秀美的人影 徒弟毫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 他秀美微频 御守青台 献指一指 红袍客一声闷哼 手辅腰计 呛亮挣扎的几步 一跤跌在地上 一双充满恐怖 痛苦 绝望的眼光 凝视着门口 喘息道 是你 又是你 声音逐渐低弱 模糊 管宁死里逃生 大叫道 夫人 你来得正好 抖得乌角 蹦出一声尖叫 红袍夫人双手门胸 呛亮退出 身子摇晃了一下 双腿一软 倒在红袍客的身旁 指缝间 鲜血泉涌而出 灵营手捏短剑 沉重地 缓步走进 红袍夫人身前 凝视了一眼 缓缓纳见归巧 红袍夫人 双目抖得一睁 不服气地 斜瞪着门口 断续说道 绝望夫人 难道见着你的人 都要绝望吗 绝望夫人 微微一笑 手指管宁 灵营温柔地说道 他们俩都没有绝望啊 相反的正希望 无穷力 转顾管 灵二人 笑道 是吗 管宁 灵营欢应了一声 欣然点了点头 秃地管宁阿的一声惊叫 对绝望夫人 沈三娘道 西门前辈呢 夫人是否将那位神医寻道 绝望夫人 沈三娘摇了摇头 对灵影说道 我就是特地回头 找你们带路的 谁知道 你们竟会把他们夫妇俩 遇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灵影道 此事说来话长 我们还是快点 去找那位神医要解 严霸 瞧也不瞧 并躺在地上的四名红袍夫妇一眼 镜子出门驾车 管宁将公孙左足抱起 缓步出门 黯然回顾 心中不禁常叹道 你们本是一对神仙眷属 只为一念之差 竟落得这般下场 眼前你们并握血泊的情形 不正是和四名山庄的那一双完全一样 可见天道好环 丝毫不爽 他心中方子铠叹 灵影已在屋外高声道 小管 你到底舍不舍得走啊 管宁慌忙应了一声 抱着公孙左足走出这个将会使他毕生难忘的茅屋 将公孙左足在大车上放好 跳上车 与灵影并肩坐好 借过江省 扬边驱车往一岛奔去 日营已见偏西 两部大车在黄土道路上扬起一串黄尘 池底妙峰山口 才缓慢下来 折进山里约有半里 徒弟一起停住 跳下一个英俊的少年 管宁他缓步走向田中正在收农具的农人 拱手道 请问各位乡亲 这妙峰山中可有一位神医 一个老农摇头道 山上郎中倒是有一个 只是脾气古怪的很 却不闻有什么神医 管宁心中大喜 便将山上的道路问明 转与绝望夫人一商量 便决定往寻那郎中逝世 于是分别抱起西门一白和公孙佐足 施展轻功 朝山上奔去 约奔顿饭时光 入山一身 按照老农所示途径寻去 果见木无树船 掩映于林间 盲川林走至屋前 倾口柴飞 半上 只听屋内传出一个苍老的口音 道 进来 声调冷漠之急 灵影在前 推开柴飞 绝望夫人沈三娘 抱着西门一白随后 管宁抱着公孙佐足 鱼冠走入屋中 只见屋中尘射简朴 窗明激净 打扫得一尘不染 当中一张竹榻上 盘坐着一位须眉俱白的 轻取老人 那轻取老人 两眼半睁不闭地 瞧着他们进来 徒弟对绝望夫人一招手 简单而有力地说道 你过来 这三个字 听在绝望夫人沈三娘耳中 不斥如凤伦音 盲抱着西门一白 快步走至轻取老人面前 诉隆道 一白乌为匪人所算 身中剧毒 腹失去记忆 危在旦夕 静凡老先生 轻取老人点点头 做了个手势 不让他多说 书得双目一睁 金光炯炯地将西门一白 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两道白眉 渐渐往当中聚拢 似是遇着一件 非常棘手之事 绝望夫人沈三娘赌撞 一颗心紧张地 只要从胸腔中跳出 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 这位可能是她绝望的神医 但却不敢开口询问 势中的气氛 顿时沉寂地像坟墓一般 个人的耳中 只听到自己心跳之声 时间也仿佛暂时停止 绝望夫人沈三娘的希望 也随着时间的延长 而渐渐发生了变化 徒弟 那轻去老人沉重地 嘘了一口气 木然缓缓摇了摇头 挥手命绝望夫人 沈三娘退下 绝望夫人沈三娘 绝望地叫道 怎么 老先生的意思是 轻去老人 一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再次挥手 命她退下 绝望夫人 沈三娘 扑地跪下 哀叫道 不 不 一白不能死 她 她是不能死的呀 轻去老人 冷冷道 人中是要死的 难道她便能例外 灵影一跃上前 功身说道 这位西门前辈 已服过 黄山至宝 翠秀护心丹 老先生 只要 轻去老人摇头道 此人 心虽未死 但屈壳已废 你们且让他 长留此心 便该心满意足了 说完 招手命管宁上前 管宁抱着公孙左足 上前功身道 这位老前辈病况虽重 但仍希望老先生设法 先将西门前辈 轻去老人突然冷冷哼一声 越过绝望夫人 缓缓走到管宁身前 探手将他怀中的公孙左足接去 缓缓走入林室 竟再也不忘他们一眼 管宁也想不到 这位神医 竟会这般冷漠 不禁为之医症 大叫道 老先生 但听砰的一声 林室纳到墓门 以猛地关闭 管宁愕然目立在门口 脑海里顿感一阵茫然 两久 两久 吐闻一声轻微的叹息 起自身后 耳畔但听林颖巧声道 小管 不要发愣了 你看他 我们怎么办呢 管宁悬身望去 但见绝望夫人沈三娘 跪在地上 浮望着怀中的西门一白 脸上一片茫然 两行青泪全涌而出 一滴一滴 滴在西门一白的身上 眼中的神采 仿佛已随西门一白 生命的消逝而熄灭 管宁 灵影都深深知道 当一个深爱着的人 一去不回的时候 该是人生中多么悲惨之事 然而 这种悲怯的心情 却是第三者无从加以慰藉的 管宁黯然望着绝望夫人 双手不自觉地紧握着灵影的柔衣 心中激动地叫道 我们再也不要分离了 灵影任由她紧握着自己的手 仿佛已从她的目光中 听出她心中的呼声 这心声的交流 正是人间最宝贵的情操 管 灵二人默默地享受着 任时光流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突然 绝望夫人沈三娘 常常叹息一声 缓缓抬起头来望着灵影 一字一字地缓缓道 该 走 了 这短短的三个字 令人听来 却肆意耗尽了她一生的经历 每一字都包含着 那么多的悲痛和绝望 她一生常常令人绝望 自己却也有绝望的时候 管宁 灵影 黯然对望一眼 起得长叹一声 灵影道 该走了 管宁沉重地长叹一声 垂下目光 道 该走了 这三声该走了一声 比一声短促 但也一声比一声高朗 管宁缓步走出门外 一阵风吹过 她心中突有说不出的寒冷 于是她回首望向灵影 因为此时此刻 除了灵影的目光以外 她便再也找不出一丝暖意 冬残春至 薄木的春风里 仍有撂翘的寒意 西山日宝 一阵夹着出生子丁花香的微风 吹入窗帘旁一个宁神静坐的素衣美妇的发丝 却吹不散她目光中的忧怨之意 融化的雪水 沿着后园中碎尸路旁一条沟渠 流入假山盼的河池 直到夕阳全落 夜色渐浓 她却仍然动也不动地凝坐在窗帘边 浓重的夜色 已将大地完全掩没 但是她 她却仍未有点燃她身叛同台的蜡烛之意 后园西角的 一道雕花月门 轻轻推开一线 一道灯光映入 两个紫衣垂条的少女 一人手持沙灯 一人手捧石河 踏着细碎的脚步 悄悄走入园中 他们身后却又跟着一双风神俊朗的少年男女 夜色之中 他们的面容 也都像那素衣美妇一样 忧怨而沉重 她的一只仙仙玉手 轻轻搭在她的臂弯上 终于 她低语着道 园子里没有灯光 沈三娘难道睡了吗 她身叛的少年长叹一声 道 只怕不会吧 她柳眉微皱 道 我但愿她能睡一会 这些天来 她已憔悴的太多了 于是 又是两声叹息 随着微风 在这幽静的后院中 丝丝飘送出去 叹息之声 是那么轻微 但那名座窗盼的素衣少妇 秋波一转 却已发觉 轻轻说道 影妹 是你们进来了吗 郑一薇在这少年身叛的少女 已加快了脚步 走进这后院 南角的三间场轩里 口中答道 三娘 是我 那一双锤条小环 轻轻放下了手中的石盒 点燃了桌上的宿竹 于是 这昏黄的灯光 便使得这素衣美妇的面容 更加绝艳 也使得凝聚在她 霉风秋波中的幽怨悲哀 更加浓重 那少年在门外轻咳一声 素衣美妇道 小管 你也进来吧 她身形却仍未动 生像是太多的悲哀 已将她的肉体与灵魂一起压住 打开石盒 取出了六叠清淡而美味的佳肴 取出了三副精致而淡雅的杯盏 用一条蛋清罗帕树柱 满头如云绣发的少女轻轻道 三娘 我和小管来陪你吃点东西 好吗 素衣少妇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一丝忧怨而哀痛的笑容 这笑容并非是表示她的喜悦 而仅是表示她的感激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低语着道 你们 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 于是她转回身 目光一转 轻轻诱道 影妹 你也瘦了 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其中却不知含韵着多少情感与关切 这种情感与关切 却是这少女生平所谓享受 她明亮而清澈地眼波一闸 勉强忍住目中的泪珠 强笑道 三娘 你要是不吃些东西 我也不吃 你 你忍心叫我更瘦吗 素衣少妇英纯启动 却未说出一个字来 只有两行泪珠 夺况而出 那少年一直垂手而立 呆呆地望着他们 他本十分飘逸潇洒的神态 此刻一因一些痕迹犹新的往事 而加了几分坚毅 房中一阵禁忌 素衣美副秃笛伸手 抹去腮旁泪珠 抬起头来 抢笑着道 你们叫我吃 你们也该吃些啊 雨声微顿 又道 小管 怎地没有酒 忧郁的时候没有酒 不是和快乐的时候 没有知心的朋友来分享快乐一样的痛苦吗 管宁回身吩咐了那两个垂条小环 心里却在仔细体会着他这两句话中的滋味 一时之间 心中只觉思潮如涌 暗暗存到 悲哀时没有朋友来 分担烦恼 还倒好些 快乐时 你若突然发现你知心的朋友不在身侧 那真的比悲哀还要痛苦 忍不住抬头望了灵影一眼 只觉这两句话 骤然听来 似乎十分矛盾 但仔细一想 寒意却竟是如此深邃 他呆呆地愣了许久 直到一只脆欲的酒壶 放在他身边的桌上 于是他们无言独作 直到满满的酒壶空了 空了的酒壶再加满 竹类已留下许多了 在这京城管宅后园中的三个心情沉重的人 才开始有了较为轻盈的语句 他们自然便是沈三娘 灵影 管明 他们从妙峰山一直回到京城里 因为在他们那种心情下 只有这清幽而雅静的家宅 是唯一适合他们的去处 但是这些日子来 他们却从也不愿谈起那些令人悲哀的往事 因为他们都深深了解 这些事都会那么深刻地刺伤到对方心底深处 直到此刻 管宁再次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重重割下了杯子 长叹一声 道 这件事直到此刻 虽有大部分距离水落石出 但是 灵影轻轻对他做了个眼色 他却根本没有看到 沈三娘欺然一笑 接口道 尹妹 你不要拦他 这些事既然已经过去 死了的人 哎 死了的人也永远不能复生的 我的悲哀 也 也好像渐渐淡了 你让他说 有些事搁在心里 还不如说出来的好 管宁 危愧一声 道 四名红袍 为了要消除心头的大鳄 是以不惜千方百计 将军山双残 中南乌山 以及少林 武当等派的一些掌门人 独守杀死 但他们与四名红袍之间 却并无如此深切的深仇 足以使得四名红袍这般做呀 灵影秋波一转 道 这原因倒不难推测 江湖中牙字必报的人 本来就多得很 四名红袍 只怕也是这样的人 管宁眉峰一照 显见对他的这番解释 不能满意 哪知 灵影秋又轻呼一声 似是想起了什么 接口又道 最重要的 只怕是这四名红袍 以前一定做过了一些 见不得人的隐秘之事 而突然发现 这些人都有知道的可能 是已 管宁一拍前额 道 定是如此 他想起了那些 留在车座下的言语 在和灵影此番的说话 加以对证 想必自是如此 不禁含笑望了灵影一眼 一时赞许 哪知灵影柳眉清贫 却又轻叹着道 他将这些 可能知道他私隐的人 全都杀了 这些事 哎 只怕江湖中 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沈三娘 轻轻放下酒杯 借口探道 自古以来 武林中被人隐藏的私隐 也不知有多少 这本不足为怪 何况 哎 这些事也和我们无关 不去想他也罢 灵影 管您对望一眼 心中虽觉 她的话似乎有些不对 但却也想不出辩驳之词 只听沈三娘 又自接口说道 四名红袍之举 的确事事巨斗 早已处心几虑 她一定先找了两个容貌 与自己夫妻相似的人 然后替他们话装扮成自己 然后再安排 让四人亲眼看到他们的尸身 那么一来 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 都知道他们已死 便再也不会以为他们是此事的凶手了 管您长叹一声 缓缓道 这两人为了自己的私仇 竟连自己门下的人都一起杀死了 心肠真是太狠毒了 雨声一顿 突有其道 但我是在无意之间闯入四名山庄的 却不是他们安排的理 灵影道 你自然不是他们安排的人 但你无意闯去 却比他们安排的更好 管您其道 此话怎讲 灵影微溃道 他们安排好的人 必定就是四川峨眉抱囊兄弟 也就是杀死你的书童囊儿 又在桥口 向我们发射暗器的人 管您恍然道 是了 四名红袍 故意让唐氏兄弟晚些上山 好叫他们看到自己的尸身 哪知我无意闯去 唐氏兄弟见了那等情况 以为我们得了如意清钱 自然要对我们施展毒手 只可惜 哎 只可怜囊儿无端惨死 他长叹一声 疏然住口 灵影秋波转处 缓缓说道 囊儿的姐 雨声突顿 该口道 囊儿死得虽可怜 但唐氏兄弟 不是死得更惨吗 你总算也替囊儿报了仇了 管您垂手叹息半晌 图又问道 你说我无意闯去 还要比他们安排的好得多 这又是为了什么 灵影微微一笑 道 这因为你根本不懂江湖间的事 也看不出那些惨死之人 外伤虽重 其实却早已中了毒 便一一将他们埋了 管铃奇道 中毒 你怎知他们中毒 灵影道 那些武林高手 具有一等一的武功 若非中了毒 怎有全部都遭惨死之理 这点我原先也在奇怪 还以为是西门前辈下的杀手 后来我见了车厢中的自己 说四名红袍既善易容 又善毒药 才恍然大悟 是以你所见的死尸 武功较弱的一些人 都死在道路前面 那是因为他们毒性发作的早 武功高强的一些人 譬如中南乌山 公孙幼族这些人 都死在路的尽头山亭上 那次是因为他们发作较迟 四名红袍等到他们 巨兜中毒昏迷后 又在他们额上 击下致命的一掌 那却已只是 故作烟幕 掩人耳目罢了 他语声不停 说到这里 直听的管宁面容数遍 又自恍然道 他以如意清钱为耳 请了这些人来之后 又不知用何方法 将西门前辈也请了来 沈三娘悠悠一叹 道 他若是去请一白 一白万万不会去的 他若用激将之计 或者说要找一白笔斗 或者说要寻一白平礼 那么 哎 一白便万万不会不去了 管宁默然一叹 道 沈三娘 当真可说是西门前辈的 红粉之己 人生得意之己 死亦无憾 西门前辈此刻 虽已葬于西山下 想必亦可明目了 只听林颖接着他的话头道 四名红袍用奸计 骗了西门前辈去 等唐氏兄弟见了那等情况 自然以为是西门前辈将他们一一击死后 自己也不知而死 他们要让西门前辈死后 还背上恶名 哎 这真是天下第一毒计 三人相对虚惜半赏 各都举起酒杯 羊手一干而尽 似乎在不约而同的为西山下 心坟中的西门一白致敬 然后沈三娘又自悠悠常叹道 颖妹 你年纪虽轻却是聪明已极 若不是你发现那四名红袍夫妇的真相 只怕爱 只怕事情又要完全改观了 林颖沉吟半赏道 我开始怀疑是在那荒庙里 以峨眉暴囊的武功 竟会被人追的那般狼狈 追他的人 武功定必甚高 然而江湖中武功高过峨眉暴囊的人 却不甚多 最奇怪的是那两个黑衣蒙面中较矮的一个居然熟知我的剑法 他与生微顿又道 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知道这路剑法的除了四名红袍夫人之外 谁也不会到中原来 但是四名红袍夫人却又死了 那她是谁呢 后来我又发觉 此人说话的羽生 似乎是伪装出来的 好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伪装自己的羽生 除非是个女的 硬要装成男人的生意 管宁不住汉手道 是极 是极 他虽然天资聪明绝顶 但毕竟江湖历练太少 是以目光变远不及灵影敏锐 此刻听了灵影的话 但觉自己当时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对 但却没有真正发觉出来而已 直到灵影说出 却又字字句句句都说到了她心里 灵影微微一笑 接道 后来我又看到车座下的那些字迹 我想来想去 又想出了几点可疑之处 第一点 那些惨死的武林高手 是怎样中的毒 管宁扶手陈思半上 道 大约是下在杯中 是以我由后面出来时 那些茶杯剧都不见了 灵影道 是了 毒是下在茶中的 后来茶杯不见 自是下毒的人生怕自己恶计暴露 是已将茶杯回去 由此可知 下毒的人定然未死 管宁扶手称是 灵影又道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除了主人之外 又有谁能在每盏茶中 巨兜下毒呢 除了精通毒性的人 又怎能使那么多武林高手 都不觉察的中毒 这两点资格 普天之下 只有四名红袍具备 再加上唐氏兄弟的那一番叙述 我才断定他 并未死去 他为一顿诱导 但他们若未死 你又怎会看到他夫妇的尸身 于是我又推断 必定是他们先将 两个与自己面容相似的人 化妆成自己的样子 自己再化妆成家仆丫鬟一类的人 在旁四级下手 他们之所以 不请与他们熟悉的人 到四名山去 便是生怕那些人 看破此中的真相 管宁长叹一声 再次举杯一饮而尽 一面不住赞道 那时在马车边 听你说 只要解决三件事 便可查出此中真相 我还在笑你 哪知 哎 哪知你却是比我聪明得多 沈三娘缓缓道 还有呢 林颖微微一笑 眼波转触 轻轻瞟了管宁一眼 方子接口道 这些事一推论出来 我便有了几分 查明真相的把握 直到后来 我一走进那栋茅屋 又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 于是我便断定这师徒二人 他们将我和小管骗到那里 原来也是想请我们 喝两杯毒茶 哪知却被我装作 失态的模样 将两盏茶剧都打翻 管宁倩然一笑 那时我心里 也在怪你太过鲁莽 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林颖垂下头去 缓缓道 以后你心里要怪我 还是说出来的好 管宁呆呆地望着她 心里突地生起一阵温暖 只觉自己多日来的辛苦惊骇 只要这种温暖的千万分之一 便已足够补偿 沈三娘一手吃杯 墓中凝住着这一双 深情款款的少年男女 心里想到 西门一白苍白英俊的面容 不计暗叹一声 知道自己的一生 此后永远寂寞了 两行晶莹的泪珠 缓缓沿塞落下 落入杯中 她仰手喝干了杯中 喝泪苦酒 转目望去 只见桌上宿竹将已燃尽 竹泪滴滴落下 就正如她的眼泪一样 于是 她突又想起两句七晚的诗句 禁不住轻轻念叨 春残盗死四方进 蜡锯成灰泪是干 数月之后 四名山庄的惨案 在人们脑海中方自平息 但是江湖中 却又开始轰传着几件振动天下的骑士 京城西山下的一座新坟 秃地被人挖开 关中空无一物 尸身竟不知道哪里去了 武林中据都知道 此处本是西门一白的葬身之地 想到她一生行事的神奇诡异 于是江湖中开始暗中流传起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 说是西门一白 其实未死 她又复活了 太行紫薛突然归隐 而且从此一去无踪 紫薛门的掌门人之职 却一直虚弦其位 多年卫捋江湖的黄山翠秀 徒弟被人在京城发现行踪 第二日 却又看到 他领着他唾弃不止的徒弟 直回黄山 并且声言天下 武功若不能高过于他 便不能取得他的弟子 江湖子弟虽然都知道 他弟子林无影美艳 却再无一人由此勇气 面对黄山翠秀的清风 昆仑 武当 少林 点仓 罗浮 中南 峨眉等一干门派的 高手 徒弟一起下山 大河南北 长江南北 在在都发现这些明鉴的侠踪 尿风山的神医 徒弟踪影不见 他到哪里去了 也正和别的那些事一样 普天之下 再无一人知道 这些事发生在数月之间 却在十数年后 方才水落石出 只是那时 已有些人将这些事淡忘了 武林中的人于是 正都是浪浪相推 生生不息 永远没有一个人 能将这浪浪相推 生生不息的武林人士 全部了然 这正如自古以来 永无一人能全部了然 天地奥秘一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